这是一个全民觉醒天赋序列的时代 路子也穿越过来 天赋平平 但是 他觉醒了一个志强生存系统 每活一分钟就能获得一生存点 如果遇到路子也利用系统的强大 造成他人震惊震撼 系统还会给予额外增幅 获得十倍百倍的生存点 而生存点极为强大 可以兑换属性点 可以兑换技能熟练度 路子也躺着变强 这哪个家庭顶得住 这是逆天吗 这简直是约了天 李主任 你不能这么做 路子也还有十天就毕业了 你这个时候开除他 他十天苦读就白费了 觉醒者毕业证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班主任柳如对着面前的秃头男子 用几分恳求的语气说道 教导主任办公室内 气氛压抑 室内就三人 当事者路子也 因为自身实力问题 模拟考试成绩堪忧 即将被开除 原因仅仅是 滨海战争学院今年要平忧 而升学率是一个重要指标 所以开除掉那些成绩差一点的 升学率不就自然高了 而路子也 就是其中一员 路子也的天赋 是序列二十金属操控 按道理这个天赋序列 已经很靠前了 后期也很强大 不应该被开除才对 可遗憾的是 金属操控属于精神力操控一类 在前期很难产生战斗力 就路子也目前的精神力 勉强能将一把汤匙悬空 所以 这尼玛怎么战斗 去马戏团表演 人家都嫌不够劲爆 同学们的天赋 前期战斗力爆表 很多人已经在训练员升级到十级了 而路子也还是一级 因为他没办法与异兽战斗 柳如是路子也的班主任 他对这个董事又可怜的孤儿 非常上心 不希望学校这样对待路子也 面对柳如的恳求 教导主任李猛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这是学校的决定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滨海学院今年必须平忧成功 至于路子也 我们可以看在你的面子上 给他两万龙币的安抚费用 用于他日后发展 李猛说完 从抽屉里面拿出一大钞票 推到了路子也面前 安抚费用 两万 柳如不可思议看向李主任 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工作了五年的学院 第一次这么陌生 校讯上写着 我们不放弃每一个觉醒者 这次这句话 是如此刺耳和讽刺 柳如无奈笑了笑 他默默摘下自己的工作牌 我辞职 随后 他拉着路子也转身离去 刘老师等等 李猛起身挽留 你为了一个学生真要这样 柳如摇摇头 这样的学院 没资格让我付出 今天是路子也 明天可能是我其他学生 我不愿意在这样的自责中工作 等等 路子也叫住了班主任 在柳如和李猛真汉的目光中 路子也拿走了桌面上的两万龙币 路子也的想法是 我不拿也是便宜这个王八蛋 指定被他贪污 我拿去随便给谁 也不留给你 而李猛则是觉得 路子也一点骨气都没有 开口道 你也看见了 这样的学生 真的值得吗 学院需要的是有血型 有大气魄的人 他被开除不是没有原因的 柳如惊了 经典的受害者有罪论 你开除了别人 现在还把锅甩给了路子也 没有多言 柳如带着路子也离开了学校 他也不再担任学院的班主任老师 收拾下东西 我们走吧 路子也记住 你的天赋非常强大 只是若在前期 精神力难以支撑这样的天赋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金属操控将成为排名前三的天赋序列 柳如安慰道 柳老师 把你牵连进来 让你丢了工作 真的很抱歉 我也很感激 以后我会加倍补偿你 这件事 路子也是没想到自己的班主任这么给力 直接与自己同进退 在这个异兽横行 人心险恶的世界 不多见 柳如本来心情很糟 但是听到路子也的这番话 就算是孩子随意一说 也让他很开心 一个刚毕业的孩子 怎么可能加倍补偿他呢 好好 我就等着路子也成为强者以后 带着老师在滨海市享福 柳如摸了摸路子也的脑袋 一脸的享受 他已经28岁了 为了教学事业 现在都没结婚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突兀的声音 窜入了路子也的脑海 叮 感受到宿主遭遇不公待遇 宿主不可辱 最强生存系统已经绑定成功 最强生存系统 从此刻开始 您每存活一分钟 都将获得一个生存点 如果您利用系统在人前显胜 震撼他人 也将获得额外几十倍 到几千倍的生存点 生存点用途 一生存点等于一属性点 可以任意加点 一生存点等于一天赋技能熟练度 可以提升天赋等级 也可以用来抽取新的第二天赋 第三天赋 月级击杀异兽Boss 可以获得基础生存点收益 加一分钟 无上限 陆子也 三年了 老子穿越整整三年了 你知道我这三年怎么过来的吗 陆子也是个穿越者 来到这个世界已经三年了 这三年他每天都在等着系统砸脸 这一等就是三年 以至于他都认为 穿越者未必就一定有金手指啊 而现在 他终于来了 还是一个极其变态的系统 要知道 这个世界获得属性点的渠道 只有三个 第一 升级后 每个属性获得十属性点提升 然后有额外的十个自由属性点 让大家分配 也就是升级之后 加上自由属性点 才获得五十个属性点 而自己一分钟就一点 我睡个午觉起来 就上百点 等于你们在野外 辛苦升二级的成果 这特么那个家庭顶得住啊 已经不是那天了 简直是热了天 第二 装备属性 这个来源渠道 比较有难度 装备暴率不高 垃圾装备家的属性也不多 第三 战斗之时 属性贯体 这是一种特殊现象 当你击杀怪物之后 常淋漓的战斗 可以让你获得额外的属性加成 比如一个主修肉身的觉醒者 在一场战斗中 抗住了异兽的冲锋 他有可能战斗结束后 获得体质加五 甚至加二十 加五零 这要看这个觉醒者的等级 和自身实力 一般前期加的少 后期加的多 路子也迫不及待 打开了自己的个人属性面板 这个功能 每个觉醒者都有 都内视自己的自身状态 被数据化了 宿主 路子也 等级 LV1 0 境界 退繁境 生命值 100 体质 10 20%减伤 精神 10 力量 10 敏捷 10 0%暴击率 生存点 1 增长中 天赋序列 20 金属操控 LV1 0100 装备 暂无 或 别人都十级了 我特么还一级 不过路子也更看到了未来 比如 自己之前之所以弱 是因为精神力太低 导致天赋发挥不出来威力 那么我把精神力提升上去之后 是不是这个天赋就能在自己手中发挥出恐怖的威力了 而且自己如果越级击杀了boss 还能加一生存点分钟 这是最牛逼的 以后说不定一分钟就加十点 甚至一百点生存点 直接无敌 还有天赋等级 LV1 后面有一个 0100 这是技能的熟练度 当技能熟练度达到100点 就可以升级到二级天赋了 目前学院里面的毕业生 只有一个人将技能升级到了三级 其余大多数都是二级 这是他们三年来的成果 因为天赋技能熟练度提升非常困难 并不是你使用一次技能 就获得一个熟练度 它需要 你对该天赋技能有了新的理解 才能获得一定数量的熟练度 所以这个和悟性有关系 但是路子也不考虑这个问题 直接一百点生存点加上去 直接升级 简单粗暴 马德 爽啊 你不是开除了我 那我就给你们一点点小小的震撼 路子也告别柳如老师后 便是回家呼呼大睡 他打算醒来之后 自费前往滨海市的试炼营 路子也在网吧包了一台机 玩了六个小时的觉醒者联盟 成功从白银段位掉到了黑铁 玩联盟是最累的 要么自己坑 要么队友坑 路子也感觉到身心俱疲 回家倒头又睡了八个小时 就这样 十四个小时轻松度过去了 路子也在闹钟声中惊醒过来 起床第一件事 查看生存点 生存点 八百四十五 无敌 一个小时六十点 这睡醒之后 直接八百四十点 要知道升一级 对于一个觉醒者的整体提升 才五十点 嗯 现在我已经是全校第一觉醒者了 至少从属性点上来看 是如此的 路子也接下来开始考虑加点的问题 首先 体质影响着生命值的高低 还有减伤的高低 不过这个世界的减伤设置 有点类似路子也前世玩的英雄联盟中 护甲和魔抗的设定 一开始十点体质等于百分之二十的减伤 可是一百点体质并不是百分之二百减伤 它会随着体质的增加 性价比越来越低 路子也记得教科书上说过 一个觉醒者无论体质多高 他的减伤会无限接近百分之一百 但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百分之一百 书上有记录 十点体质等于百分之二十减伤 一百点体质等于百分之四十减伤 但是一千点体质只等于百分之六十减伤 不过这都不重要 路子也多的是属性点 现在学院里面最牛逼的人是十级左右 也就是 他的三维自然增长的属性都是一百 他手里 还有一百个自由属性点 用来加自己的特长属性 路子也先给自己加了一百体质 一百生命值太低了 而二百体质等于两千生命值 一下子让路子也觉得安全感爆棚 路子也的天赋 是精神操控金属 所以不需要力量 精神力越强大 操控的金属数量 速度都越狂暴 敏捷影响行动速度和暴击率 目前路子也也不需要 这个属性要从长计议 目前路子也的思路总结起来 就四个字 利益大飞转 只要我属性够猛 那就都特么不是问题 于是 路子也直接加了五百点精神力上去 刹那间 路子也感觉全身上下涌入了无尽的力量 脑海之中宛如翻江倒海 感官变得更加清晰敏锐 精神强度明显提升 剩下的一百四十五点 路子也用一百点将天赋提升到了LV二级 还有四十五点就存着备用 探向自己全新的天赋面板 路子也满意点头 宿主 路子也 等级 LV1 0 境界 退繁境 生命值 2100 体质 210 40%2减伤 精神 510 力量 10 敏捷 10 0%暴击率 生存点 45 增长中 天赋序列 20 金属操控 LV二 0500 装备 暂无 看向自己出租屋的一柄铲 路子也心念一动 不安 铲铲直接在空中划过 直接透门而过 将木门贯穿 最后刺入水泥墙面上 才停了下来 牛逼 五百精神力 恐怖如斯 路子也不禁感叹道 路子也又将一个金属菜盆 悬浮在空中 食指用力一握 咔嚓 咔嚓 空中的铁盆 直接随着路子也的动作 同步变形 被揉成了一个金属团 路子也手掌一挥 铁团猛然砸向墙壁上锅铲的尾部 将锅铲彻底定进墙壁 不用心疼这个出租房 妈的 反正是战争学院的附属大楼 路子也看向自己的金属操控天赋 此刻变成了二级 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金属操控LV2 操控相应能量等级金属 在20加 51米范围内 发动任何攻击 造成120% 加5%精神伤害 无冷却 这个天赋的说明比较复杂 首先第一句 对应的金属能量 它表示你当前精神力能 调动的金属规模 精神力越强大 调动的金属能量就越大 路子也之前之所以没伤害 就是10点精神力 根本无法调动像样的金属 而现在不一样了 路子也甚至想去购买一件 衬手的武器 目前路子也能够操控 金属的范围是20加5 1米 前面这个20米 是天赋技能二级 给予的固定距离 后面的5 1米是精神力510点 对这个距离的精神增幅 如果是5100点精神力 那么增幅就是51米 以此类推 同理 造成的伤害是120%加5 1%也就是125 1% 前面120%是天赋技能的 固定伤害 后面5 1%是精神力增幅 很强啊 金属操控不同于一些天赋技能 动不动造成300% 500%的伤害 其他技能是有冷却的 自己这个没有 只要你的精神力足够强大 理论上 你是可以开启无限火力模式 不断进攻敌人 路子也现在的精神力 高达510点 配合天赋125 1%的增幅伤害 一次命中敌人 就能造成638点伤害 当然这个伤害 还要考虑对方的减伤 实际伤害要低一些 要知道 一级的异兽 好像生命值才200上下 也就是自己可以秒杀了 是时候去升级了 滨海市十级以下的炼级地 在人类势力掌控下 甚至还要收费 一次进入2000龙币 以前作为滨海战斗学院的学生 路子也一周可以免费进入两次 只是路子也的实力 没办法进去杀怪 都浪费了 现在被学院开除后 路子也只能付费进入 这个时候 那2万龙币的作用 就体现出来了 不然自己一个孤儿 一个月领取的2000龙国今天 还真的没办法生活 没有任何犹豫 路子也洗漱起床 丢了一些食物和饮用水 到系统空间后 直奔施炼营而去 施炼营大门口 路子也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李主任打来的 小路啊 之前我们有点误会 现在请你回来 我们好好谈谈 没有什么事情是谈不下来 路子也不知道 对方是什么原因 要自己回去 但我就是不听 直接挂断 日落西山你不赔 东山再起 你根本是谁 卧槽 路哥 我就知道在这里等到你 打你电话说 正在通话中 一个身高一米九 体型壮瘦的男生 摇了摇手中的电话 对着路子也大喊道 李壮壮 路子也唯一的哥们 交情过硬 对方老爹是滨海市 第一富豪 家族实力恐怖 在龙国都能排上号 怎么样 收到老兔驴的电话没 有没有求你回去 李壮壮小跑过来 粗壮的胳膊 一下子搭在了路子也肩膀上 你怎么知道 路子也诧异 嘿嘿 我让老爹给学院打了电话 不让你回去 我们就撤销对学院的赞助 他吓尿了 李壮壮得意道 我说呢 原来是超能力 路子也哑然失笑 不过 我不打算回去了 我自己当干 我他妈就知道 路哥你肯定能行 这个给你 你的天赋一定能用上 还有就是 接下来一周 可能兄弟 你我很难见面了 下次回来一起喝酒 我得去京都一趟 李壮壮递过来一个 十分漂亮的木匣子 眼神有些热切 似乎他迫不及待 要去京都了 路子也猜测到了一二 这个李壮壮的天赋 一直很神秘 校方都不知道 他爹实力通天 觉醒一事 据说是在他家卧室举行的 别人是没这个实力和资金 而李壮壮是 随意发挥 你的天赋有眉目了 路子也猜测到 李壮壮看了看四周 将嘴堵在路子爷耳边 天赋序列二 金主 但是这种天赋 需要非常苛刻的条件 才能激活 我爸花了快十亿了 在京都给我搞定了 觉醒资源 一周后 你再看到我 兄弟就已经起飞了 金主 传说中 那个有钱人 才能养活的天赋 这个天赋非常奇葩 需要黄金粹体 黄金越多越好 身体淬炼的黄金越多 实力成指数级别增长 不得不说 这特么就是命啊 这个天赋 太特么适合李壮壮了 少爷 上车了 时间到了 一名精神绝朔的管家 来到李壮壮身前 弯腰说道 走了 路哥 李壮壮给路子 也来了一个巨大的熊豹 然后笑嘻嘻离开了 路子野目送兄弟等车离去 随后目光落在了 那个精美的木匣子 将其打开 里面躺着13柄薄如蝉翼的飞刃 每一柄长度都在20厘米左右 十分锋利 色彩各异 紫色5等级装备 飞刃13 市场价100万 路子野心中震撼 忍不住又看了眼李壮壮离开的地方 狗大货 真这么阔气啊 一周后见 路子野脑海中 一边浮现出与李壮壮的快乐时光 一边朝着施炼营入口而去 路子野来到这个世界三年 就和李壮壮认识了三年 高中三年 几乎吃在一起 玩在一起 在路子野出租房里面 不知道住了多少个夜晚 放着家里的别墅不住 两人就挤在一起 晚上一起打游戏 看小说 聊人生 李壮壮家庭富裕 却从不仗势欺人 甚至悄悄捐款给那些家境不好的学生 他生性耿直 又眼里容不下沙子 饥饿如仇 喜欢打抱不平 他爸爸曾经劝过他 这个世界的恶事扫不完的 结果李壮壮的回答是 老子见一个扫一个 世界总会干净一点 多幼稚又纯粹的话啊 请登记 出示有效证件 如果是个人进入 请缴费 陆子野的思绪 被门口的登记人员打断 陆子野缴纳了2000龙币的入场费 同时登记了自己的个人信息 这里的个人信息仅限于名字 进入吧 时间24小时 试炼营有一个每日排行榜 当天击杀易受积分最高的人 将获得特殊奖励 今天的奖励 是一件等级时的紫色品质铠甲 前100名也按积分发放奖励 试炼积分榜实时刷新 你们可以在觉醒衣上面查看自己的排名 工作人员走流程 一般介绍一遍试炼营的规则和今日活动 紫色铠甲 十级的 陆子野倒是来了兴趣 反正自己现在除了武器 一件装备都没有 装备的品质 从低到高分为 白色 蓝色 紫色 橙色 金色传说 五彩神话 白色装备只有一个基础属性 蓝色两个 从紫色开始就拥有一条特殊属性了 装备等级需求越高 其基础属性也越高 刚才李壮壮送的紫装是五等级需求的 比较特殊 属性居中 但是非常适合陆子野这种一级的人 飞刃十三 紫色 五等级需求 精神加五菱 体质加五菱 特殊属性 精神恢复速度正百分之五 这件装备简直是为陆子野量身定做的 每一个属性都是陆子野需要的 可见李壮壮对陆子野的了解 估计为了逃这件装备 也没少下功夫 尤其是精神力恢复这个特殊属性 很重要 精神力越高 恢复也越高 配合这个装备 陆子野更加得心应手 一级装备基础属性加十点 这件五等级的装备加五菱点 相当于五级的紫色装备 算是不错了 让一级的陆子野穿戴拥有五级属性的装备 在飞刃十三的加持下 陆子野的体质变成了 210加50 41%减伤 生命值2600点 210是属性加点获得的 后面的加五菱 是装备提供的 系统分开显示 精神力则是来到了510加50 一共560点 威力更加强大了 是时候杀怪提升自己了 进入了一级异兽区域的陆子野将中指和食指并拢 二指在空气中轻轻一滑 十三柄飞刃悬浮在自己身前 围绕着陆子野公转 陆子野走到哪里 他们就跟到哪里 阳光下 飞刃十三亿一声辉 颇为神医 哈哈 队长 我属性贯体了 力量加一 前方 一名觉醒者惊呼道 他们面前正躺着一头双尾毒蝎的尸体 不错 我们小队每个人都进入积分榜前100名了 大家加油 也许能获得奖励 这是一支三人小队 击杀怪物后的积分会平均计算 也能参加试炼榜单争夺 陆子野看了一眼觉醒仪 其实就是一个智能手表 这是龙国觉醒者的标配 用于一些场景内的信息发布 沟通交流 还有球员 打开当前场景 陆子野看到了试炼榜 滨海市今天在这里试炼的人有5912人 陆子野排名5912积分0 队长 你看那个人 他 金属操控 怎么可能如此娴熟 他才一级啊 就在刚刚获得属性贯体 陷入狂欢的那名觉醒者 此刻又陷入了沉思 觉醒者之间是可以查看基础信息的 包括对方的名字 等级 仅此而已 其他属性已经天赋都无法查看 不过作为觉醒者 对方很容易就看出了 陆子野的天赋 就是被成为前期谁都打不过 后期谁都不想惹的金属操控 他们的队长也陷入了沉思 不要随便窥视别人 我们继续杀怪 这名队长还向陆子野微微躬身 对自己队员的冒昧窥视 表示歉意 陆子也没有理会 而是开始环视四周 准备杀怪 他行进的方向 是走向二级怪物区域的 毕竟一级怪物击杀的积分就一分 二级怪物二分 以此类推 下一秒 三头双尾毒蝎破土而出 将三人小队 以品字形结构包围 很显然 他们刚才的击杀 惹怒了这种群聚生物 双尾毒蝎 一级 生命 二百三十 体质 二十三 百分之二十一减伤 精神 二十 力量 三十 敏捷 五 天赋LV1 毒素 被毒蝎命中的目标会中毒 每秒承受 基于精神力百分之一百五十的毒素伤害 持续三秒 冷却三十秒 备战 备战 老二前排顶住 老三随我拉扯 先集中力量解决一只 让对方减员 那名队长的指挥 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 估计也是某个学院的学生 而下一刻 他们看到了终生难忘的一幕 十三柄飞刃 夹带着破风声 呼啸而至 噗哧噗哧 刚刚还狂暴嘶吼的三头毒蝎 直接被穿透了身体 墨绿色的体液 建设好了一地 扑通 扑通 三头毒蝎身体僵直 直接倒地暴毙 果然 直接秒杀 路子也很满意这样的效果 五百六十点精神力 一百二十五 百分之六的精神力增幅 区区二百三十点生命 秒杀合情合理 叮 击杀双尾毒蝎星号三 获得经验值百分之三 发生属性灌体两次 获得精神力加二 叮 您彻底震惊了三名路人 基于对方实力 奖励生存点六点 已经进入系统 还不错 震惊他人也能获得生存点 这个不错 被路子也震撼的人越多 实力越强大 获得的生存点也越多 这三人实力一般 能给六个生存点 证明被吓得不轻 路子也没有理会三人的嘴巴 张成了林字形 直接朝着深处而去 而是练营积分榜 路子也名字的后面 积分数量也变成了 三 滨海战争学院 院长办公室 李猛一个劲儿 在解释自己 为什么要开除路子也 院长 他天赋是不错 但是培养成本极高 他家庭又不好 这些钱都要学院预知 而滨海每年觉醒金属操控的人 都不止一个 所以为了学院 为了升学率 我才万不得已开除了他 可是你得罪了李氏集团知道吗 院长林武怒斥 我们已经沟通好了 我也让路子也回来 人家不愿意 李氏集团也不再追究了 以后我会注意的 李猛擦了擦额头的汗 李猛 路子也走了 柳如走了 你的决定最好是正确的 日后他 要是有所成就 我第一个不放过你 院长放心 我看人一向很准 他一定是那种 会拖后腿的学生 我有信心 嗯 今天参加 试炼营的人很多 除了社会人员 还有我们学院的 一百名尖子生 一天后试炼成绩出来了 记得汇报给我 林武挥了挥手 示意李猛出去 是 我一定第一时间汇报 那就不打扰院长了 李猛退出办公室 关好门 长输了一口气 幸亏我机智啊 谁知道路子也这穷小子 关系这么硬 那可是李氏集团 李猛想想都后怕 他之所以针对路子也 原因就一个 他自己的儿子 也是天赋序列二十 金属操控 资源有限 只能牺牲路子也了 一级觉醒者 击杀一级普通怪物 获得百分之一的 经验值进度 如果是月级击杀 经验值会高很多 所以路子也投也不回 直接朝着二级区域而去 目前自己的实力 秒谁不是秒呢 不过沿途的一级毒蝎 也是被路子也顺手抹杀 至于精神力消耗 路子也并没有感觉到 很明显的亏损 一是因为李壮壮送的 这个装备太轻薄了 需要的精神力本就不多 而是路子也自身的精神力 也很强大 装备还具备 加速恢复精神的效果 所以才会如此轻松 当前经验来到了LV1 13%的时候 路子也来到了二级区域 排行榜积分也来到了13分 击杀了13头毒蝎 路子也获得了6次属性灌体 获得了5点精神 1点敏捷 幸存点不知不觉有112点 路子也增加了100点点精神 精神力来到了 精神615加50 现在路子也的金属操控范围 来到了20加6 6米 精神力增幅也变成开126 6% 这种时时刻刻都在变强的感觉 真爽啊 路子也双拳紧握 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精神力 精神焕发 路子也看着身边悬浮的飞刃 突发奇想 老子可不可以遇见飞行 说干就干 路子也将飞刃放平 13柄飞刃聚拢在一起 路子也一脚踩了上去 飞刃瞬间下沉 但是 路子也依然被飞刃拖举起来了 虽然 只是离开地面半米高 前行的速度也很缓慢 这特谋就是陆地间线吗 走地机 路子也不满意这样的效果 这个操作难度太高 对精神力需求也很大 看来还是以后再说 路子也看了一眼 自己的系统各项属性 忽然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自己要晋级超凡境界了 这个世界的境界 分为退凡境 超凡境 主宰境 传奇境 不朽境 而提升境界不是看等级 而是看属性点总和 也就是一个人的战斗力 一千属性点 就可以晋级超凡 获得对自身力量 更强大的掌控能力 也拥有了觉醒第二天赋的机会 别人觉醒第二天赋 是需要漫长的训练和等待机会 还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而路子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花费100个生存点 在系统中抽奖就行了 如果没抽中 就将获得一个幸运点 据说10个幸运点之后 100%中奖 相当于大保底 路子也并不着急第二天赋的开发 先稳固当前实力的提升 才是王道 思绪之时 前方一头巨兽已然出现 二级异兽 暴雄 黑色的暴雄高达三米多 体重一吨 攻击力强大 暴雄二级 生命 350 体质 35 29% 减伤 精神 20 力量 90 敏捷 8 天赋LV1 暴雄形态 开启暴雄形态 自身所有属性飙升200% 持续60秒 冷却360秒 这个暴雄形态的天赋 人类也拥有 可以让人受化 获得强大的属性增幅 一般来说 这类觉醒者 选择了所有自由属性的 都加在体质上面 成为队伍的前排 二级暴雄形态 拥有300%的增幅 持续时间也长达两分钟 这样的前排十分可怕 关键时候能扭转战局 不过 目前这些二级暴雄 还不够看的 陆子也病指如刀 朝暴雄一指 十三柄飞剑掠空而去 连成了一条直线 宛如激光一般 刺入了暴雄的眉心 伤口细微 暴雄的脑袋 只是出现了一条红色的细线 但是后脑也被洞穿过 来不及物业 来不及惊骇 暴雄向后倒头暴毙 年轻就是好 倒头就睡 陆子也打去道 丁 击杀暴雄星号三 获得经验值进度6% 当前经验值LV1 19% 您获得一次暴体 获得精神加2 同时 陆子也也获得了六个击杀积分 二级怪物 击杀一头 积分加2 爽啊 陆子也心中狂喜 就这样一直获得经验值 获得属性点 系统中还有生存点在不断累积 就这样的发育速度 一个月 我特么估计滨海无敌 这个世界 觉醒者历史 虽然已经有50多年了 龙国强者无数 他们在外部与异兽征战 与其他国家的觉醒者 抢夺资源 开荒唾雨 而滨海市 反而是大后方 这里的觉醒者 都不是顶尖战利 他们从事大后方的工作 培养新一代觉醒者 那些强者 厮杀了几十年 不说别的 光是怪物 提供的属性暴体 都让他们的各项属性 获得了极其恐怖的累积 实力不敢想象 不过在陆子野 这种积累速度面前 多多少少有点缓慢了 看到自己的无限可能 陆子野充满了弹劲 在二级区域到处所敌 同时 他已经朝着三级区域移动 等级越高的怪物收益越高 陆子也不想浪费时间 六级怪物区域 一支三人精英小队 正在与幽暗巨蛇搏斗 凭借教科书师的配合 他们拿下了巨蛇 哈哈 李凡大哥 你的金属操控可太厉害了 这最后一击 一名女同学两眼放光 对李凡的实力羡慕至极 他的天赋只是辅助系的 无比渴望这种战斗的快感 那是 我李哥可是滨海学院第一金属操控 再看看那个陆子野 同样的天赋 直接被开除了 哈哈 另外一名负责前排的同学 也是跟着吹起了彩虹屁 李凡正是李主任的儿子 是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 倾注了许多资源 各种奖学金拿到手软 面对队友的吹捧 李凡败败收 一副大哥大的风采 不提也罢 不提也罢 何必说到 陆子野这个晦气的家伙 他被开除后 注定与我们形同陌路 以后是不会看到他了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李哥说的是 确实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不提他了 李哥我们继续 继续 今天我们争取积分杀到前五十 可以获得免费进入这里的机会三次 明天我们继续 我已经七级了 直击之后 就不会在这里练及了 另一边的陆子野 感受着体内狂暴的能量涌入 他升级了 短短三十分钟 直接升到二级 过程中暴体二十多次 获得精神力三十八点 还有五点体质 六点敏捷 都自动加上去了 恭喜您升级到LV2 百分之一 您的体质加十 精神加十 力量加十 敏捷加十 自由属性点十 刚才的战斗 您对金属操控 拥有了新的心得 熟练度加三 当前熟练度 金属操控LV2 2500 路子也毫不犹豫 把自由属性 加到了精神力上 战斗了半个小时 才获得一次天赋技能 熟练度的获取 可见 提升天赋等级有多么难 但是我就简单多了 直接加点 看了一眼自己的全身属性 路子也惊讶地发现 总属性点 已经来到了一千点之上了 宿主 路子也 等级 LV2 百分之一 境界 退繁境 可破境 生命值 2750 体质 225加50 42减伤 精神 656加50 力量 21 敏捷 45 0 45报击率 生存点 42 增长中 天赋序列 20 金属操控 LV2 2500 装备 飞刃13 自己可以突破超凡了 突破超凡各项属性 会获得一次升华 力量层次更加深入 对自身天赋的掌控 会进入一个新的台阶 比如金属操控 会得到巨大的提升 路子也盘膝在地 13柄 飞刃警戒四周 掠空巡逻 开始破镜 随着路子也引动自身力量 胸腔出现了淤堵的情况 就好像一腔热血难以抒发 让人极不舒适 这就是超凡镜的静节 打破这个节 路子也将迎来新天地 打破的方式很简单 调动自身力量 冲击这个静节 破镜可能会失败 但是没有副作用 这次不行 休息好 或者等属性点更高的时候 再次冲击 自然会攻破 一股力量在路子也的身体中积蓄 然后朝着胸腔齐齐冲锋 过程中 路子也能够清晰感觉到 自己的心跳加速 血脉喷张 力量在胸腔撞击 强大的排斥力量 击退了路子也的首次冲锋 妈的 老子没时间和你耗 路子也气急败坏 也懒得二次冲锋了 而是看向了自己的系统 里面还躺着50点生存点 系统 给我加到精神 加点完成 当前精神力 精神706加50 给老子冲 路子也再度聚集 全身力量发起冲锋 别看多这么50点 但是性质不一样了 超凡镜节的最低要求是1000 路子也现在超过这个值 就好像装满水的杯子 再也无法容纳更多的水 水满则易 月赢则亏 这一次冲锋 效率其高 那超凡镜节开始溃败 决低 路子也的力量 透过镜节获得了洗礼 生命层次得到了升华 一股蓝色的气息 弥漫了路子也周身 这是超凡镜节觉醒者的标配 调动力量的时候 会出现蓝色光辉 而退凡镜 是没有这般神意的 破镜成功 获得体质100 精神100 力量100 敏捷100 拧的力量层次进入了新的层面 感受到身体传来的凝实感 路子也感觉世界变得更加清晰 体内的力量运转更加高效 十三柄飞刃在路子也的操控下 回到自己面前 路子也操控他们 在离地十公分的地方悬浮 飞刃的握柄朝上 刀刃垂直向下 路子也小心翼翼 踩在两柄飞刃之上 稳稳当当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路子也在刀柄上行走 被踩过的飞刃 自动从后方跑到最前面 给路子也继续扑路 如此循环 于是 青青草原上 一个男子踩着垂直向下的刀刃 漫步前行 帅气逼人 路子也加快速度 自己还可以在刀刃上奔跑 飞刃宛如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只要路子也前脚离开飞刃 后方的飞刃 自动跑到最前面 给他扑路 这比预见飞行还帅啊 而且非常节省精神力 目前就用这种方式赶路了 帅的一批 主要原因还是 预见飞行消耗比较大 速度也没有多快 随着路子也各项属性的提升 他已经看不上二级区域的怪物的 直接进入了三级区域 三级区域的怪物叫牧人 也被觉醒者们 戏称为植物人 它们是一种人形生物 属于木系 扎根于大地 异化后非常恐怖 咻 天空传来一道破风声 路子也本能手一挥 一柄飞刃 快速朝着黑影暴射而出 那是一节树枝 前端十分尖锐 被刺中后 怕是要被戳个血窟窿 而远处 一个高五米的牧人 正摇曳着自己的树枝手臂 对着路子也呲牙咧嘴 路子也心中震撼 他与对方的距离 起码有三十米 牧人的攻击距离 最多二十米多一点 这怎么可能 除非 这是牧人boss 路子也心中狂喜 我二级遇到三级boss 如果击杀了 岂不是满足了系统说的 提升生存点基础收益的条件 可以让自己的基础收益 从一分钟一点 提升到一分钟两点 什么是惊喜 这特么才是惊喜啊 战斗之前 路子也先了解了一番 牧人boss的基础属性 牧人三级boss 生命 2500 体质 250 45% 减伤 精神 210 力量 57 敏捷 41 天赋LV3 异化之木 牧人进入异化状态 持续120秒 期间他拥有野蛮生长的能力 树枝之上 可以不断击射出锋利的木刺 每一枚造成130%加2 1%精神力伤害 攻击距离30%加2一米 近战形态 他的树枝手臂可以拥有狂暴的力量 攻击目标 冷却 360秒 路子也惊骇地发现 牧人boss的十几条枝条 变成了黑色在空中摇晃 那些树干之上 黑色的尖刺不断生长出来 差不多7 8秒就能成形 但是这样的木刺 各个枝条上都在生长 有点唬人 但不多 这是路子也给他的评价 首先 自己进入超凡之后 生命值都达到3750 比特马这头boss还高 其次 对方的精神力才210点 而自己精神力都806加50 怎么比 生命值3750 那拿什么瞄我 唯一不爽的是 这牧人攻击距离比自己还远 只是因为 他的天赋是三级 基础距离都是30米 而自己虽然帅气又强大 但是二级天赋的距离是20米 天赋加成 只有加8 56米 路子也双手一招 十三柄飞刃齐刷刷 悬浮在自己胸前 平行而立 刀刃对准了前方的牧人 自己需要突进机米 才能发起攻击 说干就干 路子也朝着牧人狂奔 同时 牧人Boss的十几条树干手臂之上 已经凝聚完成了十来根木刺 对着路子也呼啸而来 和我比火烈 上 路子也手指朝前方一指 飞刃十三 立刻击视而出 蓝色的能量光泽 萦绕飞刃 咆哮而去 砰砰砰砰 空中 飞刃与木刺连续碰撞 路子也的精神力是对方的脊背 如此抗衡的结果一目了然 那些木刺变成了木屑 牧人Boss的一张老脸变得更加阴沉了 以他不高的智商 很难理解 为什么一个三级Boss 打不过二级觉醒者 就当牧人Boss 还准备继续凝聚木刺 攻击路子也的时候 路子也没有给他机会 现在的路子也 对于飞刃的掌控 已经更加炉火纯青了 攻击的频率也更高了 飞刃在空中一个回旋 重新扭头刺向牧人的本体 吼 好似感受到了路子也的意图 牧人Boss 发出了一声狂笑 整个森林都能听到 但是没什么卵用 打架又不看谁的声音大 飞刃呼啸而至 牧人切换近战形态 十几根树枝的末端 长出了枯爪 他们朝着空中的利刃狠狠抓去 想要将其拦截 想太多了呀 路子也看到牧人Boss的操作 不禁感叹道 对方精神力完全被自己碾压 拿什么抓 这就好像一个大人 对着小孩子出重拳 你一个小孩 还试图中途将对方的拳头握住 果然 结果如路子也所料 那些枯爪直接被斩断 飞刃直接轰击在牧人Boss的主干上 命中牧人Boss 造成603实际伤害 牧人Boss生命值603 路子也856的精神力 配合128 5%的天赋加成后 精神伤害达到了1100左右 但是牧人有45%的减伤 所以实际伤害是603 但是 这样的伤害 也不是牧人2500点生命值能抗下的 刀光闪烁之间 牧人Boss狂舞的手臂 开始无力下垂 他的脸旁变得扭曲 双眼变得黯淡无光 成功击沙木人Boss 获得经验值10% 成功属性贯体 获得精神加5 获得基础生存点收益加1 您的生存点收益已经发生变化 当前收益2生存点分 成功击沙木人Boss 获得5级紫色装备 轻木手镯星号1 飞刃13回归路子也身边 路子也听着系统的播报 不由开心到 完美 又一件紫色装备 路子也小心将其收入系统空间 目前自己才2级 还无法佩戴 不过路子也心中明白 就目前这个升级速度 5级都不是事 这个世界 觉醒者可以佩戴手镯星号2 武器星号1 铠甲星号1 头盔星号1 鞋子星号1 一共6件装备 紫色装备固然好 但是路子也最开心的事情 还是击沙Boss之后 获得的生存点基础收益加1 这意味着现在开始 路子也一个小时生存点收益 提高到了120点 直接翻倍 看来以后 越级击沙Boss 才是变强的最快捷径 路子也在一个小时之内 就从一级升级到了LVR 38%这个速度是绝无仅有的 要知道别人打怪都是要组队的 惊艳军摊 杀怪也没有路子也这么野蛮 还得各种配合 路子也现在越级也是秒杀 他只恨这里的怪物密度太低了 看了一眼叫醒一上 自己的击沙积分排名 118名 好家伙 这么快就要脱颖而出了 时间还早 路子也将系统中积累的80个生存点 再次加点到了精神力上面 目前自己在练级 自然是精神力越高越好 叮 加点成功 当前精神力891加50 精神力就快过1000了 这个速度真让人兴奋 路子也朝着丛林深处而去 他现在的计划 就是随时保持越级杀怪 万一碰到BOSS 那就发财了 来个基础生存点 加1 血赚 兄弟快跑 别愣着 前方 一支三人小队力量拉满 舍命狂奔 路子也看出来了 这支小队平均在三级左右 看到路子也没有反应 小队中一名治疗天赋的辅助提高了音量 同学快走 树人暴动了 不知道是谁击杀了他们的头领 真是害死人 我们眼看就要击杀一头树人 结果森林里的树人忽然就暴动了 这个方向走不通了 啊 暴动了 你说这个 我就不困了 路子也朝着三人点头致谢 毕竟人家也是一番好意 谢谢提醒 你们先走 那个辅助队员急了 还想再劝 可是被他们队长拉住了 队长递了一个眼神 那名辅助顺着队长的眼神 这才看到了路子也身上的蓝色光辉 以及十三柄在脚下踢次前行的飞刃 天纳落 这是超凡境界 可是他才二级 辅助队员捂着嘴 一脸的不可思议 定 您成功震撼了三名路人 获得生存点十八点 祸 还有这种好事 差点忘记了 装逼也有收益 路子也欣然笑纳十八个生存点 队长 这人辅助惊讶地看向队长 他们三人已经忘记了逃跑 而势力在原地看着一步步走向前方的路子也 别说话 队长目不转睛看着前方 示意队员别多嘴 路子也从飞刃上一跃而下 一个帅气的三点式落地 他的前方 十五头树人已经一一压压冲了过来 几十颗木刺宛如枪林弹雨呼啸而至 路子也落地的同时 手指往前一点 羞羞羞 十三柄 飞刃一次祭出 宛如飞梭略空而去 呲呲呲 木刺被立元切割的声音 此起彼伏 三人小队见到这一幕 皆是瞪大了双眼 这事到怎么了 他们不懂 先是看到了一个二级的超凡 然后这个超凡 还要以二级独占十五头三级数人 直到这个时候 那名队长恍然大悟 他摇头善笑道 难怪他不跑 因为那木人boss就是他杀的 啊 丁 您给了三名路人一点点小震撼 生存点加二十四 妈的 以后要多给别人一点小震撼 这个收益他不香 路子也操纵着飞刃与木人大战 整个战场上都是一片刀光剑影 那来回穿梭的飞刃 发出刺耳的破风声 每一次杀出都带走一条木人的性命 而木人的攻击频率 明显与路子也不是一个层级 他们难以抵挡这些飞刃的汹涌攻击 木人智商不高 他们宛如以躺壁当车 去抓那些狂暴的飞刃 结局可想而知 连他们老大都把握不住的东西 他们又怎么可能把握住 木人所在的地方 木屑横飞 天空中到处都是残枝在飞舞 一头头木人被击杀的信息接连传来 您成功击杀木人星号15 获得经验值30% 当前经验值进度LV2 68% 您成功属性冠体6次 获得精神加12 力量加2 敏捷加2 体质加4 您获得五级白装星号1 蓝装星号1 路子也欣然接受战利品 两件装备都很不适合自己 是敏捷系的装备 路子也准备试炼营结束后 去卖掉换钱 五级白装就一个属性 差不多500块左右的价格 价格波动比较大 武器最好的能卖到1万 而紫色装备 因为有特殊属性的存在 就不一样了 价格波动极大 比如自己手中的飞刃13 就是最贵的那一类 三个属性都完美契合金属操控这个天赋 路子也在三名路人的震撼之中 离开了这片区域 一路朝着四级区域而去 击杀了这一批怪物 路子也的积分排名 直接达到了88名 此刻 滨海市战争学院李主任 也来到了试炼营 他让自己的助手统计一下 当前排行榜 滨海战争学院的学生 占据多少席位 试炼营的负责人和李主任 也是老熟人了 便是攀谈了起来 老李啊 听说你们战争学院要平忧 怪不得今年前来试炼的频率 高了这么多 李主任微微一笑 是啊 我儿子也正在里面磨练呢 希望今年战争学院有所突破 哟 听说贵公子是罕见的金属操控天赋 未来可期啊 林主任过奖了 也不知道到底成绩如何 我们静候吧 我统计完毕 拿着一份打印出来的名单跑了过来 李主任 前百名 我们学院一共有十一人 李凡排名四十八 听到助手的汇报 李萌满意点头 主任 对不起 我统计错误了 应该是十人 助手眉头一簇 脸色有点难看 因为他发现 排名八十八的路子也已经被开除了 开除他的人就是李萌 这就尴尬了 什么情况 李萌拿过名单仔细检查 而助手很聪明 没有说原因 因为这样会让李主任尴尬 他只是用手指了指路子也的名字 李萌大为震撼 这怎么可能 他凭什么 这不科学 你给我丁锦排行榜他的名词变化 这一定有问题 李主任绝对不能容忍一个 被他开除的人竟然脱颖而出了 进入四级区域的路子也 正准备开始搜索怪物 便是收到了一条系统提示 丁 您引起了李主任的极大不满和震撼 生存点加武林 路子也 卧槽 人在家中坐 属性天上来 这他们什么情况 李主任请继续保持啊 大惊喜还在后面呢 我承认阁下很强 但是当我跑到第一名 你又是否再度破防 现在想起来 路子也被开除 反而成为了现在前所未有的动力 这一次 路子也没有将生存点花掉 而是存了起来 因为路子也感觉 目前一千的精神力真的够用了 反而天赋金属操控的等级有点低 导致控制范围太小 战斗的时候诸多不变 升级天赋等级可以提升控制距离 同时也能增加伤害增幅比例 一举多得 五百个生存点就可以完成这项提升 路子也思索之时 两只四级火铜出现在了路子也面前 不知道二级觉醒者 杀四级怪物能有多少经验 路子也手仰难耐 飞刃十三已经杀出 火铜这种怪物看起来很奇葩 身高一米 人形生物 但是没有上肢 只有两条腿 顶着一只巨大的树铜到处跑 小可爱长得挺东西的 之所叫火铜 是因为那只巨大的眼睛中 时时刻刻都燃烧着熊熊烈焰 仿佛能吞噬一切 火铜四级 生命值2200 体质220 44%精神 250 力量50 敏捷82 天赋LV2 烈焰 在20加2两米范围内 可以由树铜发射狂暴的烈焰摧毁对手 造成300%精神力伤害 冷却十秒 两只火铜看到天空中的飞刃 毫不犹豫从树铜中喷出烈焰 两道烈焰宛如激光一样 在战场上横扫而过 他们互相交织 几乎没有留下视角 路子也第一次碰到 威力如此巨大的技能 身体在空中一个回旋 躲过其中一道火焰的袭击 但是身体依然被另外一道火焰击中 狂暴的烈焰夹杂着炙热的气浪 将路子也轰出七八米远 定 您遭遇袭击 生命值375 好家伙 这玩意造成300%的伤害 火铜250点精神力打出了750点伤害 但是路子也拥有50%的减伤 所以实际承受了375点伤害 还好老子肉啊 路子也心中感叹 由于刚才自己遭遇意外袭击 对飞刃13的操控偏离了目标 此刻 路子也集中精神 继续加强对飞刃的控制 现在 对方陷入了技能冷却 就是进攻的最好时机 飞刃宛如13道流光刺向火铜 而火铜虽然没有技能了 但是依然拥有普通攻击方式 他们的普通攻击 就是从树铜中喷出一个个小火球 造成100%的精神力伤害 刹那间 天空中出现数个火球 开始拦截飞刃 轰 飞刃穿透火球 火球在空中爆开 变成绚烂的流火洒落一地 而飞刃也被炙烤的通红 下一刻穿透了树铜 扑扑扑扑 13柄飞刃相继透体而过 两只火铜亮亮呛呛 在原地打了一个转 然后撞击在一起 轰然爆炸 恭喜您击杀火铜星号2 获得经验值进度8% 属性贯体一次 获得精神加4 您对天赋金属操控的理解 更进一步 熟练度加3 当前熟练度LV2 3500 我去 这熟练度也太难获取了吧 骆子也从进入这里 一直在杀怪 但是获得天赋的领悟 增加熟练度才两次 一共加了5点熟练度 如果没有生存点 骆子也真不知道 按照这样的速度 天赋想要提升到三级 需要多久了 而且 这还是在自己杀怪效率极高 使用天赋频率很大的情况下 都才这样 普通人岂不是更慢了 骆子也看了一眼自己的生存点 好家伙 又110多点了 有50点是李主任友情赠送的 剩下的都是自然增长的 现在两点分钟的速度 比原来快上了不少 只需要500点 我的金属操控 就可以升三级了 骆子也心中窃喜 朝着四级区域深处而去 在连续击杀了几只火铜之后 骆子也成功属性灌体三次 同时等级提升到了三级 一股温润又凝食的力量 充盈着他的身体 叮 恭喜您将等级提升至LV3 2% 体质加10 精神加10 力量加10 敏捷加10 自由属性加10 可以 可以 骆子也将自由属性点 分配到精神之上 粗略一算 自己的全身属性总额 居然已经达到了1240加了 这个变强的速度 正是666啊 要知道属性值达到1万 就可以晋级主宰境了 而主宰境界 是进入外部危险世界的通行证 主宰境觉醒者 已经是这个世界强者的标志 能够参与的事物 也越来越多 轰 骆子也思绪翻飞之时 前方一片树林 被烈焰彻底吞噬 树林中 一名觉醒者被热浪先飞 整个人被炸飞20多米 光当一声 倒在了鹿子也面前 口吐鲜血 疼得呲牙咧嘴 朋友 发生什么了 鹿子也好奇问道 四级boss 虚空之眼出现了 前方五 六只小队正在围猎他 不杀了他 我们谁都别想安稳升级了 倒在地上的人 说明了情况 郑玉起身 便是被鹿子也 一把按了回去 好好消息 我去看看 鹿子也一溜烟 冲进了硝烟弥漫的火海 心中更是无比紧张 你们可千万别杀了他 放开那boss 让我来啊 开玩笑 基础生存点加一的诱惑 没有谁能顶住 搞定这一只 我的基础收益 就变成三生存点分钟了 哈哈 鹿子也脚下生风 十三锋刃环绕周身 宛如一道魅影冲了进去 来到阵前 鹿子也看到了 惊心动魄的场面 十几个觉醒者 正在围攻一只巨大的大眼怪 这只大眼怪和火铜不一样 他连腿都剩了 就是一只悬浮在空中 可以凌空飞行 直径到达了三米的巨眼 虚空之眼 四级boss 生命值 5200 体质 520 53% 精神 400 力量 150 敏捷 182 天赋LV3 烈焰 在30加5两米范围内 可以由树铜发射狂暴的烈焰摧毁对手 造成500%精神力伤害 冷却8秒 好家伙 三级烈焰 冷却也降低到了8秒 这个技能的增幅 竟然到达了500% 也就是说 虚空之眼400点的精神力 能打出2000点伤害 当然这没有计算觉醒者的减伤 陆子也顿时好奇 这些平平无奇的四级觉醒者们 是怎么抗住他的伤害的 说这话的时候 陆子也俨然已经忘记了 自己猜三级 说话间 一道炽热火柱横扫而来 陆子也连忙往后跳远 离开了攻击范围 而战场前方 一名四级的觉醒者爆喝一声 身体之中弥漫出十几条白色的虚无丝线 将在场所有前排觉醒者练接起来 这人好像看服装 好像是其他学院的 这天赋难道就是传闻中的均衡 天赋序列9 均衡LV2 均衡LV2 可以释放最多20加一条能量纽带 连接友方单位 被连接的友军 获得额外减伤12加100分号 与本体减伤分开两次计算 同时 他们承受的伤害均摊 冷却360秒 技能持续120秒 怪不得他们敢和四级boss搏杀 原来是有这样一个优秀的辅助型天赋 这个天赋简直是团战神技 能让链接的所有人同时享受额外减伤13% 还可以将这支队伍承受的伤害进行军摊 这样的好处就在于 不会轻易出现减员 保持军团的战斗力到最后 路子也看到烈焰横扫而过 这群人依旧屹立不倒 虚空之眼的伤害 经过两次减伤之后 又被军摊 被纽带链接的觉醒者们 皆是挺住了 此刻 他们群情激昂 不愧是排名前十的天赋序列 牛逼 路子也知道不能再等了 这群人没准 真的能去殴死这只大眼睛 心念一动 飞刃已经发出嗡鸣 一千的精神力瞬间爆发 以最为狂暴的速度轰击而去 让我来给大家排游简单 路子也心中暗存 13柄飞刃宛如13枚巡航导弹 在空中连续规避了 大眼怪的几十枚火球之后 长驱直入 那是什么 有觉醒者惊呼 他从未见过 速度如此狂暴的攻击方式 嗯 是超凡强者 更有人发现了 飞刃之后 拖着的长长蓝色微光 有这十几个觉醒者 在前方牵制 路子也的进攻如鱼得水 直面大眼怪本体 就当路子也的飞刃 即将刺入巨童之时 大眼怪发出一声嘶鸣 力 刺耳的声音 震耳欲聋 宛如恶魔嘶吼 他的身体也颤抖起来 一道威力无匹的火柱喷不而出 将13枚飞刃裹挟其中 速度锐减 虽然大眼怪只有400的精神力 但是这个逼的天赋冷却时间到了 其威力增幅高达500% 所以能与路子也的飞刃对峙 也算合情合理 路子也再度集中精神 维持飞刃的攻势 同时他想到了 飞刃13的终极使用奥义 那就是13飞刃归1 13柄飞刃合体之后 爆发出13飞刃的总和伤害 同时由于飞刃合体之后 动能更加强劲 对单一目标更加有效 之前 路子也没有使用 是因为精神力达不到这个层级 而且 这种操作方式 并不是说 换一个50飞刃来 是不是发挥50倍威力 并不是这样 金属操控这个天赋 第一句说明便是 操控对应精神力的能量 有多少精神力 就操控对应精神力的能量等级 这是铁律 路子也现在确实能用精神力 举起100公斤以上的金属物体 比13飞刃重几千倍 但是并不代表他能发挥出 比飞刃强大千倍的威力 光是举起来 不代表就有伤害 路子也此刻的精神力 给他一种感觉 刚好可以发挥出 13飞刃合体攻击的威力 下一刻 路子也双掌合时 天空中13飞刃 同步伴随路子也的动作开始聚集 13柄20公分长的飞刃 宛如变形金刚一样 在空中组合成了一柄三尺长剑 此刻的路子也已经汗流加倍 他用尽全身力量 做出了往前推的动作 轰 三尺长剑逆流而上 在火柱中强行 突破 速度加快 再加快 锋利的剑锋触碰到了大眼怪的眼球 划出了一道伤口 大眼怪惊惧不已 可是这股力量让他无法脱身 只要他稍微收力 失去了火柱束缚的飞剑 将会以极其狂暴的速度 扎他一个透心凉 吼 大眼怪愤怒嘶吼 宛如提升火柱的威力 阻挡悲剧的发生 可是 并没有什么卵用 在下方几十名觉醒者惊骇的眼神中 长剑一寸一寸刺入巨瞳 然后从后方透体而出 砰 虚空之眼随后爆炸 一股股赤红的血浆喷洒天空 宛如星红血雨洋洋洒洒 常见击杀虚空之眼之后 瞬间分裂成十三飞刃 回到陆子眼身边 紧紧环绕 定 您成功击杀虚空之眼 获得经验值10% 当前经验值进度13% 基础生存点收益加1 当前收益三生存点分 定 您成功属性贯体 精神力加8 定 您的操作成功震撼了众人 生存点加31 加28 加33 加28 一连十几条生存点增加的信息传来 陆子也兴奋不已 这一群人的实力更强 被震撼之后 反馈的生存点高达30左右 光是这一波 陆子也就收获了510点生存点 加上之前的存货 已经680点了 岂不是自己的三级金属操控 直接搞定了 队长 这算抢怪吗 一名觉醒者 看向那名拥有均衡天赋的队长 少年摇摇头 不算 众人大惊 这不是明摆着的抢怪 为什么不算 少年笑了笑 因为我们打不过他 这叫解围 众人深呼吸一口气 觉得队长的话 就很哲学 少年朝着陆子也走去 双手抱拳 滨海裂峰学院贾斯文 兄弟好伸手 多谢解围 你听听 你听听 文化人说话就是好听 陆子也看着面前这个思思文文 彬彬有礼的少年 心中暗存 伞人陆子也 贾兄弟过奖了 我这样出手属实不礼貌 我有不得不出手的理由 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 见谅 陆子也坦率回道 贾斯文摆了摆手 全然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一只一兽罢了 能认识陆兄弟才是最大的收获 希望来日有机会与陆兄弟并肩战斗 我们就不打扰陆兄弟了 双方互相抱拳 然后分道扬镳 有趣的人 陆子也也没有多想 便是继续前进 同时打开了自己的面板 查看各项收益 宿主 陆子也 等级LV3 13% 境界 超繁境 生命值3910 体质341加50 51%减伤 精神 939加50 力量135 敏捷 139 1 39% 暴击率 生存点 685 增长中 天赋序列20 金属操控 LV2 3500 装备 飞刃13 系统 将金属操控提升到LV3级 消耗497金属操控提升到LV3级 已经完成 金属操控 LV3 操控相应能量等级金属 在30加99米范围内 发动任何攻击 造成130%加9%精神伤害 无冷却 第一 金属操控升级到LV3 获得特殊属性 破甲10% 丁 破甲属性可以有效降低对方的体质减伤属性 计算方式为直接扣除 举例 对方的体质减伤为50% 那么您破甲10%的效果为直接让对方的体质减伤数值削弱为50 10%等于40%减伤 卧槽 三级天赋出特性了 破甲这个属性 简单粗暴 而是十分有用 直接形成战斗力 不过路子也也考虑到了一件事情 破甲特性是金属操控给的 是不是我用其他攻击手段的时候 这个破甲属性就没有了 毕竟以后我肯定会有其他天赋的 不懂就问 而系统也很快给出了答复 破甲特性虽然是金属操控赋予的 但是这个特性为宿主的被动特性 作用于所有战斗 所有攻击方式 哪怕宿主使用普通攻击 依然生效 这我就放心了 路子也心中窃喜 还有180个属性点 路子也直接精神加100 体质加80 现在的自己 肉的一批同时伤害还高 此刻距离路子也进入试炼营才三小时 路子也拥有大把的时间升级 冲绑 刚才的战斗 让路子也强行十三飞刃合体 消耗了自己三层的精神力 路子也并不着急继续寻怪 而是坐下冥想 恢复到满状态 无敌的路上 稳妥第一 随时保持满状态 是主角必备素养 如果随着刚刚增加了不少精神力 路子也感觉 现在的自己 如果再次使用刚才那一招 估计也就消耗两成的精神力 而且 过程一定会更加丝滑 滨海市战争学院 院长林武叫来了李猛 开屏暴击 直接询问道 你刚才去了试炼营 说说当前情况吧 李猛 这可不可如何是好啊 面对林院长的询问 李猛菊花一惊 可是他又不敢瞒报 于是 只能将目前试炼营前百名的 实时更新榜单 用平板电脑递了过去 每次看到自己学院的人名列其中 就不由地微笑点头 而李猛则是祈祷着 林院长千万别发现路子也 这个三个字 不错 不错 今年成绩有所提升 平优的希望更大了 嗯 路子也 31名 林院长拉长了音调 语气有些惊诧 还带着一丝韵母 什么 不可能啊 刚才我看到的时候才71名 怎么就 李猛也是倍感诧异 怎么就这么离谱 定 您成功震撼了李猛和林武 获得生存点68点 再是练营五级区域 已经升到四级过半的路子也 浑身精神一震 卧槽 什么情况 而办公室这边 已经彻底炸开了锅 林院长拍桌起 李猛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你知道战争学院 今年多么需要这样的优生吗 你竟然将他开除掉了 你不是说 自己眼光独到 你不是说 路子也翻不起什么了 那你给我解释下 他怎么用金属 操控这个天赋 杀到了31名 林武非常激动 学院平优本来就非常勉强 可能多一个优生就影响结果 结果这个李猛 竟然开除了一个试炼营 排名31的尖子生 要知道 现在学院试炼营最好成绩 也不过24小时 排名29名 所以 路子也已经是学院毕业生中 最顶尖的存在 就在林武拍桌骂人的时候 一旁的助手咽了咽口水 院长 纠正下 路子也已经排名29了 刚刚刷新了 破了学院最佳记录 林武和李猛 同时看向平板电脑 两人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 很真特么是29名 就这么一会 直接爬升两名 24小时的试炼营时间 还早着呢 到时候 这小子会不会排到前几名去 这学生真的人如其名啊 路子也 这路子 可真特么也啊 李猛看到路子也的名字 后面的排名 赫然写着29名 感觉呼吸都困难了 这特么怎么可能啊 自己 只是随意开除了一个学生 怎么就变得如此妖孽了 以前没见过这人 多牛逼啊 林院长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他怎么突然 就这么厉害了 李猛结结巴巴 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林院长敲了敲平板电脑 指着电脑上的排名严肃到 路子也 如果进入前十 你立马丢滚蛋 我必须开除你 李猛大惊 为什么要开除我呀 林院 我最多只是工作失职 也不至于被开除 我可是在战争学院 工作了十多年啊 李猛不理解 为什么林院长 平时挺袒护自己 这一次怎么说变脸就变脸 林五用一副 恨铁不成钢的眼神 看向李猛 每一次失联营活动的前十名 他们的资料 都会滨海觉醒者 管理局提走 会给予相当优惠的征兆条件 你猜到时候 人家发现一个前十的苗子 竟然是被开除的 那么我这个院长 会不会被追责 所以 你先开除了我 到时候就可以甩锅给我了 李猛恍然大悟 滚出去 林五已经懒得 和他多说一句话了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不过他觉得自己 也有问题 为了一丁点好处 让李猛随意开除了一个学生 除了院长办公室大门的李猛 直接回到个人办公室 房门紧闭 他双眼死死盯着排行榜的刷新 希望下一次看到 路子野名字的时候 不是上升 而是下降 终于 他等待了再次刷新榜单 提心吊胆的他 已经不敢 直接看这个名单了 他用手捂住排行榜 一点一点揭开榜单名字 像急了路子野没穿越之前 查看考试分数的样子 第27名 王湛 第26名 李坤 第25名 陈小刚 第24名 吴勇 一连看了好几个名字 都没有路子野 李猛悬着的心 终于落了下来 还好 还好 这小子没有继续提升名次 只要不到前十 他就不会被管理局关注 我也不会被开除了 松了一口气的李猛 将双手移开 而下一刻 他看到了令人窒息的画面 第22名 路子野 草 一下次上升五名 李猛心头猛的一阵 感觉世界都暗淡无光了 到时候被开除了不要紧 上面一定会查 为什么这么优秀的学生会被开除 那么自己假公济私的事情 也瞒不住了 对了对了 还有柳如老师 因为路子野也离职了 到时候会不会一起 算在自己头上 搞不好给自己 带一个逼走学生 逼走同事的帽子 这他们一定会被抓的 因为这个世界 迫害觉醒者未来的事情是重罪 路子野成就越大 自己的罪名越大 求求了 别他们上升了 李猛绝望的在心中哀求道 呼 五级了 哈哈 来到六级区域的路子野 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心情舒畅 最近两个小时 他收获了基础生存点361 震撼别人获得了149点 加上越级击杀了67只怪物 获得了属性贯体23次 精神加105 力量加11 体质加21 敏捷加13 金属操控熟练度 获得加3一次 金属操控LV3 32000 路子野毫不犹豫 将510个生存点 又增加到了精神力上面 当前精神力 已经来到了夸张的1756 这一位路子野的金属操控距离 来到了30加时期 5米 而天赋技能的加成 也高达130加时期 5% 凭借这样的精神力 路子野单发飞刃的伤害 就来到了1756 乘以147 500分号等于2590 不敢说无敌 但是15级以下 也是恐怖如斯了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 5级的觉醒者 应该拥有的精神力量 别说滨海士了 估计全世界 也没有那个5级觉醒者 有这般恐怖 刹那间 路子野感觉自己 脑海中宛如浪潮般跃动起来 脑海中那个神秘的区域 越发广袤 自己的精神力量 更加深厚凝实了 可惜了 路子野再也没有遇到boss 本来他一直都是在越级打怪 目的就是 最好碰上 比自己等级高的boss 那样的话 就能让基础收益再度提升了 遗憾的是 试炼区域在人类控制范围下 异兽已经很难 自然产生boss了 如果在野外 会有专门的队伍 猎杀各个区域的异兽boss 虽然风险大 但是收益也高 因为各个等级 区域的boss掉落特殊道具 装备的几率 一边思考着自己的未来 路子野一脚踏入了六级区域 进去没多久 便是看到了一个老熟人 对方是一支三人小队 也发现了他 队长正是李凡 他看到路子野第一眼的时候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路子野 是你 你怎么会出现在试炼营六级区域 你 你一个人 队长你看他脚下 李凡的队友更是惊讶地发现 这个人走路的姿势真奇怪 几乎是像幽灵一般平移的 结果定睛一看 居然是脚下踩着飞刃 依次前行 一步踏一刃 而飞刃则是十分听话地为他开路 这样的诡异操作 他们的队长李凡 是万万做不到的 虽然同位金属操控 队长 他是超凡进 而另外一名队员 则是发现了路子野的飞刃上 有蓝色灰药在闪烁 眼睛瞪得宛如同龄 爹 您成功震惊三人 获得幸存点47 面对李凡的问题 路子野都懒得回答 自顾自往前走去 李凡将头低的 只看得见自己的脚尖 尴尬的一批 他刚刚还和队友在吹嘘自己多么牛逼 还用路子野当反面教材 如今看来 自己就特么跟一个小丑一样 垂死病中惊作起 小丑竟是我自己 就在这时 两头六级食人 从崖壁上剥离出来 他们平时将自己附着在岩石上 完全与环境融为一体 很难察觉到他们 食人是一种岩石生命 移动缓慢 攻击力也不高 但是拥有很强的防御天赋 这种生物换成是李凡小队来击杀 三个人至少要磨十分钟 李凡看到摇摇晃晃 朝他们奔来的食人 立刻摆出了战斗姿态 备战 食人六级 生命值5000 体质500 55%减伤 精神80 力量150 敏捷30 天赋LV2 食甲 食化的皮肤 让食人拥有12%的二次伤害吸收 以及12%的伤害反弹 天赋LV2 食弹 食人的身体 可以不断增生出石球作为武器 牧人投掷石球可以在20加15米范围内 造成20加E5%的物理伤害 好家伙 本身就拥有55%的减伤 一个天赋 又让他拥有12%的二次伤害吸收和伤害反弹 很多天赋都拥有二次效果 比如这个二次伤害吸收 意思就是在计算完体质减伤后 剩下的伤害再次削减12% 比如 食人遭受100点攻击 首先这100点伤害要被体质减伤55点 剩下45点伤害 45点伤害再次被吸收12% 也就是吸收5 4点 剩下39 6点 这才是食人最终受到的伤害 而他的反弹伤害也是5 4 伤害确实不高 但是这笔是真的肉啊 就当李凡他们做好了战斗准备的时候 李凡忽然发现 食人笨拙路子也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 李凡的觉醒仪发来了一串语音讯息 是他老爸的 语音信息60秒 一共好几条 李凡看得头大 他最讨厌这种发长语音的 换成平时他就开骂了 无奈是自己老爹的 还是一条条听去了 随后 他得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 只要路子也进入前十 他们家就完蛋了 而他父亲的意思就是 让李凡再次练营 给路子也制造点困难 最好能阻止他 换成刚才 李凡接到这样的信息 他是万万不敢动歪脑筋的 可是现在 一头5000生命 拥有极强防御的食人 正在围攻路子也 等于自己多了一个超强前排啊 李凡忽然觉得 天晴了 雨停了 没准自己也行了 他小声对左右两侧的队友说道 助我偷袭路子也 我们一举拿下他 两名队友大惊 连忙摆手 不行不行 不可不可 我们好歹是同学 而且与他无冤无仇 干嘛偷袭人家 两人并不傻 虽然你是队长 但只是临时练及的队伍 又不是什么组织内部的战斗小队 而且我们有脑子 要上你上 看到二人拒绝自己 李凡怒火中烧 但也没有办法 滚 以后别让我看到你们 对不起 凡哥 我们做不到 那你自己小心点 两人后退 离开了是非之地 躲在远处偷看这里的情况 他们也好奇 李凡到底能不能拿下路子也 而且他们也不理解 李凡为什么要对同学下手 再试炼营是不能出人命的 但是并不阻止正常的切磋 强怪 李凡也是这么想的 我只要让路子也受伤 今天无法正常试炼就行了 那样我老爹就不会被开除了 自己特优胜的待遇也能保住了 恶象胆边生 李凡的精神力已经开始凝聚 一柄长枪悬浮在空中 这柄长枪是特制的 只有枪头是金属的 枪柄是最轻的木质 所以李凡可以用有限的精神力 让长枪展现出一定的攻击力 另外 一边的路子也有两头十人在周旋 一枚枚石球被石头人投掷而出 路子也只会飞刃连续击破数枚石球 1700多的精神力 让路子也对飞刃的掌控更加游刃有余 攻击频率大大提升 一些飞刃破开石球之后 几乎没有任何停顿直接以最短的路径 飞向石头人 砰 锋利的飞刃刺破石头人的石甲 掀起漫天实现 敖屋被命中的石头人 亮亮呛呛后退 用惊恐的眼神看向路子也 他们有限的智商 难以相信面前的少年 攻击如此狂暴 命中目标造成伤害1253 石头人生命值1253 您遭受伤害反弹82点伤害 路子也现在拥有1756点精神力 而现在金属操控天赋的增幅 已经到达了130加时期 5% 总伤害来到了2590 石头人经过两次减伤之后 最后承受的实际伤害为1253 这里 还得多亏路子也天赋升级到3级之后 拥有了10%的破甲 让石头人的体质减伤 从55%降低到了45% 不然实际伤害更低 而路子也同时还遭受到了 170点的伤害反弹 被自己的体质减伤后 实际遭受82点伤害 还不错 路子也看到系统中的战斗汇报 心中暗存道 这个伤害数值比他想象中理想 还以为这石头人有多硬吗 1253点实际伤害 只要被自己的飞人命中四次 就隔屁了 自己一个人对付两头 也是绰绰有余 飞人再度在战场上游走 在确保那些攻击路子也的石球 被拦截后 朝着石头人发起了最凌猎的攻势 嗯 一股不一样的感知 从路子也的后方20多米传来 1756点精神力的含金量 瞬间体现了出来 路子也现在对自己身边 30加17 5米范围内的金属 拥有极其敏感的感知 说通俗点 他现在不打架了 去矿物勘探公司任职 绝对是专家级别的 就在刚才 他感觉到了20米外 有金属物朝着自己快速移动 而那个方向 自己没记错的话 只有李凡一人 呵呵 你再作死 路子也心中不爽 爆脾气也瞬间被点燃 李凡看到两头愤怒的石头人 瞬间激发出了最大能量 十几块石头爆轰而至 破风声宛如鬼哭狼嚎 李凡看准了这个机会 他认为路子也绝对没有能力 再抵挡额外的攻势 死 李凡心中发狠 长枪破空而去 他发动攻击的地点 距离路子也只有21米左右 他完全无法理解 1700多的精神力 在金属操控这个领域 和他有多大差距 长枪对准路子也的后背 心脏位置而去 20米 10米 5米 1米 惊骇的一幕发生了 长枪悬浮在路子也后背悬停 宛如时空禁止了 李凡心中大害 而路子也正与石头人大战 怎么会这样 下一刻 路子也缓缓转身 对李凡冷笑道 你低估了我并不致命 要命的是 你同时还高估了自己 路子也一根指头 在空中小幅度画了一个圈 李凡的长枪 立马跟随这个手势 调转方向 下一幕 枪出如龙 气势如虹 直奔李凡 碰 长枪在空中发出引爆 以超音速速度 将李凡穿凶而过 试炼营第一次闹出了人命 路子也急杀了李凡 说实话 真的慌了 作为一个穿越者 头一天拥有如此狂暴的力量 对这种力量 根本没有认知 他当时只是想反击 没想到对面直接被秒杀了 第一次杀人 多多少少有点不适 不是我很心 是你真的太垃圾啊 你他妈倒是反抗一下 路子也心中抱怨吧 路子也对眼前这个烂摊子 没半点头绪 哪怕是刚刚消灭了两头石头人 获得了一次灌体 百分之四的经验也没让他高兴起来 但是三十米外的动静 引起了他的注意 两个人正准备悄悄离开 现场 站住 随着路子也花音落下 两柄飞刃后发现痣 开玩笑 飞刃是超音速的 比声音先倒是正常的 俩人正是李凡的队友 看到悬在自己眉心前方的飞刃 吓得立马跪地求饶 路哥 路哥 我们什么都没看到 我们也没有看到 你杀了李凡 你不要灭口啊 是啊 是啊 我们没有参与啊 路子也心中无语 灭口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自己杀李凡 还事出有因 有点正当防卫的意思 但是杀着两人 就说不过去了 而且击杀李凡这件事 是瞒不住的 每个觉醒者都拥有觉醒仪 上面还有生命体征探测功能 佩戴着死亡 几乎他的所有联系人 都会收到信息 路子也只希望自己面对 上面的审查 多一点底牌 我不会杀你们 我只希望你们出去之后 能主动将这里的事情 如实禀告是练营管理方 这就足够了 两人如蒙大赦 路哥放心 今天的事情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李凡挑衅在先 偷袭在后 邀约我们加入 我们拒绝后 他依然不死心 我相信 觉醒者管理局 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而且路哥您的势力 远在李凡之上 这更是最重要的筹码 是的路哥 而且他父亲开除了你 针对你 这件事 我们也是知道的 你就是受害者 一看就是老实人 害怕校园暴力那种 今天出手 完全是迫不得已 卧槽 借口都特末给我找好了 路子也感觉自己的台词 都被二人抢光了 可还行 满分 从二人的谈话中 路子也领悟到了 一个新的思路 自己现在实力越强大 责任反而越小 管理局处理这件事 会越公正 越重视自己的存在 想到这里 路子也直接一头 扎进了七级区域 人狠话不多 杀怪来背锅 就在这时 一条震惊他本人的消息传来 丁 李凡的死 对李猛造成了 心里深处的极大震撼 震怒 生存点加188 路子也 这多冒昧啊 对于生存点的用途 路子也现在 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计划 三级天赋升级到四级 需要2000生存点 路子也展示 先不考虑 目前 需要将三维属性 提升到更加强大的维度 据说总属性 提升到了1万 就可以晋级主宰境界 1万属性点实力 在外界 也被称为1万战斗力 当然这个评估 战斗力的标准 仅仅是值得基础属性 并不精准 因为战斗经验 天赋序列等级 也会影响战斗力 而主宰境界 是进入城池外部 异化世界的一个通行证 也是强者的标准 所以 路子也打算 先突破1万战斗力再说 等以后自己基础生存点 收益提升了 再考虑提升天赋等级 目前三级金属操控 已经非常够用了 要知道 许多主宰级的强者天赋 也不过三级而已 七级区域的异兽 有好几种 其中最难缠的一种 叫异化之异 是一种飞行异兽 形状类似突旧 但是所有羽毛 都宛如利刃一般锋利 可以不断滋生羽翼 从天空中攻击目标 又快又准 利 天空中一道斯明 七只异化之异 排成人字队形 宛如轰炸机编队一样 掠空而过 一只头领是BOSS 他的左右侧翼 各自有三只异化之异半飞 阵容豪华 异化之异的势力极佳 很快发现了地面上 那个弱小的人类 下一刻 在头领的命令之下 羽翼准备就绪 朝着地面铺天盖地 暴射而去 剑与横飞 遮天蔽日 有两百之多 鹿子野抬头狂喜 卧槽 BOSS 看了一眼系统的生存点 318点 系统 加点118给体质 200点给精神 准备战斗 同时 鹿子野还掏出了 系统空间中的青木手镯 自己已经五级了 可以佩戴了 差点把这茶忘记了 青木手镯 五级紫色 体质加50 精神加50 特性 伤害正5% 这个手镯 也算是极品装备了 都是自己需要的属性 同时 系统加点的反馈信息 也是回想起来 加点完成 当前体质 580加100 54%减伤 当前精神 1911加100 牛逼 精神力 已经突破2000大关了 面对天空中 那上百的羽翼飞时 鹿子野双手一挥 十三柄飞刃 宛如一道流光猎阵前冲 天空中 瞬间炸开点点心芒 伴随着金铁交织的碰撞声 羽翼被一次切割 斩断 天空中心芒点点 在夕阳下熠翼生辉 鹿子野十三飞刃 竟然生生抵挡了天空中 200多道羽翼飞时的进攻 这就是2000精神力的威力 让鹿子野拥有了强大的控制力 攻击效率大大提升 鹿子野释放的飞刃 甚至有几枚 就击落了数十枚飞羽 两者之间的能量等级 不在一个层面 同时鹿子野看向 七级头领的属性 洞察他的弱点 一化之一 七级BOSS 生命值 7000 体质700 减伤55%精神力 100 力量 700 敏捷 300 天赋LV3 漫天飞羽 一次可以凝聚30加7枚飞羽 每一枚造成自身本体 力量属性的同等伤害 攻击300加7米范围内所有目标 冷却 60秒 好家伙 这个技能堪比轰炸机 距离远 三级就覆盖300米 虽然天赋技能对伤害没有加成 造成的伤害等同于自身的力量属性 但是这个技能制造的羽毛数量恐怖啊 一次就是30加7枚 等于将自身的攻击力放大了37倍 如果这37枚全部命中目标 能造成700乘以37的总伤害恐怖至极 这是什么概念 这个天赋技能就连路子野都羡慕了 不过这个技能也有弊端 哪怕是已经三级 冷却时间都在60秒 旁边六只普通的异化之翼 天赋技能等级是二级 冷却时长90秒 这一波攻击被路子野化解之后 这些异化之翼在冷却期间只能发动普通攻击 也就是一次发射一枚飞羽 反攻的时候到了 试炼营管理处 李凡的两名前队友正在151时地汇报着 刚才他们看到的一切 而旁边坐着的人有觉醒者管理局的人 还有受害者家属黎蒙 甚至领武也是亲自赶来了 这件事必须有一个结果 试炼营管理处办公室内 黎蒙痛斥路子野的残暴 无情罪大恶极 院长 管理局的领导们 这不是小事 这样残暴的人如果不给予惩戒 以后谁还敢来试炼 这可是我们龙国的试炼营啊 不是杀戮场必须严惩 以谨效尤 李猛十分激动 你们先退下吧 管理局某负责人 红宇对着两个证人挥了挥手 他是主宰级强者 本来红宇统下一支极为强横的小队 在异化之地征战 但是这一次出任务 被樱花国偷袭 损失了一名主攻的队友 自己和其他队友也负伤 损失惨重 所以 上面派他来是练营 挑选几名预备人才 进入培训基地 待日后成长起来 本来这种小事 轮不到红宇来做的 可是谁让他小队遭遇重创 自己又负伤 上面让他来 有让他好好休息 缓解压力的意思 两名证人退下之后 红宇仔细查看了 陆子野和李凡的资料 然后一拍桌子 拿了那么多资源 还打不过一个被开除的 真丢人啊 李猛 您可真冒昧啊 不是 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事吗 我们在聊陆子野的违法行为啊 李猛心中郁闷 但是又不敢顶嘴 毕竟他这点身份 不是能和管理局抗衡的 龙国的觉醒者管理局 类似于官方最大的武力机构 拥有最强的觉醒者队伍 甚至组成一支觉醒者大军 远征一华之地 李猛用眼神向一旁的领武求助 但是后者大气都不敢出 更别说给李猛说好话了 两人只能默默等待对方的宣判 而红宇看完陆子野的个人治疗后 又调取了 他在试炼营中的排名记录 他的表情从一开始的平静 慢慢变成了惊讶 最后变成了双眼放光 他相中了这个好苗子 他竟然用几个小时的时间 将自己的试炼营积分排名 冲到了17名 而他进入的时候才一级啊 丁 您成功震撼了某位大佬 获得生存点价210 正在与异化之意搏斗的陆子野 忽然被福利砸脸 也是一头雾水 不过他已经习惯这种意外惊喜了 这些人还真是客气啊 而红宇这边也是有了自己的判断 他抛开事实先不谈 而是开始质问起了李猛和林武 我很好奇 滨海战争学院为什么要开除陆子野 给我一个理由 林武连忙摆手 我忙于学院平忧 这件事我全程没有参与 受益李主任在操办 林武完美将责任甩锅给了李猛 而后者则是支支吾吾 半天说不出话来 既然李猛不愿意说 红宇就不客气了 让我猜猜 李凡和陆子野天赋一样 而在学院中 资源是有限的 尤其是同一天赋 会择优培养 李凡未必比陆子野优秀 但是有你这个当爹的在 陆子野自然就被开除了 理由就是保证学院平忧 红宇的话 让林武和李猛听得一头大汗 而这还没有结束 红宇继续说道 可是李凡为什么要对陆子野出手偷袭呢 是谁受益的呢 林武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我真不知道 李猛也想装傻 我 我也不 话还没说完 红宇一拍桌子 你和李凡的通讯记录 就在觉醒一中 我一查便知 是我 是我 可是我没让李凡击杀陆子野 只是让李凡干扰一下陆子野的试炼进度 没想到 红宇露出了微笑 你只是没想到 陆子野会比高一级的李凡强那么多 反而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好了 事情来龙去脉非常清楚了 李猛受益李凡偷袭陆子野在先 此事有目击证人两名 更有觉醒仪作为物证 证据确凿 陆子野正当防卫在后 只是出了人命 有防卫过当的嫌疑 不过生死关头 陆子野的防卫标准 可以上升到无限防卫 这件事的处理意见 我与上级沟通后公布 至于你们二人 训私舞弊 先停下手头工作 等候处理 红队长 你不能这样 陆子野才是杀人犯啊 李猛惊呼 红队长 有事好好说 要不去我办公室慢慢谈 相比于李猛的失态 林武老练得多 他知道在这里争执下去 只会对自己不利 而红宇缓缓起身 你的办公室 现在已经不属于你了 对了 那个被你们开除的柳如老师 我觉得 让他来做教导主任一职 倒是合理 红宇不再和两人逗留 他需要汇报 这里发生的事情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助理惊讶地拉住了他 并把刚刚刷新的失恋营排名 递到了红宇眼前 陆子野 第八名 红宇深呼吸一口气 加快了离开的步伐 这个苗子 他想要 可嗨嗨 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陆子野 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狗日的异化之鸟 真特么难缠 看着面前的七具异化之异的尸骸 陆子野愤愤倒 被高于自己两级的异兽围攻 虽然进入了技能冷却 但是也够陆子野喝一壶的 好在结果不错 陆子野生命值掉了一半 现在脱离战斗后 正在恢复着 可是七头异兽的收益 令陆子野兴奋不已 一切都是值得的 第一 您击杀了异化之异boss 获得经验值15% 获得基础生存点收益加1 当前基础收益4生存点分钟 牛逼啊 现在一个一小时 可以收获240点了 一天下来就是4800点 这个速度太迷人了 定 您击杀了异化之异星号6 获得经验值24% 成绩晋级LV6 体质加10 精神加10 力量加10 敏捷加10 自由属性加10 获得属性贯体两次 精神加8 力量加2 敏捷加2 本次战斗 您对金属操控的感悟加深了 获得熟练度加3 当前熟练度 天赋序列20 金属操控LV362000 遗憾的是 居然没有爆装备 这个世界装备爆率也太低了 怪不得那么贵 所以拿到试炼营第一名 可以获得一件10级的紫色装备 一定要把握住 试炼营生活才过去6个小时 路子也多的是时间 路子也压根想不到 此刻 一群主宰级大佬 正在研究他的资料 并且随时随地 关注着他的积分排行榜变化 这群人 正是红语的修罗小队 一共5人 可惜牺牲了1人 这只小队在主宰级别 曾经令敌国闻风丧胆 但是也成为了众矢之地 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恶毒的偷袭 队长 这个小子有点东西啊 招进来吧 红语身边一名长腿妹妹 两眼放光 你不要缠人家身子 我们是官方 要看重人家实力 红语白了一脸花痴的楚雅一眼 队长说的对 其实我看重的 就是他的天赋 身体操控 楚雅一脸认真 神特么身体操控 那叫金属操控 你离我远一点 我怕影响智商 自知理亏的楚雅 迈着大长腿撇撇嘴 委屈蹲到了一边 陆子爷的另外一名队员 则是惊讶地看到 陆子爷的排名又上升了一名 叮 您成功小小的震撼了 四名关注你的大人物 生存点加388 刚刚冲进八级区域的 陆子爷心中一喜 这些人还怪好的嘞 就这么一小会儿 陆子爷已经收到了 几波震惊收益了 生存点飙升了600多 加上自己的基础收益 生存点又来到了781点 这泥马也太快了吧 系统全部加精神力 加点完成 当前精神力 2709加100 好家伙 直逼3000大关了 陆子爷还算了一下 自己的属性点总额 3600多点 自己现在已经不算是 普通的超凡了 在超凡中 都属于中层力量 一个刚高中毕业的升学 这合理吗 陆子爷现在已经身处 八级区域 他还会一直朝着 十级区域前进 现在自己的这个实力 试炼营怪物 已经阻挡不了 自己六亲不认的步伐了 怪物等级差距越大 收益越大 陆子爷不想在 低级区域浪费时间 接下来的16个小时 陆子爷准备在十级区域 刷到天荒地牢 而试炼营 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每次登顶第一的队伍 都会让他们选择 是否进入试炼境地 因为那里 住着试炼营最强大的生物 11级的终极boss 终极梦魇 他也是试炼营 唯一一直突破了 十级的怪物 不过历届冠军 都放弃了这个机会 因为境地没有安全防护手段 有一定生命危险 从仅有的几次挑战记录来看 都是惨败 终极是练营 还有一只11级的boss 而挑战的获胜奖励是累计的 到今年 奖池已经累计到了500万龙币 这足以购买一件不错的橙色装备 橙色装备 拥有强度高两倍的属性值 比紫色装备更胜一筹 一般来说 紫色装备的特殊属性 基础属性数值是等级x1% 比如陆子爷的五级青木手镯 基础属性是加50 特殊属性是5%的伤害增加 但如果是橙色装备 这个数值会变成基础属性每项加100 特殊属性10% 陆子爷一路厮杀 最终进入了10级区域 耗时一小时 他已经升到7级 属性罐体15次 以7级的等级在10级区域杀怪 一只怪就能给予8%的经验值 不过当他等级上升后 这样的优势会渐渐丢失 陆子爷总属性已经突破4000大关 看着远处7、8头 冲向自己的10级一手双头蛇 陆子爷再度出战 身影与飞刃齐齐杀出 瞬间刀光剑影一片 这里几乎没什么人来 陆子爷可以杀个够 等到试炼结束 想必能掌握不少 试炼营营地中的修罗小队 发现此刻的陆子爷已经排名第4名 修罗小队四人看到这一结果 无不兴奋 小队四人分别是 队长红宇LV406级天赋 序列29石甲6级天赋 序列57狂暴 单副队伍的前排 也是队伍的中间力量 辅助楚雅LV315级天赋 序列9均衡4级天赋 序列22复苏 场控留得很LV355级天赋 序列30化地围牢 3级天赋 序列91枯萎 副攻守高徒LV366级天赋 序列11刀狂 主攻守赵小天 以阵亡留得很搓了搓手 队长 你说这个人居然以金属操控这个天赋 杀到了第4名 真是不可思议 这个天赋应该后期发力才对啊 看样子 我们花一年左右的时间去重点培养他 一年后 队伍就能重建了 刘德狠37岁 他已经领先别人10年 拥有了本部属于这个年龄的地中海发型 他的口头禅士 我虽然秃了 但是我也变强了 个人爱好是看看小黄叔 也喜欢参加漫展看看那些cost表演 副攻守高徒也点点头 一年时间 已经很短了 很多队伍出现检员 甚至要等三 五年才能找到合适的人选 一年就一年吧 我看好这个年轻人 在他看来 一年能成长起来已经是逆天表现了 这话要是让陆子野听见 估计就不乐意了 超出一个月 都是看不起我陆子野 毫无疑问 队伍缺一个主攻守 而且 主攻守必须是远程攻击手段 副攻守负内围突破 陆子野完美符合这个标准 只是在他们看来 陆子野虽然天赋一柄 但是想成为正式队员 起码需要一年的时间 才能担负起主攻守的重担 毕竟 队伍中 他们四人 最差的也是主宰集中期的水平 也就是总数性点在五万上下 副攻守刀狂高徒 是个修炼狂魔 他专注于自己的天赋刀狂 也是除了队长之外 唯一一名将天赋 提升到六级水平的队员 可能也是由于他太专注 35岁了 都没有女朋友 至今都没有开启第二天赋的征兆 可能女人会影响他拔刀的速度吧 对对对 我也看好这个小帅哥 咱们今天就举办入队仪式吧 楚雅在一旁雀跃着 对于他来说 早就受不了这个队伍的氛围了 全是30多岁到40岁的老男人 而他才23岁 能加入一个小鲜肉 对于改善他的审美大有好处 因为楚雅发现 自己天天和这群都要秃顶的男人在一起 发现他们居然挺没清目秀的 审美出现滑坡 这很危险 他的爱好很简单 看帅哥 逛街 追剧 吃美食 楚雅是队伍中的辅助 天赋一饼 从他25岁 能加入主宰级的修罗小队 就能看出一二 看到自己的队员们都很激动 趁着他们心情好 洪宇赶紧把一个坏消息告诉了他们 各位 一年一度的极乐之地 还有十天就开启了 可是我们今年的资格被取消了 上面让我们好好休养 专注培养后备人员 此话一出 三名队员齐刷刷站了起来 楚雅 是那个孙子用后定做的决定 老娘这就去讨个公道 是你大伯 楚雄 洪宇贪手 家门不幸啊 楚雅重新坐了回去 队长 你就没有挣扎下 没有反驳下 极乐之地之所以被称为极乐 那是因为暴率极高 里面收益极其丰厚 也是我们小队额外收益的主要来源 没有这次机会 我们今年要喝西北风啊 留得很很不爽 这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个沉重打击 尤其对于小队的发展十分不利 本来大家之前还说 今年进入极乐之地 争取给每个人更换一件高品质装备 这下好了 没戏了 就连平时憨厚老实 少言寡语的高徒都坐不住了 你要不好意思 我去 我反驳了呀 被老大一脚踹出办公室的 你觉得打得过传奇境的楚雄 你可以去试试 几人纷纷坐回了位置 关大一级压死人啊 不过 楚老大也说了 进入之前 如果我们觉得有资格搏一搏 可以去挑战其他主宰队伍 胜了就能进去 红宇撇嘴说道 三人不语 主宰队伍实力强劲 平时大家的差距本就不大 没了主攻手 打个锤子 总不能指望路子野这个新人 九天之内就成长起来吧 拔苗助长都不带这么快的 修罗小队感觉 今年已经没有希望了 最大的收入来源没了 虽然官方给予的基础福利 对于普通人来说 很高了 基本工资都是十万家 可是对于觉醒者而言 尤其是主宰阵 大部分的收益 依靠自己去争取 官方给的福利 只是维持基本的日常开支 出任务有补贴 四人心情不好 便是在试炼营食堂 支了一张桌子 喝起了闷酒 喝醉了便是闷头睡觉 他们都在等待路子野试炼结束 距离结束还有十多个小时 足够他们好好睡一觉 漫长的厮杀 让路子野浑身都是异兽的鲜血 十级区域的异兽密度惊人 一开始 路子野几乎不用移动 便是有异兽听到自己的打斗动静 不断涌来 十多个小时的厮杀 路子野眼前的异兽尸体堆成了小山 而周围也安静下来 这里的异兽 都快被他涂光了 距离结束还有25分钟 路子野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一处水潭 清洗自己身上的血污 这一战 自己斩杀了数百头十级异兽 等级直接提升了十一级 获得十级蓝色装备两件 自己已经装备了 巨蛇之灼蓝色十级 体质加一百 精神力加一百 巨蛇之靴 敏捷加一百 精神力加一百 白色装备六件 准备出售掉 属性贯体一百三十一次 获得精神力九百四十一点 力量八十一点 敏捷一百零一点 体质二百零三点 路子野看向自己的属性列表 把自己都惊到了 宿主 路子野 等级 LV十一 百分之二十三 境界 超繁境 生命值 九千九百 体质 八百四十 加一百五十 百分之五十九减伤 精神 三千八百零一加三百 力量 二百八十四 敏捷 三百零一加一百 四 零一百分号暴击率 生存点 四千零一十二 增长中 天赋序列 二十 金属操控 LV三一二零零零装备 飞刃十三 轻木手镯 巨蛇之镯 巨蛇之靴 总属性点 五六零零加了 可是自己每分钟 四点生存点的收益 这十多个小时的奋战之后 竟然存了四千的生存点啊 也就是说 如果这四千属性点 全部加上去之后 自己竟然距离主宰近 只有一步之遥了 恐怖 恐怖啊 我才进入试炼营一天 直接等于别人奋斗几年 再等几个小时 我特么就是主宰大佬了 陆子也站在一滩血水中 笑得身子发颤 如果旁边有人看到这一幕 一定认为这个人杀疯了 试炼营地 小罗小队四人 被觉醒一上的闹钟惊醒 队长洪雨第一个跳了起来 对着隔壁几个房间大吼一声 时间快到了 那个小子出来了 干活 很快 其余三人快速集结 楚雅先是看了一眼积分排行榜 然后愣住了 睡眼惺忪的他 怀疑自己看错了 揉了揉好看的大眼睛 努力眨了眨 确认自己没看错 两条大长腿迈出去的半步 僵在了空中 怎么了 队长洪雨 察觉到了楚雅的不对劲 对 队长 他拿了第一名 楚雅说话都不利索了 其余三人并没有太过震惊 因为按照陆子也的排名上升速度 这个结果并不意外 可是楚雅补充了后面两条信息后 所有人都僵直了 他不光是第一 更是升到了十一级 要知道 十级区域升级到十一级 要杀多少益兽 他的积分 10980分 打破了滨海试炼营记录 不不不 是龙国最高纪录 超出第二名两倍多 四个人一起愣住 但是洪雨第一个反应了过来 楚雅 刘德肯立刻进入试炼营 十级区域抢人 千万别让这小子 被其他队伍拉走了 如果有人捣乱 给我揍 楚雅 刘德肯 是 虽然违规进入试炼营 是不允许的 但是比起路子也被别人抢走 他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二人刹那间消失在眼前 高托 走 跟我一起去颁奖礼现场 取消颁奖 驱散所有无关人等 这事 我们得快刀斩乱麻 慢了汤都喝不上 四人说干就干 立刻行动了起来 而路子也这边 刚刚洗完身上的血污 便是收到了一条惊骇的消息 您极大地震撼了四个大佬 获得生存点价888 卧槽 从未有过这么多的震撼收入 我特么到底做了什么 路子也一脸猛逼 但是更让人猛逼的是 一个猥琐男和一个长腿美女 以极快的速度到达自己眼前 探查了自己的基础信息后 便是直接动手 来来来 我们找个地方谈谈人生理想 两人直接一左一右架着他 往外面走 路子也本来想反抗 但是精神力无论如何都无法凝聚 这两人都特么什么实力 谁是你兄弟 你们是特么谁啊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我这是被绑架了 小弟弟真可爱 乖 跟姐姐走 一会让你看腿行不行 楚雅眉头猝了一下 补充到摸一下也行的 留得很 卧槽 你真下血本 路子也无语了 这言辞 这操作 也特么不像正经土匪啊 这群人到底是谁 他们好像提到了修罗小队 这特么又是什么单位 而试炼营已经大乱 人群被直接高徒和红宇直接驱散 颁奖礼被推斥到第二天进行 试炼人员直接被赶走了 试炼营某办公室 修罗小队四人用热切而贪婪的眼神 盯着路子也长大十分钟 路子也感觉后背发凉 他第一次遭遇这种怪事 在红宇的提醒下 四人终于恢复了一点常态 红宇才把他们的身份和前因后果 包括他们帮路子也解决了 李猛父子一事 告诉了路子也 那也就是说 命案的是过去了 我不用负责 路子也再次确认道 开什么玩笑 你是受害者 负什么责 要不是看他死了儿子 你都可以申请精神损失费 刘德狠拍着胸脯保证道 这世界还真魔化 路子也感叹道 自己实力上来了 不但备受重视 连麻烦也有人主动帮我解决 不过对于加入修罗小队 路子也还是心有余悸 他不知道 加入这样的小队 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自己单干也挺好 他把这个说法告诉几人之后 立刻遭到了激烈的反驳 楚雅 小弟弟真是开玩笑 你不加入主宰队伍 你连进入异化之地 许多探险的都成问题 而我们 想去就去 重点还是免费的 刘德狠 你最小 以后探索的收益 我们会偏向于你 而且 你等级最低 你需要的东西 对于我们都没有用处 资源方面你放心 高徒 别的好处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 加入我们 你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资源探索权 而且 那些异兽 是你无法想象的收益率 红宇 别的我不敢说 但是加入我们 你绝对安全 我们修罗小队 不会抛弃任何一个队友 哪怕是全军覆没 要死一起死 队长 可是你刚刚才告诉我 你们牺牲了小天 这和你说的绝对安全不服啊 红宇叹了一口气 本来要牺牲的是刘德狠 小天主动挡住敌人的追击 他的天赋是陷级 他陷级了自己 获得了强大的力量 保住了我们全队 所以 你加入我们 我们也会这样保护你 面前的四人 最低都是主宰级中期实力 陆子野看中资源优势 但是更看中这个团队的和谐 我加入 不过 等我先去挑战下禁区的终极梦演 晋级主宰再说 好吗 也就一会儿的功夫 四人用看傻子一样的表演 看向陆子野 你要晋级主宰 四人看陆子野的模样 不是说假 而且也没必要说假话 红宇更是心中震撼 如果这小子说的是真的 岂不是 自己的队伍 还有希望进入极乐之地 修罗小队四人 从陆子野的身上 完全没有感受到主宰镜的气息 甚至觉得 他距离主宰镜 还差得远 他们无法理解 陆子野为什么有信心 在试炼之后能晋级主宰 因为此刻的陆子野 给他们的感觉 战斗力不过四 五千左右 他们怎么会知道 人家的系统中躺着五千点左右的生存点这种东西 不过这已经不是重点了 重点是 他们成功招纳了陆子野 在红宇的帮助下 陆子野很快就领到了试炼营第一名的奖品 一件紫色十级装备 试炼营提供了一份 有651件十级紫色装备的库存清单 供陆子野挑选 陆子野千挑万选下 选中了一个十级紫色头盔 灰药之盔 紫色十级 体质加100 精神加100 特性 暴击率正10% 暴击这个属性非常稀有 而且暴击属性并不适合所有人 比如攻击方式比较单一 攻击频率很低的天赋 就很难发挥暴击这个属性 而陆子野不一样 他的天赋没有冷却时间 他能掌控的飞人未来也会越来越多 哪怕是现在这个实力 10%的暴击率也能频繁触发 这个世界的暴击率 只有装备属性和自身敏捷属性能够提供 10点敏捷等于1%暴击率 而基础暴击伤害是200% 当暴击率到达100%之后 溢出的暴击率将转化为暴击伤害 比如150%的暴击率 将会转化为100%暴击率 250%暴击伤害 当然所有属性中 最难获取的还是破甲属性 传闻只有在橙色之上的装备中 才有极小几率出现 而且破甲数值只有装备普通属性的一半 比如一件10级的橙色装备 特殊属性是破甲 只有5%的破甲 换成其他属性应该是10%左右的 比如伤害增幅 比如暴击几率 还有就是一些天赋到了一定的等级后 也有可能获得破甲属性 比如鹿子野的金属操控升到3级的时候 也获得了10%的破甲 鹿子野穿戴上新装备 对小队四人微笑道 那我去了 他准备直接进入禁区 挑战11级终极梦魇 加油 野鹿子 楚雅秀犬紧握 挪了挪嘴 人家叫鹿子野 没文化真可怕 留得很屡了屡所生不多的头发纠正道 立刻引来了楚雅的一阵拳打脚踢 我们等你凯旋 队长红宇露出一个信任的笑容 而人狠话不多的高徒 只是挥了挥手中的战刀 砍死他 我们喝酒 鹿子野点点头 十三飞刃凝成一柄短剑 拖着他朝着背后的悬崖俯冲而下 悬崖之下便是试炼营的禁区 已经有多年无人挑战 今天终于迎来了新的挑战者 在空中飞行的鹿子野 打开了觉醒仪 调阅了终极梦魇的资料 终极梦魇 一种以精神存在的生物 终极梦魇成长极快 依靠吞噬人类梦境中的恐惧情绪 增强实力 精神力越强大的人类 对梦魇越是能有效抵制 终极梦魇分为幼年期一到十级 成长期 十一到二十级 撞年期二十一到四十级 巅峰期四十一级以后 终极梦魇的主天赋为梦魇 可以入侵目标的梦境 甚至对实力低微的目标 直接强制催眠 吞噬其梦境中的恐惧 在梦境中 梦魇可以制造各种幻境 给予敌人恐惧 他能洞察目标的思想 发现你的弱点 陆子也一字一句读来 倍感惊讶 这种生物 为什么会放在试炼营 真是奇怪的操作 试炼营的人都是些新人 这种生物 对于新人来说 还是太过诡异了 好在这么多年了 也没几个人来挑战 悬崖之下 有一个深邃的崖堤地洞 洞外立着一块石碑 尚书梦魇之地 陆子也将五千点生存点 全部加在精神力上 咱们主打一个稳妥 要知道 击杀梦魇之后的奖金 可是五百万龙币啊 叮 加点成功 当前精神 八千九百零一加三百 好家伙 光是精神力 都特么九千二百零一了 加上其他属性点 早已破万 陆子也个人面板中的 境界一栏也显示 超凡境 可破境 等宰了梦魇 自己就原地破境 晋级主宰 到时候还能震撼队友一波 获得一些生存点 陆子也心想到 五千点生存点化为精神力量 陆子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增幅 整个世界在眼前越发清晰了 他甚至感觉自己的精神力量 都快要实质化了 能够干涉现实了 这种感觉就很奇妙 用九千的精神力 驾驭十三飞刃 游刃有余 陆子也感觉自己 可以更换更加强悍的武器了 自己现在完全可以操控质量更大 数量更多的武器进行战斗 等拿到奖金 就可以考虑换橙色武器了 陆子也进入洞穴 里面完全是一片漆黑 传闻梦魇这种生物 之所以无法扩大族群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无法见阳光 它们没有实力 是一股精神力量 而这种精神生物惧怕阳光 除非 它们成功控制了宿主 拥有了曲窍 温 一阵耳鸣让陆子也脚步一掷 下一秒 脑海中又出现了 宛如老师收音机里面的信号杂音 令人精神溃散 神情为敏 陆子也知道 是梦魇出手了 如果精神力太弱 恐怕自己已经 直接被拉入了梦境 可是陆子也只是受到了一定干扰 他摒弃宁神 驱逐了脑海中的杂音 梦魇的天赋 可以入侵别人的梦境 也可以强行对弱小的目标 直接强行催眠 很明显 陆子也只要不是主动睡觉 这洞穴中的梦魇 无法入侵他的梦境 一股阴风吹来 陆子也看到了一团灰雾 灰雾之中有一张人脸 正是陆子也自己 这是梦魇用精神力换化而来的 陆子也查看梦魇的属性 整个人瞬间呆滞 梦魇十级 生命六千 体质六百 百分之五十六减伤 精神六百一十 力量 153 敏捷 114 天赋序列 15 梦魇LV3 在300加61米范围内 可以入侵等级 不大于自己三级的目标梦境 制造大恐怖 并以恐惧情绪为养分 滋养自身 天赋序列 55 紊乱LV3 在30加61范围内 制造精神污染 让目标陷入胶着 怀疑 甚至疯狂 被紊乱影响的目标 更容易被拉入梦境 路子也震惊的不是梦魇的实力 他震惊的是 这只梦魇并非boss 而这个禁区范围狭窄 已经到头了 那么那头梦魇boss 去哪里了 这里已经多年无人进入 难道 路子也想到了一个可怕的猜测 梦魇已经夺射了挑战者 进入滨海市人类社会了 路子也第一次感受到 这个世界满满的阴谋算计 我只是刚毕业的学生 这种事 还是回去报告队长好了 而眼前这只梦魇小怪 大概率是终极梦魇 在这几年制造的下一代 面对九千精神力的路子也 这种异兽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路子也的十三柄飞刃 长驱直入 刺路挥舞之中 那一张虚幻的脸 变得扭曲起来 一轮攻击之后 便是化为虚无 彻底消散 成功击杀梦魇 获得经验值 加零百分之五 现在十一级的路子也击杀 十级普通异兽 经验值已经低得离谱了 而十级以上的异兽 滨海市城内是没有的 只有进入异化之地 而异化之地的通行资格 审查严格 如果是个人身份进出 价格不菲 所以加入修罗小队 还是方便不少的 路子也解决了 这只普通梦魇 便是原地盘息而坐 开始破镜 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列表 总属性已经到达了 10976 宿主 路子也 等级LV11 235% 境界 超繁境 生命值 10900 体质 940加150 60 5% 减伤 精神 8901加300 力量 284 敏捷 301加100 4 01加10% 暴击率 生存点 4012 增长中 天赋序列 20 金属操控 LV312000装备 飞刃13 轻木手镯 巨蛇之镯 巨蛇之靴 挥药之亏 自己现在也是战斗力破万的主宰强者了吗 路子也心中暗喜 开始引导自己的精神力量 进入肝脏 上一次破镜超繁 冲击的瓶颈位置在心脏 而这一次在肝脏 心肝脾肺肾 对应五个瓶颈 突破之后将会是另外一番天地 不过都是传说 具体什么样子也没人说 这次的破镜 变得比较顺利了 应该是因为 路子也的属性点总额 已经快接近一 一万了 精神力量足够强大 肝脏处的那道关卡 迎刃而解 路子也感觉自己的力量层次 再一次提升 这就是主宰精吗 路子也缓缓起身 十三飞刃随着他的意念 螺旋攀升 将他带离境地 速度比之前快上了数倍 主宰精 试炼营营地 小队四人同时惊呼 他们满打满算 也就半个小时 没看到路子也这小子 怎么眨眼间 就特么主宰精吗 人家都是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你猜离开多久 三十分钟 就让人眼珠子 都要掉出来了 叮 您极大的震撼了 修罗小队队员 获得生存点 888点 哈哈 可以可以 等我存够2000点 我就可以把金属操控 升级到四级了 路子也很满意 大家的惊讶表情 心中窃喜了一波 臭小子 欢迎回来 红宇一巴掌 拍在路子也肩头上 难掩心中喜色 这个年轻人 给了他太多的惊喜 小天死后 红宇第一次这么开心 而路子也带给小队的 不光是惊喜 还有全新的机会 他们可以再度启程 前往极乐之地 而且所有队员 都心心念念的 复仇樱花国觉醒者 也有希望了 等大家惊喜劲过去之后 路子也也将禁地的经历 一五一时告知了小队 什么 你确定 一向比较沉稳的红宇 在听到路子也的经历后 也是大吃一惊 他没想到 小小的试炼营 竟然潜伏着这等危机 其余几人 也是意识到了事情的重要性 楚雅一改平时的漫不经心 难得正经道 队长 要不要我通知大伯 楚雅的大伯就是楚雄 高层人物之一 滨海市这一片的觉醒者 都归他管理 你去沟通下 对了楚雅 你最好争取到这个事件 我们的调查权 我们可以凭借这次机会 拿到进入极乐之地的许可 红宇沉声道 好 我这就去办 路子也看大家都不提奖金的事情 一下子就急了 队长 您说会不会因为我没有击杀终极梦魇 这个奖金又泡汤了 面对路子也的疑问 留得很拍了拍路子也的肩膀 手筋大的出奇 老爹 你立大功了 少说奖金翻倍 你就想好怎么花吧 卧槽 翻倍 那不是一千万 是可以物色一件非常强大的橙色武器了 很快 楚雅凭借自己的优势 将终极梦魇的调查权拿下 如果九天内水落石出 修罗小队便是可以拥有极乐之地的入场资格 小队四人异常兴奋 路子也没有进去过极乐之地 所以没有感觉 虽然不懂 但是看他们的反应应该很厉害的样子 不明觉厉 队长红宇立刻开始着手 开始调查这件事 他用审视的目光看向路子也 小路 作为觉醒者 不光要武德充沛 还需要心思缜密 你觉得这件事应该从什么方向入手 说来看看 我觉得应该调查当初是谁批准了 在试炼营投放终极梦魇这种生物 作为最终考核 这人可能有问题 还有 可以调阅挑战记录 看看哪个是最后挑战的人 此人可能就是被梦魇寄生的人 啪啪啪 队长红宇带头鼓掌 其他队员也是跟着鼓起掌来了 路子也有点汗颜 这特么不是有脑子就行 看来这只队伍平时都不太聪明的样子 估计全员莽夫 留得狠 你去调查挑战记录 拿到最后一个挑战者的信息 楚雅 你用你大伯的权限 查一查当初是谁批准的 在试炼营投放梦魇 高徒 路子也 随我去阎武场 你们俩的打一架我看看 就当入职考核了 路子也一愣 卧槽 高徒是谁 刀狂六级 人家资料上写着 六万战斗力 众人各自离开 剩下路子也一个人呆住了 他拉住了正要离开的楚雅 雅姐 你们平时切磋 不会当真吧 不会受伤吧 楚雅认真点头 不会受伤的 路子也放下心来 但会被打个半死 尤其高徒 楚雅俏皮地眨了个眼 大长腿交错款摆 雀跃着离开了 妈的 我只是个孩子 能不能别让我和一路刀尖 舔血活下来的神经病打架 路子也一路抱怨着 进入了试炼营的演武场 站在他对面的 正是嬉皮笑脸的高徒 手中一柄 一 五米长的战刀泛着森冷的寒光 小路 我已经自动将实力约束到了道一 五万战力 来吧 让我爽一爽 嘿嘿嘿 高徒指着腰间的一根金属锁链说道 那是一种道具 可以约束人的力量 可以自动调节 是人类觉醒者用来教学时 经常用到的特殊道具 一 五万战力 倒是可以一试 虽然希望不大 因为对方可是六级刀狂天赋 双方穿上了防护道具 确保不会出人命之后 红宇兴奋的喊道 开始 随着红宇一声令下 双方都将所有力量爆发出来 刀狂高徒手腕一抖 长刀在手 随着他快速挺进的身形 一柄长刀挥出一片刀光 这一瞬间 路子也感觉 对方使用的哪是一柄战刀 那感觉就好像身处一片刀山火海 感觉灵力的刀锋无处不在 这就是六级刀狂的风采吗 路子也见到如此高手 也是斗志飙升 飞刃十三流光一闪 以一字长蛇掠空而去 枪枪枪 刀锋与飞刃在一秒之内撞击了十三次 路子也的精神力不落下风 因为高徒虽然战斗力维持在一 五万 但是他的加点比例 没有路子也这么极端 作为副攻手 他需要快速接近敌人的能力 需要不少敏捷 同时作为内围作战的角色 他的体质也必须强悍 所以 一 五万的战斗力 他的力量加点最多六千 而路子也的精神力足足九千甲 力量上的不足 高徒可以用六级天赋的刀狂来弥补 所以第一次交锋 但是路子也知道对方的体质和敏捷远高于自己 这狂暴的突进速度让高徒近身后 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 飞刃十三被击飞之后 路子也凭借强大的精神力将其凝聚成一柄短剑 一个掉头 直勾勾刺向了高徒 高徒攻步向前 长刀一横 以刀面格挡短剑 砰 巨大的力量交织之下 空气炸裂 一道白色的冲击波横扫整个炎武场 高徒头发瞬间向后翻飞 衣袖鼓荡 场面劲爆无比 好小子 有点东西 我愿称你为青年一代最强金属操控 高徒不吝夸赞之词 但是眼神中的战斗意志 却是越发浓烈了 长刀猛然上挑 让短剑刺入的方向偏离 刺破肩膀 略空而过 就这么一个瞬间 高徒脚下猛塌地面 地面瞬间凹陷下去 细密的裂痕宛如珠网一样 朝着四面八方蔓延 狂暴的接近速度 让路子也避无可避 高徒手腕翻飞时间 一片刀光如影相随 好凶猛的战法 路子也心中佩服 高徒竟然以自己受伤 来换取一次近身机会 战场上 这种人是最难缠的 既然你已伤患战机 那我也只能以命换命了 路子也心中下定了主意 凭高徒的速度和天赋等级 这次的权力一击 自己根本躲不掉了 于是 诡异的一幕出来了 面对高徒权力冲刺的一击 路子也直接摊开双臂 放弃了抵抗 转而集中所有精神 下一刻 双手猛然合十 远处刚刚刺破高徒肩膀 而去的短剑 瞬间掉头 以更加狂暴的速度 朝着高徒的后背心脏位置 呼啸而去 此刻 战局变得十分有趣 高徒这一刀 必然能指取路子也性命 但是高徒背后的短剑 几乎会在高徒命中 路子也的瞬间 也一击毙命 当 高徒转身全力一斩 劈飞了刺向他后背的短剑 然后用钦佩的眼光 看向路子也 毕竟是切磋 他选择了停止攻势 平手 如果是实战 战斗结果为两人军死亡 一旁的红宇 一边鼓掌 一边下了结论 叮 您的战斗力 大大震惊了二人 获得生存点四百 高徒长刀反握 对着路子也抱拳 小路老弟 佩服 你是我见过这个年纪中 将金属操控能力 练到如此境界的第一人 我是真没想到 你的金属操控 已经三级了 后生可畏啊 红宇也是赞叹不绝 虽然不能探查路子也的详细战斗属性 但是天赋等级这种东西 刚才的战斗 他一眼便是看出 那都是高大哥压制了绝大部分实力 否则就我这雕虫小技 你一刀斩了便是 路子也并不是客套 这是事实 高徒六万左右的战力 不是他现在能抗衡的 高徒摆摆手 我现在进步非常缓慢了 倒是你 一切皆有可能 一旁的红宇 抛给路子也一个牌子 恭喜您成为修罗小队第五名队员 我们修罗小队再次满边了 你在队伍中的职责是主攻手 虽然战力还有所欠缺 但是已经让我足够惊讶了 可以勉强胜任 路子也接过牌子 相当于官方的身份牌了 不过下面的职称一栏写着 林石宫 这失去的记忆 一下子复苏了 路子也没穿越之前 在他的世界 林石宫可是非常诡异的身份 队长 为什么是林石宫 路子也不解 不等红宇开口解释 高徒便是黑黑一笑 林石宫可太爽了 你想转正随时都可以 但是正式成员约束太多 你以后就知道了 你又那么爱搞事 还杀了人 队伍中我们不方便做的黑活 脏活 就让你这个林石宫去办 真出了事 也大不了一个开除 我们再把你从其他渠道弄进来 方便得很 路子也恍然大悟 果然如此 路子也小心收好自己的身份牌 从今天起 自己也是有靠山 有团队的人了 队长 队长 我们查到了 刘德狠和楚雅 同时进入演武场 不过 当他们看到路子也是站着的 并不是躺着的 而且并没有受什么伤 眼睛充满了不解 按道理 新人和高徒切磋 应该是竖着进来 躺着出去才对的 面对二人的疑惑 红瑜解释道 一一五万战力 平手 叮 您再次震惊了楚雅和刘德狠 获得生存点288点 这两人估计是没有看到 精彩的对战过程 震惊程度不如队长和高徒啊 路子也心中遗憾道 厉害啊 刘德狠和楚雅竖起了大拇指 说正是吧 红瑜将话题带回了正轨 我来说吧 我这边查到了11年前 是练营的负责人张俊 批准了引入终极梦魇 作为最后的挑战项目 之后 无人挑战成功 最神奇的是 刘德狠查到了最后一个挑战者 是五年前 一个名叫张峰的高中毕业生 从此之后 再无人挑战 而张峰正是张俊的唯一一个儿子 楚雅眉飞色舞介绍道 原来是这样 其余人都是恍然大悟的神情 很明显 张俊利用植物之变 为自己的儿子创造了变力 但是 为什么张峰需要梦魇这种生物 这太难揣测了 看到大家疑惑的神情 楚雅很满意 脸上就差写着 快求我 我告诉你们啊 有屁快放 别卖关子 很明显 红宇队长没给他装逼的机会 哦 楚雅宛如泄了气的气球 老老实实继续说道 张峰成绩极为突出 天赋只有一个 紊乱 是不是很熟悉 没错就是梦魇拥有的天赋之一 他毕业后更是离谱 没有参加任何战斗任务 也没有进入官方和民间的任何组织 直接在他父亲的安排下 进入了滨海市最大的精神病院 从事紊乱天赋 对精神病的治疗研究这个课题 红宇直接站了起来 他隐瞒了主天赋梦魇 这人竟然利用弱小的精神病人 入侵他们的梦境 吞噬他们的恐惧来增强实力 这是死罪 这个世界 人类的天赋和异兽的天赋是共通的 比如队长的石甲 许多异兽也拥有 而这个张峰竟然拥有梦魇的两个天赋 这十分少见 精神病人 精神本就不正常 所以就算他们非常恐惧 也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对 这人太卑鄙了 除牙躲了躲了脚 难掩愤怒 队长 我们怎么做 高徒已经迫不及待了 明天一早 探访精神病院 四季而动 红宇的眼中露出了杀鸡 不通报 不上报 才有机会当场击毙恶人 而陆子也看了一眼生存点 经过几轮震惊收获 加上自然增长 还差一百七十点 把天赋升级到四级 再等几十分钟吧 到时候金属操控的距离 威力将迎来一次巨大的提升 陆子也刚加入小队 就要出任务了 这不得好好提升一波再去 而且 这个张峰在精神病院 没有任何阻挠发育了几年 目前实力到了什么境界 根本不得而知 谨慎一些是没错的 于是陆子也试探性问道 队长 我的奖金啥时候能下来 我想更换一下武器 还有就是 我手中还有一些用不上的装备 也需要出售 能不能先 哈哈 我懂你的意思 一千万龙币 我这就划给你 从小队金库给你 等上面批了你的奖金之后 多退少补 你看行不行 红宇很爽快 答应了陆子也的事情 谢谢队长 陆子也没想到队长这么干脆 行 我和高徒留得很去 准备一下战斗 就让楚雅陪你去 滨海官方的交易所 完成你要的交易 他也很久没去逛街了 估计憋坏了 红宇的安排 让一旁的楚雅 两眼冒光 那就有劳雅姐了 陆子也欣然接受 自己也是时候鸟枪换炮了 李壮壮赠送给自己的 这飞刃十三 是个好东西 只是自己的提升太快了 一天就要淘汰了 不过这个世界的装备 尤其是品质不错的装备 非常保值 陆子也手里的飞刃十三 也没打算卖掉 毕竟是兄弟赠送的礼物 等他七天后返回滨海市 还给人家 如果李壮壮不收 自己就留作纪念吧 一想到李壮壮 陆子也脸上 不免浮现起了微笑 这个憨憨兄弟 真的太照顾自己了 还有六天就见面了 到时候 他一定会非常惊讶的 小队五人分头行动 约定晚上八点 准时前往滨海市精神病院 楚雅和陆子也 搭乘城城市轨道列车 进入市中心 一到市中心 楚雅就成了脱江的野马 路边什么东西 都要去瞧一瞧 老板 芒果甜不甜 楚雅双手背在后面 挺着胸脯 身子前倾 一双大眼睛 盯着水果摊上的 包皮大芒果 都入神了 美女 很甜的 让你男朋友 给你买一个 老板是个中年男子 态度很是热情 还包了一个小芒果 递给楚雅 尝一个 不甜不要钱 楚雅欣然接受 女人对于免费的东西 没有任何抵抗力 她好像完全不在乎 老板称呼自己 为陆子也的女朋友 估计她的注意力 根本没放在这种事上 陆子也为了 能快点去购买装备 也为了不耽误任务 只能投降 老板 来两斤 好嘞 老板麻利挑拣了 两斤芒果 递给了楚雅 怎么样 我说了很甜吧 楚雅用舌头 舔了舔嘴角的 芒果汁水 一本正经道 老板 不甜 这两斤 是不是应该免费 老板 陆子也 周边的路人 也是投来了 异样的眼光 芒果在滨海市 属于本地水果 质量上成 还销售到周边城市 不可能不甜 你堂堂主宰中期强者 忽悠人家老板两斤芒果 有意思吗 他开玩笑的 陆子也赶紧付钱 拉着楚雅 快速逃离现场 你干嘛 他自己说的 不甜不要钱吗 做生意要诚信为本 楚雅讲着歪理 你说的都对 就当我请客了 人家老板不容易的 陆子也不想纠结 我们也不容易啊 一个月基本工资 才十万龙币 加上出勤补助 年终奖 高温补贴 楚雅掰着手指头 仔细计算着 陆子也一路人都在忍受着楚雅的精神污染 他感觉自己 如果和高途一起出来 一定省事很多 滨海市龙腾交易所 隶属于官方 价格公道 而且 作为官方成员 在这里能享受九折优惠 这里 都是公开透明的价格 所以 九折是实打实的 并非私营交易所的打折 都有水分 先把价格提高 然后打折 等于白搭 出示了证件 二人顺利进入 交易所按照装备的部位 划分了若干个大区 陆子也直接走向武器区域 今天他的目的很明确 同时 他将自己系统仓库中的白色装备 还有一些自己用不上的装备 通通交给了技术员 让他们估价出售 来到武器区域 琳琅满目的装备 让陆子也眼前一亮 有刀剑抚跃 长矛长枪 甚至还有火器 比如手枪之类的 陆子也记得手枪一类的武器 是天赋 枪神使用的 发射的子弹 并非化学驱动的弹头 而是精神力凝聚的气流 威力强大 商品实在太多了 陆子也直接求助售卖人员 你好 我需要11级左右的精神 操控类武器 售卖人员是带着眼睛的中年大叔 看到是官方小队成员 态度热情了许多 欢迎光临 请问你需要什么品质 预算多少 您是官方成员 享受九折优惠 橙色品质 价格2000万上下 都可以 厨雅声音红亮 坐在柜台上的高脚凳上 一双长腿翘啊翘的 手里捧着芒果 很是惬意 我只有一千万 陆子也靠近厨雅耳朵 小声提醒道 我这里还有一千万零花钱 要买就买最好的 反正装备保值 你欠了我的钱 就是我的人了 以后要听雅姐的话 知道不 厨雅一脸认真 怎么有一种卖身的感觉 好吧 谢谢雅姐 好的两位稍等 我这就调取装备清单 中年男子 快速从平板电脑中 调取满足客户 需要的对应装备 很快他将平板电脑 递给了陆子也 您过目 满足你条件的橙色装备 一共一百三十一件 陆子也非常震惊 官方实力就是豪横啊 光11级这个级别的橙色装备 还必须是精神操控类型的 就这么多 不过一想想滨海市两千万人口 觉醒者一千万 也合理了 业宇11级橙色 体质加110 敏捷加110 精神加110 特殊属性 毒素 攻击附带毒素效果 持续十秒 每秒降低对方 百分之一最大生命值 不可叠加 同一目标一百秒内 只能中毒一次 中毒期间 治疗类效果减半 这个毒素有点强悍啊 对付生命值很高的目标 伤害可观 减治疗这个效果也很不错 但是目前陆子也 对付的目标生命值都不高 可以直接暴力强杀 毒素效果不如增加攻击 或者暴击来得直接 就算目标生命值是一万 十秒也就只能造成一千的伤害 意义不大 不过 以后自己等级高了 可以考虑一下这种装备 陆子也的眼神 快速扫描笔记本上面的清单 啃着芒果的厨雅 也将脑袋凑了过来 三千青丝搭在陆子也肩膀上 由于 他坐在很高的高脚凳上 索性将下巴 靠在陆子也肩头上 这样吃芒果更省力 这人的懒 已经到达一定境界了 哎 野路子 这件适合你 厨雅用粉嫩的指头 在平板上一滑 指向了一件名为 巨龙之牙的装备上 这件装备 被标记了极品字眼 巨龙之牙 十一级橙色 体质加110 敏捷加110 精神加110 特殊属性 极品 破甲加5 巨龙之牙 拥有破甲效果 一共拥有32枚龙牙 每一枚龙牙 都可以造成独立的伤害 同时携带龙威 龙威对精神系生物 造成额外50%伤害 对精神控制类手段 拥有一定的抵抗韧性 这件装备确实不错 单单破甲这个属性 就非常极品了 洛子也目前拥有 天赋给予的10%破甲 加上这5 5%就有15 5%了 已经不低了 而且龙威效果 还拥有抵抗精神控制 增加对精神类生物伤害的效果 非常适合自己 老板 这个多少钱 陆子也询问道 折后1500万 陆子也心想好贵啊 可是旁边的一道声音已经响起 老板打包 我们要了 楚雅新满一族 擦了擦满是果汁的小嘴 然后将觉醒仪 对准了柜台上的扫码付款 真好横啊 同时陆子也也发现 生存点也来到了2041点 是时候提升天赋等级到四级了 这一波 双管齐下 从交易所出来之后 陆子也便是将巨龙之牙装备上了 替换掉了原来的飞刃十三 属性上升了一些 巨龙之牙这件装备十分霸气 形状像一个龙头 可以装备在手臂之上 而龙口之中有龙牙32枚 由精神力驱动 威慑力十足 每一枚龙牙长度 约等于一根筷子长短 十分锋利 陆子也很满意这件新装备 然后又消耗了1988个生存点 将天赋金属操控提升到了四级 脑海中 对于金属操控的理解 宛如数据流一般 从脑海中流淌而过 宿主 陆子也 等级 LV11 23% 境界 主宰镜 生命值 11400 体质 940加200 61% 减伤 精神 8900加350 力量 284 敏捷 301加100 401加10%暴击率 生存点 67 增长中 天赋序列 20 金属操控 LV405000装备 巨龙之牙 青木手镯 巨蛇之镯 巨蛇之靴 挥药之窥 金属操控 LV4 操控相应能量等级金属 在40加114米范围内 发动任何攻击 造成140加114百分号精神伤害 无冷却 现在的陆子也 拥有强大的精神力 操控的范围 足足达到了154米 而精神伤害增幅到达了254% 等于是造成2 5倍伤害 这是什么概念 陆子也现在精神力高达9300 254%的增幅之下 伤害高达23622点 虽然对面有体质减伤 可是陆子也也还有15 5%的破价 伤害依然可观 1500万的售价 让陆子也直接破产 自己那些不要的装备 只售卖了7万龙币 确实如此 品质低下 等级也不高 所以能卖这么多钱 还是因为官方人员身份加持 陆子也现在1000万奖金没了 还欠了厨雅这个小富婆500万 想想都造星 回去的路上 陆子也又被压榨了一包 薯片加冰柠檬水 总算到了总部了 这是陆子也进入自己小队的总部 没想到这里坐落在市中心写字楼 楼层39楼 而他们的总部在11楼 而且是独层专享 一座专属电梯 直通11层 让陆子也惊掉了下巴 电梯门打开 面前是豪华的装潢 练工房 娱乐厅 会议室 休息室 卧室 一应俱全 这个楼层面积 起码上万平米 五个人真的需要这么大面积 这特么什么家庭啊 队长红宇和刘德狠 高徒已经全副武装 看见陆子也二人回来 便是赢了上来 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陆子也点点头 还是忍不住好奇到 队长 所有小队的条件 都这么豪华吗 不等队长回答 旁边的刘德狠 便是插嘴道 想屁吃啊 小队的生活开销 办公条件 都是自己想办法 怎么这么豪横 还不是因为你背后的那个富婆 刘德狠对着楚雅的方向 扬了扬下巴 这层楼是你家的 陆子也大惊 楚雅摇了摇了头 陆子也的心态 也多多少少平衡了一点 原来是租的呀 谁知道楚雅下一句话 让陆子也直接傻眼 这栋楼都是我家的 不是这一层 小队四人相继进入电梯 准备前往精神病院 只有陆子也一个愣在原地 仿佛中了石化技能 高徒路过陆子也的时候 拍了拍他的肩膀 走吧 新海市精神病院地处郊区 距离小队总部直线距离31公里 一行人是自驾前往的 车是一辆性能不错的SUV 也是小富婆的 队长洪宇已经搞定了卫生署的文件 一行人假扮突击检查的卫生署人员 证件齐全 一行人下车后 走的也是虎虎生风 门卫正要阻拦 被洪宇亮出的身份直接下退 并通知了有关领导 进入医院内部后 迎面走来的便是院长黄强 来着之前 队伍早就摸清了这所公办医院的情况 黄强没大问题 只是有些作风不良 不怎么管医院事务 喜欢在卫生署游走 跑关系 这个位置他已经坐了11年 年近60的他 也准备在这个位置上安稳退休 哟 什么风把卫生署的领导们吹来了 可是极为好面生啊 要不我们去外面找个地方边吃边聊 医院嘛 什么时候都可以检查的 他又不会长腿跑掉是不是 黄强是个非常精明的人 欢迎的同时 还准备打探队伍一行人的虚实 是真检查还是捞油水走过场的 而红宇并不给他机会 直接亮出了文件和身份证明 你不用认识我们 你认识这些就够了 你办公室在哪里 我们有话要问你 黄强看红宇不是那种好蒙混的角色 便是立刻在前面带路 这边请 这边请 谈谈张峰的情况吧 一行人进入办公室之后 赶走了周围的人 红宇便是亮出了自己的另外一个身份 官方主宰级觉醒者队长 这个身份比卫生署更有压迫力 卫生署的身份 只是不打草惊蛇 我就说几位怎么这么面生 卫生署我可是熟得很 原来你们是觉醒者 还是主宰静 黄强一脸震惊 正面回答问题 你身上小问题可不少 想安稳退休 就老老实实的 红宇不想和黄强废话 是是是 你们说到这个张峰 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了 但是他父亲有权有势 而且他来这里搞研究 也没给我添麻烦 我们算是井水不犯河水 见面也是点头之交 他对我还算尊敬 我也不去计较他身上的一些问题 黄强打开了话匣子 言外之意 他早就觉得张峰不对劲了 细说你的发现 红宇喝了一口浓茶 摆出了席尔公厅的姿态 他来这里五年了 没有任何研究成果 他声称的 用精神紊乱天赋治疗病患的研究方向 从未有课题报告 也没有什么详细的方案 反而 反而那些病人经过他的治疗后 病情更加诡异了 黄强似乎想到了很多过往 有的病人只是轻度抑郁 或者轻度的其他精神疾病 按理说药物治疗 效果也会不错 可是被他治疗后 这些病人仿佛丢了活儿似的 见到张峰都极度恐惧 一开始我担心张峰有虐待病人的行为 这我可不允许 除了事 我也有责任的 可是后面 我详细调查了 张峰根本很少与这些病人接触 这就更奇怪了 你搞研究 不需要详细的治疗过程吗 黄强似乎很不解 而小队几人都心中有数 张峰不需要接触 这些病人 只需要将病人安排在自己一定范围内 强行拉他们进入梦境即可 他人晚上一般在哪里 红宇直奔主题 他呀 在夜晚都在我们的梦里啊 大人 黄强的脸上露出猙獰的笑容 黄强的异样 让除了队长红宇之外 所有人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各自亮出了武器 而红宇则是单手往下压了压 让大家别紧张 他已经被拉入梦境了 估计他在夜晚 已经接管了整个精神院 天赋梦严 已经可以覆盖这里 那他已经知道我们来了 陆子也问道 嗯 他现在已经知道了 他可以解读黄强的梦境 在梦中知道刚刚发生的一切 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 都得死 红宇眼神犀利的看向黄强 充满了杀鸡 黄强狡黠一笑 是吗 那我就恭候几位了 哈哈 黄强此刻已经被张峰操控 笑得十分猖狂 红宇掏出一个瓷瓶里面 呈有透明的液体 强制给黄强灌下之后 后者陷入了昏迷 队长 这是什么神奇的宝贝 竟然可以屏蔽梦魇的控制 陆子也嘖嘖称奇 而楚雅一拍脑门 一副看傻子的样子 萌星可真好骗 这是老鼠药 黄强服下后直接休克 不就等于脱离了控制 陆子也大惊 还他妈可以这样玩 而老鼠药毒性虽强大 但是对于楚雅 这样的觉醒者来说 一个复苏下去 也能救回来 小队五人都对这次行动十分看重 这可是影响到 能不能进入极乐之地的大事件 黄强陷入昏迷 小队切断了他与张峰的联系 否则黄强在身边 就宛如一个直播摄像头 小队的所有举动 都在张峰的监控下 搞定了黄强后 刘德狠才从房间的四个角落 取回了四枚丝带 这是一种特殊道具 在刚才进入黄强办公室后 刘德狠便是悄悄布置下来 洪雨料定与黄强的交谈过程中 张峰会动用天赋能力介入 这种丝带 还是从上级仓库调取的 可以侦探到精神类天赋的线索 同时能记住此人的精神力 可以按图所记 东北方向 丝带朝着某个方向轻轻飘扬 刘德狠据此得出了结论 小队五人朝着东北方向快速追击 跑出一段距离后 刘德狠朝着天空 做了一个握拳的动作 一行人立刻停住 散开 洪雨一声抱贺 身体直接抱一 浑身上下 立刻包裹上一层宛如花钢岩的石甲 整个过程不到半秒 足见他对这个石甲天赋的强大掌控力 就在小队几人逃开的同时 地面上忽然窜出几道突刺 是木制的尖刺 好像某种植物生命的攻击手段 洪雨双拳频繁轰出 一记扫堂腿 便是将突出的几根木刺全部轰碎 小队其余四人 纷纷一个后跳逃离 高徒在后跳的过程中 还从后背拔出了战刀 楚雅动作优美 从腰间抽了一根长鞭 长鞭在空中挥出一道脆响 啪 天赋均衡迅速完成了布置 将五人绑定在一起 伤害均摊 天赋序列9 均衡 LV5 可以释放最多50加10条能量纽带 连接友方单位 被连接的友军 获得额外二次减伤 20加10百分号 与本体减伤分开两次计算 同时 他们承受的伤害均摊 5级均衡极其强大 而留得很比较浪漫 在地面上一滚 跑到了角落边上 紫色能量澎湃即出 天赋序列30 画地围牢LV5 制造一个直径250加50米直径的空间静置 静置中发生的战斗 不会影响到周边 外界将看不到静置空间中发生的一切 两个人影缓缓出现在精神院东北角的楼顶 正是张峰 张军父子 小队四人都做出了帅气的战斗回应 路子野一时间觉得很尴尬 自己总要做点什么吧 于是他只能对着东北方向的两个黑影 大喝一声给小队助威 你过来啊 红宇眉头一蹴 发现其他队员也在看向路子野这个新队友 大家想法很一致 这也路子不太聪明的样子 张军父子看到缓缓落下的静置 将他们笼罩其中 并不紧张 仿佛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张军用森冷的眼光看着场内五人 一边鼓掌一边冷冷抱 红队长好伸手啊 可惜这样的伸手就不了小天 今日也就不了你自己 当红宇说出小天名字的时候 小队五人除了路子野脸上 都露出了震惊和愤怒 愤怒的是 小天的死是他们心中的硬伤 张军竟然用这个来刺激他们 震惊的是 小天的死 张军好像知道更多内幕 陆子野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而红宇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他更猛逼了 只见红宇转过身面向路子野 非常严肃又客气抱拳道 小陆 我代表修罗小队所有成员感谢你 说完便是抱拳一礼 其他三人同样对陆子野抱拳一礼 队长 雅姐 高哥 刘哥 你们这是 陆子野有点茫然 你帮我们找到了小天的仇人 我们被樱花国觉醒者偷袭一事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我们在异化之地的行踪一向隐秘 多年来从未出现差错 上一次 就感觉有人提前洞察了我们的行踪一样 我们陷入了包围 现在我知道了 哈哈 红队长聪明 可惜太晚了 你们知道小天的梦境有多甜美吗 我们在他梦境之中 得知了你们的行踪之后 你们已经注定逃不掉的 可惜那些樱花的觉醒者太不中用了 竟然没有团灭你们 不过有趣的是 我们在最后关头 故意通过梦境告诉了小天 我们是通过他的梦境 才偷袭得手 哈哈哈哈 小天当时的悔恨 傲懒 愧疚 嘖嘖嘖 太精彩了 所以他本来有机会走掉的 但是心高气傲 又羞愧难当的他 选择了自杀事断后 陷进了自己 路子也虽然不认识小天 但是听到这样的结果 身体都不受控制发抖 眼前的两人 太过邪恶 他们完全将小天陷入了恐惧和自责中 慢慢死去 红与双手握拳 身体爆发出了强大的紫色能力 天赋序列武器 狂暴LV6 身体进入狂暴状态 消耗能量加剧 战斗力提升60% 持续120秒 修罗小队 杀 彻底疯狂的红与一马当先 双脚一塌地面 地面塌陷一片 完全实假化的他 宛如一枚炮弹冲向了二人 楼顶张军父子所在位置 轰然爆开 强大的爆炸能量 让三道人影朝着三个方向快速后退 其余四人也纷纷跟上 这一战注定不死不休 张军冷哼一声 地面宛如地震一般 下一秒 地面上窜出一株高50米的参天巨木 巨木之上凝聚出无数木刺 他们朝着修罗小队 五人狂暴袭来 同时 巨木上的树枝化为漫天挥舞的手臂 末端是锋利的木爪 试图攻击小队 这不是当初陆子也在牧人身上看到的天赋吗 当初陆子也看到的这种天赋 是牧人BOSS的天赋LV3 天赋LV3 异化之木 牧人进入异化状态持续120秒 期间他拥有野蛮生长的能力 树枝之上可以不断击射出锋利的木刺 每一枚造成130%加2% 一精神力伤害 攻击距离30加21米 近战形态 他的树枝手臂可以拥有狂暴的力量 攻击目标 冷却360秒 很明显 张军使用的这个天赋 至少在六级之上 威力更加恐怖 看到这一幕 身形落定的红鱼恍然大悟 你们没有被梦炼寄生 你们是窃灵人 主宰巅峰 哈哈 你知道的太晚了 下一秒 上千的木刺暴席而来 而张军的儿子张峰 身形幻化为精神灵体 虚幻地漂浮在空中 发出刺耳的嘶鸣 他发动了梦魇 要强行拉五人进入梦境 虽然他的实力做不到这一点 但是也绝对能对五人造成精神干扰 而在这种干扰之下 还要躲避张军这个主宰巅峰的进攻 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危机之时 一道龙鸣出现 吼 32枚龙牙 直铺张峰的虚幻精神灵体 萌新陆子野 第一个忙了上去 所谓士灵人 是一种禁忌存在 在各国都被封禁 只能从事普通工作 不得培养 龙国注册登记的士灵人 有五千一百人 对于十几亿人这个规模 这个群体并不庞大 十分稀少 士灵人天生没有觉醒能力 也不会觉醒天赋 但是他们拥有一项禁忌般的能力 吞噬异兽的天赋 这听起来 似乎应该大力培养才对 可是他们破镜的时候 也需要吞噬血统相近的人类能量 才能破镜 这里说的血统并非亲人 而是种群 比如你是龙国人 你就需要在这个族群中 寻找相近的觉醒者 进行吞噬破镜 他们的能力 仿佛就是为了毁灭这个世界 连同异兽和人类一起 他们是如何逃过龙国的审查的 这一点修罗小队不得而知 而有一点是肯定的 他们为了生存下去 已经成为了敌国的间谍 依靠出卖龙国 来获取更好的资源 敌国利用他们在内部破坏龙国 觉醒者阵营各取所需 张俊吞噬的天赋之一 是牧人的天赋 异化之牧 他还有什么底牌 不得而知 相信一会就可以见识到了 而张峰吞噬的 正是试炼营boss 终极梦衍的两个天赋 所以 当初大家还以为张峰被梦衍寄生了 其实不然 是张峰吞了梦衍 而终极梦衍的威名 让试炼营无人挑战 所以 这个秘密一直以来没有人发现 直到陆子野的出现才水落石出 是他发现了试炼营禁区 根本没有梦衍boss 战斗已经打响 陆子野的手臂上 龙手张开大嘴 32枚龙牙喷涌而出 小陆小心一些 他交给你了 主宰初期实力 红宇叮嘱了一番陆子野之后 便是连同其他三人 专心对付张峰 张峰是主宰初期实力 不过主宰初期的实力区间也很大 一般来说 属性点1-3万称为初期 4-6万称为中期 6-9万称为后期 9万之上不足10万称为巅峰 队长便是战斗力7多万的中后期强者 其他队友都是中期实力 陆子野此刻也顾不上张峰有多强了 直接爆发出全部精神力 配合龙啸的效果 减弱了梦衍对队友的干扰 同时32枚金属材质的龙牙 宛如流光一般 已经杀到了张峰的面前 张峰此刻已经化为了一团虚幻的灵体 这是易兽梦衍的本领之一 他看向飞向自己的32枚龙牙 冷冷一笑 区区金属操控 下一刻 狂暴的龙牙洞穿灵体 他浑身上下一阵剧痛 卧槽 父亲救我 一批目次相继赶到 击飞了陆子野的大部分龙牙 但是张峰依然受伤 您的进攻震惊了张峰父子 获得生存点588点 陆子野现在精神力1万左右 配合各种增幅和破甲 威力不小 您对张峰造成了伤害 生命值6900 刚才有几枚龙牙击穿了灵体 造成了一定伤害 不过主宰镜实力的张峰明显 刚才是低估了陆子野的实力 等他感受到了龙牙的恐怖 又太晚了 战局因为陆子野的加入 发生了变化 张峰本来以一敌似 打得难分难减 没想到还要分心照顾自己儿子 这是他没预料到的 张峰傲立巨木顶端 身上的紫色能量 源源不断涌向巨木 陆子野发现 他的紫色能量颜色 已经有些转化为成了 这是要突破 主宰镜入传奇的预兆了 不过更让陆子野好奇的是 这种强者 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天赋 异化之木 他到底在等什么 巨木之上 一根根木刺长达两米多 宛如长矛一样 被那些木爪投掷而出 天空中宛如下起了狂暴的剑语 红宇开启了狂暴和石甲 此刻宛如一尊石像 疯狂轰击那些木刺 每一次碰撞都引来破碎巨像 强大的力量 让他的每一拳轰出 拳头直接打出一拳刚锋 沿途的一片的木刺 军事化为鸡粉 刀狂高徒将一柄 颤刀捂出一片刀芒 整个人宛如蜂魔 一般在如雨般的木刺中 来回厮杀 刘德狠双拳猛击地面 一团炙热的紫芒 从地面升腾而起 枯萎 这些枝蔓平底而起 越升越高 将这颗巨木完全笼罩 枯萎可以降低目标的速度 攻击力 精神力 虽然这个天赋的具体效果 会受到双方实力差距的影响 但是鹿子也 依然能看到那些木壁 投掷木刺的速度 缓和了一些 木刺轰击的速度 也慢了下来 但是木刺太多了 几人试图冲破木刺 进攻张骏本体的尝试 几次都失败了 木刺落下 几人的身体 接二连三遭遇了创伤 纷纷后退 有均衡的效果加持 这些木刺的伤害 被均摊了 均衡的效果之下 受伤的计算规则是 如果是红宇被木刺击中 那么就按照红宇的 防御减伤来计算 然后扣掉均衡效果的 二次减伤 最后便是实际伤害 如果实际伤害是5000 那么 每个人遭受1000伤害 而刚刚鹿子也的脑海中 便是闪过一一串信息 您在均衡天赋下 承受了687伤害 713伤害 851伤害 同样是木刺的伤害 不同的人被命中后 造成的伤害不一样 均摊到的伤害也不同 楚雅长边一甩 一道光环笼罩所有人 复苏LV4 鹿子也感觉 刘氏的生命值正在回复 速度说不上快 但是效果明显 双方一时间都没有好的办法 突破对方的防守 呈现出了僵持状态 而鹿子也与张峰两人 针尖对麦芒展开了对轰 有巨龙之牙的特殊加持 鹿子也对精神灵体 有额外的伤害 虽然对方战斗力 比自己强一些 但是龙啸效果 明显减轻了对方精神干扰 这对于精神类天赋来说 效果大打折扣 毫无疑问 如果在梦境之中 鹿子也绝非对方的对手 可是现实之下 龙啸打在身上 是真的疼啊 32枚猎阵 在空中劈头盖脸 轰向张峰 张峰的两个天赋 一个梦眼 一个紊乱 都无法太好的对付眼前这种战斗 他只能尴尬地将显出真身 把精神力凝聚在人类的拳脚之上 对抗这些龙啸 主宰强者 憋屈如斯 张峰父子原计划 根本不是这样 原本以为张峰的梦眼 会对修罗小队造成不小的精神干扰 谁会想到 出来一个极端加点 几乎全加在精神力的主攻手 他们之前以为小天死了 修罗小队应该是残缺的 更离谱的是 这个主攻手还是个老六 装备一件克制灵体 和精神天赋的巨龙之牙 虽然鹿子也是一个主宰初期的战斗力 可是他比较偏科 精神力绝大部分都加在精神力上面了 估计三万战斗力的人都没有他精神力高 张峰拳脚之间 紫色能量不断迸发 他一个人面对三十二枚龙牙的轰炸 皮态惊险 他就是这场战斗的突破口 只要鹿子眼拿下张峰 就可以驰援队长他们 几枚龙牙穿透张峰的双掌 双膝 张峰的身体跪地不起 这一战 他无比憋屈 自己的优势发挥不出来 让一个刚进入主宰的小子给克制了 就在修罗小队以为胜利在望的时候 张峰的身体被墓壁抓起 张峰看向父亲张峻的眼神充满了恐惧 不 父亲 你不会这样对我的 我是宁亲儿子 张峰的脸色已经不见血色 面色苍白 宛如一张白纸 我们是凌人一族的命运 从来都在别人掌控之下 你应该有牺牲的觉悟 下一刻 张峰操控下的巨木之爪 直接捏爆了张峰 无数血肉被巨木吸收一净 巨木气势暴涨 张峰苍白的脸色恢复气色 献剑 你竟然是领了小天的献剑 洪宇不可思议看向张峰 他竟然献剑了自己的亲儿子 谁也没想到 上次小天被杀害之后 张峰竟然吞噬了他的天赋 献剑 通过献剑被操控的目标 获得状态提升 提升的效果 与献剑之物品质 和自身献剑等级相关 主宰巅峰镜的张峰 妄图吞噬自己的儿子后 以一敌武 从战斗角度来讲 他的决策是正确的 一方面他加强了自己的实力 另一方面 如果不这么做 张峰一直被鹿子野压制 他们父子二人 只会越来越被动 异化之木 获得新能量的注入后 快速疯涨 那些木刺 那些木壁更加茁壮 密集 受死 张峰暴怒 在他的操纵之下 数千木刺 在那些恐怖的木壁挥舞下 暴刺而来 队长 该你了 楚雅将一道复苏之光 单独注入石甲状态下的红雨 让其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能承受更多的伤害 恢复能力更强 因为队伍中 他的防御能力最强大 如果伤害让他去扛 性价比更高 全队扣血最少 杀 红雨将狂暴状态拉到巅峰 双脚一塌地面 整个人宛如炮弹一般 冲向那些倾盆暴雨般落下的木刺 刀狂高徒露出猙獰的笑容 一柄战刀随着身形而动 紧跟在队长后面 楚雅与刘德恒以普通攻击 尽可能摧毁更多的木刺 而陆子也将目光瞄准了那些巨木的手臂 如果能斩断更多的手臂 巨木的攻击力将会明显下降 消耗的能量庞大得多 而队长和高徒都是近战 只有自己有机会做到这一点 一念至此 双方大战开启 陆子也看了一眼自己系统中的生存点 又累积了890点 没有任何犹豫 全部加在精神力上 第一 加点成功 当前精神 9791加350 一万多的精神力配合上四级天赋 极其可怕了 一般主宰中期的觉醒者 才会拥有这么强大的精神力 因为他们的加点 会兼顾敏捷和体质 而陆子也比较极端 90%加在了精神上面 而他的短板 体质低 敏捷低 刚好被队伍弥补了 有均衡天赋 不担心 被秒 而有队长和高徒顶在前面 陆子也不需要太多移动 站桩输出即可 此刻陆子也的角色 更像一座炮塔 输出就是他的职责 陆子也手臂上的巨龙之牙 尽数轰击而出 他们在天空中呼啸而去 发出道道音爆声 瞄准那些投资目次的手臂 斩 而张俊似乎意识到了陆子也的企图 几十条墓壁 朝着天空中的那些龙牙挥击而去 将其纷纷拍回 龙牙一击落空 陆子也还记得以前对付三级牧人的时候 牧人也用这种方式来抵挡自己的飞刃十三 那个时候 陆子也直接碾压了对方 牧人直接被冻穿了 根本无法抵挡自己的飞刃 但是今天 张俊操控下的这些巨木手臂 明显强大太多了 直接让龙牙倒飞几百米 无法近身 但是下一刻 这就是精神力强大的好处 控制强度明显提升了 越来越多的墓壁 参与到抵挡陆子也的龙牙 这位近身格斗的队长和高徒 提供了天赐良机 干得漂亮 野鹿子 远处的楚雅 见到这一幕 忍不住夸赞道 下一刻 红与石化的手臂 猛击在两根巨木的手臂上 红与手臂上的一双拳套 爆发出了强大的紫色光芒 这是他的武器 三十级橙色装备 荒漠之拳 咔嚓 巨木手臂瞬间崩碎 绿色的枝叶从断口处 宛如泼墨一般挥洒而下 刀狂高徒也获得了一次 近身攻击的机会 一只巨木手臂被战刀斩落 可恶啊 张俊恶狠狠看向路子也 今天一切都在计算之中 除了这个不知道哪里跑来的小子 要不是他 失恋营的秘密 不会被揭晓 要不是他 儿子张峰也不会陷入被动 要不是他 也不会献祭自己的儿子 给我死 张俊直接不管高徒和红宇了 数十条巨木手臂紧握着木刺 同时刺向路子也 虽然有均衡天赋的保护 但是路子也的防御是最低的 命中他 队伍的生命值损失最大 他这里很可能成为突破口 没有任何犹豫 红宇和高徒放弃了进攻机会 回援路子也 所有人都使出了绝选 红宇的双拳上 凝聚了最为炙热的紫色光芒 整个身形宛如炮弹出塘 飞向那些木壁 双拳高高举起 而后猛然砸下 砰 刚猛的拳锋 直接震碎了七八条木壁 他自己也被其中一条木壁 刺穿了腹部 从高空掉落 刀狂高徒身形拉高上百米 双手执刀 战刀笔直斩下 斩 砰砰砰砰 战刀之上 刀芒炸裂 那些妄图阻止高徒的木壁 一一被斩断 而高徒的速度也越来越慢 气势越来越弱 在斩断第六根木壁之后 整个人被两根木壁横扫命中 身形倒飞上百米 砸在化地为牢的静止之墙上 才跌落到地面 吐血不止 就连战刀也被一条木壁搅获 握在手中 朝露子也挥击而来 这两次交锋 巨木也被重创了十几条木壁 气势大减 刘德恒也快速越了过来 他的天赋不善战斗 准备以精神力附着在肉身上并肩战斗 而楚雅快速治疗受伤的队友 但是面对这种伤势 救命可以 想要快速恢复 难 双方都进入了关键的决斗 露子也看向高空的巨木 弹开双手 那三十二枚龙牙 回到了龙手之中 臭小子 你在做什么 红语大惊 这小子疯了吗 放弃战斗了 野路子 不要这样 你还欠我钱 我不准你死 楚雅也急了 巨木剩下的十几条手臂 齐齐攻击而来 刘德恒斩断一条木壁后 直接从高空被拍落地面 身体在地面砸出一个土坑 无法动弹 木刺悬在路子也头顶 三十米 二十米 十米 路子也摒弃凝神 甚至闭上了眼睛 所有精神力被他全部激发 路子也的身体表面 形成了一层紫色火焰在燃烧 这一击 路子也记了全部的实力 一万精神力的含金量 即将呈现 木壁猛然刺下 扑扑扑扑 路子也身体接连被重创 链接他的均衡能量线 也开始疯狂闪烁 为其减伤 均贪伤害 而战机就在一瞬 那条手握高涂战刀的墓壁 忽然将战刀刺向了巨木的胸腔 战刀穿胸而过 一股绿色的树叶 宛如开了闸的洪水 喷涌而出 站在巨木顶端的张俊 猛地捂住自己的胸口 口中吐口 几口鲜血 从高空跌落 这就是路子也的战术 让张俊以为胜券在握 张俊是很强大 九万多的战斗力 精神力至少在六万左右 可是 他的精神力 要分心在防御和指挥几十条墓壁 上千墓刺之上 而且之前的战斗 队伍已经重创了他的实力 路子也就不用分心了 他放弃了防御 他将一万精神力 全部倾注在那柄战刀之上 谁能想到 握在自己手中的战刀 会忽然造反呢 张俊跌落的一瞬间 高徒接过从天而降的战刀 将其刺入了本体 主宰巅峰境的张俊 足 队长洪宇发了风一样冲过来 一把抱起路子也 臭小子 你醒醒 老子不准你死 明天 我带你去异化之地 我们都商量好了 让你去里面好好练集 杀怪 你可是我们最看好的 楚雅和流的很高徒都跑了过来 把脉的把脉 治疗的治疗 楚雅记得眼泪巴达巴达不住流 你别死好不好 大不了以后逛街 我不缠着你了 钱我也不要了 你醒醒 迷迷糊糊 路子也睁开了双眼 此话当真 洪宇直接将路子也扔地上 没死就起来回总部 他转过身 悄悄擦掉了眼角的一滴老泪 明天真的要去异化之地了 路子也可太期待了 哪里可以疯狂杀怪 战力飙升 异化之地 每个觉醒者 又怕又向往的地方 我路子也终于获得了进入资格 钱了也不用还了 幸福真是太突然了 大战落下帷幕 小队五人全部回到总部疗伤 刚才那一战 路子也功不可没 但是团队每个人的作用 都被完美体现了出来 没有洪宇这个强大前排 队伍其他人 早就被摧毁了 没有留得狠的化地围牢 战斗不会这么顺利 他的枯萎在关键时候 也缓和了对方的攻势 楚雅的均衡 让队伍屹立不倒 锁住了生命值 复苏更是让团队 拥有了持久战斗力 高途的输出惊人 作为唯一一个 除了队长外的六级天赋 这一战 他猛的一批 冰可乐在手 小队四人躺在医疗舱内 感受着身体状态的快速恢复 这个医疗舱 结合了现代医学 和觉醒者药剂的双重效果 对于战后恢复十分有效 小陆这一次 把我给嗅到了 最后那一击针低帅气 你是怎么想到 利用异化之木手中 那柄战斗反杀的 躺在医疗舱里面 捧着一本COSA 写真集的刘德狠 勇满说道 金属操控这个能力 让我对现场所有金属的位置 都极为敏感 几乎是本能一般 所以高大哥的战斗在他手上 我第一时间就有了这个想法 陆子也闷了一大口 兵可乐后说道 队长不用恢复的吗 他人呢 他去局里记录战功了 这次行动 咱们少说拿到五点战功 这么算起来 咱们小队可以晋级三星小队了 获得三星通行资质了 楚雅掰着手指算道 战功 三星小队 陆子也get到了新的知识点 所有官方的觉醒者小队都有评级 我们小队目前是二星队伍 累计战功四十六点了 不过这次任务之后 应该可以突破五十战功 那么我们就是三星队伍了 一百战功 晋级四星队伍 队伍平级越高 在异化之地的权限也就越高 大部分队伍都是一杠二星 我们队伍算比较出众了 一旁脱离了冥想状态的高徒为 陆子也科普道 他是个战斗狂人 每次战斗之后都会冥想 总结 突破 所以 他的天赋能晋级到六级 不是没有道理的 陆子也也是第一次接触到 觉醒者内部管理的规则 很是好奇 各个星级的队伍 进入异化之地的权限 具体差距在哪里 高徒很满一路子也这种 不懂就问的态度 热心道 异化之地也被划分成为 若干星级的区域 一星队伍 只能在一星区域活动 一周一次机会 二星队伍 可以在一杠二星区域活动 一周两次 我们之前就属于这种范畴 而且 本周的两次机会 已经用完了 不过这次战功 如果让我们升级到三级队伍 我们一周就拥有三次机会了 而且可以进入一杠三星区域 别误导欣然 我们可不敢去三星区域 太危险了 刘德很纠正道 如果小天还在 也许可以试一试 小鹿现在还需要一点时间 队伍几人也是纷纷点头认可这个说法 三星区域 他们都没去过 各位大哥大姐 异化之地的异兽密度怎么样 陆子也追问道 密度 没有密度 源源不断 斩不完 杀不绝 哪怕是异星区域也是如此 所以官方为了保护各个队伍 才设定了这么严谨的进入条件 厨雅解释道 但是陆子也听到这个说法 已经彻底痴迷了 杀不完的一兽 那可是杀不完的经验值 和属性贯体机会啊 对于自己这种天赋 异化之地 才是真正的论员 就在这个时候 总部的大门缓缓开启 红宇回来了 脸上挂满了笑容 哎 看来队长有好消息 刘德很扔掉手中的小黄叔坐了起来 在大家期待的目光中 红宇掏出了一个牌子 上面绣着三颗红星 今天晚上的战斗 我们获得了七点战功 我宣布修罗小队晋级三星小队 本周还有一次异化之地练击机会 卧槽 牛逼 刘德很一个劲鼓掌 其他人也是兴奋的互相拥抱 楚雅抱着陆子也使劲摇晃 高徒把刘德很摇成了波浪鼓 大家好好休息 明早六点 我们进入二星异化之地 争取坚持一小时 红宇正中说道 陆子也大惊 原来在异化之地滞留的时间 是看小队的实力 他们小队去一星区域 收益太低 去二星面前能坚持一小时 那要是三星之地呢 估计会被秒杀 听着队友们讨论着异化之地的神意 陆子也越来越向往这个地方了 夜深了 小队五人治疗完毕 开启了狂嗨模式 五个人点了一桌子外卖 一人一箱品酒 庆祝着来之不易的胜利 悲光交错之中 陆子也已经完美融入了团队 修罗小队再次完整了 次日清晨 红宇准时集结了小队 五人登上了官方的运输机出城 运输机垂直起降 在机械轰鸣声中离开了滨海城防区 这也是陆子也第一次离开滨海的安全区 高空俯瞰自己生活的城市 是另外一番味道 这一刻 陆子也忽然觉得 他好渺小 各位 一个小时后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二星异化区域 黑暗沼泽 大家做好战前准备 运输机上红宇用一如既往的大嗓门提醒道 陆子也立刻检查系统中的生存点 一夜过去 生存点达到了1451点 没有任何犹豫 陆子也加了1000的精神力 451点体质 加点完成 当前精神力 10791加350 体质 1391加200 62%减伤 生命15910 可以可以 精神力11000多了 这次去异化之地 如果按照队伍的说法 抵挡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队伍的疯狂厮杀 自己能属性贯提许多次 等级提升自然不小 虽然经验值是五人平分 但是陆子也知道 在这种无穷无尽的异兽区域 五人组队才能生存下去 效率更高 而且 今天挑战的怪物等级 在28到31级之间 因为队伍其他人 都在30级左右 自己可是一个11级的孩子 直接挑战这么高等级的异兽 经验值就算是五人平分 那也是非常恐怖的 而且按照昨天晚上 喝酒是队长的说法 这里的boss遍地都是 陆子也非常期待 击杀boss的爽感 因为那将意味着 自己的基础生存点收益 又要加1 加1 加1 这才是最刺激的 至于装备 经验 在基础生存点收益面前 都得往后靠 运输机缓缓在半空悬停 红宇大手一挥 跟我一起跳 他拉开舱门 陆子也惊骇地看向地面 那里是一片瘦海 易瘦攒动 宛如沸腾的开水 红宇一跃而下 在半空中完成了石甲 狂暴变身 高徒也跳了下去 在半空中抽出战刀 凌空斩了下去 陆子也就不一样了 32枚金属龙牙 在半空中充当垫脚石 陆子也从舱门 一步步走向地面 刘德恒和楚雅 见到有现成的陆克一走 便是跟着陆子也踩着龙牙来到地面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优雅 刘德恒为陆子也神奇的出场方式 嘖嘖称奇 嘖嘖嘖 真是小母牛坐滑梯 拐着弯装逼呀 半空中的陆子也 听到这话差点没站稳 对有真实人才啊 说话一套套的 而下方高徒和红宇 已经开启了杀戮 大战起 修罗小队全员落地后 纷纷克显神通 画地围牢升起 可以有效屏蔽 均衡 枯萎 复苏 各种效果直接拉满 在刘德恒的画地围牢范围内 上百头异兽被圈定 各位 画地围牢无法支撑太久 我们必须击杀掉这些杂碎 然后离开 红宇叮嘱道 原本陆子也以为 可以用画地围牢 无限圈定异兽 一波一波击杀 深入了解后才知道 这不可能 画地围牢困住的目标越多 越消耗精神力 现在的刘德恒 已经服下了精神恢复药剂 竭尽全力 在支撑画地围牢的效果 如果他顶不住了 外面的异兽将一拥而上 击溃队伍的防线 反之 小队将禁制内的异兽击杀越快 越多 刘德恒的压力就越小 战术确定 接下来就是屠杀了 就连辅助角色的楚雅 也挥舞起了长边卷 走一头29级的异兽 扔向高徒 高徒手起刀落在异兽的头 胸 脖子几个重要部位 连续挥砍 将其击毙 第一 您获得小队战斗经验 分配模式 均分 经验值进度正20% 当前等级LV11 35% 鹿子也惊呼 卧槽 一只普通怪物加20% 而且 这还是五个人评分后的经验值 不过鹿子也知道 20%是因为自己等级低 其他队友经验值进度 并没有增加这么多 因为他们都在30级左右 能增加零 5%升级进度就不错了 30米外 一头30级的BOSS 亦受咆哮而来 鹿子也精神力爆发 直接锁定目标 我就专杀这些BOSS吧 毕竟一头就加一点基础生存点收益呢 此刻的鹿子也难掩心中的激动 因为在这个静止里面 起码有十几头BOSS 异化之地 简直是天堂啊 沼泽巨鳄 30级BOSS 生命值 20万 体质 2万 80%减伤 精神 4000 力量 1万 敏捷 5000 50%暴击率 天赋 狂暴LV5 天赋 后甲 LV5 好家伙 鹿子也还是第一次见到生命值这么高的异兽 不愧是30级的BOSS 而且这家伙的减伤高达80% 幸亏自己有破甲失误 5% 不然都快打不动这个家伙了 32枚龙牙宛如加特林机枪的子弹 一梭子全部轰出 巨鳄被命中后发出阵阵嘶吼 体表的厚重灵片也是渗出了血液 他凭借强大的体魄和敏捷 躲避掉了绝大多数的龙牙 只有4枚成功命中 想要提高命中效果 鹿子也就必须拥有更加强大的精神力 或者提升天赋技能的等级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增加自己的攻击强度 第一 龙牙命中目标 目标生命值12600 12600 12600 1 1万的精神力 配合上4级天赋 140加11400分号的增幅效果 鹿子也每一发龙牙都能打出28000的伤害 对方拥有80%的防御减伤 但是鹿子也有15 5%的破甲 实际减伤64 5% 所以每一发龙牙造成的实际伤害为 12600点 一共4发命中 一起造成了差不多5万的伤害 这已经很恐怖了 毕竟鹿子也才11级 直接挑战30级boss 逆天到了极点 不过 这也得归功于团队 没有前排 没有均衡 没有化地围牢 鹿子也单人进入这里 会被直接撕碎的 巨恶咆哮而来 鹿子也调转龙牙 再度轰击而去 而鹿子也的周围 远远不止这一头异兽 有的异兽被队友牵制了 而有的直接命中了鹿子也 依靠均衡和复苏的效果 鹿子也受伤并不严重 而且在恢复中 怪不得队长说 看能不能坚持一小时 这不是没有道理 异化之地 太恐怖了 鹿子也的龙牙 一共轰击了五轮 30级的巨恶boss 终于倒下 悦尔的声音也再度响起 叮 恭喜您击杀了boss巨恶 获得基础生存点收益加1 当前收益5生存点分钟 叮 您成功属性贯体 精神力加5 体质加4 敏捷加2 漂亮啊 怪物等级高 各种收益都变得恐怖了 这还是五人平分的情况 如果是一个人来这里单挑 那得多牛逼啊 可惜 没人能办到 那需要彻底碾压异兽潮的属性 就说这话地围牢之中 小队五人配合如此默契 也最多支撑一小时 换成主宰巅峰的人来 如果是单打独斗 活不过五分钟 除非 除非你战斗力逆天 直接能群体秒杀 靠近你的任何异兽才有可能活下去 野路子 愣着干什么 右边快顶不住了 杀了那头蜂狼boss 除雅焦急喊道 路子也一听 有boss 立刻来的精神 再一次集中精神力 加入了战斗 惨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小时十一分钟 留得很面色潮红 宛如喝醉了酒 他卯足了劲 在支撑着化地围牢的效果 精神力恢复药剂就没有停过 各位 我快顶不住了 再杀几头 我们要撤退了 队长红羽身上的石甲也碎裂了一大片 最后杀一波 而路子也已经彻底陷入了疯狂 整个人身上都是受血 龙牙在天空中来回穿梭 音爆声不绝于耳 再来一头boss 路子也咬牙坚持着 小队已经击毙了七头boss了 这对于路子也来说意味着 杀了这最后一头之后 基础收益已经增加到了12生存点分钟 现在的路子也 一个小时可以获得720生存点 一天就是一万多生存点 他彻底起飞了 最后一头boss倒下 画地围牢静置之中 再也没有异兽站着 均衡效果变得暗淡无光 静置屏障也开始虚幻起来 留得很走路都开始摇摇晃晃了 队长捏碎了异画令牌 小队五人瞬间离开了原地 再一次出现的时候 他们五人已经来到了城外的官方营地 从这里可以搭乘交通工具 回到滨海市 红羽很满意今天的战斗 远远超出了他一个小时的预估 小子 很不错 之前小天在的时候 我们也只能坚持两小时 今天坚持了一小时二十九分钟 你也十八级了 今天是周六 下周一我们争取支撑一小时五十分 路子也谦虚道 我与小天前辈实力还有差距 让大家收益都变少了 以后我会多多努力的 不过路子也心中想的 却是等到下周一再次进入这里 我属性点起码积累了三万 全部加在精神力上 怕是能杀好多波怪物 高徒摆了摆手 都是一家人 说这话做什么 要不是你 我们小队至今都还残缺一人 小天的仇 高徒没有继续说下去 五人开始返程 在返程的路上 路子也打开了系统框 开始清点自己的收益 好像是时候 把天赋升级到五级了 回到修罗总部大楼 一行人瞬间放松了 这里就好像是大家的避风港 无论多么紧张的身心 在这里都可以得到抚慰 路子也躺在按摩椅上 总部配备了许多专业的按摩师 恢复战斗后的身体疲惫 其他人都在讨论今天的战斗细节 对路子也的表现赞不绝口 他们认为多来几次 这样的一华之地战斗 路子也最多两个月 就可以与队伍之前的战斗力持平了 看不起谁 两个月 最多两天好不好 今天是周六 下周一 我们小队进入一华之地的次数就刷新了 队伍将再次进入 那个时候已经是一天半之后了 现在一个小时 可以获得720点生存点吗 那么自己36小时 可以获得720乘以36 等于45360点生存点 这特么不起飞 天理难容 路子也打算第一时间 把金属操控升级到五级 这需要耗费5000点生存 五级升级六级 需要耗费2万点 这太庞大了 虽然路子也生存点够升六级 但是性价比不高 因为只需要1万生存点 都可以培养第二天赋到五级 还绰绰有余 拥有两个五级天赋 肯定比拥有一个六级天赋 要全面的多 战斗手段也丰富的多 自己的系统是拥有抽奖功能的 第二天赋的抽奖规则 是100生存点一次 抽奖失败 则获得一个幸运点 10个幸运点 可以100%抽奖成功 等于是10次抽奖必中一次 抽中之后 幸运点清空 抽中的天赋如果不满意 可以不学习 进行清空 清空后不返还抽奖消耗的生存点 但是 可以立刻进行再度抽奖 直到抽中满意的天赋为止 路子也打算将金属操控升级到五级 然后培养一个新的天赋 序列到五级 剩下的生存点 绝大部分堆精神力 少部分加体质 小路 这次战斗 一共获得了11件装备 紫色品质只有一件 分配给留得很了 我们小队已经折算过了 你应该分得31万龙币 一会就打到你的觉醒卡上 队长红宇 躺在按摩椅上 慵懒说道 小队的分配规则非常公平 装备谁合适 谁使用 但是要折算成龙币 你拿了装备 就等于拿了分红 多退少补 这次的装备都是28以上的 都不适合路子也 所以 路子也直接分到了31万龙币 好的 队长 你安排就好 路子也没有意见 队长 最近有没有战功任务 距离周一还有一天多时间 咱们可以接点战功任务啊 早点把小队升级到四星小队 留得很捧着小叔插嘴道 最近上头委派的战功任务等级都很高 基本都要求平均主宰中后期实力 我们小队还差一点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暂时不接了 红宇不想冒险 上次斩杀张军父子 差点翻车 他想给路子也更多的时间发展 我觉得队长说的对 等野路子实力达到主宰中期 我们可以尝试去 三星异化之地试一试 听说那里的怪物经验值更高 鼠心灌体机会更大 暴力也更好 楚雅坐在人工温泉边 一双长腿在水里滑呀滑呀 嗯 小陆天赋极好 这小子肯定有什么东西瞒着我们 他便强得太快了 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我只希望他的操控天赋 快点到达五级 作为远程主攻手 他的攻击力还不够强大 平时少言寡语的高徒 今天也是参与了进来 他战斗结束不但不放松 却是继续冥想战斗细节 提升自己的刀法 啊 对了 高徒一拍脑门 好像是想起了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上次张军死的时候 最后一刀是我补的 他当时说了一句话 我听得云里雾里 后面一直忘记告诉你们了 什么话 红语追问道 他嘴里嘀咕了一句什么 为什么金砖天赋不是我来吞噬 可恨啊 然后就死了 路子野轰一下 从按摩椅上坐了起来 你说什么 天赋金砖 天赋序列二 金砖 自己的好兄弟李壮壮就是这个天赋 李壮壮现在在京都进行突破 难道 这是骗局 各位 告辞 我有点急事 路子野一溜烟冲出总部 直奔李氏集团 李氏集团总裁办公室 路子野见到了李壮壮的父亲 李超越 李超越认识路子野 知道路子野和李壮壮是发小 而且现在路子野有官方身份 李超越更是客气了一些 小路啊 没想到几天不见 你已经是主宰金剑 还加入了官方队伍 李叔恭喜你 路子野没有说什么客套话 而是事情紧急 直奔主题 李叔 李壮壮有危险 路子野将过程一五一十告诉了李超越 后者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 要不是路子野的官方身份 他真的不会相信 是零人渗透这么深了 小路感谢你的信息 李超越立刻拿起了电话 开始布置 喂 朱先生 是我 小李 我儿子李壮壮的事情 你是知道的 现在可能出现了情况 他有可能步入了一个陷阱 我需要你们队伍立刻出发 将我儿子带回滨海 天赋的事情 以后再安排 安全第一 报酬一个亿 我先支付一半 李超越很急迫 电话那头 只是听完李超越的话之后 默默嗡了一声 便是挂断了电话 李超越的脸色也放松了少许 打了一个电话给李壮壮 无人接听 又愁眉不展 应该没事了 朱先生从未失手过 小路 你先回去吧 多谢你了 好 李叔 如果李壮壮有消息了 记得第一时间告诉我 好 路子也离开李氏集团 这件事超出了自己的实力范围 李氏集团实力滔天 如果他们都没办法解决 自己当前的实力 也肯定不能解决 所以 告诉李超越 让他去处理 是正确的 不过路子也现在真的担心李壮壮 心里总是有一股不安的担忧 这可是自己最好的兄弟 为数不多的朋友 实力啊 实力啊 路子也再一次对提升实力 产生了紧迫感 如果自己现在是传奇大佬 或者不朽禁的存在 这点小事 动动手指头就解决了 接下来的36个小时 路子也都是在担忧中度过的 与李超越通了几个电话 都是李壮壮 杳无音讯 今天是周一了 上午八点 小队准备再一次进入异化之地 二星区域 距离进入还有一小时 路子也打开了系统 看到生存点一栏显示着 46131点 呼 是时候给修罗小队 来一点点小震撼了 系统 消耗5000生存点提升金属 操控到5级 然后开始抽奖 定 提升完成 您的天赋金属操控升级到 LV5级02000 消耗100生存点 抽奖开始 抽奖失败 生存点100 幸运点 1 消耗100生存点 抽奖开始 抽奖失败 生存点100 幸运点 2 消耗100生存点 抽奖开始 抽奖失败 生存点100 幸运点 3 消耗100生存点 抽奖开始 抽奖成功 获得天赋序列94名 联机 取消学习 重新抽取 路子也眉头一蹴 联机是力量型天赋 自己走的精神路线 而且这个天赋排名94 也太垃圾了 取消学习天赋成功 重新开始抽奖 幸运点已经清空 消耗100生存点 抽奖开始 抽奖失败 生存点100 幸运点 1 消耗100生存点 抽奖开始 抽奖失败 生存点100 幸运点 10 一连10次都没有成功 那么下一次必定成功了 消耗100生存点 抽奖开始 幸运点属性触发 抽奖成功 获得规则类天赋序列5 破绽 路子也心中大惊 规则类 这种天赋 自动适应自己的力量类型 无论是精神系 还是力量系的觉醒者 都可以完美学习这种天赋 破绽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牛逼好吧 路子也迫不及待 看向自己的新天赋 路子也迫不及待 看向自己的新天赋 破绽 LVE 0100 洞察目标破绽 并标记一层破绽 您的攻击命中破绽后 每一层破绽 造成100% 加114% 额外伤害 无冷却 卧槽 这个天赋 不愧是规则类 简单来说 就是会给敌人标记破绽 命中这个破绽 就伤害额外增加214% 这才是一级效果呀 路子也迫不及待 把破绽升级到了LV5级 消耗了8000左右生存点 完成了这项升级 加上之前花费了5000生存点 提升金属 操控到5级 路子也现在生存点剩余3 3万 叮 提升天赋破绽到LV5级 02000成功 路子也再次看向这个天赋 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路子也整个人也猛逼了 破绽LV502000 洞察目标破绽 并标记5层破绽 您的攻击命中破绽后 每一层破绽造成150% 加114%额外伤害 无冷却 前面的150% 是技能等级的固定增加伤害 后面的114% 是路子也当前 11400点精神力的增幅伤害 这特么简直离谱 实战下来 效果堪称逆天 比如某个怪物 路子也可以对其造成1万攻击伤害 但是有了这个破绽天赋之后 每一次攻击都造成额外264%伤害 也就是多打2 64万伤害 加上原本的1万伤害 那就是3 64万 而这样的破绽有5个 5次攻击下来 原本只能造成5万伤害 可是有了这个破绽之后 5次攻击能造成18 2万 还有天理吗 还有王法吗 路子也感觉自己 这一次去异化之地 能分分钟砍死那群傻逼异兽 不对 不对 刚才的计算不对 刚才的计算的是 自己只有11400点精神力的增幅 自己现在还有3 3万生存点啊 一会增幅更加恐怖 伤害更高 来来来 系统 给我增加3万精神力 3000体制 赶紧的 叮 加点完成 路子也看向自己全新的属性列表 露出了一亩般的笑容 宿主 路子也 等级 LV17 23% 境界 主宰静 生命值 46910 体质 4491加200 63% 减伤 精神 41091加350 力量 344 敏捷 411加100 4 11加10 百分号暴击率 生存点 4012 增长中 天赋序列 20 金属操控 LV502000 天赋序列 05 破绽 LV502000 装备 巨龙之牙 青木手镯 巨蛇之镯 巨蛇之削 灰药之亏 41400多精神力 4 7万血量 又肉又有输出 更为离谱的是 自己的两个天赋 因为三万精神的加点 完全变了一个模样 金属操控 LV5 操控相应能量等级金属 在50加314米范围内 发动任何攻击 造成150百分号 加314百分号精神伤害 无冷却 破甲症10% 破绽LV5 洞察目标破绽 并标记五层破绽 您的攻击命中破绽后 每一层破绽 额外伤害 无敌 无敌 鹿子野现在一枚龙牙 就能造成464%的伤害 自己可是4万多精神力 也就是一次攻击 就能打出18万左右的伤害 这还没计算破绽效果 破绽效果让鹿子野 每一次攻击 又增加464%额外伤害 这特么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 鹿子野基础一次攻击 能造成41400X46 4百分号X46 4百分号加41400 等于93 两万 一次攻击 伤害93万多 这特么哪个家庭挺得住 这两个天赋搭配在一起 简直太特么暴力了 完成了这一系列的提升 鹿子野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走向了小队总部的会议室 在这里 队伍将完成最后的战斗部署 会议室内 每个人都在检查着装备 药剂等物资 看到鹿子野昂首挺胸走进来 队长红宇忍不住笑出声 怎么 感觉自己又行了 鹿子野默默点头 队长我感觉 我们可以去三星区域了 其余人大惊 楚雅更是摸了摸鹿子野的额头 没发骚啊 鹿子野 你的龙国话一点不标准 是发烧 不是骚 呵呵 一个主宰精神小伙 要闯三星 真是坟头蹦底土口水 骚断了腿 说你发骚真没错 一旁的刘德狠 也是帮腔道 鹿子野是真低想去三星看看 不过见大家都不乐意 那就算了 等自己展露出一个主攻手 应该具备的实力 他们会震惊的 反正自己的目标是击杀boss 获得基础收益 让自己更快起飞 二星区域的怪物等级 提供的经验值 已经足够多了 二星就二星吧 小队五人做好了战斗准备 和上一次一样 乘坐官方工具出城 前往了上一次的黑暗沼泽 队长红宇一跃而下 高徒紧跟其后 然后是刘德狠 楚雅 鹿子野 一切都和上一次一样 唯一不一样的是 大家落地后 滚滚受潮汹涌而至 队长和高徒 都做好的了战斗准备 以前排身份 为后续队长 争取布置战斗的时间 可是下一秒 三十二枚龙牙 发出超音速的音爆声 直接将红宇和高徒 面前的怪物 穿胸而过 三十二头怪物 当场暴毙 卧槽 队长 你特么看看野鹿子 秒杀 正准备布置 画地围牢的 刘德狠惊呆在原地 正准备布置 均衡的楚雅 也是愣在了原地 我低神啊 我是看到上帝了吗 使甲画完毕的队长 举着双拳准备杀敌 却是发现怪物 已经倒了一片 整个人有点茫然 我是谁 我在哪 发生什么了 丁 您极大的震撼了小队四人 获得生存点 加1998 鹿子野为一笑 远处异兽生死难料 他直接冲了出去 三十二枚龙牙如影相随 鹿子野出征 寸草不生 今天杀得痛快 生个十级八级再说 还有李壮壮 你顶住啊兄弟 我一定会找到你 鹿子野此刻 杀一爆起 三十二枚龙牙所到之处 皆是一片腥风血雨 一头三十一级的BOSS 风暴之狼 从远处飞托而来 它是一头高达七米的诡异生物 庞大的身影快速接近 小鹿小心 被风暴之狼的力爪命中 会陷入昏睡控制 一旁的刘得狠提醒道 笑死 我都控制不住我自己 你一头畜生 还想控制我 下一刻 一枚龙牙 直接从风暴之狼的眉心上的一个破绽 标记透体而过 标记破碎 风暴之狼也直接秒杀 一发九十二 三万总伤害 还附带十五 百分之五的破甲 这特么谁顶得住 就算那些狂暴的异兽BOSS 拥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减伤 也顶不住路子野的夺命龙牙 偶尔一些拥有两次减伤的BOSS 能坚持一发不抖 如果一发不行 那就两发 反正现在路子野的精神力 已经达到了恐怖的四万多 保持对三十二枚龙牙的强大控制 而且续航充足 路子野感觉自己 能保持这种火力全开的状态 持续几个小时都没问题 可是路子野的狂暴袭击 引来了周边兽巢的关注 数以万计的兽巢蜂拥而至 路子野不得不感叹 就算我能秒杀异兽 但我的击杀效率 依然不足以对抗这片区域的兽巢 因为数量太可怕了 不过路子野知道 虽然不能抵抗兽巢 但是击杀比上次多几倍 甚至十倍的异兽 还是没问题的 而且由于自己的击杀效率提高了 队伍也能支撑更久的时间了 他们的损耗会更低 刘德很在震惊之余 被困在内部 而其他异兽被暂时隔绝在外面 无法察觉静止中的战斗 刘德很兴奋的喊道 卧槽 今天你们杀得也太快了 我感觉压力骤减 我感觉我能坚持几个小时 一旁将均衡布置成功的厨雅 也是一脸轻松 今天我们几乎没有被异兽攻击 这些异兽刚刚靠近 就直接被斩杀了 野路子 姐姐认可你了 你就是我们的最强主攻手 高徒挥舞着战刀冲在前面 也是一脸兴奋 今天他作为一个前排 压力可太小了 换成以前 这些异兽 大部分都是依靠自己和队长在扛着 还有一部分只能硬吃伤害 但是今天路子也一个人 就扫清了化地围牢里面 南北两个方向的异兽 自己和队长轻松应对东西两个方向 宛如休假 一般悠闲 队长 这小子太诡异了 他是怎么做到如此离谱的 高徒看向自己的队长 你问我 我问谁去 这小子现在爆发的战斗力 起码主宰中期了 但是他的两个天赋属于完美搭配类型 爆发出了比普通主宰中期 觉醒者强几倍的实力 他的第二天赋 应该是破绽 洪于表示自己也很震惊 不过他也立刻叮嘱到 小鹿的信息 谁也不准透露出去 这是我们队伍的底牌 是 那是当然 队员们纷纷表示 认可队长的决定 队伍中有一个神秘的强者 留一手底牌 那是极好的事情 如果上次被偷袭 队伍中的主攻手是鹿子野 或许根本就不去派那些樱花国主宰队伍了 此刻 队员们也是纷纷想到了心中的那一段过往 鹿子野盯着那些boss重点照顾 短短十分钟 他已经找出了三头boss进行了击杀 这特么也太刺激了 基础收益来到了十五 今天的异化之地闯荡 任务就是击杀更多的boss 让自己的收益 直接飙升到一个夸张的程度 而下一步 鹿子野就是冲破十万战斗力 晋级传奇境界 成为滨海市最年轻的传奇强者 整个滨海市传奇强者一共十名镇守滨海市 他们被称为十大守护者 领导这十个传奇强者的人物 是滨海市的统帅 也是滨海市唯一的不朽强者 这些距离鹿子野很遥远 但是鹿子野自己清楚 未来 自己的每分钟收益会越来越夸张 变强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 不管是传奇 还是不朽 一切都可以触及 一个小时的战斗 很快过去了 鹿子野小队一共击杀了十一头boss 二百一十头普通一手 叮 您成功晋级到二十三级 百分之四 成功属性惯体五十九次 获得精神力加四一三 力量加五五 体质加七七 敏捷加四四 叮 您的生存点基础收益 提升到二十三生存点分钟 叮 您对天赋破绽的理解加深了 熟练度加六 您对天赋金属操控的理解加深了 熟练度加七 卧槽 鹿子野心中狂喜 前面那些收益 他都不怎么在乎 主要是基础收益提升到了 二十三生存点每分钟 这太爽了呀 所以现在自己一小时躺着 都能拥有一千三百八十生存点了 这TM什么概念啊 一天二十四小时 就是三万多点 所谓传奇 需要十万属性点 我从零开始 也就三天的功夫 这已经不是逆天了 这真是热了天了 鹿子野想到这里 浑身充满了动力 直接精神力拉满 继续奋勇杀怪 谁会嫌生存点收益更多呢 四小时之后 队伍中终于有人顶不住了 卧槽 你们也太猛了 队长 我顶不住了 刘德肯看着遍地的尸骸 心中是又惊又喜 这一次的猎杀 他的化地围牢消耗极低 所以前前后后 他一共发动了三次化地围牢 队友们清空里面的怪物后 他就重新划分新的禁区 无限套娃 可惜 虽然队友们杀敌效率大大提高 精神力消耗必以前低 但是四个小时之后 他还是顶不住了 红宇点点头 准备离开 今天我们大获全胜 好耶 远处的楚雅 虽然一脸的憔悴 依然发出了兴奋的欢呼 因为今天四小时的杀戮 起码比之前他们的最高记录 支撑两小时 多杀了八倍的怪物 虽然今天支撑四小时 这比以前他们与小天组队时候 支撑两小时 时常上面增加一倍 但是怪物的击杀量 可不止两倍 由于路子也的狂暴精神力攻击方式 今天他们击杀的怪物 超过了之前最高记录八倍 每个人都被路子也的攻击手段 深深折服 而路子也看了一眼自己的经验值 27级 41% 牛逼啊 今天升了10级 而且还是从17级升级到27级 这难度可不小 而今天 他一共斩杀了48头BOSS生物 基础收益来到了60点每分钟 也就是一秒钟 自己就能获得一个生存点 四个小手的战斗 他就存上了一万个生存点 红羽带队离开了异化之地的挑战 队伍一起回到了滨海市总部 而房间里面 早早就有人等待着他们 此人正是楚雅的大伯 楚雄 心情大好的楚雅 第一个赢了上去 搂住了楚雄的胳膊 大伯 楚雄 你是爱蹭饭的吗 楚雄没有和楚雅像往日一样 嘻嘻哈哈 而是一脸严肃 刚本小队的踪迹发现 出现在三星一化之地 我建议你们先克制自己情绪 队伍刚刚被重创唤人 你们需要时间 需要忍耐 小队五人脸色骤变 刚本小队就是偷袭修罗 杀害小天的樱花国觉醒者小队 楚雄直接透露了樱花国主宰集小队的路线 肯定还有后话 他这种人无视不登三宝殿 红羽不傻 直接表示修罗小队一定会复仇 楚指挥 你是知道修罗小队宗旨的 小天的死 我们绝不让步 这一次 刚本必须留在异怀之地 上帝来了都不保住 我们陆子也说的 红羽义愤填膺的 陆子也 跟我什么关系 喂 队长你装逼 能不能别带上我 陆子也 是你吗 楚雄看向全队唯一一个新面孔 陆子也无奈 但是作为小队成员 一定是要配合队长的 是我 你这么有信心 能斩杀刚本小队 与信心无关 这是修罗小队的信念 陆子也回答得非常漂亮 小队其他人都纷纷朝着 陆子也竖起了大拇指 楚雄微微一笑 你们想去复仇也不是不行 但是作为你们的直接领导 我不能看着你们送死 你们必须证明 现在的修罗小队有这样的实力 果然 话里有话 如何证明 红羽追问道 你们小队刚刚晋级了三星小队 四天后的极乐之地 吸引了不少各国的觉醒者 极乐之地属于国际公共区域 所以 每个国家觉醒者小队 都正在争取进入这里的名额 而那些没有获得名额 他们便会想歪主意 你们懂的 红羽点点头 他们会成群结队出现 然后刺激杀害那些获得名额的队伍 让极乐之地名额出现空缺 所以 每年这个时候 极乐之地周围的城市都很乱 而这次我们截获的情报显示 樱花国和樱将国的觉醒者 又有动作 大批没有获得 极乐之地资格觉醒者 在滨海边境汇聚 按照我们各国觉醒者之间 纷争的处理办法 我们采用平级对抗的原则 所以 为了保障龙国的利益 滨海市所有主宰及小队都触发了 任务便是阻击这些 没有资质的觉醒者进入 我们发布了20个战功任务 对应20个关卡的阻击任务 你们愿意前往吗 我给你们安排到018关卡 哪里也是钢本的必经之地 你们的任务 是与其他滨海小队坚守一个小时 后面会有同事接替你们 举手表决吧 红宇看向众人 同时第一个举手同意前往 干掉钢本 高徒也举手了 没什么好说的 为了小天 刘德很举手 事实报仇了 楚雅也举手同意 陆子爷也举手同意 反正已经四票通过了 自己反对也没用 战功任务还是很重要的 可以让小队晋级新级 获得更多的资源地通行资格 好 你们准备一下 下午三点就出发 你们的任务是轮班 从四点直班到五点 任务完成后 战功即十点 楚雄起身总节道 楚雄走后 小队开始备战 谁也不知道 在018关卡处 会碰到什么样的敌人 那是一处边防关卡 极为重要 影响着滨海市的安全 十大守护座阵兵海市 自然没有人敢在市中心惹事 但是城郊广阔这些人进入后 肯定不会安分 如果不加以控制 必然会引起本土觉醒者 与他们的冲突 预期在境内发生冲突 不如在关卡就进行阻击 当力量的掌控 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 那么秩序已经岌岌可危 世界必然走向混乱 小队每个人都很紧张 又激动 因为刚本小队 也会从018关卡进入滨海 对方是拥有极乐之地资格的 按道理来说 路子野一行人 没有资格阻拦 可是 与这个操弹的世界讲道理 本身就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队长红宇 在作战指挥室内点上了一根香烟 他思考了片刻后 看向众人 如果 我是说如果刚本小队 按照规定正常进入滨海市 我们怎么办 如果他们依法进入 我们作为关卡的驻军 理论上不能主动挑适 留得很一脸为难 这样的确不好 虽然龙国与这些国家的矛盾 已经很深 但是大家的矛盾 主要还是集中在 异化之地资源的争夺上 没有在人类地盘 爆发大规模冲突 确实不好下手 如果我们与刚本小队开战 不管胜利与否 龙国的外部压力都很大 就连一向主战能动手 就别逼逼的高徒 此刻也理智了起来 我没什么意见 你们说打就打 对面大家的眼神 楚雅叹了贪手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陆子野身上 陆子野想了想 我觉得可以杀 四人深呼吸一口气 目不转睛看向陆子野 这个新人越来越虎了 大家越来越喜欢了 理由 红雨严谨一该地追问道 只要我们杀得够快 甚至杀得够狠 够多 龙国就不会追问 因为我们够强 他们必然站我们这边 而外国的那些主宰队伍 只会闻风丧胆 龙国的目的 不就是震慑敌国 最坏的结果是 反而是我们打不过对方 还让对方抓了把柄 这是最可悲的 有道理 楚雅第一个表示认同 那么 我们就 刘德狠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红雨一拍大腿 杀 大家都准备去吧 记住 要狠 要残暴 没有理由 就是杀 四人齐齐点头 是 这次的异化之地战斗 小队收获了不少装备 鹿子也依然等级不够 用不上 分到了190万龙币 遗憾的是 没有爆出橙色装备 只有几件紫装 所以分到的钱不是特别多 不过再存几次钱 也够归还小富婆的欠债了 前往018关卡的路上 时间又过去了5个小时 鹿子也点开自己的系统 看见了2 8万生存点躺在里面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加2 5万精神 3000体质 鹿子也看向自己全新的面板属性 格外满意 宿主 鹿子也 等级 LV27 4个5% 境界 主宰镜 生命值 7万7500 体质 7550加200 67% 减伤 精神 66491加350 力量 454 敏捷 461加100 5 61加10% 暴击率 生存点 112 增长中 天赋序列 20 金属操控 LV5 702 0000 天赋序列 05 破绽 LV562000 装备 巨龙之牙 青木手镯 巨蛇之镯 巨蛇之靴 挥药之窥 运输机下方 一座戒备森严的关卡 出现在了视野中 到了 准备战斗 红宇下达了命令 小队五人深呼吸一口气 然后凌空跳下 018关卡的入关通道 此刻已经喧闹无比 外国的觉醒者吵闹着正在通关 一部分因为没有资质被驱逐 正在骂骂咧咧 场面即将失控 滨海市本次通关的关卡 一共20个 修罗小队前来换防的是018关卡 每一轮值班的觉醒者小队是10只 也就是50人 但是路子也发现 这样的住房人数明显不足 因为此刻 通关的各国觉醒者已经拥挤在关卡外 足足有200多人 距离修罗小队这批觉醒者小队 轮值上岗 还有20分钟 上一轮的职守队伍 正在努力维持秩序 他们认真检查每一支队伍的通关资质 能不能快点啊 行不行啊 龙国现在的效率这么低下了吗 笑死了 不是自称大国吗 就不能多开几个关卡 热死老子了 有没有茶水啊 给老子端上来啊 喂喂喂 微笑服务懂不懂啊 板着脸给谁看啊 真特么会气 通关人潮中 情绪越来越躁动 请你退后 在未检查完你的通关资质前 不得踏入黄线 一名职守小队队员凝聚出一道火焰 安全警戒线的外国觉醒者 往后逼退 这个举动立刻引起了一片骚动 卧槽 武力驱逐我们 就你能耐势吧 龙国什么意思啊 不欢迎就直说 甚至还有一些外国的觉醒者 纷纷亮出了自己的天赋技能 一团闪电在双手绽放 他们在安全线附近反复试探 这个人的出现让修罗小队的人 眼神变得憎恶起来 天赋序列十一雷电 樱花国主宰后期觉醒者刚本 只见刚本手搓两团雷电在手掌之上 一步步靠近安全线 脸上写满了挑衅 一条黄线就把龙国人和外国人区分开 这特么不是歧视吗 各位 这黄线真就越不得 就是 就是 凭啥 我还就不信了 我们这么多人 你们拦得住 你们通关人员是服务我们的 转什么转 大家 一起上 在刚本的怂恿下 越来越多的人靠近了警戒线 原来职守的十只觉醒者队伍 开始紧张起来 他们人数不够 这么多人涌入 真的会失控的 只见十只队伍的队长 全部站了出来 以肉身维护警戒线 并大河道 不可逾越 双方在警戒线僵持 而刚本在后面一推 几名外国觉醒者 越过了黄线 刚本在后面见到这一幕 立刻大声喊道 大家都越过去 要什么检查 要什么资质 一起冲关 一起尽极乐之地 这句话 对于那些本就没有资质的 觉醒者队伍诱惑力太大了 场面立刻失控 原本职守的十只队伍 立刻开始阻隔人群 但是人数悬殊 双方都处于使用蛮力阶段 还没有动用天赋 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中 三十二道阴暴声传来 同时化地为牢 同时落下 将龙国觉醒者队伍 圈定其中 将其他人阻隔在外 龙牙横扫战场 不少外国觉醒者 也亮出天赋序列 开始抵挡这些狂暴的龙牙 有的人撑起了坚固的土系石墙 也有人凝聚了精神护盾 还有人的身躯 暴涨化为巨兽 以肉身挡刀 可是下一刻 现场传来龙牙刺入身体的声音 扑扑扑扑 几名越过警戒线的外国觉醒者 瞬间倒地不起 有的死亡 有的强悍一点 并受到多重手段保护的人 则是的重伤 红羽缓缓站了出来 前方龙国 依法通行 围者 扎恩 人群中爆发出道道京剧的声音 就连龙国的那些直守队伍 也投来了不可思议的眼神 是修罗小队 他们不是 不是在修整中吗 刚才动手的是 修罗小队新来的主攻手 好强 一个主宰中期 直接被秒杀了 我滴乖乖 而鹿子野 则是直接收获了一道 美妙的系统提示音 叮 您的战斗表现 震惊了在场的295人 获得生存点 18613点 好家伙 这一波 血传 鹿子野心中狂喜 这收益 太馋人了 主宰进中期的觉醒者 一般生命值都在20万之上 还拥有75%左右的减伤 鹿子野能秒杀 自然有他的道理 因为他现在拥有 足足66900点精神力 现在他的两个天赋 序列的精神力加成 到达了一个恐怖的地步 比如 金属操控LV5 操控相应能量等级金属 在50加669米范围内 发动任何攻击 造成150%加669%精神伤害 无冷却 比如 破绽LV5 洞察目标破绽 并标记五层破绽 您的攻击命中破绽后 每一层破绽 造成150%加669%额外伤害 那么鹿子野 一枚龙牙命中破绽后的 单体伤害的计算 就变成了66900X66900分号 X66900分号等于300万 300万的基础伤害 那个家庭顶得住 刚才那些重伤没死的人 都是主宰后期 主家体质 拥有50万以上的血量 和80%左右的减伤 同时 他们还拥有二次减伤的 天赋序列 才幸免于难 鹿子野现在的总占斗力属性 也达到了主宰后期的实力 又凭借两个逆天的天赋搭配 秒个中期 合情合理 外国觉醒者人群中 虽然依然在 没有人敢再踏过警戒线一步 而外国觉醒者中 刚本依然还在怂恿 大家看啊 龙国就是这么霸道 这不是赤果果的滥杀无辜 抛开我们越界不谈 你们龙国觉醒者 是不是太欺负人了 而下一秒 红宇直接使假化 并开启了狂暴模式 直接跃入人群 刚本 你挑衅龙国边关秩序 图谋暴动 该死 高徒拔出战刀也冲了上去 双方的冲突直接引爆 那些外国的觉醒者 全部爆发天赋序列能量 冲了他们 龙国这边准备前来换防的十支队伍 和原本正在值班的十支队伍 也纷纷加入了战斗 不管红宇的行为符不符合规则 有没有违法 抛开这个不谈 自己人帮自己人这一点 是龙国觉醒者的铁律 先干死对面再说 100人龙国觉醒者 VS准备通关的200多名外国觉醒者 018关口成为了龙国第一个 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地点 也是龙国第一次在异化之地 与外国势力正面厮杀 谁也没想到 这次冲突将改变大国之间竞争的格局 钢本冷笑一声 手下败将也敢逞能 钢本手中狂雷落下 宛如雷玉 直接锁定了红宇 上百道宛如白纸皮链般的雷蛇 轰向红宇 后者彻底石甲化的身躯 和狂暴后的惊人战力 爆发出恐怖的速度和防御 将那些雷蛇寸寸轰断 可是下一秒 那些破碎的雷蛇 在空中重新凝聚 演化出更加狂暴的二次攻击 莽夫 你可曾听闻传奇之下 钢本无敌 看到吃扁的红宇 钢本不禁嘲笑道 钢本的队伍配置非常奇特 只有钢本一人 是攻击类型的天赋 天赋等级到达了惊人的七级 他一生也没有领悟其他天赋 这一点和高途有点类似 钢本小队其他四人 都是实力强大的防御类型觉醒者 他们战斗的时候 钢本一人负责攻击就足够了 威力惊人 而其他四人负责保护钢本的安全 四重保护之下 让这支配置怪异的队伍屡屡获胜 甚至外界有传闻 传奇之下 钢本无敌 但 这一次 面对钢本的嘲讽 红宇露出了微笑 钢本 名声在外 有好有坏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野鹿子 给老子砍死这个傻逼 下一秒 三十二道龙牙 在天空中狂暴轰来 钢本冷笑 就这 他的身体周围有四道防御 传奇之下 无人能破 零一八关卡 爆发大规模骚乱的消息 第一时间 传到了楚雄的耳朵里 当他听说是修罗小队 不顾对方术 被于自己的实力 主动出手之后 气得拍桌起 红宇这个骇人精啊 我就真不该让他去 这下好了 龙国肯定要被其他 各种指指点点 说我们各种坏话 甚至下一次 还会联手挤压我们 在异化之地里面的资源名额 我们被动了呀 那现在怎么办 通讯员请示道 还能怎么办 反正局面上已经被动了 打架不能再吃亏了 把城防军派二百过去 除指挥 城防军不得善理岗位 关乎滨海安危 拿我首令去调兵 楚雄是我负责 楚雄没有任何犹豫 于公 他不能让龙国觉行者吃亏 至于后面的责任 自然是自己这个上司来担 于思 楚雅在修罗小队 他要是出事了 自己这个大伯会被骂死 是 通讯员立刻执行 而零一八关卡的战斗 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 在刚本自信的笑容中 陆子野的龙牙攻击 直接攻破了 刚本小队的第一道防线 花岗巨盾 这是队伍中 一名元素细绝行者的天赋序列 能够凝聚花岗岩 形成强大的护盾 极其坚固 但是龙牙突破这一层护盾的时候 宛如刀切豆腐 直接穿透几米厚的花岗岩 长驱直入 直到这个时候 刚本的笑容才收敛了起来 他立刻凝聚出了一到几十米长 碗口粗的雷蛇 轰向陆子野 而下一秒 却是被红宇 直接捏住雷蛇的舌头 往自己身上一缠 阻止了他的阴谋 红宇冷笑道 怎么 害怕了 哈哈 刚本 你以为你的队伍配置完美无缺 其实破你的小队方法很简单 是吗 这么自信 刚本诧异 你的小队 攻击全仰仗你 其他队员只能被动防御 保护你 你能猖狂到现在的资本 是因为没有人比你的攻击更加强横 所以 你的小队 一旦遇到比你更具攻击性的觉醒者 必败 你而刚本 为了强化自己的攻击力 几乎全部实力 都增加到了精神力上面 体质禅弱 当防御一破 你必死无疑 刚本心中大惊 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他自认为在传奇之下 还有谁能比他七级雷电 更狂暴的攻击力 他无论是属性还是装备 都全部偏向于极端加点 集中在精神力 比陆子野还偏磕 此刻 眼前这个年轻人的32枚龙牙 正在一点点击穿队伍的防御 也在击穿他的心理防线 第二道防御 风之屏障 一种制造狂暴龙卷风 来抵消对方攻势的强大的防御手段 换成普通的觉醒者攻击 在龙卷风的乱流之下 就算不能瓦解攻势 至少也能极大减缓 可是陆子野的龙牙 宛如流光一般 直接穿透龙卷风而过 三百万的伤害含金量 谁懂啊 第三道 千里冰封 元素系中的水系防御 被轰成了碎碎冰 第四道 不灭精神 生命系防御天赋 一名队员用自己的气血 凝聚出的强大驱骄替身 为钢本保驾护航 相当于让钢本拥有 这名队员的强大肉身 连破三道防御之后的龙牙 攻势缓慢了一些 而且最后一道不灭精神 也最为强悍 那些龙牙轰击在 钢本的身体上 刺入了三公分之后 便是没有继续突破 远处 那名拥有不灭精神天赋的 钢本队员嘴角渗出血液 他在燃烧自己的气血 抵挡龙牙的攻势 钢本见状 松了一口气 就差一点 可惜啊 红宇 这就失灭 钢本双手高举 天空中乌云密布 他准备发动自己的 至强一击 可是 下一秒 路子也催动自己的 所有精神力 三十二枚龙牙 从肉体中拔出 在天空中凝聚出 一柄金光闪闪的龙牙之刺 长两米 以十倍音速的速度 刺向了钢本的胸膛 扑呲 钢本高举的双手 缓缓落下 他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看向自己被穿透的胸膛 扑通 钢本轰然倒地不起 红宇双脚猛踏地面 冲天起跃入敌群 并大喝道 钢本已死 抗法者 死 钢本是这群人的精神头领 谁都知道 他是传奇之下的最强存在 他带头闹事 大家都会跟随他的步伐 但是现在钢本死了 这群人立刻慌了 因为钢本都顶不住 他们怎么可能顶得住 甚至有人怀疑 龙国出动了传奇守护者 来镇压他们 这一时间红宇成为了在场龙国觉醒者队伍的领袖 大家看红宇都上了 钢本也死了 便是毫无顾忌起来 这群外国觉醒者这段时间 本来就让龙国觉醒者受够了 现在有机会报仇 大家倒是乐意得很 胜利的天平开始倾向龙国 修罗小队冲在了最前面一路平推 二百多名外国觉醒者 在一个多小时的战斗之后 无疑幸存 事件立刻传遍了整个觉醒者世界 只是外界的版本不一样 他们认为龙国出动了传奇强者 等二百名城防军人抵达现场 发现龙国觉醒者已经在打扫战场了 他们震惊不已 什么时候龙国觉醒者这么强悍了 一开始他们接到任务的时候 就很震惊 因为听说龙国觉醒者队伍一少打多 还是主动出击的 对于这种勇士行为 他们接到命令后便是火速驰援 可是 他们居然来晚了 已经搞定了 城防军总部 楚雄在办公室来回踱步 心中焦急万分 很快 通讯员推门入 楚雄迫不及待问道 情况怎么样了 城防军有没有救下龙国觉醒者 伤亡如何 通讯员先喝下了一大杯水 气喘吁吁道 楚指挥 我知道你很急 但是你先别急 消息有点震撼 你稳住 你肯定倒是快说啊 楚雄更急了 零一八关口 所有闹事的外国觉醒者 全部被斩杀了 你没听错 一个也没留活口 现在各国都在抗议我们的行为 认为我们违规出动了传奇力量 据屠戮主宰境界的觉醒者 他们扬言也要报复 楚雄大惊 怎么会变成这样 传奇强者滨海就十个 没有人出动啊 这是大忌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不科学 是修罗小队 那个新来的主攻手 他一个人就斩杀了 七十八名外国觉醒者 这是零一八关口的监控录像回放 通讯员拿出平板电脑 调出了事发时的监控录像 楚雄最开始是坐着看的 看着看着就站了起来 最后竟然跳了起来 此子逆天 逆天啊 去 将录像传给各国代表 告诉他们是他们的人太菜 我们没有出动传奇守护者 记得把这个人的面部模糊化 同时对在场的所有龙国觉醒者 下达封口令 是 通讯员心中振奋又激动 都多长时间没有打脸那些嚣张的外国觉醒者了 这一次真爽 回来 楚雄好像想到了什么事情 把这份录像画面处理后 传到其他关口 放在通关大厅滚动播放 老子看还有谁敢闹事 把修罗小队也叫来我办公室 就说战功要重新计算 还有加奖令 妙 啊 楚指挥 通讯员立刻去办 不过他心中却是吐槽道 最开始 你还说修罗小队是害人精呢 现在怎么又是战功 又是加奖令了 善变啊 零一八关卡处 一群人围着陆子也 嘖嘖称奇 卧槽 老红 你从哪里搞来这么一个大宝贝啊 一名红语的老朋友羡慕道 小伙子 我们小队四缺一 四个美女 要不要加入我们 一名女队长撩了撩头发 几枚弄碾道 不是队长 我们小队名女五个啊 怎么就是四个了 一名队员表示很委屈 没事 你可以随时开除的 女队长平静道 现场大笑声一片 大家都知道这是玩笑话 修罗小队 除指挥传你们 立刻回程防军总部报道 纪战功 领家将 一名通讯员来报 红语礼貌回礼 多谢通报 我们这就回去 而陆子也 则是看向自己的系统 这几个小时过去了 加上之前的一 八震惊转化的生存点 现在的生存点都散 三万了 我是先晋级传奇 还是先存到四万 把双天赋都提升到六级 因为听说 天赋从五级升级到六级 会有质变属性的 唉 真是烦恼啊 陆子也陷入沉思 零一八关卡的战斗录像 迅速被分发到了 滨海市各个关卡的通关大厅 轮回播放 连插播广告都取消了 主打一个执着 而那些外国觉醒者 看到这一幕 已经被震惊的语无伦次了 那可是活生生的 二百多号人 说杀就杀了 从这一刻起 滨海市所有 入关通道秩序紧燃 别说什么闹事的 就连插队的现象都没有了 而且 那些没有入关资格的觉醒者 再也不敢来蒙混过关了 他们选择了放弃 毕竟命只有一条 钢本都死了 他们的头没有那么甜 一开始 大家都怀疑 龙国违规出动了传奇力量 结果经过他们的仔细分析视频后 得出统一结论 视频中的龙国觉醒者 的确是主宰境界 这样一来 性质就不同了 属于觉醒者之间的正常冲突 但是这口气 外国的觉醒者高层是没办法咽下去的 他们觉醒在几天后的极乐之地副本中 也合理针对一下龙国的觉醒者队伍 找回场子 为此 他们还成了二十支队伍 共计一百人 全部是主宰后期实力 这些队伍来自多个国家 他们决定在极乐之地 让龙国队伍拿不到资源 甚至偷袭龙国的队伍 你咋那么胡呢 投铁娃 说干就干 就没担心打不过 城防军总部 楚雄孝问道 都是我的失职 都是我下达的命令 楚指挥 这件事 陆子爷只是执行了我的命令而已 红宇作为队长 第一个挺身而出 包揽了责任 他感觉自己很帅 很有担当 没问你 退下去 我问的是陆子爷 红宇被楚雄无情忽视 陆子爷回以微笑 我没想过那么多 但是我已经加入了修罗小队 他们的仇人 就是我的仇人 觉醒者本就逆天行 死在半路上 很正常 陆子爷的回答 让现场的人愣神了几秒 随后纷纷点头 的确 觉醒意图本就逆天而行 每天死在各地的觉醒者 不知多少 总之 这一次 你的表现 着实让滨海市上层吃了一惊 很冒险 但是效果非常显著 龙国的升威得到了维护 以最极端的方式 不得不说 这些敌国为威而不怀德 你的方式给了我们新的提示 楚雄看陆子爷的眼神都快拉丝了 脸上就差写着 俺欣赏你 楚指挥过奖了 我们只是维护滨海的秩序罢了 也是我们的战功任务内容之一 陆子爷谦虚道 战功任务可没让你赶尽杀绝啊 楚雄内心也遇到 不过没有说出来 本次战功任务 给你们双倍奖励 小队继战功二十点 同时由于零一八关卡的这次突发事件 滨海市守护者 决定给你们一个新任务 一个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任务 什么任务 楚雅一脸兴奋 众所周知 在极乐之地 有一个关卡叫极乐之巅 这个山头是异兽与觉醒者 通往极乐之地 各条线路的必经之地 以往都是各个国家协商 各自派出一些代表队来助手 这里也成为了收益最丰厚的地点 可是今年不一样了 由于你们在零一八的行为 他们对龙国产生了憎恨 联名投票取消了 以前的共同助手 极乐之巅的规则 改成了自愿助手 说白了就是各凭本事 他们想要针对龙国 让龙国的决心者队伍 无法通过这里 楚雄眉头紧簇 显然这件事成为了高层的心病 我记得距离极乐之地 还有三天才开始 我有一个疑问 楚指挥 路子也知道 极乐之地是主宰级的福利副本 收益极高 那么自己万一进击了传奇境界 还能进去吗 什么疑问 你说 如果有人报名极乐之地的时候是主宰 可是进入之后 却是传奇境界 怎么处理 路子也的话让所有人一愣 很明显 路子也说的这种可能性极小 但是路子也在询问这个问题 明显是他自己要突破了 这还真是个报告问题 之前没有出现过 毕竟报名的时候 距离进入极乐之地 只有七天了 七天突破到传奇 机会太小了 哪怕是主宰巅峰 也很难 因为突破传奇境界 不光是需要十万战斗力 还需要漫长的破镜过程 境界越高 破镜越难 很多传奇觉醒者 都是在十一万战斗力的时候 才破镜成功的 你确定你 可以在三天内达到十一万战斗力 楚雄看向面前的这个年轻 感觉忽然之间 他好陌生 好变态 楚指挥这话说的 我现在一个小时 就三千六百点生存点 一天下来 就是八万多的属性点提升 三天不得二十五万 嘿嘿 我也没把握 我就是问问 陆子爷语气低沉 好似不太自信 他觉得自己应该低调 虽然实力有点不允许 既然官方没有这样的规则限制 那么你就大胆一试 出了事儿算我的 你们的任务 就是带领龙国队伍 抢占极乐之巅 并坚守一小时以上 有没有信心 楚雄直接让陆子爷放手去做 没有信心 但是我们会竭尽全力 红鱼坦诚道 毕竟 极乐之巅是关键通道 全世界觉醒者 都必须经过这里 才能进入极乐之地 获取丰厚的收益 在这里拦住别人不许进去 等于谋财害命 会被群起攻之 极乐之地开放三小时 让他们坚守一小时 难度有点大 楚雄点点头 你很坦诚 这件事尽力就好 毕竟有的事情 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们也可以接受 你们这三天去准备准备吧 如果这次 你们完成了任务 战功奖励三十点 你们直接晋级四星小队 你们也将成为 主宰进第一支四星队伍 楚雄指的是零八八的事情 让龙国升危大震 但是他们也做好了 遭到反噬的准备 是 修罗小队全员告退 回去的路上 红雨若有所思道 我感觉 明天我们有必要去 三星一华之地试试了 高徒眼神一亮 我同意 就等着天了 刘德狠搓了搓手 一脸激动 太棒了 楚雅也很期待 双拳紧握 四人看向路子野 他们赶去三星一华之地 就是因为 有路子野这个变态的主攻手 感受到大家热切的眼神 路子野轻描淡写道 可 则则则 这小子的样子 可真欠揍啊 明明强的离谱 还故意摆出低调的 像驼屎的样子 红雨摇着头 看向路子野 心中笑骂道 修罗小队在当天晚上 详细商量了一波 第二天进军三星一华之地的策略 包括协同战斗 掩护 遭遇危机后的处置方式 各种特殊道具的使用前提 在路子野看来 这些策略都没啥用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一切技巧都是花里胡哨 砍就完事了 毕竟 等到第二天 自己的生存点 起码好几万了 慌什么 第二天 路子野睡到了十一点三十 被觉醒一的闹钟惊醒了 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舒服了 毕竟以前 需要每天为升级变强发愁 现在 完全不用愁了 我睡个觉都在变强 十二点 就是小队进入三星异化之地的约定时间 路子野看向自己的系统 生存点 七万五千三百一十点 妙啊 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 加上知上存的接近两万点 现在路子野拥有了七万多生存点 之前还在发愁 是先晋级传奇 还是先升天赋 路子野现在才知道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全都要 两个天赋晋级六级 需要四万生存点 剩下的三 五万生存点 足够自己晋级传奇了 系统 增加三万属性道精神 增加五千属性道体质 第一 加点成功 当前精神 九万六千五百五十加三百五十点 当前体质 一万两千五百五十加二百 百分之七十一减伤 对应生命值 十二万七千五百 接近十万的精神力 一万多的体质 让自己的减伤 突破了百分之七十 生命值也来到了十二万 可谓是肉的一匹的同时 伤害 还巨特么高了 路子野现在的总属性点 已经突破了十一万加 官方的说法就是 战斗力突破十一万了 自己主宰镜的描述 后面多了三个字 可破镜 路子野静下心来 摒弃宁神开始破镜 有了之前两次的经验 加上自己的属性 远远超出了破镜需要的十万需求 路子野感觉过程变得轻松自然 狂暴的紫色能量涌向脾脏 心肝脾肺肾 对应破镜的顺序 路子野此刻感觉体内的紫色能量 变得越发厚重和充沛了 这些能量开始质变了 路子野体表开始弥漫着紫色雾气 宛如开启了霸气一般 这些紫色雾气越来越稀薄 在打通脾脏位置的桎梏后 路子野的体表 升腾起橙色的能量雾气 一口黑雾从路子野口中吐出 这是杂志 成了 路子野紧握双拳 龙牙蹭蹭蹭瞬间杀出 悬浮在他四周 这力量太充沛了 路子野感觉自己宛如打装机一样强悍 能24小时不停歇用龙牙去戳死敌人 系统将天赋提升到6级 恭喜您提升完成 天赋序列20 金属操控LV605000 恭喜您提升完成 天赋序列05 破绽LV605000 6级天赋具有质变 效果请查看详细描述 一道道对于两个天赋的信息流 宛如洪水一般 灌入路子野的脑海 两个天赋双双提升到了6级 这是什么概念 自己的队长奋斗了20年 才达到了6级 自己用了不到20天 开挂强者 恐怖如斯 路子野皮颠颠朝着城外运输点去 那是队友们约定的集合地点 在半路上 路子野对自己的技能和技能总伤害 进行了一次评估 目前自己的两个天赋 和对应的精神力加成 都达到了恐怖的程度 其中 金属操控LV6 操控相应能量等级金属 在60加969米范围内 发动任何攻击 造成160百分号 加969百分号精神伤害 无冷却 破甲症15% 破绽LV6 洞察目标破绽 并标记6层破绽 您的攻击命中破绽后 每一层破绽 造成160百分号 加969百分号额外伤害 新增效果嗜血 击碎破绽之后 获得6%的回血治疗效果 该效果优先治疗本体 如果处于均衡等团队之下 可以反馈给小队成员 路子野惊呆了 各种加成十分恐怖 金属操控的距离 都突破1000米了 更爽的是 破甲增加了5% 现在路子野加上装备的5 5%破甲效果 一共20 5% 而破绽6级之后 增加了一个嗜血效果 相当于多了一个治疗手段 6% 看起来不高 实际上非常实用 这个回血了 不是看按照自己的精神攻击 来计算的 而是根据实际敌人 受到的伤害数值 然后乘以6% 比如自己秒杀了一个 十万血量的异兽 那么嗜血效果 是十万X600分号等于6000 这非常可观了 毕竟路子野拥有32枚龙牙 可以不断回血 在均衡效果下 自己毁满了 还能治疗队友 而此刻 路子野龙牙命中破绽后 造成的伤害十分夸张 等于96900X112 900分号等于1235万 不多不多 千万伤害而已 哈哈哈哈 路子野笑得双腿 都合不拢了 路子野看向漂浮在脚底下的龙牙之刺 现在 他已经可以遇见飞行了 此刻路子野感觉 有一种自己可以上秒天 下秒地 中间秒空气的感觉 就很强 不过传奇境界的差距很大 从十万至九十九万战斗力 都是传奇境界 那些战斗力九十九万的大佬 可想而知有多么离谱 因为他们基础属性都接近百万 加上天赋的各种加持 打出几千万的伤害 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天赋序列这种事 又不是路子野一个人拥有 路子野还听说 有一些传奇强者 主修体魄 在天赋的加持下 能到达千万血量 超过75%的防御减伤 还有天赋的两次减伤 所以 路子野还做不到秒杀传奇巅峰强者的实力 而自己十二万的血量 倒是有可能被别人秒杀 所以 低调低调 猥琐发育 不要浪 再过个十来天 自己就可以到达传奇巅峰了 不对 今天进入三星异化之地 多杀点BOSS 没准进度更快 自己的装备也明显落后了 三星异化之地 可以爆出许多三十级的好装备 今天自己也可以好好整几件 修罗小队四人 早早在集合点等待了 忽然一见熄来 那是路子野用32枚龙牙凝聚成的龙牙之刺 现在成为了他的交通工具了 小队四人惊讶地看着路子野龙刺上面的橙色流光 那是传奇大佬的标配 四人纷纷瞪大了眼睛 你特么传奇了 昨天你在楚雄面前还一副不自信的样子 然后今天就突破了 您成功震惊了四名同事 获得生存点加3888 路子野很满意大家的表情 我就喜欢你们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修罗小队每个人都不会想到 这个才加入队伍几天的新人 竟然是第一个踏入传奇境界的人 传奇是什么概念 在整个龙国 最年轻的传奇强者在龙国京都31岁 他从觉醒到踏入传奇 花了整整14年 已经是龙国最优秀的存在 在滨海 传奇强者一共10人 被称为滨海十大守护者 56岁的楚雄便是其一 而这样志强的存在 他们修罗小队就有一个 就在眼前还在嬉皮笑脸 这一切在几人看来是如此不真实 恍若幻觉 红宇看向路子野 苦笑道 我真不知道自己这个队长 当得算成功还是失败 路子野愣神 为啥这么多 你说他成功吧 实力还不如一个新队员 你说他失败吧 他队伍里又有一个传奇境存在 确实尴尬 一旁的刘德狠 精辟总结 要你多嘴 一记飞腿精确命中刘德狠的后定 红宇笑骂道 而刘德狠则是捂着后定跑开 傻笑个不停 小队五人说说笑笑 朝着三星异化之地而去 至于三星异化之地的危险 他们已经抛在脑后 开什么玩笑 有传奇坐镇 随随便便杀几个小时没问题 三星异化之地的异兽等级 在30至40之间 跨度很大 BOSS也不少 完美符合陆子也的需求 经验高 还能越级杀BOSS 获得基础收益的提升 三星区域 队伍还是老一套操作 架起化地围牢 然后拉起均衡锁链 就在这个时候 刘德狠身上爆发出一股不一样的气急 他不可思议的大吼道 卧槽 我的化地围牢终于六级了 哈哈 我天赋也六级了 陆子也看到拔地而起的化地围牢静止 确实比之前更加厚重 范围空间也扩大了不少 恭喜啊 小队其他人纷纷送来祝福 只有楚雅一脸尴尬 目前就只有他一个人的主天赋 还是五级均衡了 就连新人陆子也也是双六级天赋了 人比人 气死人啊 一场愉快的杀戮就此开启 陆子也的龙牙在战场穿梭 那些狂暴的异兽身上 全都标记了六个破绽 龙牙击破破战之后 便是一片血雾 没有哪个异兽 能抗住几千万的伤害 这不是他们这个年纪能承受的伤害 完全把握不住 高徒冲在前面看着自己的战刀 一脸无奈 这是什么事的 我堂堂刀狂竟然无怪可杀 作为主攻守的陆子也 效率极高 三十分钟不到 便是将化地围牢禁止中的怪物清空 而刘德狠继续签订新的一批异兽 进行击杀 今天注定是丰收的一天 龙国京都 樱花国驻龙国京都关底 一个地下神秘祭坛 高耸的石柱上捆绑着一名少年 如果陆子也在场 一定能认出 那就是他唯一的好兄弟 李壮壮 此刻的李壮壮 已经被铁锁链五花大绑 一根长长的银针 刺穿了他的胸腔 鲜血不停流入一个诡异的器皿之中 你们 你们要做什么 李壮壮奄奄一息 他心中不甘 自己交纳了重金 委托高人为自己开辟天赋晋级 他的天赋序列排名第二 金砖 他面前站着十几个人 这批人的打扮并非官方觉醒者 甚至还有外国人 其中领头之人端起城满李壮壮鲜血的器皿 看向旁人 动手吧 李超越已经委托朱先生前来平息这件事 我们得抓紧 哈哈 老大 他可能没想到朱先生也是我们的人吧 行 大家动手吧 天赋二的死魁 可是极其罕见啊 死魁 天赋序列三 一种可以祭连异兽或觉醒者 成为自己傀儡的操控类天赋 这个天赋强大的地方 在于自己的精神力越强大 死魁就越强大 天赋死魁每两集 就可以增加一个操控单位 六级死魁可以操控三个战斗死魁 非常强大 而死魁也拥有自己的天赋技能 只是死魁的天赋技能提升 比觉醒者更慢一些 炼制死魁的方式需要诸多道具 材料 这场针对李壮壮的阴谋 也是蓄谋了很久 发起人正是樱花国驻龙国京都的武官 松下野种 樱花国少有的传奇高手 作为外国武官 他在龙国的行动拥有不少的便利 也正是通过这样的便利 他勾结了不少龙国境内的觉醒者 这些觉醒者没有加入官方自力更生 有一部分则是为了利益不折手段 比如李超越信任的朱先生 就是其中一个主宰巅峰实力 准备跨入传奇境界 正是需要资源的紧要关口 他的责任本来是 收了李超越的钱保护李壮壮 可是他两头吃好处 将信息贩卖给了松下野种 才导致了李壮壮的京都之旅陷入了危机 夜幕降临 一束月光从反射镜照入阴暗的地底祭坛 松下野种的仪式也正式开启 他吞服下李壮壮的鲜血 然后将自己的精神力顺着银针注入李壮壮的身体 成了 还需要六次这样的仪式 我将拥有第四名死魁 松下野种一脸亢奋 笑起来的时候 脸上的横肉都在颤抖 他的死魁天赋已经练到了八级 可以拥有四名死魁 实力更是达到了恐怖的传奇中后期 拥有六十多万的战斗力 恭喜松下先生 六天之后 您大公告成 在樱花国的地位将如日中天 朱强武一脸谄媚 嗯 这次你办得不错 一亿龙壁我已经通知人转给你了 稍后你自己查收 多谢松下先生 朱强武感觉这钱赚得太爽了 两头老好处 出了樱花关底的大门 朱强武给李超越发去了信息 暂无头绪 李壮壮的事儿 有些棘手 给加钱 滨海市李氏集团办公室 李超越将朱强武的信息 递给了一旁的楚雄 他回信了 和我预料的差不多 这个人有问题 我儿子失踪 极有可能与他有关 当初知道我儿子去向的人并不多 这件事如果解决了 我愿意出资十亿龙币 给官方作为军费 李超越能坐上这个位置 无论智商还是情商都不低 他并不在以前 他只关心李壮壮的安危 而朱强武的表现 引起了他的戒备 于是便是通知了官方觉醒者 听说李壮壮是路子野的发小兄弟 楚雄没有理会李超越的话 而是问了一个 让李超越觉得不沾边的话题 没错 可是这和李壮壮失踪 有什么关系 这件事很棘手 如果不是因为路子野 我可能不会插手 但既然是路子野的事 我就不得不管了 回头多写写这个小子吧 楚雄起身离去 这件事我们管了 十亿军费就免了 看着远去的楚雄 李超越一脸茫然 路子野竟然能让十大守护 拉下面子做这事 甚至他们认为 路子野比十亿军费更重要 李超越细思极恐 异化之地 三星区域 已经战斗了三小时 四十一分钟的修罗小队 全员亢奋 路子野橙色的精神力 弥漫了整个战场 那些龙牙 宛如勾魂夺魄的流光 刺向谁 谁就会化为一片血雾 得益于 刘德狠六级化地为牢的提升 他简直反反复复布置了七次 路子野便是杀光了欺骗一兽 此刻的刘德狠满头大汉 各位 我特别要被榨干了 这一波杀完 我们就要撤退了 好 红宇当即答应 他对今天的战果 已经非常满意了 因为包括他在内 楚雅 高徒 刘德狠 都提升了平均四级以上 因为这里的怪物等级太高 他们也就三十多级 以路子野 这样的杀怪效率 升级自然很快 而路子野更加离谱 从二十七级 升级到了三十五级 不过升级之后也有弊端 那就是 有的boss 不再算是越级击杀了 这样一来 路子野就无法获得 基础生存点的提升了 这是最令人遗憾的事情 所以 路子野需要不断去寻找 等级更高的异华之地 用来提升自己的基础收益 这是自己变强的根本 刘德狠提出撤退 但是路子野并不这么认为 他说出了一句 让所有人都震惊的话 队长 要不 让我试试 没有化地为牢 看看 我能抵挡多久 大不了不行的时候 我通知你 你再撤退 这是特末的什么奇奇怪怪的要求 异化之地的异兽无穷无尽 永远杀不完 一直都是一个未解之谜 为什么进入这里的觉醒者 都是队伍行事 就是因为 都需要一个类似刘德狠这样的角色 刘德狠是使用化地为牢 让外界异兽无法看到小队内部的情况 将异兽圈定起来 以劈劈击杀 而有的队伍则是使用其他手段 目的都是一样 给小队提供击杀异兽的机会 还从没听说 谁敢在异化之地 直面异兽狂潮的 不过考虑到路子野现在的实力 小队其他四人 纷纷你我看 我看你 最后都不约而同地点点头 队友们都抱着为你疯 为你狂 为你光光撞大强的心态 就陪路子野疯一回 准备好了没 留得很快要坚持不住了 化地为牢即将破碎 本来按照以往的经验 这个时候 应该由红宇带队离开了 楚雅点点头 将均衡效果重新布置了一遍 同时给了众人一个治疗术 轰 化地为牢的禁止 瞬间破碎 修罗小队此刻的位置 处于一个荒野之中 他们完完全全 暴露在了成千上万的兽潮中 路子野视线所及的地方 都是黑压压的异兽 哦 之前有禁止的屏蔽 外界的异兽无法发现修罗小队 可是现在 他们全部暴露 一下子陷入了四面包围之中 路子野踏着一枚龙牙腾空而起 在高空中 双手在天空中合了一个圆 龙牙依次出现 他们围绕着修罗小队 画出了一个圆形轨道 在这道轨道中 龙牙以十几倍音速的速度穿行而过 周而复始 这幅场景 宛如月球围绕地球公转一样 只是这些龙牙的速度太过狂暴了 甚至形成了一道橙色的风暴 直接单手一招 高途的战刀冲天而起 然后以极其恐怖的速度 杀入外围的异兽狂潮中 龙牙作为防御手段 保护小队成员 而路子野现在的精神力 还有余力 可以操控其他金属进行进攻 刹那间 天昏地暗 血雾一片 小队脚下的土地 变得湿漉漉的 那全是异兽的鲜血 这还是人 留得很正正的 看向路子野 而洪宇则是高兴不起来 他感觉 路子野距离离开他们的日子 也不远了 修罗小队留不住他 不不不 滨海都留不住他 他应该闯荡更宽广的天地 甚至有那么一瞬间 洪宇竟然觉得 路子野可能就是 所谓的救世主 堪破异兽真相 平息破解危局的人 路子野的攻击十分狂暴 足足二十分钟 异兽狂潮 没能接近自己一步 但是路子野自己清楚 精神力的消耗有多么巨大 这样兽潮确实不是一个人能抗住的 自己能抗下二十分钟 已经是逆天了 队长 准备离开吧 路子野看向洪宇 手中加大力度 愣是让龙牙将异兽的包围圈向外 反推了几十米 为洪宇制造完全的撤退环境 好 洪宇按照常规流程 带着队伍平安离开 叮 你一人独挡三星受潮的行为 震惊了小队 获得生存点加3888点 回到小队总部的路子野 开始清点自己的收益 本次战斗 自己升级到了36级 基础生存点收益 从之前的60点分钟提升到了150点分钟 这个就厉害了 一个小时就是9000点生存点 一天下来20多万 35级的紫色装备有两件 不过路子野现在对紫色装备没什么兴趣 因为提升的那点属性不够看的 路子野现在比较关注橙色装备附带的高品质特殊属性 比如破甲 本次战斗 路子野暴体了396次 精神力加5444点 体质加1313点 力量加313 敏捷加331点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 小队几人打算休养一下 然后备战后天的极乐之巅任务 上头给我的任务是坚守极乐之巅一小时 让龙国的觉醒者可以在一小时内有所收益 尽可能减少龙国觉醒者损失 剩下的两小时 龙国高层的想法是 就让外国觉醒者嚣张一点吧 这次注定是要吃一点亏的 因为根据报名的实例 龙国觉醒者队伍不可能占据极乐之巅太久 可是路子野现在并不这么认为了 要是老子直接霸占了极乐之巅 让所有外国觉醒者三个小时一个人都进不去 颗粒无收 哈哈这就太爽了 如果这样操作的话 到时候将震惊整个极乐之巅 会获得多少震惊收益呢 路子野忽然对极乐之巅变得期待起来 三星异化之地的战斗结束之后 修罗小队安排第二天全员休息 备战极乐之巅 小队还得到了一个通知 明天龙国的觉醒者队伍将优先进入极乐之巅 因为本次极乐之巅的探索 刚好轮到龙国来维持秩序 所以这种举手之劳的便利 肯定会给龙国本土觉醒者队伍 队伍先进极乐之地 可以快一步把守住极乐之巅这个关卡 不过外国队伍并没有把这件事当一回事 因为他们数量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他们也不相信龙国的觉醒者队伍 敢在极乐之巅上发起挑衅 要是龙国真的那么做 他们反倒开心了 直接开战 反正出师有名 龙国挑衅在先 直接灭了龙国觉醒者队伍 优势在我 毕竟人数占优 滨海市守护者大厅 十名传奇守护者齐聚一堂 他们对楚雄提出的方案有一些疑问 其他守护者并不是都赞同楚雄 为了陆子野去调查李壮壮的事情 楚雄 真的有必要为了一个新人去冒这个风险吗 代号守护者03蒙着面 披着长袍 声音粗犷而绵长 你们九人都长期居于幕后 不知道现在龙国的危机 各国对龙国的渗透越来越严重了 龙国内部出现了一些叛国者 李壮壮这件事如果不处理 未来这种事情只会越来越多 龙国的觉醒者会产生一个共识 那就是龙国官方不管觉醒者死活 楚雄从大局出发 距离力争 守护者04摇了摇头 楚雄 你代表我们传奇守护者在滨海处理日常事务 劳苦功高 按理说 你提出的要求 我们理应答应 可是你也知道 为什么我们九人最近的行为越来越保守 我们甚至退居幕后 提升实力不再露面 04守护者是一名女性 银白色的头发下 是一张沧桑 但不是威严的脸庞 楚雄点点头 三年前的中烟之门开启 那一战 我们的统帅重伤 难道 楚雄想到了一个可怕的猜测 04守护者默默点头 统帅大人即将陨落 滨海将失去唯一的不朽进抢者 这个消息一旦传开 无论是敌国觉醒者 还是今年的中烟之门再度开启 滨海都将迎来灭顶之灾 龙国今年没有诞生新的不朽吗 就不能挽救我们滨海吗 楚雄双眼瞪得宛如同龄 滨海是他的故土 也是他一直为之战斗的原动力 龙国一共拥有上百座大城 滨海只是其一 这些年龙国形势危急 不朽强者不增反减 滨海可能会迎来大迁徙 数百万人口将分散进入其他大城 京都高层决定放弃滨海 所以 关键时候 我们根本没有经历去管理壮壮的事情 虽然我们知道这背后必然有阴谋 毕竟金庄可是天赋序列第二的存在 零四守护者无奈道 楚雄沉思片刻 你们说的对 但是我有一种自觉 这个路子也出现在滨海 出现在我们龙国有非凡的意义 九位守护为大局着想 潜伏不出自然是对的 但是我愿意一个人去了结这件事 楚雄 你一个传奇的实力 真的能搞定这背后的阴谋之主 你应该很清楚 李壮壮的事情绝不简单 守护者林三规劝道 不 我还有一名传奇境界帮手 除了你们 我不是唯一的传奇 楚雄脸上忽然绽放出笑容 这个笑容中充满了希望 九位守护面面相去 滨海上周的统计中 并没有出现可晋级传奇境界的主宰巅峰存在 你是不是搞错了 就在今日 陆子也已经晋级传奇境界 他是龙国最年轻的传奇强者 也是滨海第十一名传奇 九名守护不知道见过多少大风大浪 他们甚至见识过 中烟之门开启的末世景象 那些身高百米的巨物 那些不可名状的恐怖存在 守护者林妖 作为十大守护之首 他开口了 就让楚雄去吧 我们相信他的判断 切记亮丽而行 保存实力 楚雄拱手 多谢 留着有用之躯 他日献给滨海 九名守护奇奇消失 楚雄心中震撼 他听懂了守护林妖话中的意思 十大守护绝不撤离 您与滨海共存亡 正在小队总部休息的陆子也 忽然被一道信息惊醒 丁 您成功震惊了十大守护 你获得了10888点生存点 卧槽 什么情况 十大守护被震惊了 直接给一万多生存点 陆子也从按摩床上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 陆子也对十大守护和滨海大统帅 还是非常敬佩的 他们在三年前击退了中烟之门的进攻 保住了滨海 那一战 只能用惨烈形容 原来的十八守护陨落了一半 剩下九名 三年中 滨海之诞生了楚雄这一名新晋的传奇 勉强凑齐了十大守护 而大统帅传闻 在与异兽参天的战斗中被重创 中烟之门重新被封印 参天被拉回中烟之门 陆子也看向自己的系统 生存点 八万一千零五十一点 明天中午十二点 极乐之地将开启 自己还有十五个小时 按照现在每分钟一百五十点的收益 十五个小时 自己还能获得十三万五千生存点 全部加起来 自己在进入极乐之地之时 拥有二十一万六千点 也就是说 到时候 自己的总属性可以达到三十万家 踏入传奇中期实力 就在陆子也愉快畅想明天的精彩战斗之时 一个脑袋凑到了陆子也面前 喂 野陆子 队长要开会了 楚雅用手在陆子也的面前挥了挥 打断了他的思绪 好的 走吧 陆子也在三星异化之地结算奖励后 就还清了欠债 现在无债一身轻了 而此刻作战办公室内 所有人都围着一个木匣 眼神充满了热情 队长 这可是一一买来的呀 小陆肯定会惊呆的 刘德狠的眼神 就没有离开过木匣子 红宇点点头 他的武器落后了 这段时间 我们在这个新人身上 拿到不少好处 等级 实力都提升不少 应该给予他一份礼物 高徒也是点点头 主要是楚雅有钱 一个人出资了七千万 哎 队长 他们来了 高徒指向玻璃门外的 楚雅陆子也二人 陆子也推门入 会议室里面的几人 立刻开始鼓掌 身后的楚雅也是跟着鼓掌 把陆子也搞得一愣一愣的 最离谱的是 会议桌上面 摆的不是战术地图 也不是一大堆的战斗资料 而是水果 零食 饮料 今天谁过生日吗 陆子也想了半天 才想出这个可能性 几人纷纷都是摇摇头 红鱼打开了会议桌上面的 那个木匣子 小陆 这是修罗小队送给你的礼物 感谢你加入我们 认可我们 木匣子打开之后 一道橙色的流光萦绕期间 陆子也惊讶地发现 这竟然是一件 35级的橙色武器 还是完美符合自己的 精神操控类武器 试天 35级橙色品质 体质加350 敏捷加350 精神加350 特殊属性 破甲加17 5% 试天由108片特异金属构成 它拥有多重变形结构 可攻可防 只见木匣中 整齐排列着108个凹槽 每个凹槽中 镶嵌着一枚 橙光闪闪的三角形金属亮片 陆子也手指轻轻一弯 一枚试天碎片 便是落入自己手中 材质光滑 密度很高 硬度非常恐怖 还很重 而这样的碎片 拥有108枚 可以排列组成长枪 盾牌 也可以分散攻击 陆子也现在精神力强大 确实巨龙之牙 已经满足不了 如此狂暴的精神力攻击需求了 32枚龙牙 还是太少了 而是天完美符合了 现在的陆子也需求 这 这也太贵重了 陆子也感觉有点受之有愧 准备将木匣子关上 拿去 你做的一切 对于修罗是无价的 红宇重新把木匣子 推到了陆子也面前 入小队 杀张俊父子 将修罗小队提升到三星 甚至即将进入四星 还让我们拥有了 进入极乐之巅的资格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你 虽然我们都知道 极乐之巅之后 你可能就要离开我们了 修罗无法留下传奇强者 滨海更需要你 除牙也是补充到 但是 你在我们修罗小队的历史上 写下了最光辉的一笔 高徒对着陆子也 重重点头 感谢我们修罗小队的新人 感谢我们的野路子 留得狠端来了几杯果酒 分发到每个人手中 在红宇的一声干杯中 五人一饮而尽 这一天 修罗小队都知道 极乐之巅 可能是陆子也最后一次 与他们一起行动了 陆子也的实力 必然进入更加广阔的天地 修罗小队喝到了深夜 陆子也第一次喝了那么多酒 也是第一次感觉到 有一批可爱的人 是如此需要自己 无论是修罗小队 还是滨海的泛夫走卒 他们都在努力扮演自己的角色 他们需要被守护 一日 正午 修罗小队准时出发 在经过龙国通关口岸检查的时候 他们不但没有经过繁琐的检查流程 那些龙国的城防军还纷纷为他们敬礼 因为城防军知道 今年的极乐之地不好闯 极其凶险 龙国与敌国的矛盾几乎挑明了 018关卡的冲突 他们吃亏了 必然报复 龙国觉醒者进入本次极乐之地的队伍一共100只 而外国队伍一共750只 其中 鹰花 鹰匠 阿三国这些不友好敌国的队伍就有300多只 龙国队伍优先通关 但是外国队伍一律靠后 此刻 这些外国队伍又开始起哄了 呦 导特拳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就让你们先进去又如何 今年的极乐之巅 可不是轮值了 能者居之 有意思 区区100只龙国觉醒者队伍 又能掀起什么大浪 在敌国觉醒者队伍的嘲讽中 龙国100只队伍优先进入 通过一道空间越境的通道 路子也等人来到了一个空旷的山谷 东北方向60公里 便是极乐之巅 龙国的勇士们 冲 今天我们就算是全部倒下 也让那些狗日的外国重置 看看龙国的骨气 不知道哪支队伍的队长落地后 便是发表了战斗宣言 他们的小队腾空而起 冲了上去 不过下一秒 一道声音让所有人都震撼了 为什么是我们倒下 就不能是他们倒下 今天 没有龙国人会牺牲 说话的便是路子也 108枚是天碎片 凝聚成一柄长枪 路子也踩在上面 掠空而去 速度极快 而让众人震惊的 不是路子也的话 而是路子也浑身绽放出来的 橙色能量波动 丁 您成功震惊了所有龙国觉醒者队伍 获得生存点18888点 下方人群集体惊呼 传奇强者 我们队伍竟然有传奇强者 哈哈 滨海市第十一位传奇诞生了 一百只龙国觉醒者队伍 纷纷利用各种手段 腾空而起 追随路子也而去 今日 路子也便是龙国觉醒者的精神领袖 到达极乐之巅 路子也平稳落地 这里视野极好 前方是一片峡谷 后方便是一片平原 也叫极乐之地 而那些外国觉醒者 想要进入极乐之地 必须通过路子也这一关 路子也看向系统 里面显示生存点 244000 系统 精神力加20万点 体质加44000点 丁 加点完成 请查看 路子也看向自己全新的属性面板 心中骇然 装备属性不再用加号显示 直接纳入总数 宿主 路子也 等级 LV35 4%5% 境界 传奇境 生命值 58010 体质 5801 75% 减伤 精神 31380 力量 984 敏捷 1190 暴击率 21 9% 破甲 32 5% 生存点 10 增长中 天赋序列 20 金属操控 LV6 145 0000 天赋序列 05 破绽 LV6 155 0000 装备 试天 青木手镯 巨蛇之镯 巨蛇之靴 挥药之亏 看着远处黑压压而来的敌国觉醒者 龙国觉醒者们都看向了陆子野 他们越来越近 即将抵达山巅 10公里 5公里 1公里 双方保持这个距离对峙起来 大战一触即发 双方大军的距离仅仅1000米 龙国阵营的觉醒者奥利山巅 俯瞰前方的外国觉醒者军团 这些人虽然分属不同国家 但是此刻的行动却如此整齐华一 说没有预谋 鬼都不信 1000米的距离 早已处于陆子野金属操控打击的范围内了 现在的陆子野两个天赋 已经被31 3万的精神力 增负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程度 金属操控LV6 操控相应能量等级金属 在60加3130米范围内 发动任何攻击 造成160百分号 加3130百分号精神伤害 无冷却 破甲症15% 破绽LV6 洞察目标破绽 并标记6层破绽 您的攻击命中破绽后 每一层破绽造成160百分号 加3130百分号额外伤害 嗜血症6% 别说1000米 陆子野现在已经可以操控 三公里范围内的金属 发起进攻了 敌方军团在一名 阴将国觉醒者的抬手动作下 停止了行军 看得出 此次行动 阴将国的这名觉醒者是首领 红宇站在最前面 毕竟他是队长 陆子野愿意将自己的队长 抬到本次行动指挥官的高度 而其他龙国觉醒者 自然是追随陆子野的脚步 愿意听从红宇的指挥 这人叫约翰逊 是一名即将升格传奇境界的强者 估计这次极乐之地之后 便会晋升 实力很强 估计也是这次行动的联军指挥 一旁的楚雅 在陆子野耳边科普道 就你特么叫约翰逊 陆子野感觉自己 有了首要目标了 杀了这个人 敌军将自乱阵脚 约翰逊此刻被人群簇拥 脸上写满了 势在必得的傲娇神色 他的六级天赋 猎土 瞬间发动 他脚下的地面 忽然升起一根石柱 石柱不断抬升高度 约翰逊被送到了高空中 出场方式逼格十足 约翰逊单手指向红宇 红宇 一个连在我们面前提些资格 都没有人的主宰后期 也能成为龙蒙决心者队伍的领袖 哈哈 龙国无人了吗 约翰逊的话 引来了身后拥等们的一番大笑 确实 约翰逊之前都不怎么关注红宇这个人 和他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约翰逊自己都想不通 为什么红宇能成为本次极乐之巅的指挥队长 站那么高 真特么碍眼啊 小洛 让他滚下来 红宇语气平淡 压得没把约翰逊看在眼里 开玩笑 我有一个传奇小弟 不得好好装个逼 再不装逼 爷路子就要离队了 以后就没机会了 话音刚落 三枚是天碎片 以十倍因素狂暴飞出 几乎是在红宇话音刚落之际 便是轰在了石柱之上 砰 对方是有所准备的 几名防御系的主宰后期 制造的各种防御手段 被禁术轰碎 那耀眼的陈光 宣告着传奇境大佬的威能降临 石柱被切为四段 约翰逊应声落地 他满脸惊骇 传奇强者 敌军皆是震惊 是传奇 滨海出动了传奇强者 作弊 不 他不是十大守护 这个人的手法 不就是零一八视频中 那个人的手法 金属操控 是他 是他 就是他 联军恐慌不已 丁 您成功震惊了外国联军上千人 获得生存点 三万八千八百八十八点 好家伙 陆子野这一波 获得接近四万的生存点 也是喜出望外 但是约翰逊 毕竟也是即将步入的传奇的人 加上他们的人数 占据绝对优势 他准备拼了 自由国度的战士们 给我冲上去 拿下极乐之巅 荣耀属于我们 冲 杀 数千人的主宰敬绝行者 冲锋而来 各种天赋神通 也是纷纷亮出 而站在极乐之巅的龙国觉醒者们 看到这一幕 也是兴奋了起来 一个个都准备发动攻势了 反正有传奇大佬在 耸个毛线 下一秒 红羽大手一挥 今天的极乐之地 属于龙国觉醒者 给我砍死这群傻逼 杀 双方大战爆发 陆子野一百零八枚试天碎片 狂暴轰出 现在的陆子野 仅仅一枚试天碎片 就可以造成三十一万 X3130百分号 X3130百分号 等于三亿 伤害不低 面前三亿 陆子野心中窃喜 这他妈谁顶得住 传奇及巅峰百万属性的大佬 在结合他们恐怖的防御天赋 不知道能不能挡住 最好防守就是进攻 只要你挡不住我 那么我就是无敌的 陆子野走向了一条 以公为首的野陆子 果然 当陆子野的攻击手段 降临敌方阵营之后 不管是架起的禁制屏障 还是凭空出现的土戏壁垒 或者元素护盾 通通硬生破碎 陆子野想杀的人 上帝来了也保不住 更离谱的是 有几名生命系天赋的 敌国觉醒者 准备强化肉身 瘦化肉身 去抗那些碎片 后果可想而知 当场暴毙 这就是狗咬拖鞋 不懂科学的下场 陆子野的攻势在前 一百只龙国觉醒者队伍在后 双方在极乐之巅 大开杀箭 可是天空中那些 被轰成血雾的 一眼看去 都是敌国觉醒者 约翰逊大怒 你们给我包围进去 我来会会他 约翰逊的脚下 升起百米高的石柱 将他送进战场 大地上 上百枚石突从地面升起 他们凝聚着力量 准备向龙国觉醒者队伍 发起猛攻 可是下一秒 晨光一闪而过 仅仅几枚十天碎片 在寝刻间 宛如流星一般穿越战场 将那些石突 全部绞成碎片 这一刻 约翰逊才明白 双方的力量差距是多么大 陆子野并不是他想象中 那种刚进级的传奇 他竟然是传奇中期的精神力 他开始后悔 自己的冒失举动了 可是一切都晚了 一枚是天碎片 突破了他的防御 从眉心刺入 约翰逊从百米高的石柱上 向后仰面后 道 敌局首领 我 一名即将晋级传奇的人物 是多么宝贵 就这么一击毙命吗 约翰逊的死亡 带给了敌营极大的震动 他们纷纷从犹豫发展到了撤退 最后演变成了大逃亡 可是 修罗小队早就商量好了 既然已经动手 已经得罪了整个世界 那就杀个干干净净 让他们从愤怒变成后怕 一场屠杀悄然上演 龙国的一百知觉行者小队 在鹿子野的带领下冲了上去 108枚是天碎片 宛如收割机一般 疯狂收割敌方生命 场外休息区 各国代表队的带队人员都急了 因为他们选手的觉醒一信后 一个接一个消失了 显示 无生命体征 他们集体向龙国提出质疑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这是什么情况 龙国又在耍什么阴谋 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实在无法想通 为什么几千人进去之后 说好的占领极乐之巅 为什么变成了莫名死亡 截至目前 阵亡人数598 603 609 每一秒都在上升 面对敌国这些人狂暴的愤怒质问 楚雄按捺住想笑的冲动 一脸严肃 本次规则是你们联合决定的 进入极乐之地的人员 都是一周前敲定的 清一色主宰镜 极乐之巅的争夺 放弃以往的轮值共享 改为自由争夺 也是你们的建议 你们到底要怎么样吗 楚雄两手一摊 一脸的无奈 看上去就好像他是受害者一样 可真不要脸啊 楚雄 你们到底耍了什么花呀 为什么我们的人死伤这么惨重 你今天不给我一个说法 别怪我们翻脸不认人 阴将国的领队愤怒道 他急了 他急了 龙国这边的城防军人员 强忍着笑意 憋笑可真难啊 而楚雄则是双眼直面对方的对视 反问道 真是奇怪 难道非得 我们龙国的觉醒者 出现死亡才算合理 难道你们的命就是命 我们龙国人就不是人 什么逻辑 你说要翻脸 那请便吧 滨海市十大守护 也想看看 你们如何翻脸 楚雄也直接摊牌了 你 阴将国领队 背对得哑口无言 其他各国领队 也是焦急万分 其中一人惊呼道 死亡1041人了 这样下去 全完了呀 阴将国领队听到这个数字 也是坐不住了 大吼道 本次极乐之地有异常 我们要求立刻终止探索 我们要进去查看个究竟 说完 这群领队便是纷纷附和 装作要往入口空间传送的硬闯的模样 楚雄可不惯着 直接动用了传奇之威 一道能量波动 将众人逼退 我是城防军指挥官 也是本次极乐之地的秩序守护人 但我更是滨海市的十大守护之一 谁坏规矩 杀无赦 楚雄的话 质地有生 所有人都自觉地往后退了几步 眼睁睁看着他们的队员在里面不断死亡 消失 他们不是畏惧楚雄 而是畏惧滨海市背后的十大守护 和那位已经多年不见的不朽统帅 他们是滨海市最后的屏障 极乐之巅 看着面前不断倒下的敌国觉醒者 再无一人站在地面 这场单方面的屠戮终于落下了帷幕 许多觉醒者奔向陆子野 将其高高抛弃 陆阁威武 陆阁威武 欢呼声响彻整个峡谷 这一战 全间敌国五百只觉醒者小队 这是一次绝对沉重的打击 更离谱的是 龙国觉醒者 只有三十一人轻伤 一人重伤 无意死亡 因为冲在前面的陆子野 攻击太过强力 对方只有逃命的份 根本没有多少反击的力量 而红羽大手一挥 今天的极乐之地 属于我们 大家抓紧时间探索内部 机会难得 冲吧 或 龙国觉醒者 还是第一次独享整个极乐之地 今天的探索 注定是获益丰厚的 各个小队蜂拥进去 修罗小队也不例外 极乐之地与其他异化之地不一样 每年只有一个季节有寿潮 但是这里的异兽品质极高 暴率极高 而难度却并不是非常高 这样的宝地 自然成为了大家争相进入的对象 所以才有了多国联合开发的结果 小洛 今天我们可以尝试去极乐境地 那片区域传闻有极其丰厚的收益 之前有一支多国联合队伍进入其中 实力全部是主宰级巅峰 就差一点破开禁止 但是今天 你的实力远超那支队伍 我们可以尝试 红宇建议道 大可一世 留得很 也是激动得很 我就喜欢有点挑战性的 高徒也是挥了挥了战刀说道 你们开心就好 厨牙眨了眨眼 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路子也一口答应了下来 他也希望多碰到一些高等级的boss 提升自己的基础收益 一行人杀入禁区 这样的举动在其他队伍看来 简直逆天 自从国际联合纵队探索失败后 就再也没人进入禁区探索了 不过一想到路子也的滔天战力 又觉得合情合理了 禁区的异兽 果然暴力离谱 路子也小队 刚刚斩杀了一头38级的异兽 竟然爆出一篮一子两件装备 换在异化之地这种普通地方 石头能爆出一件装备 就不错了 地上的异兽尸体表面 萦绕着诡异的黑色雾气 久久不散 一旁的楚雅 红宇等人皆是愣在原地 一脸惊骇 这 这怎么可能 红宇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不可能 这里是极乐之地 怎么会出现这个 楚雅认真检查了那些黑雾后 满脸惊骇 路子也不懂就问 队长 怎么了 有问题吗 红宇咽了咽口水解释道 普通异兽死亡之后 也会营绕各种光泽 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一般来说 营绕的光泽 就是它们还未散尽的体内能量 对应异兽的境界 与我们人类一样 主宰实力的异兽 就应该营绕紫色光泽 可这里的异兽光泽诡异 这说明 它们不是常规的异兽 而是来自 红宇不敢下判定 他根本不敢相信这个结果 来自哪里 路子也追问 中烟之门 一旁的楚雅 还是说了出来 几年前的中烟大战 所有的异兽体内 都涌动这种神秘的黑能量 可是 中烟之门早已封禁 就算有异动 也不应该在这里出现 红宇想不通 除非 除非是人为的 楚雅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 中烟之门 是大统帅 联合十大守护封禁起来的 所以 能破开禁止 放出这种力量的人 也只有他们 或者是参天失控吗 自行破开了 可如果是参天自行破开禁止 地点不应该在这里 应该在原来的封禁之地才对 谁在操控这一切 目的是什么 他们要做什么 修罗小队忽然觉得 他们发现了不应该发现的秘密 所有人后背发凉 但是有一个事情是肯定的 中烟之门即将开启 而地点竟然是在极乐之地 路子野心中更是清楚 自己必须立刻提升实力了 眼前的危机 不是一个传奇能解决的 眼前的景象 让所有人都手足无措 队长 我们应该怎么办 楚雅等人看向红宇 红宇思索一阵之后 做出了决定 继续向内部探索 不管是人为还是天灾 我们必须搞清楚 然后将这个消息 回禀大统领和十大守护 不不 红宇很快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刘德衡也是瞬间清醒 口中的难道 十大守护和大统领 都经历了上一次中烟之战 他们并不可信 这件事 我们不能告诉人 可我们自己 又无法面对中烟的将领 队伍陷入了沉思 走一步算一步 请人士 听天命 路子野的声音 回荡在队友耳边 红宇文言点点头 只能这样了 小队伍人继续朝着内部进发 他们惊讶地发现 极乐之地其他区域都是正常的 只有禁区的异兽 被中烟之力污染了 而禁区之中 修罗小队一路斩杀异兽 向前方挺进 异兽越来越多 随着禁区的深入 这里的异兽 被中烟污染的情况 也越来越严重 异兽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就连传奇中期实力的路子野 都不得不让刘德狠架起化地围牢 分批此击杀 极乐之地一共开放三小时 修罗小队的想法是 尽可能靠近禁区深处 看看能否有新的发现 接近三个小时的厮杀 路子野踏过一批异兽的尸骸 前方升腾起遮天的黑色迷雾 这些迷雾正是中烟之力的变现 这片区域已经彻底被中烟掌控了 时间也不足以继续向前了 所有队友都惊骇于路子野的战斗力 他们小队到达了禁区的最深处 如果不是路子野 估计没有任何小队能到达这里 怪不得进入极乐之地的要求 被限制在传奇之下 难道这就是原因吗 让这个秘密无人发现 迷雾之中 修罗小队看到心中猜想的那一幕 一面遮天蔽日的能量之强 拔地而起 高耸入云 仿佛将天地都断绝开了 墙壁之上 有能量符纹宛如幻彩般流转 在墙壁表面不断流动 变换着形状 这些符纹应该是封禁这里的手段 中烟之门 红雨不可思议地惊叹道 中烟之门真的出现在了极乐之地 下一次的中烟之战就会在这里发生 然后人类无法察觉 随着异兽的冲击 他们终将冲破极乐之地的空间限制 进入滨海市 现实版滨海陷落即将上演 说话间 一枚镌刻在中烟之门上的符纹瞬间爆裂 一股黑色的能力破门而出 而周围的其他符纹 好像无法容忍这种行为 立刻汇聚在一起 封堵了那道裂纹 黑色能量再次被封进其中 原来如此 小队所有人亲眼目睹这一切 也搞懂了 为什么只有禁区的一手被污染了 中烟之门的禁止正在松动 但是还没有到达溃散的地步 所以污染是有限的 不过 看这个情形 这些禁止早晚会完全失控 短则三五天 长则十来日 留给陆子也的时间并不多了 小队几人的觉醒仪 都亮起红色的警戒信号 这是极乐之地时间到了 外面的空间通道能量即将耗尽 再不出去 即将关闭 下一次 极乐之地开启 需要重启空间能量 已经是在明年了 走吧 红雨挥挥手 众人从空间通道 离开了极乐之地 这一次战斗 几人虽然高兴不起来了 滨海市危机重重 但是收获是丰厚的 不到三小时的禁区杀戮 陆子也击毙了高于自己等级的BOSS110头 他的基础收益也从150点分 提升到了现在的260点分中 等级提升到了40级 在目前滨海市 已经找不到比他等级高的BOSS了 这意味着陆子也现在每个小时 能收获15600生存点 一天下来 足足374400生存点 战斗中一共属性贯体159次 各类总属性点 足足给了12041点 击杀的怪物等级越高 属性贯体反馈的属性就越多 经过这段时间的厮杀 修罗小队的实力 也获得了突飞浓进的增长 主要还是因为陆子也的杀怪效率太高 队友光是属性贯体给的属性点 都非常可观了 队伍现在最差的楚雅 都是主宰后期的实力了 队长和高徒进入了主宰巅峰 刚刚回到滨海市的修罗小队 还没来得及整理战利品 便是收到了一条震撼全滨海的消息 所有觉醒者的觉醒 一上一条信息被顶制 滨海市大统领 88岁高龄的不朽进墙者 中烟之门的封禁人 滨海市的晴天栋梁 赵长和于今日下午15点05分 因病辞世 让我们沉痛哀悼这位 将一生奉献给了龙国 奉献给了滨海的可敬老人 修罗小队大惊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间去世了 中烟之门即将开启 滨海市失去了唯一的屏障 说这是巧合 简直是侮辱人的智商 这中间一定有什么玄机 小队五人陷入了沉思 就在这个时候 陆子也的觉醒一响起 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是楚雄的 楚指挥 您好 陆子也接通之后 毕恭毕敬道 速来京都 位置我已经发给你了 我需要你的帮助 楚雄语气很着急 能透露下是什么事情吗 陆子也一头雾水 而对面只说了三个字 陆子也便是跑出了房屋 李壮壮 陆子也谢绝了队友们 前来助阵的好意 因为楚雄没有通知修罗小队全部去 自然有他的考量 从滨海到京都 花一万龙币 使用空间通道 一分钟就到 陆子也来到了楚雄指定的地方 见到了楚雄 而且就他一个人 到底什么情况 陆子也迫不及待问道 楚雄将自己的调查结果 一五一时告诉了陆子也 并告知 这件事 十大守护没办法帮助李壮壮 但是允许楚雄自己处置这件事 可是楚雄得知 松下野种是樱花国驻京都五官后 陷入了两难 一方面 五官的官邸虽然在一国 但是等同于是樱花的领土 龙国驻外的官邸也是一样 哪怕是在外国 其他国家也没有进入的权利 另一方面 楚雄掌握的信息 还不能确定松下野种的行为 带有一些推测 所以 最后的解决方案 只能楚雄和陆子也 两个传奇境界 联手夜闯 除了事 自己承担 对于楚雄的提议 陆子也点点头 可以 什么时候动手 今晚十一点 现在的时间才下午十六点三十分 漫长的等待时间 楚雄和陆子也谈论起了滨海的局势 赵长河的死 让滨海摇摇欲坠 各方势力都在蠢蠢欲动 而龙国的力量 有些捉襟见肘 大统领终究战胜不过时间 他这一去 我们岌岌可危 楚雄起身踱步 面露遗憾之色 不过双眼却是无比坚定 或许 作为十大守护 死于一场包围滨海的大战之中 也是我们最好的归宿 你会为滨海而战吗 陆子也没有回答 也不知可否 十大守护和赵长河都有嫌疑 他不敢冒险 毕竟自己只是一个传奇中期 想到这里 陆子也看了一眼时间 22点51分 快要出发了 陆子也瞄了一眼系统中的生存点 14万501点 这是今天截止目前为止的收益 陆子也没有任何犹豫 加了10万精神力 然后加了4 5万的体质 随后 看向自己的属性列表 已经相当豪华了 宿主 陆子也 等级LV40 14%5 境界 传奇境 生命值 9301 体质 9301 79% 减伤 精神 41380 力量 984 敏捷 1190 暴击率 21 9% 破甲 32 5% 生存点 310 增长中 天赋序列 20 金属操控 LV6 145 0000 天赋序列 05 破绽 LV6 155000 装备 视天 青木手镯 巨蛇之镯 巨蛇之靴 灰药之亏 自己现在拥有9万多的体质 也就是90万多的生命值 41万的精神力 总数性点已经突破50万了 或真价实的传奇中期实力 或许 或许我也可以成为滨海师的不朽啊 陆子也的脑海中忽然冒出这么一个念头 成为不朽 这是多少觉醒者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可如今这件事就这么真真切切摆在了自己的面前 如果自己拥有的真正的不朽实力 那么滨海中烟之门大开的那一天 自己可以一战 一想到遮天蔽日的黑雾大军 浮尸百万的异兽战场 陆子也心潮澎湃 走了 小洛 让我们去会会那个松下野种 一旁的楚雄打断了陆子也的思绪 出发时间到了 陆子也点点头 与楚雄一并消失在夜色之中 樱花国驻龙国京都关底 地下祭坛 松下野种看着被牢牢控制在祭坛上的李壮壮 一脸兴奋 只差最后一次仪式了 他将拥有第六个死魁 而且还是拥有天赋序列二金砖的死魁 他将竭尽全力去培养这具死魁 对于他而言 这是一件无比美妙的事情 此刻 他的脸上写满了大功告成的贪婪 他的身旁五名死魁 正在为他保驾护航 这五具死魁中 二具传奇初七 三具主宰巅峰 实力强劲 死魁的成长比诀行者慢 而且需要放弃第二天赋 或者第三天赋 只能拥有一个天赋 不过尽管如此 松下野种的死魁队伍 已经非常强大了 给他足够的时间 他的实力会越来越恐怖 关底外 一百米处 鹿子野与楚雄 在夜幕中远远观望 楚雄的手臂上 亮起微弱的晨光 随后包裹了两人 天赋 瞒天过海 让多个目标实现隐身 这种隐身 是来自视觉上的干扰 力量来源于精神力 所以 只要对方的精神力 不高于施展天赋的人 是无法察觉的 当然 这里不包括一些高阶特殊道具 和侦查手段 就这样 鹿子野与楚雄 楚雄大大咧咧进入了关底 这里主宰镜的守卫 有十几人 没有瞒天过海的掩护 想要翘无声息进入 非常有难度 两人在一个通道门口 看到一个面无表情的 传奇静觉行者 端着一个银制的容器 走向地下室 鹿子野眉头一蹴 这个人好奇怪 没有任何表情 而楚雄在觉醒一中 以文字的方式告诉鹿子野 这是松下野种的死魁之一 不出意外 他们就在地下室 两人跟随死魁 进入了一个秘密通道 通道的门自动闭合 鹿子野和楚雄 看到了一个偌大的祭坛 还有奄奄一息的 被铁链捆绑的李壮壮 李壮壮的周围 还摆满了银针 各种奇奇怪怪的祭祀道具 还有一个盛满了鲜血的银色容器 两人进入的同时 松下野种正在集中精神力 通过银针吸收李壮壮的血液 同时通过以精神力洗刷李壮壮的意志 直到完全控制 这个过程类似夺赦 但是比夺赦更加高端 他不需要占据李壮壮的身体 只需要洗掉李壮壮的意识 控制他 忽然闯入的不速之客 让松下野种大惊 现在进入到了关键时刻 不容有闪失 杀了他们 松下野种的精神力比楚雄高 在他的精神力影响下 瞒天过海失效 他的五个死魁也发现了两人 鹿子野正准备动手 杀了这些死魁 然后就李壮壮 却是被楚雄拉住了 你的精神力能不能超过这个人 楚雄说话的同时 整条手臂燃烧起汹汹火焰 一拳锤飞了一个死魁 而另外一个死魁 被鹿子野的视天切成了碎片 但是这些死魁的碎片 正在缓缓凝聚 死魁不死不灭 实力虽然低于同境界觉醒者 但是极为难缠 可以凭借控制人的精神力 无限重生 除非本体被击杀 或者精神力耗尽 你问这个干嘛 应该 也许 可能高一点吧 鹿子野也不确定 但是松下野种给他的感觉 精神力是不如自己的 毕竟有哪个传奇中期实力的觉醒者 有四十万精神力啊 这太极端了 我也感觉 你的精神力强于他 李壮壮因祸得福了 你如果现在 给李壮壮提供精神抗拒 可以让李壮壮精神 反噬松下野种 获得他的全部实力 这就是天赋死魁的弊端 他只能控制精神力 比自己弱的对象 也是松下为什么 在这么隐蔽的地方 进行仪式的原因 鹿子野大惊 还能这样玩 不过听起来夸张 其实想要反噬太难了 李壮壮 这是运气好到了几点 首先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人 为你提供精神力 其次 还得在别人仪式 进行中的时候介入 缺一不可啊 鹿子野看向李壮壮 一道狂暴的精神力 注入他的身体 展开与松下野种的精神对抗 精神对抗的时候 双方的意识会出现一些交融 可以看到对方的一些思想片段 当松下野种 看到鹿子野一周的时间 成就了传奇中期实力后 他惊得语无伦次 而鹿子野则看到了 更为恐怖的画面 一间小黑屋中 赵长和病危 他的周围占满了传奇进强者 还有许多鹿子也没见过的外国人 其中有一惊发碧眼的外国人 气息极其恐怖 应该是不朽强者 气息恐怖的外国强者 眼神英智 他俯视赵长和 老朋友 你将参天封禁在极乐禁区 属实出乎我们预料了 那就借用你最后的能量破开 你布下的禁止 会随着你的死亡 越发脆弱的 赵长和颤颤巍巍坐了起来 你们想要吞并滨海 我第一个不答应 随后 赵长和以最后的力量 封禁肉身 但是自身将失去所有能量 随之死亡 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混账 陆子也怒火中烧 原来这就是赵长和死亡的真相 他并没有背叛滨海 而是壮烈牺牲了 那个小黑屋 是不朽强者的天赋 禁闭空间 直接将实力弱于自己的人 强行拉入一个自己创造的空间中 这比梦境强大很多倍 因为这个空间是真实的 里面发生的一切事情 都是真实的 虚幻画面一道道流逝 陆子也还看到了多国部队的集结 他们都在为并吞滨海而准备 甚至 他们为了配合这次行动 故意在多个异化之地 掀起了与龙国的竞争 让龙国无暇分身照顾滨海的危机 这也是为什么滨海市被放弃的原因 因为龙国现在被一大批敌国盯上了 想要瓜分龙国的城池 下一刻 陆子也催动精神力 黄豹涌入李壮壮身体 而对面的松下野种双眼 充满惊骇和恐惧 他感觉自己的精神力正在倒流 正在进入李壮壮的身体 而他根本无法抗拒这个趋势 不 不要 头痛欲累的松下野种 不敢相信自己 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死亡 他的那些死魁都被楚雄牵制 一时间根本无法战胜楚雄 而面前这名年轻人 并不是十大守护中的任意一名 可他的精神力 竟然恐怖到了这个地步 阅读了一部分陆子也记忆的松下野种之道 这个年轻人 杀意一决 铁锁上的李壮壮开始抽搐 他的身体正在经历复苏 反噬半个小时的对抗 松下野种败下阵来 他口鼻流血 脸色苍白 整个身体无力 瘫软了下去 周围的死魁 也宛如泥人一般瘫软了下去 不再动弹 失去了精神力的支持 他们便是一堆死尸 而他狂暴的传奇力量 直接被李壮壮吸收 后者缓缓苏醒 第一句话便是 卧槽 路哥 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 疲惫不堪的陆子也 面露微笑 对着李壮壮点点头 差点来晚了 两人拥抱在一起 李壮壮感受到身体强大的力量 一脸猛逼 这是怎么了 一旁的楚雄羡慕道 你比中了五百万彩票还幸运 多种巧合之下 你拥有了松下野种的实力 啊 要不是身体中的那狂暴的力量 正在流淌 李壮壮打死也不相信自己 被拐卖之后 竟然成为了传奇强者 卧槽 路哥 我特么是传奇了 以后我带你飞 李壮壮一脸惊血 别飞了 他是传奇中期实力 比松下野种的力量更强大 不然你以为怎么能反噬原主的 好好销炼 准备守卫滨海吧 楚雄在一旁解释道 三人快速返回了滨海市 然后楚雄又将滨海的情况 给李壮壮说了一遍 并邀请路子野和李壮壮 加入守护阵营 照常合走了 多两个传奇 也算是给滨海多一分威解 虽然这远远不够 李壮壮一口答应了 我的命就是你们给的 我没有拒绝的理由 而路子野摇了摇头 我暂时需要进入异化之地突破一阵子 守护我就不加入了 但是滨海危急之时 我路子野一定到场 楚雄点点头 他知道 面前这个年轻人身上 有太多未解之谜了 有你这句话 足够了 路子野有自己的计划 他准备去寻找 四十几以上的异化之地 这种地方极其稀少 且危险 但是为了提升基础收益 最快速度获得生存点 他必须这么做 路子野想要去外地 寻找高阶异化之地的想法 得到了楚雄的认可 我会动用十大守护的权限 为你提供必要的帮助 你放手去做吧 楚雄给出了承诺 至于敌国来袭的信息 路子野不准备透露 这样会让城防军增添恐惧 让滨海守卫力量 丧失更多的信念 大战在即 路子野需要成为 大家战斗下去的信念 而这样的信念 来源于实力 我必须晋级不朽 这是路子野唯一的想法 路子野走后 李壮壮加入了修罗小队 替代了路子野的角色 继续在三星异化之地闯荡 路子野离开的时候 李壮壮告诉了路子野一个秘密 他的天赋很奇怪 天生双天赋 这极其罕见 一个是天赋序列二的金砖 另一个是天赋排名最后一名的 幸运 这个鬼天赋 极其稀有 缺乏研究 没有人知道他的确切用途 便是随便把他排在了最后一名 滨海市在照常和死后 宣布进入了战事状态 城防军将所有的城防装备 维护了一遍 在巨大的城墙上 更是安装了全新的能量巨炮 这种巨炮对于普通异兽 具有强大的面杀伤能力 整个滨海市 所有媒体 所有社交平台上面 都是备战的宣传内容 这一幕很熟悉 就和三年前一模一样 可是三年前 他们有不朽强者照常和 今年呢 滨海的社会氛围 还是非常压抑的 民众和城防军都在积极备战 大家都拥有与滨海共存亡的决心 但是多多少少 他们都没有抱太多的希望 只是抱着 要死也要多拉几头异兽同归于尽的 想法 陆子野第二天一大早就通过空间传送 离开了滨海 临走的时候 修罗小队全员来送陆子野 李壮壮更是当场展现了自己的天赋金砖的魅力 二级天赋 竟然可以将一吨重的金砖操控起来 化为一柄巨剑或者巨盾 这听起来太特么不公平了 凭什么他二级就可以操控这么重的物体 不过后来陆子野也知道了 金砖与自己的金属操控的差异性 陆子野的金属操控对所有金属有效 威力的强大与自己精神力相关 而金砖天赋是个奇葩 只能操控黄金 而且重量没有上限 就看你有多少钱去购买黄金 威力与操控的黄金重量和精神力都相关 天赋序列排名第二 真的有一点东西啊 刚好这个家伙的家庭不缺钱 分分钟搞来了一顿黄金 还在继续张罗购买 难道这就是天赋幸运的作用 陆子野开始怀疑 李壮壮才是主角了 传送门前 陆子野手里拿着楚雄给他准备的推荐信 这封信来自十大守护 有希望进入极北之地 哪里有三十五到四十五级之间的异兽 是很难进入的异怀之地 需要各地推荐 陆子野朝着众人抱拳 三日后 我会回来 众人抱拳 三日后 滨海见 在陆子也通过松下野种的记忆 得知极乐之地的中烟之门 与赵长河和十大守护无关之后 便是告诉了楚雄 极乐之地禁区的秘密 中烟之门即将在极乐之地禁区开启 同时 樱花 阿三 樱将 日落 袋鼠等国的觉醒者 也组成了八国联盟 在异化之地 开始给觉醒者制造冲突 故意让龙国疲于应付 八国觉醒者联合军团 甚至留出一些信息 零腰八关卡的仇 他们不会忘记 滨海这座城必须付出代价 陆子也离开的当天 滨海市市中心 战争广场之上 开启了战事中 战事中的开启权限 在滨海十大守护手中 只有滨海市遭遇重大危机之时 由守护者们评估危机倒计时后开启 此刻 滨海市最繁华的战争广场 平日里 这里人来人往 电子屏幕上 都是播放的各种娱乐信息 商业广告 此刻巨大的电子屏上面 以严肃的黑白两色 记录着一个倒计时 71小时51分11秒 这是守护者们前往禁区 查看中阴之门的封印之后 得出的战争倒计时 所有的社会资源 全部朝大战倾注 滨海市所有城防关口关闭 只许进 不许出 所有人征收35%的战事经费 不管是穷是富 大批的巨炮 战术道具 被批量运送到滨海城防 街道上来来往往的全市运兵车 天空中飞行的 都是军用运输机 除了衣食住行相关行业还在运作 等大战之后再开 所有人被通知 非必要不出门 在家中等待 中阴大战结束 所有觉醒者 城防军全部被征召等级 逃避征召者 死罪 大战当前 另行禁止才有一线生机 可是每个人都知道 中阴大战如何结束 或许结束的是 滨海这座城市的历史 李壮壮在楚雄的引荐之下 加入了守护者 滨海从此拥有了11名守护者 这条新闻被大肆广播 用来安抚民众 提升滨海信心 守护者意识厅 11名守护者齐聚一堂 守护者01一脸凝重 01号守护者 也被称为大守护 大统帅走了 按照滨海市战时准则 我暂时统领滨海防务 这一战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的态度 其余守护者 文言军事点头 死战到底 大守护用依依不舍的眼神 看向意识厅的每个角落 还有在场的每个人同僚 仿佛错过一眼 都会遗憾 现在 我们讨论路子野和李壮壮的事情 我提议 送李壮壮离开 同时禁止路子野回滨海 大守护说出了今天的议题 李壮壮一脸震惊 这事他根本不知道 我抗议 大守护 你不能决定我们的去留 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大守护文言 露出慈祥的微笑 抗议无效 你有心守护滨海 可是我们也有责任 为滨海留下最后的火种 你和路子野天赋非凡 是最年轻的传奇觉醒者 和我们这群老东西死在这里 太可惜了 楚雄 我统一 守护者零二 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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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思考 这个议题在十名守护者中迅速通过 来人 押送我们滨海最后一名守护者 前往京都避难 大守护一脸决绝 李壮壮咆哮道 大守护 这里是我的家 家都没了 我还能去哪里 同时 李壮壮发动了天赋金砖 金砖在空中化为了一柄金色长矛 悬于自己头顶 死又何妨 不减骄狂 但别让我憋屈 今天要么我死在这里 要么死在中烟战场 我是如此 陆哥比我更甚 大守护请自行决断 现场 鸭雀无声 十大守护此刻明白了一个道理 其实这批年轻人守卫滨海的决心 并不比他们少盯点 极北之地 能进入这里的人物 都是龙国各地天骄 要么是不到二十岁的主宰 要么是三十多岁的传奇 他们享受着自己所在城市最顶尖的资源和专业指导 一般都有专业的导师 陪着他们进入这里 磨练战斗技巧 提升个人实力 只有陆子野形单影只 孤身一人在这里厮杀 二十只了 陆子野心中默念 来到这里两个小时 击杀了二十头等级高于自己的异兽 自己已经四十级了 这里的怪物从三十五到四十五级都有 想要快速寻找到高于自己的boss 并不容易 陆子野现在不杀普通怪物了 只击杀boss 控制自己经验的增长速度 争取多获得一些基础生存点的提升 这两个小时的战斗 让他的基础收益 从二百六十生存点分 提升到了二百八十生存点分钟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他必须最快速度提升自己的实力 陆子野疯狂的杀戮 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这个人疯了吗 哪有这样杀怪的 尽管他的确很强 这不是在显摆吗 龙国最年轻的传奇 就这点格局 嘘 小声点 听说滨海开启战事中了 啊 那他岂不是逃兵 自己家乡都不守护了 跑这里来 什么 现在龙国各地都爆发了 大大小小的异化之地冲突 最可恨的就是这种逃兵 他明明有能力包围家乡 为什么要离开啊 怪不得他杀疯了 原来是内疚了在发泄啊 大家都让开点吧 小心被波及 别去惹他 对对对 龙国不欢迎逃兵 周围的议论声 陆子野听得清清楚楚 但是他无心过问 自己只会用行动证明 滨海还有一个不朽 第一天的战斗 随着一头四十三级逆甲龙的倒下而结束 陆子野并不准备回到营地休息 而是准备在冰原上休息 等精神力恢复到巅峰状态后 继续杀戮 令人高兴的是 今天杀了110头 超越自己等级的boss 基础生存点收益 到达了370点分钟 令人郁闷的是 今天升级到了43级 明天想要寻找 比自己更高等级的异兽boss 难度更大了 只剩下44级和45级两个等级的boss了 陆子野看了一眼自己的系统 里面的生存点显示着 45 1万 还有击杀boss的时候 各种属性贯体 获得了7000多精神力 其他属性3000多点 由于今天击杀的都是boss生物 陆子野获得了两件40级的紫色装备 用来替换了之前的青木手镯和巨蛇之靴 获得了两个特殊属性 伤害症40% 暴击症40% 40级的装备 特性增加40% 这就是高等级装备的威力 这是第一天的收益 因为最开始收益只有260点分 所以全天的收益是波动的 明天的收益都在370点分钟这个基础之上 加上还会击杀一些boss 收益肯定远远不止这个数 陆子野现在属性已经接近100万了 距离不朽 一步之遥 还是老规矩 陆子野加了40万精神力和5万体质 这条陆子野 他是坚定不移的 自己够硬的同时 伤害巨高 看向自己的属性列表 陆子野一脸兴奋 宿主 陆子野 等级 LV43 24% 境界 传奇境 生命值 1430010 体质 14301 81% 减伤 精神 813080 力量 1684 敏捷 1790 暴击率 57 9% 破甲 32 5% 伤害增加 40% 生存点 1310 增长中 天赋序列 20 金属操控 LV6 245 0000 天赋序列 05 破绽 LV6 255000 装备 试天 逆甲龙灼 巨蛇之灼 逆甲龙靴 灰药之亏 总数性点 96万左右了 自己现在是真正的传奇巅峰或者放在某些小说中也可以成为半步不朽了 生命值140万减伤来到了81%非常耐走 更爽的是装备还提供了40%的伤害增加还有57%9%的暴击率破甲在装备和天赋的共同作用下也来到了32%5%可以说现在的陆子野面板属性非常豪华了 休息一会再杀点boss就可以冲击不朽了 陆子野想到这里 心潮澎湃 他已经开始幻想自己在滨海危急之时 以不朽之姿力临滨海城下的那一幕了 一名不朽的出现将给滨海守卫战带来莫大的信心 陆子野放松身心 进入了玄妙的休息状态 他漂浮在半空 身边108枚十天碎片宛如流云般缓缓浮动 守护着他的主人 两个小时的休息让陆子野神清气爽 他现在持续战斗 一天消耗的精神力不到60% 其实不休息也可以继续战斗 但是陆子野有一个良好的习惯 会定期让自己恢复到巅峰状态 以防不测 两个小时的休息 370点分钟的收益率 让陆子野的系统中又存上了4 5万幸存点 陆子野全部加到了精神力上面 自己的境界描述后面 已经出现了可破镜的提示 证明自己的总属性 已经来到了破镜的要求 100万战斗力 不过陆子野没打算破镜 根据之前的经验 属性点超出基础需求越多 破镜效率越高 陆子野为了节约时间 自然选择了先杀怪 今天的击杀怪物数量 注定不会超过昨天 因为陆子野现在已经43级了 他的目标异兽 只有44和45级异兽BOSS 其他怪物一律避让 或者驱散 不会击杀 陆子野奔走于极北之地各个角落 冰原 深渊 山巅 峡谷 许多人都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身影 他脚踏成光闪闪的视天碎片 略空而过 被他看中的BOSS 都是一击必杀 关于陆子野 整个龙国营地都在流传他的传闻 有同情他即将失去故乡的 也有人诟病他逃兵的身份 褒贬不一 24小时的连续击杀 陆子野听到了 系统传来了最让他担心的声音 叮 恭喜您等级提升到LV45 1% 陆子野无奈叹气 45级 意味着极北之地在无比他等级高的BOSS 不过也有令人开心的事情 陆子野现在的每小时收益 从370生存点分钟 提升到了500生存点分钟 这意味着陆子野每小时都能获得3万的生存点 在过去的24小时厮杀中 陆子野积累了55万属性点 也时候晋级不朽了 现在是夜晚23点 陆子野打算现在就晋级不朽 明天一早回滨海市 按照守护者的计算 明天夜晚 中烟之门的静止就坚持不住了 系统 增加50万精神力 增加5万体质 第一 加点完成 当前精神力131 3080 当前体质19301 生命值193 0010 提示 您力量充盈 可以破镜不朽 150多万的总属性了 我是货真价实的不朽强者 这一刻 陆子野心中激动万分 他摒弃宁神 开始破镜 心肝脾肺肾 这一次 强大的橙色能量 开始冲击肺部 陆子野的呼吸 宛如珊瑚海啸一般澎湃 他身体周围的橙色能量流光 开始分化成为五彩斑斓的色彩 瑰丽万千 神意非凡 极北之地龙国营地之外 一个不朽及神秘道具的遮蔽之下 30名传奇后期强者 缓缓露出了身影 詹姆斯大人 我们已经准备就绪 何时发动 对极北之地龙国觉醒者的打击 那名叫詹姆斯的鹰匠国人 眼含凶光 他们在极乐之巅杀了我兄弟 今日就要他们血债血偿 一小时 趁他们在休息 发起突袭 是 大家记住 本次行动 不会被我们背后的国家承认 如果失败了 我们将被抛弃 没有援救 国家也将声称是我们的个人行为 不会庇护我们 所以 我们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明白 詹姆斯等人敢在这里发动偷袭 是经过严密计算的 龙国现在被多国针对 在这里的防御力量下降 龙国对世界各国顶尖强者的信息跟踪 一直只能关注不朽境界 因为传奇境界的人太多了 他们无法关注 所有传奇境界敌人的行踪 而詹姆斯等人做过调查 极北之地的龙国觉醒者 大多是龙国天骄人物 实力在主宰巅峰道 传奇初期居多 所以 30名传奇后期的人 偷袭这群龙国觉醒者 几乎是碾压态势 整个行动看起来极其严谨 前期工作做得十分充足 唯一的漏洞就在于 他们的情报是三天前的 陆子野的到来 没有在行动的风险评估之中 这30名传奇后期 接受的刺杀任务 收益极高 是各国资助的 针对龙国的重点行动之一 旨在打击龙国的后背力量 一句话 趁你病 要你命 他们不想让龙国 得到任何喘息的机会 一小时之后 扎斯大手一挥 进攻龙国营地 30名传奇强者 各显神通冲了进去 营地的警报声大作 全体龙国 觉醒者速速备战 有嫡系 30名传奇强者 直接动用最狂暴的攻击力 轰碎龙国营地的 静置屏障 冲了进来 刚刚晋级的不朽的陆子野 听着营地中的嘶喊声 爆炸声 警报声 什么逼动静 詹姆斯率领的突击团实力 定然是不俗的 而且 他们对龙国营地的防卫情况 觉醒者们的分布位置 都摸得一清二楚 30名传奇后期强者 在道具弥天之眼的遮蔽下 突袭了龙国营地 此刻 第一批与詹姆斯突击营遭遇的 便是营地的守卫力量 营地守卫力量 分为城防军和城防禁制 禁制已经被突破 城防军的实力 大多是传奇境界 初期 中期 后期都有 但是数量只有6名 得知营地被突袭 所有在极北之地 训练的龙国觉醒者 没有一个人逃跑 因为大家都知道 跑是跑不掉的 只能配合城防军反击 才是唯一的生路 90多名觉醒者 快速在营地中 平时集合的地方集结起来 这群人数量不菲 都很年轻 但是除了路子野实力最高 也就传奇中期 营地的城防军负责人江武 是一名传奇后期 他看向自己身边的龙国觉醒者 眉头紧簇 因为他明白 这些龙国的希望 怕是保不住了 詹姆斯的突袭太突然了 而且还施展了 类似化地为牢的空间静止 屏蔽了这里的一切波动 包括觉醒一信号都被遮蔽 现在的龙国营地 是一处绝境 江武双脚猛踏地面 身体迅速 瘦化成一头暴熊 天赋序列69 熊之力量 天赋等级7级的江武 变身后的暴熊 拥有身高7米 四足匍匐在地 浑身充满了澎湃的力量 他怒视着前方的詹姆斯等人 没有任何犹豫 咆哮着第一个冲了上去 杀 他知道自己回不来了 但是 整个龙国营地 他是负责人 也是境界最高的人 他不带头冲锋 这群龙国觉醒者 可能战斗一直都提不起来 有了江武带头冲锋 城防军其他守卫 和所有的觉醒者 哪怕是实力悬殊 很大的主宰镜觉醒者 也冲了上去 各种元素攻击手段 各种天赋神通 纷纷施展了出来 金木水火土 风雷光暗音 还有各种异化形态 静置封印瞬间将龙国营地 映照的五彩斑斓 江武化身的暴雄一跃而起 熊掌在空中一个灰机 将敌人营造的一面花钢岩石盾 拍得四分五裂 詹姆斯微微一笑 气势暴涨 他整个人瞬间完成了金属化 他的生命形态 从人类的肉身 变成了金属生命 这是天赋序列28 钢铁之躯 詹姆斯拥有7级的钢铁之躯 与江武的7级暴雄碰撞在一起 极为劲爆 飞沙走时 地面凹陷下去多个深坑 最终 由于詹姆斯突击团在其他方向的战斗太过轻松 在另外两名传奇后期的介入下 江武立刻落入下风 碰 钢铁之躯一个锡状 直接将暴雄的顶飞出去40多米 7米高的暴雄倒地吐血不止 詹姆斯冷笑 018关卡的风光吗 你们在极乐之巅的傲娇呢 龙国即将陨落 而等不过蝼蚁 如果求饶 我可以留个全尸给你们 你算什么东西 一道声音飘来 一帅气逼人的男子凌空漫步而来 他的脚下108枚是天碎片 依次围棋铺路 宛如天神下凡 詹姆斯变身的钢铁之躯正欲发作 想要举拳轰击陆子也 但 天空中的男人一声爆喝 跪下 随着声音落下 堂堂钢铁之躯 七级天赋 传奇后期 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 他的钢铁之躯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他的身体一点点弯曲膝盖 对着天空的男人匍匐跪地 整个过程 詹姆斯的脸上的钢铁肌肉都在颤抖 看得出 他在拼命控制自己的身体 可是没用 不朽强者的金属操控 岂是区区传奇后期可以抗拒 詹姆斯的天赋好巧不巧 将生命形态升格为金属生命 陆子也的天赋又是金属操控 让他跪下 还真就跪下了 这一幕 宛如爸爸教训儿子 就在这个时候 詹姆斯的突击团有不少人都认出了陆子也 他 是他 他就是零一八关卡那个大开杀戒的人 就是他 华诚辉我都认识 虽然陆子也在零一八关卡的壮举被打了马 但是其他国家利用各种手段 分析出了陆子也的大概特征 他早就成为了多国的心头之恨 詹姆斯像狗一样趴在地面上 这一幕 让龙国的觉醒者天骄们也是震撼不已 他 他好强 传奇后期 竟然在他面前毫无抵抗之力 可是 他几天前才被龙国宣布成为最年轻的传奇境界 为什么这么快就可以压制传奇后期了 他刷新了我对觉醒者的认知 丁 您同时震撼了龙国营地的觉醒者和敌国觉醒者 获得生存点加68888 看着陆子也的恐怖力量 詹姆斯突击团成员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本来这次任务如果失败了 就不会受到背后国家的承认 他们经过精密计划 认为万无一失才敢接这个活 现在他们已经不考虑那丰厚的报酬了 他们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快速逃离这里 这里太他们危险了 眼瞎 詹姆斯被压制得像一条哈巴狗一样 趴在地面 连话都说不出来 更别说发号施令了 突击对二把手立刻大喊了一声 所有人集合准备突围 他庆幸自己的突击团有30人 就算对方再强 突围应该没什么问题 可是 二把手的命令并没有得到很多相应 身边还是现场七 八个队员向他靠拢 其他人不见了踪影 陆子也微笑道 别喊了 他们已经回不来了 没错 陆子也之所以迟到了几分钟 就是去解决外围的20来名突击团成员了 那些人在试天的攻击下 根本没有任何活路 结局都是化成了血污 不 你不可能是不朽镜 二把手一脸惊骇 他想到了 在几分钟之内 击杀20多名传奇后期 唯有不朽才能做到 可是他真的不敢信啊 这人才多大年纪 不朽 呵呵 老子就是不朽 岂不欠 陆子也从高空落下 身上爆发出五彩能量耀光 一枚枚是天碎片 同时刺入了这群突击团成员的身体 瞬间爆开 三十人的突击团 瞬间团面 看着漫天飞舞的血雾随风飘散 龙国营帝百来好人 双眼瞪得溜溜元 这可是三十个传奇强者 敌国知道了的多心碎啊 就这么被这个人给扬了 江五恢复了人形态 他胸口有几处创伤 但是并不致命 江五对着陆子也抱拳 城防军江五 多谢大兄弟救命之恩 未来江五这条命属于恩人 江五随时可以上刀山下火海 绝不皱眉头 江五是个性情中人 陆子也看得出对方的满腔热忱 江指挥严重了 我们都是龙国觉醒者 我不可能见死不救 这是我应该做的 其他城防军队员和觉醒者 包括哪些之前诟病陆子 也是逃兵的觉醒者 此刻全部抱拳之线 随着突击团空间静止的解除 觉醒仪恢复了通畅 江五在城防军权限很高 他收到了一条内部信息 他看完之后 整个人都震惊了 犹豫了一秒 他一拍大腿 走到了陆子也身边 恩人 这本是绝密信息 可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必须告诉你 陆子也抱拳 请讲 滨海市极乐之地的中烟封镜 提前被突破 参天率领中烟异兽 冲破了极乐之巅的关卡 再次历临滨海市 而且 而且龙国下发了对应策略 放弃滨海 而滨海全体市民 拒绝了撤离 准备与滨海共存亡 陆子也看了一眼自己的觉醒仪 没有任何消息 他瞬间明白了 这是守护者们在故意隐瞒自己 不想自己回去冒险 陆子也对着众人抱拳 我要立刻返回滨海 各位告辞 陆子也凌空而起 准备通过空间通道 立刻返回 慢 陆子也被江武叫住 前往滨海的空间通道 已经被封禁 陆子也眉头一皱 那我就飞回去 如果恩人不嫌弃 我和我的几个兄弟 愿与恩人杀回滨海 任由拆遣 不等陆子也拒绝 九十多名龙国试炼天骄 整齐华一抱拳 我们也愿同网 杀回滨海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陆子也感激到 多谢各位 纵然长夜难鸣 那我们就杀出一个黎明来 一群人腾空而起 朝着滨海方向掠空而去 陆子也根本不知道 自己离开之后 第一天滨海就已经出现了危机 中烟之门的封印 比想象中更加脆弱 他随着施法者赵长河的死去 变得越来越脆弱 加上多个敌国的 故意引导中烟之力 参天为首的中烟异兽 蠢蠢欲动 即将破开封印 滨海的十一个守护者 六百多名主宰 已经驻守在第一道防线 那就是极乐之巅 陆子也曾经在这里 击退敌国数百支队伍 如今 他们也要在这里 进行第一次阻击任务 尽可能消灭更多的中烟异兽 让尽可能少的异兽 离开极乐之地 当天晚上 中烟之门破碎 那撑天而起的巨门 出现斑斑裂痕 赵长河留下的封印 暗淡了下去 一只巨手一拳轰开了静止 各种诡异的异兽 在滚滚黑雾中破门而出 朔以十万计的中烟异兽 冲出中烟之门 朝着极乐之巅而去 这里是极乐之地唯一的关卡 突破这里 异兽将冲破空间通道 进发冰海 大守护眼神坚定 语气平淡 诸位 准备决战 极乐之巅上架起的数百门 口径惊人的巨炮 在楚雄的爆合声中 奇奇发射 一枚枚炙热的炮弹 在天空中 划出绝美的轨迹 落入异兽群中 轰然爆开 轰轰轰轰轰 地面在颤抖 异兽的残肢断臂 漫天横飞 这些巨炮 是人类科技力量 结合天赋 以及各种道具后的产物 对异兽具备大面积杀伤效果 但是造价极其高昂 数量有限 黑雾之中 有一尊异兽极其骇人 他身高一百米有余 双臂极其修长 垂到了地面 远远看去像长臂猿 但是他没有脑袋 两只硕大的眼睛 长在胸前 怒视着极乐之巅上 那些龙国觉醒者 极乐之巅官爱处 一名战地记者 正在直播这场战争 因为对于整个滨海而言 除了几万的 各个境界觉醒者 还有数百万普通人 他们正在家中 关注着这场战事 滨海世界道 商场的各种投屏上 都是纷飞的战火 战事中上 已经开始计时 战斗已打响 十一分三十一秒 看着狂暴的兽巢 不断对着极乐之巅冲锋 他们时而惊叫 时而握紧了双拳 觉醒者与异兽的 每一次交锋 都让他们内心剧烈波动着 作为普通人 他们能做的 只有祈祷 一个小女孩 手中捧着苹果 一脸惊骇 看着大屏幕上的异兽 躲到了妈妈的身后 她不解问道 妈妈 怪兽会来我们家吗 妈妈沉默了 摸了摸女儿的头 半赏才回答道 不会的 我们有滨海市守护者 有城防军 他们都是英雄 极乐之巅的战斗 从第一天夜晚 直接僵持到了第二天深夜 双方伤亡都极其惨重 这个时候的陆子野 还在极北之地 进行第二天的战斗 十一守护牺牲了三名 镇守极乐之巅的 全体觉醒者 退回滨海市第二道防线 同时 大守护进行了直播讲话 滨海市的父老乡亲 兄弟姐妹们 中烟之门已经开启 我们滨海市去了 唯一的不朽 大统帅离我们而去 中烟一守一小时后 将进攻滨海 我很抱歉 我们在极乐之巅 未能阻止他们的前进 作为滨海守护 我们羞愧难当 我们现在只能做出 唯一的保证 滨海守护 包括城防军全体成员 只要还有一口气 我们将死战到底 也许我们将迎来末日 也许滨海的历史就要终结了 但这段历史如何结束 将由我们来书写 我愿意谱写 悲壮不屈的滨海历史 后人读到滨海市的时候 至少会为我们 今日的所作所为 肃然起敬 现在 请大家 陪伴自己的家人 做一顿晚宴 珍惜最后的陪伴 一段悲壮的讲话 让滨海市 蒙上了悲情的色彩 其实一开始 大家都猜到了这个结果 毕竟唯一的不朽离开了 怎么可能抵挡得住 中烟一寿 但是人类的历史 就是一段 怀着希望奋斗的历史 滨海市所有人 还是抱着那么一丝希望 在坚守着 如今这个希望越发渺茫了 无数市民涌上街头 他们打着标语 喊着口号 为城防军呐喊助威 异兽可以摧毁 滨海市的防线 但是没有摧毁 这座城市的抵抗意志 滨海市城防军战士 与家人一一道别之后 踏上了城墙 谁都知道 这一别就是永恒 东东东 滨海市城外 沉重的轰鸣声 伴着售吼越来越逼近 越来越清晰 大地在阵战 异兽大军 冲破了极乐之地的空间通道 降临滨海市 滨海市是一座人类巨城 这里成功抵御过多次中烟 城墙上的斑斑战斗痕迹 佐证着过往的一切 五万城防军 上至传奇 下至超凡 每个人都严阵以待 正面防线率先迎来了异兽的进攻 天空中 一展几十米的异化师舅滑翔而来 还有人参英式的十一兽 协同在空中发起突袭 利 他们嘶吼着 在天空中 要么喷涂火焰 要么发射十次 城防军开启中烟之手 这是几千名觉醒者的防御天赋 共同作用下 撑起的守护整个滨海城防的防御屏障 那些火焰 十次轰击在屏障之上 激起阵阵涟漪 而城墙上的数千防御细绝行者 正在消耗自己的力量 苦苦支撑 同时 大守护单手一挥 杀 城墙上的防御大炮齐齐轰出 地面上瞬间火光一片 而 对空发射的流光弹冲天起 追踪那些空中的异兽而去 末日般的景象正在上演 李壮壮召唤出一坨两吨重的金砖 从天而降 砸死砸伤数十亿兽 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 大守护帅领成防军全体出战 小洛 千万点回来 楚雄看着遮天蔽日的异兽 心中感慨 修罗小队全体加入战斗 这一刻 他们是如此想念那个新人 那个野路子 他们是矛盾的 既希望他在 又不希望他在 砰 一只巨大的拳头轰向防御屏障 列文立刻贯穿整个屏障 数千防御型天赋觉醒者 立刻开始燃烧本体能量支撑屏障 大守护看向身边的所有守护者 大家默契点头 异兽已经突进到了城墙下 是时候肉搏战了 此刻正是凌晨两点 滨海月光一改往日的皎洁 在黑雾遮蔽下 他变得暗淡无光 就好像滨海市人们心中的希望一样 滨海市城墙之外 一片湿山血海 觉醒者与异兽展开了最后的肉搏战 城墙上境界低的觉醒者 还在操控各类城防武器支援城下的战斗 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人挺身而出 与异兽展开肉搏 城墙会立刻丢失 连僵持的机会都没有 正是因为大守护等人的出城迎敌 才为城墙上的城防军 创造了继续输出的机会 可是 这样的机会也正在一点点丧失 十一个守护者 目前已经牺牲过半 这些战斗的倒下 大守护面无表情 心中早已悲痛万千 曾经并肩战斗了多少岁月的兄弟 就这么没了 李壮壮彻底疯狂 两吨重的金砖宛如天外流星 不断杂入战场 收割异兽的性命 金砖落地之后 立刻又幻化为一柄柄金色长枪 漫天突刺 穿透一具具异兽的胸膛 更为神异的是 那些李壮壮的身边 各种异兽的攻击手段 总是擦肩而过 好像这个人开了外挂一样 天赋幸运的加持 让他避开了许多致命攻击 忽然 一双恶毒的眼睛锁定了他 力爪挥击而来 李壮壮立刻将金砖 横在自己身前 抵挡这一击 可惜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一切技巧都是枉然 金砖直接横飞而来 撞击在李壮壮身上 整个人倒飞出去上百米 落地之后 李壮壮无法动弹 他四肢都骨折了 诡异的是 重要器官确实完好无损 但是 他失去了战斗力这一点 是毫无疑问的 大守护带着另外几名传奇守护 挡在了参天的面前 阻止他继续伤害李壮壮 聂处 我们又见面了 大守护双眼直视参天 这是他第二次与他交手了 上一次 由统帅大人带领 可这一次 他只能自己面对了 参天的鼻息粗重无比 口鼻中喷吐的黑雾 炙烤着大地 他一步步走向大守护 胸前的双眼 蔑视面前的一切 就仿佛站在他面前的 不过是一群蝼蚁 轰 参天发动了攻击 天赋序列十四 剧毒 这是一种火系天赋 毒之物每一次攻击都附带毒素 这些毒素可以降低敌人的抗性 具体降低的数额 受到双方实力差距的影响 除此之外 还具备减速 造成对面一定比例 最大生命之伤害的效果 狂暴的黑雾 裹挟着参天的轰向大守护等人 几人以传奇之力 硬抗不朽易兽 这无异于以卵击石 几人纷纷被打得暴退 毒物不断侵蚀他们的身体 扑 两名传奇守护口吐鲜血 从高空直直摔下 没了动静 城墙上 城防军守卫看到了这边的危机 立刻用巨炮瞄准参天 掩护大守护 他们撤退 数十发炮弹呼啸而去 下一刻 参天已全硬钢炮弹 一一击碎 巨大的爆炸 冲击波在他身前弥散而开 却未能伤他分毫 不朽易兽 强大到令人窒息 呼吱 呼吱 参天一步步走向城防 粗重的鼻息喷出的黑雾 开始侵蚀城防上的守卫 这一刻 大家都想到了四个字 大势已去 大守护拼尽最后的力量 将受伤的李壮壮 和战友的尸首 送回了城墙之上 老子死都不怕 和巨泥一畜生 大守护冲向了参天 准备自爆 参天发出嘶吼 他最讨厌这些实力低微的蝼蚁 偏偏拥有不屈的性格 蝼蚁本应臣服才对 参天双臂怒子而下 这一击 他能彻底结束这次战斗 滨海市将成为他的属地 碰 一道五彩斑斓的光影快速落下 两枚视天碎片掀起的风暴 将视天击退 所有人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那个滨海市天才少年 最年轻的传奇 在零一八击毙无数敌国觉醒者 在极乐之巅怒斩敌军 为龙国觉醒者证明的男人 如今 他回来了 参天的后退几十米 才站稳了身形 他惊讶地 看向眼前的这个男人 再看向自己的双拳 上面血肉被掀飞了一大块 一百零八枚视天碎片上 都站着援军 陆子野一路操控视天碎片 带着精锐大部队飞奔而来 这是何等强大的操控能力 城墙上几名幸存的传奇守护 惊骇地看着诡异的一幕 一旁负责战场直播的战地记者 没搞懂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本能地把镜头 对准了陆子野所在的位置 并询问旁边的传奇守护 守护大人 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吗 我们滨海是不是有救了 守护09点点头 他回来了 我们本来一直隐瞒了信息 让他离开滨海 可是他还是回来了 他叫陆子野 曾经为滨海市立下多次弃功 你看到了他身后的大军吗 全是精锐啊 滨海市一共才十一名传奇 可是他带回的这群人 传奇就有三十多名 其余人也已主宰巅峰巨多 实力十分强悍 啊 三十多名传奇 这得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 调动这种战力的部队 请问陆子野到底是什么境界 战地记者生怕错过了重要信息 这些信息在滨海市全程直播 相信不少人又燃起了希望 而守护灵久 看着陆子野身上的五彩能量光环 微微一笑 走时是传奇 归来已不朽 老天有眼 滨海出不朽了呀 不朽 不朽 这两个字 在所有人脑海中回荡 滨海竟然在赵长河之后 又拥有不朽了 无论是城防军 还是抱着手机 看直播的滨海市市民 这一刻都疯狂了 城墙上几万城防军大声高呼 滨海不朽 无数个滨海家庭中 小孩欢呼 大人互相拥抱 这一刻 他们看到了滨海幸存下去的希望 定 您成功震撼了滨海市八百万家庭 十万觉醒者 您获得了生存点加八八八八八 陆子野心中一愣 八十八万生存点 他看向参天的眼神 越发自信了 看了一眼系统中的生存点 九十二万 系统 加九十万精神 两万体质 陆子野心神沟通道 是时候决一死战了 定 加点完成 当前精神力 二二一 三零八零 当前体质 二十一万三千零一 百分之八十二减伤 对应生命 二一三 零零一零 参天巨兽已经按捺不住 百米身形的他 喷吐着毒雾冲了过来 陆子野双手合十 一百零八枚是天碎片 立刻凝聚成一柄利剑寻在身前 杀 陆子野冲向参天 而随着陆子野的命令 江武率领着几十传奇 和其他主宰巅峰 一起冲向了其他一手 城防大门打开 滨海市数万城防军也冲了出来 反攻开始 看着数万城防军 在陆子野的号召下 冲出城门 大决战开启 战地记者也被这热血沸腾的一幕 深深感染了 他直接站在城墙上 也不顾什么危险了 他要把滨海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战 呈现在每一个滨海市民面前 看着浩浩荡荡的中烟寿巢 和英勇冲锋的滨海城防军 他一边拍摄 一边激动解说道 滨海市历史上最高纪录 同时存在二十三名传奇 一名不朽 可是今天 我们滨海不朽 陆子野带来的援军 就多达几十名传奇 还有主宰巅峰几十人 他以一己之力 挽狂澜于祭岛 扶大厦之将倾 拯救摇摇欲坠的滨海市 于灭顶之灾 在这里 我只想高喊一句 陆神无敌 这一刻 陆子野直接化身为救世主的形象 滨海市数百万看着这一幕 许多人默默起身 跟着喊了一句 陆神无敌 没有他 滨海已经成破人亡 无论是孩子 还是妇孺 均不能幸免 数百万人将彻底毁于一旦 可是现在 滨海的所有觉醒者 竟然发起了反攻 这种绝境逢生的激动 让许多市民热泪盈眶 从极北之地带来的一百来号人 全都是龙国的天骄啊 他们的战力 本来就超过自身境界 这群人全部被陆子野所救 陆子野就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而现在恩人的家乡 要被横推了 这能人 人在成在 愿为陆大哥煽风点火 卧槽 那叫赴汤蹈火 文盲 是吗 这群龙国天骄他们 嘶吼着冲锋而去 气势滔天 今天这条命信路 他们的天赋序列异于常人 几乎都是序列二十之前的天赋 各种眼花缭乱的天赋攻击手段 瞬间施展而开 最离谱的是江武 他刚刚变成为暴雄 便是立刻的被周围的友军 施加了十几个增益buff 什么免疫控制 力量增幅 速度增幅 生命增幅 状态狂化 此刻的江武 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他不由痛快地喊出了一句 无可匹敌的力量 随后 双脚在地面一踏 随着地面凹陷一大片 暴雄腾空而起 一记重拳 携带炸裂的力量 将前方的一头中烟异兽 轰飞数十米 沿途又砸倒了好几头 中烟异兽 城防军也不甘落后 在滨海仅存的 几名传奇守护的带领下 从左右两翼发起了包抄 至于最难啃的正面 自然是 交给了几北之地 来的贵客们了 还有滨海的不朽强者 陆子野 陆子野一人单挑参天 视天碎片宛如丝带一般 排成一条线 直接冲着参天而去 参天毕竟是不朽 长得丑 玩得也很花 手段很多 他胸前的双目 忽然被黑色的能量充盈 两道漆黑的能量柱 直接轰向那些致命的视天碎片 枪枪枪 狂暴的黑色能量 与视天碎片交织在一起 爆发出金属的碰撞声 黑色能量在撞击中瞬间气滑 升腾起一团团的黑雾 仿佛那些能量 正在被视天碎片一点点摧毁 不过 不朽境界的参天爆喝一声 为双眼不断注入狂暴的能量 双方在僵持 但是陆子野现在的视天碎片精神力 何其狂暴 看看他的天赋增幅就知道了 金属操控LV6 操控相应能量等级金属 在60加22130米范围内 发动任何攻击 造成160%加2130%精神伤害 无冷却 破甲症15% 破绽LV6 洞察目标破绽并标记六层破绽 您的攻击命中破绽后 每一层破绽造成160%加2130%额外伤害 视血症6% 由于精神力达到了200多万 现在陆子野的技能增幅 来到了恐怖的22130 也就是差不多221倍 加上破绽的增幅 直接可以造成1079亿的综合伤害 虽然参天的体质高达100万 生命值1000万 减伤高达90% 而且它还拥有二次减伤的天赋 格党 配合参天自己的力量加成 可以制造非常恐怖的防御效果 而黑物能量 还具备汇聚在一起 抵抗攻击的效果 但是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一切都是突然 参天有一种感觉 自己全身的力量 都快被这些狂暴的 视天碎片炸干了 那两刀黑色能量柱 不断被气化 爆炸 越来越孱弱 而108枚视天碎片疯狂进攻 刺破黑色的能量逆流而上 越来越靠近视天的胸膛 这一幕被无数觉醒者 看得一清二楚 也被战地记者现场直播 给了数百万滨海市民 所有人都看到了 那头祸害了滨海市多年 一直压在滨海市 所有人心中的噩梦生物 竟然在陆神面前如此脆弱 参天使出了吃奶的劲 都没办法坚持一分钟 陆子也对着参天的双眼 取止一点 视天碎片 发动了最后的轰击 就在陆子也认为 自己即将获胜 参天当场暴毙的时候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视天碎片 直接洞穿了参天的双眼 而参天的身体 在轰击之下 宛如灵魂出窍一般 一道虚幻的身影 从参天的肉身中 直接被击飞出去 而原来那具肉身 被视天碎片 轰成了黑雾一片 那具分离出去的虚幻躯窍 逐渐变得凝食 成为了真正的参天 陆子也大害 这竟然是极其少见的 生命系天赋序列 零四 不死之躯 不死之躯 拥有N具不死之躯 天赋等级 决定不死之躯的数量 不死之躯 拥有本体精神力 或力量增幅倍率的生命值 躯窍不死 真身不灭 陆子也彻底被惊呆了 这个天赋是最强生命系天赋 可以说是自保的最强天赋 可以让你在万君丛中游刃有余 举个例子 如果自己拥有这个天赋 升级到六级 那么它的效果将变成 不死之躯 LV6 拥有6具不死之躯 不死之躯 拥有本体百分之两万两千一百三十倍率的生命值 躯窍不死 真身不灭 陆子也现在生命值也不多 也就一百九十万 增幅二百二十一倍 也就四 两亿生命值 家人们 谁特么懂四亿生命的含金量啊 还有百分之八十二的减伤 这种躯窍 我还有六具 这种天赋 想要在系统中抽奖 估计手都抽妈了 才可能命中 但是民间这些高手 为了觉醒更好的第二 甚至第三天赋 一般都会去击杀 如果他拥有这种天赋的异兽 甚至同类觉醒者 在觉醒的时候 就会出现玄妙状态 大大提高觉醒这种天赋的几率 所以 陆子也做梦都想让自己处于绝对安全的地位 这个天赋 我特么要定了呀 陆子也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多次中烟之门开启 这参天拜而不亡 死而不将 直到将赵长和拼到重伤陨落 他等到了破门而出的机会 原来就是因为有这不死之躯的增幅啊 原本一千万的血量 被其自身的属性增幅之后 不知道变成了多少亿 而参天的不死之躯 已经到达了等级八 也就是这种几亿生命值的不死之躯 它有八具 不死之躯的增幅非常科学 可以自适应宿主的力量体系 如果宿主是力量系的 那么就根据力量来增幅 如果宿主是精神系的 则是根据精神力来增幅 陆子也做梦都想拥有这种想死都难的天赋 最强生命系天赋 你值得拥有 八条命是吧 老子一样杀 你生命是高 我的攻击也不低啊 陆子也战意暴涨 对着参天就是一通输出 那些恐怖的视天碎片 每一枚都拥有致命的攻击力 让参天极为恐惧 刚才以暗黑能量硬刚落败后 参天就明白了 自己不是陆子也对手 他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 退回中烟之地 改日再图大计 可兵还启示你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的地儿 陆子也启示放着最强生命 系天赋松手的人 他已经被陆子也牢牢锁定 穷追不舍 而极北之地来的援军 都准备以一场血战 来回报陆大哥的救命之恩 看到中烟异兽居然想逃跑 瞬间怒了 不给我们表现机会 那怎么行 两翼包抄的城防军 也完成了切割包围 滨海市的守卫力量 在局面上第一次占据了上风 开始围剿 滨海市远交 石国联军在松下渊种的带领下 越过了滨海市无人把守的关卡 进入了滨海市内 滨海几十所关卡 已经没有城防军的助手 因为所有力量 都集中在滨海市中心防线上 对付中烟异兽了 而石国联军他们这样的行为 等于是越境 说白了就是入侵 带领这次行动的人 叫松下渊种 是松下野种的亲大哥 年长二十岁 不朽敬 松下一家在樱花国威名赫赫 家族是觉醒世家 实力雄厚 可是弟弟前不久 竟然死在了龙国滨海官邸中 这让他们非常震怒 但是龙国的调查结果 就两个字 自杀 神他妈自杀 自己把自己轰成血物 你给我表演一个看看 带着国仇家恨 松下渊种 从樱花国出发了 这一次能让他来统领石国联军 也是因为 看在他是不朽敬 而且报仇之心 坚如磐石的份上 这支联军一万人 其中主宰九千九百人 传奇一百人 不朽一人 由十个强大的国家组成 战斗幕的 趁滨海中烟 受潮来袭的绝佳机会 拿下滨海 一名拥有探测天赋的传奇强者 单手一招 天空中一只铁鹰 快速降落在他手臂上 传奇强者 用精神读取铁鹰 看到的画面后 脸色变得难看 他对着松下渊种拱手 丙渊种大人 滨海事危机即将解除 参天不敌城防军 已经败退 什么 居然败退了 他们怎么可能抵御得了参天 这参天是不是太水了 不可能 再叹 这个消息太劲爆了 周围一众人 立刻怀疑消息的真实性 而那名传奇强者 又补充了一个消息 让全场的人都冷静了下来 丙大人 我还看到了极北之地的传奇强者江武 还有龙国的天骄全部在场 他们支援了滨海的守卫战 松下渊种皱了皱眉头 结合一个小时之前 他收到的信息 极北之地突袭小组死亡 行动失败 三十名传奇强者瞬间暴毙 龙国肯定有高人 而且这个高人 极有可能带着极北之地的人马 来到滨海了 龙国不是说放弃滨海吗 这群人又是怎么回事 故意放烟木弹 不过松下渊种 一想到 最近龙国在各地都吃饼了 防守压力巨大 他认为放弃滨海不应该是假消息 于是 他思索片刻后 做出了决定 大军缓缓开进 进入滨海城防 择击而动 松下渊种认为 就算他们抗住了中燕易寿的进攻 那么代价也是高昂的 他不相信滨海城防军 还能抵御下一场大战 退一步说 如果局势不妙 自己先走 对方怕是也拦不住吧 这一刻 松下野种第三天赋发挥了作用 天赋序列四十八 自信 天赋自信 给予人无比强大的勇气 平时能提升人的气质 战斗的时候 还能增加百分比属性 而他的第二天赋 则是禁闭空间 当初将并威的赵长河 拉入禁闭空间 迫害了就是他的所为 滨海市巨型城墙之下 陆子野的108枚是天碎片 连续命中前方参天的 不朽之躯上的破绽 血雾连续爆开 参天叫得撕心裂肺 呼 第七句了 陆子野心中有数 不得不说 这玩意是真难杀呀 陆子野想到了 滨海的不朽强者赵长河 他当初能强行封印了这东西 保住了滨海三年太平 也是战力滔天了 滨海04号守护者 两个跳跃之间 来到陆子野身边 双手抱拳 攻身道 大统领 时过联军入侵了滨海 越过了关卡 他们行军缓慢 图谋不轨 好像在观察我们 按照这个速度 还要三十分钟 到达我们所在位置 请大统领定夺 我 我不是大统领 陆子野惊骇于对方 直呼自己大统领 这可不能乱叫 需要龙国最高层册封的 你已经是所有滨海人 心中的大统领了 没有你 滨海已经陷落了 陆子野也不再纠结这个问题了 眼中露出了一丝杀意 既然来了 那就留下吧 快速速清中焉异寿 准备再战 天呐 大统领这是反推了寿朝 还要剿灭十国联军 陆子野守护者无比亢奋 遵命 我等愿意血战到底 而滨海是所有防卫力量 命令后也加强了自己的攻势 随着参天最后一具不死之躯被击碎 他终于倒下了 真身爆炸之后 漫天的黑雾随之飘散 世界重归清明 滨 凝击杀了参天 获得经验之八 百分之八 获得不朽之躯觉醒契机 敌人还有三十分钟到达战场 陆子也看了一眼 自己系统中的生存点 六万三千一百 两个小时的血战过去了 六万不多 但是用来抽奖足够了 陆子野心神沟通系统 系统开始抽取第三天赋 准备就绪 第三天赋的抽取二百生存点一次 开始抽奖 有了不死之躯契机的加持 抽到这个天赋的概率大大增加 陆子野已经想到了 自己拥有不死之躯 一人站在十万大军众中战录的姿势了 那得多震撼 随着系统抽奖开始 一道道信息密密麻麻传来 消耗二百生存点 抽奖开始 抽奖失败 生存点一百 幸运点 一 消耗二百生存点 抽奖开始 抽奖失败 生存点一百 幸运点 二 消耗二百生存点 抽奖开始 抽奖失败 生存点一百 幸运点 三 消耗二百生存点 抽奖开始 抽奖成功 获得天赋序列八十四名 冰霜 放弃该天赋 陆子野毫不犹豫 放弃了这个天赋的领悟 而消耗了三万多生存点 抽奖一百五十多次后 陆子野终于听到了 那个梦寐以求的声音 消耗二百生存点 抽奖开始 抽奖成功 获得天赋序列零四名 不死之躯 领悟天赋 随着陆子野花音落下 一道道关于不死之躯的信息 快速融入 陆子野的系统面板上 也多了一个天赋序列 陆子野用剩下的生存点 将这个天赋 快速提升到了不死之躯 LV六零五零零零零 其实提升天赋 要不了多少生存点 五级升六级才 两万生存点 六级升级七级 也就五万 陆子野打算 存一波生存点 给三个天赋都升升级 反正现在五万属性点 对于自己意义不大了 而且从一百万战斗力 到一千万战斗力 都叫不朽 陆子也不着急了 不朽之上是什么 在龙国的基础教育体系中 不朽就是顶级了 等一千万属性了再说吧 说不准直接突破了 陆子也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而是将目光 看向了自己的全新天赋上面 不死之躯LV8 拥有八具不死之躯 不死之躯 拥有本体百分之 两万两千一百三十倍率的生命值 躯窍不死 真身不灭 四亿多生命的不死之躯 就问你怕不怕 曾经大家痛恨参天 这个大魔王的这个天赋 但是落到自己手中 自己变成了魔王后 真想 本次中烟兽朝大战 陆子也率领的 滨海守卫力量 大获全胜 消灭了百分之七十四的 中烟异兽 其余异兽顿逃 进入了中烟之地 继续潜伏 继续酿酿下一次进攻 陆子也站在破碎的 中烟之门外 精神力轰然展开 强大的精神力 再次焕然一新 立于天地之间 大门之上 符文流转 神意非凡 第三届封印人 陆子也 大门的正上方 陆子也留下了封印者的名字 而一代不朽赵长河的名字 悄然退去 世界滚滚向前 总有些人黯然退场 留下的只有一个传说 极北之地的援军 在江武的带领下 簇拥在陆子也的身边 在中烟之门外 数万城防军将士 齐声高呼 陆神无敌 统帅无敌 滨海无敌 丁 宁尘封中烟的壮举 震惊了滨海所有人 震惊了城外十万联军 获得生存点 888888点 可以可以 陆子也心中窃喜 将所有天赋 提升到八级 丁 提升成功 金属操控 LV6提升至金属操控 LV8 不死之躯 LV6提升至 不死之躯 LV8 破绽 LV6提升至破绽 LV8 六级升七级 需要五万生存点 七级升八级 需要二十万生存点 三个天赋的提升 消耗了陆子也 七十五万生存点 剩下的十三万 陆子也加了十万精神 三万体质 精神的加点 依然吃肉 体质只能喝汤 主打一个偏心 守护者零四 看到了城外黑压压的 十国联军 濒临城下 统帅 他们到了 就当大家都认为 陆子也将率领大家 再次血战的时候 陆子也转身 看向所有人 微微一笑 我去杀几个贼人 你们就站在此地 不要动 众人 话音落下之际 他居高临下 一步步踏出 宛如天神下凡 统帅要一人图全军 所有滨海人 都被这一幕给惊呆了 明明对方 只是走来了一个人 松下渊种 却是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这是怎么回事 我在耸什么 松下渊种 发动了天赋自信 驱散自己的恐惧 是事实证明 乱用自信会 变成自大 会要命的 松下渊种 看着高高在上的陆子也 你是谁 陆子也 你们跃进了 松下渊种 是不是你在极北之地 杀了我们的传奇队伍 陆子也 你们跃进了 松下渊种 你真以为你能再战十万大军 陆子也 你们跃进了 该死 108枚是天碎片 狂风暴雨般落下 松下渊种 立刻发动了天赋 禁闭空间 将陆子也 拉入一个未知的空间内 两人瞬间消失在众人眼前 禁闭空间之中 松下渊种 具备一定优势 看到这一幕 联军之中 欢呼声骤气 哈哈哈哈 刚才还装神弄鬼 结果还是没能抗住 我们大统领的禁闭空间 据我所知 进了大统领的空间 目前就没有活着出来的 城墙上的 准备受死吧 多好的一座城啊 而且还帮我们封印了中烟 这座城市以后就是我们的了 他们没敢轻易出手攻城 因为不朽之间的战斗没有结束 他们贸然攻城没有意义 如果陆子也败了 滨海城跑不了 如果陆子也胜利了 那么就是他们跑不了了 双方阵营都在等待着 禁闭空间中 不朽级战斗的结果 龙国京都某绝密会议室 二十个不朽级强者 正在商议龙国最重要的决定 这些不朽是龙国最重要的力量 他们准备发动一次 影响世界格局 关乎龙国命运的战斗 龙国这段时间 舍弃了许多异化之地 甚至我们主动丢了滨海市 所有的隐忍 就是为了今天 大家准备好了吗 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 凝视众人 众人拱手 回禀江老 此战 不胜不还 江老默默点头 我们吃了许多小亏 不是惧怕他们 而是我们 要给予敌人最意想不到 最凶猛的报复 龙国泱泱五千年历史 唯独没有认输二字 这一次 我们放弃多个防守阵地 抽掉三十不朽 突袭墨亚矿坑 是 众人眼神之中 皆是热解 墨亚矿坑 西方多国一起驻守的绝密要地 是五星级异化之地的同时 传闻这里 还有不朽境界之上的隐秘 是西方多国最重要的资源地 龙国一再示弱 放弃多个阵地 就是要集中力量 发动最疯狂的报复 江老举起酒杯 这杯酒 敬赵长河 也敬滨海 其余人纷纷举杯 就在准备一饮而尽的时候 房门被敲开 一个黑衣人 传来了令人惊掉下巴的信息 什么 滨海没叼 守住了 江老大喊 黑衣人居然摇了摇了头 不是守住了 是反退了中烟 彻底斩杀了参天 而且那个路子也晋级了不朽 成为滨海的大统帅 是滨海人自封的 他现在正在一个和十万联军对抗 场内三十人皆是不朽 楚遍不惊 什么风浪没见过 此刻却是手握酒杯 呆若木鸡 众爱卿为何一言不发 江老看着这个非禁止画面 心中只有用这句话来形容 龙国三十名不朽集体实话了 江老不得不感叹一句 后生可畏啊 他叫啥来着 黑衣人 路子也 这名起得好啊 路子是真的也 我们的一举一动 都会引起敌国的猜测 你跑一趟滨海 找个时机让他和我们见一面 如果他愿意加入 突袭墨亚矿坑的行动 我们可以把永恒信息共享给他 这个世界不朽境界已经非常顶级了 每个国家的不朽及强者 一举一动都会被各国关注 所以 路子也未来也会成为敌国的重点盯防对象 而江老口中提到的永恒信息 是关于永恒境界的 在不朽之上 晋级永恒不光是需要实力上的突破 还需要获得永恒境的关键信息 而这个信息成为了各国的绝密 黑衣人拱手 是 滨海城下 两军对峙 路子也被松下渊种 拉入了禁闭空间 至今未出现 路子也与松下渊种的战斗 一旦有了结果 双方就将进入血战 无论谁胜 这一战都无法避免 砰 高空之中出现了一声炸响 虚空中出现强烈的爆炸冲击波 而爆炸的中心 空间出现了扭曲 一个人影缓缓浮现 正是路子也 而他的手中 提着松下渊种的人头 路子也成功破开禁闭空间 手刃敌方统帅 在禁闭空间之中 路子也的不死之躯 让对方直接绝望了 路子也几乎是起脸 输出松下渊种 以命换命也无所谓 反正我有八具不死之躯 谁怕谁 他傲立虚空之上 将松下的头颅 往地面一丢 这就是入侵滨海的下场 下方十万联军 静若寒蝉 瑟瑟发抖 立刻撤退 路子也的108枚 是天碎片 已经暴袭而出 斩杀敌人 同时口中大喊一声 砖来 城墙上观战的李壮壮 立刻瞄懂 将自己两吨重的金砖祭出 路子也现在的精神力 操控着两吨的金砖 就和玩弹珠一样轻松 金砖被路子也 加速到一个恐怖的速度 宛如陨石天降 轰 一砖头拍死了几十名敌军 地面凹陷下去了一大片 而那些四散逃跑的敌人 则是被是天碎片一一收割 是天碎片灵活激动 金砖狂暴无情 这一战 路子也以雷霆手段 震杀入侵者 就是做给全世界看的 向外界释放一个明确的消息 滨海不可期 本以为是生死局 可是陆哥来了之后 我改变了看法 我觉得是顺风局 如今看来 还是我错了 这简直是碾压局啊 远处的李壮壮 和修罗小队众人闲聊着 修罗小队默默点头 深以为然 最为感叹的是 修罗小队的队长红宇了 是他再次练营 发现了路子也 一个刚刚展露头角的小伙子 是他把路子也带进了小队 见证了他一步步崛起 短短半个月 就已经成就了不朽 有时候 人和人的差距 真的比人和珠还大 红宇看着高空中 正在一人 追着十万敌军的路子也感叹道 这一战从深夜杀到了黎明 第一抹晨曦 照入滨海巨城之时 巨城下 没有一个站着的联军 路子也一人展十万联军 消息通过滨海市 战地记者的现场直播 传遍了蓝星 整个觉醒者圈 全部被震动了 您震惊了蓝星觉醒者圈子 您获得生存点五百万 厚力线 听到系统中的这条信息 路子也第一次把自己给震惊了 可惜震惊自己没有任何收益 这个系统就不科学 震惊自己为什么就不行 我他妈不是人 路子也之前询问过系统 这个震惊别人 给生存点的数值多少 怎么决定 有没有上限 系统的回答是 被震惊者的断位 数量都会影响生存点奖励的数额 上限就是当前境界的一半 如今路子也是不朽境界 理论上一千万属性是满额 所以 这一次是直接震惊拉满了 五百万 路子也激动异常 怎么化 首先 天赋升级到十级会产生一次质变 所以把天赋升级到十级是很科学的 然后 把精神力再提升一些 妥妥的精神小伙 路子也正在进行远景规划的时候 天空中出现一个黑色的圆环 圆环中走出一个黑衣人 黑衣人是传奇巅峰的境界 估计距离不朽 就是一步之遥了 黑色圆环是一个空间系的天赋序列 可以虚空所敌 也可以远程跑腿 黑衣人直接来到了路子也身边 先出示了自己的身份令牌 随后双手一共 路统帅 我从龙国京都带来了江老的信息 江老 路子也并不认识这个人 一脸诧异 京都大统帅 黑衣人补充道 路子也脑海中瞬间清醒了 此人在龙国威望极高 有过七次击退中烟的记录 其中一次 还是京都附近的多众中烟围攻京都 军被其击退 什么信息 你与江老面谈吧 我只能告诉是关于不朽之上的秘星 黑衣人说完便是 递给了路子也一朵红花 入梦花 一种道具 结合拥有梦境 天赋的人 可以让多人实时进入梦境 一般用于召开秘密会议使用 不具备梦中杀人的功能 安全可靠 是商务洽谈 秘密会议 小三约会的神迹 还可以自行离开梦境 没有约束 这个天赋和梦眼的天赋 还是有些微的差别 一个商人 一个商议 路子也点点头 飞回了城防军总部 闻了一下花香 下一秒 宛如灵魂出窍一般 进入了梦境 梦境中一共三人 黑衣人 一个老者 还有路子也 看来这个黑衣人是个工具人 天赋技能都这么奇葩 怎么升到传奇巅峰呢 路子也一脸猛逼 黑衣人拱了拱手 江老 人带到了 你们谈我先退出了 老者点点头 黑衣人的身影消失不见 宛如梦境破碎 而江老开门见山 蓝星只有两个永恒境 也称为人类双圣 你想做圣人吗 路子也没想到 这个江老这么直接 见面不是应该先夸夸我 然后寒暄一下吗 结果对方 直接开始说这么劲爆的内容 这些东西 应该是绝密的吧 从未听过 等等 路子也想到了一个可能 这种信息透露给自己 会不会是圣人的授意 想到这里 路子也点点头 决心者千千万 谁不想登顶 江老您告诉我这些 是需要我做什么吗 江老点点头 我告诉你这些 是龙国圣人的意思 并不要求你做什么 只因为你是龙国不朽 信息是免费的 你可以随便问 路子也点点头 对方都开口了 那自己就不客气了 为什么只有双圣 他们是谁 这是路子也最大的疑问 毕竟自己也想晋级到下一个境界 双圣 一位在龙国 一位在鹰匠国 所以世界格局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围绕龙国与鹰匠展开 至于为什么只有两个 我想告诉你的就是 整个蓝星目前只发现了两个永恒之眼 而晋级永恒 需要以永恒之眼窥见真我 内视自身 永恒之眼 卧曹 真净报的消息 怪不得这个世界保持微妙的平衡 因为双方只有一名圣人 但是江老接下来的话 让路子也毛骨悚然 我们准备集合龙国三十名不朽进攻 墨亚矿坑 有消息显示 墨亚矿坑之中 极有可能存在第三只永恒之眼 路子也心中大害 一旦出现新的圣人 那么世界的平衡 就彻底打破了 路子也脑子里面转得飞快 他得出一个必然结论 所以 这次墨亚矿坑的突袭 将决定这个世界的走向 而双胜也会出手 因为蓝星双胜 是绝对不会允许对方 获得永恒之眼的 这等于让自己走向毁灭 江老默默点头 没错 这次行动也是龙国圣人的意思 龙国圣人是谁 路子也好奇到 江老哈哈大笑 我也不知道 圣人需要出现的时候 自然会出现 他可以是任何形态 山川 河流 异兽 路子也惊骇不已 竟然没人见过双胜 不过也是 这种境界都可以造物了 想要隐匿自己太简单了 估计蓝星上 也就双胜之间互相知道对方的确切信息 毕竟最了解你的人 一定是你的敌人 感谢你的信息 但是我还不想死 不不不 我还不想去 路子也不是怂 只是从心罢了 开什么国际玩笑 去墨亚矿坑突袭 双方圣人会出场 万一龙国圣人不敌 自己不就成炮灰了 江老笑了笑 信息我已经带到了 但是去不去 你得和圣人自己去说 谁来我也不去 等等 你说谁 路子也有点腿软 圣人要见你 江老说完便是身影虚幻 随后消失 妈的 有请下一个大佬 终极大佬 路子也心中无语 但是身体占的笔直 毕恭毕敬 这特么可是龙国圣人啊 蓝星的战利天花板 龙国的守护者 一道微风吹来 路子也心中所有的不安都随之平息 整个人十分放松 而风中还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小野 好久不见 路子也环视四周 没看到任何人 可是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 叫我小野的人可不多 路子也仔细分辨声音 把自己身边的熟人中 一个个过滤一遍 他得出的结果 令他心跳不已 答案 班主任柳如 老班 是你吗 路子也疑惑问道 随后又给了自己一嘴巴 尊敬的圣人 蓝星的志强者 难道您真是刘老师吗 风中传来了女人成熟的魅笑声 然后一个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了路子也面前 正是柳如 他已真面目见了路子也 这可是其他龙国各成统帅 都没有的待遇 别那么举说 你还是叫我刘老师吧 我还有十分钟交谈时间 还有课等着我 柳如依然是戴着黑矿眼镜 一身笔挺的职业装 黑丝袜配齐西裙 标准的教师形象 您都圣人了 为什么还要天天待在学校上课 路子也想到了一句话 叫小隐隐于野 大隐隐于世 谁能想到龙国圣人 就是一个普通教师 不过他图傻啊 在京都当大佬 不好吗 换完cos 柳如扶了扶眼镜笑道 永恒之上的境界 名叫归真 就字面意思反扑归真 走进常人的生活 可以让我更好感悟 这个境界的奥义 但是太难了 至今无法突破 突破 也就是说 老师已经是永恒境界巅峰 或者说半步归真 老师 让我参加突袭墨压矿坑 是您的意思 路子也想到了这个可能 嗯 在蓝星上 已经很少有我无法看穿的事情了 可是你 算一个 柳如拢了龙耳边的头发 你身上有我无法看透的东西 我至今 也没有想通你的成长速度 为何能这么快 这是好事 也是你的秘密 你无需向任何人解释 谢谢刘老师理解 路子也感激到 所以当初我被开除 你为什么不帮我一把 那不是你动动手指的事情 嗯 圣人可能看得更远 也许刘老师就是故意这么做的 你放心参加墨压矿坑的行动 虽然鹰将那个老家伙 也永恒巅峰了 但是老师并不输他 没有突破规真境界 我们两人永远都是平手 所以 行动的成败取决于你们 而我想把永恒之眼分配给你 路子也心中感动 但还是犹豫了一下 老师 其他三十名不朽 都是龙国各大城市的统帅 他们和我一样 迫切需要晋级 而将老这种不朽巅峰 估计等了更久的时间 这样做 真的好吗 柳如点点头 你能这样考虑 我很欣慰 不过晋级永恒 不光是永恒之眼拿到 就可以的 还需要沟通五脏 映照自我 然后造物 等你创造的生物或物品 达到一定的程度后 就可以触摸龟真境界了 柳如说话之际 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一笔教鞭 这教鞭便是我的造物 它是有生命的 路子也看了一眼 那跟不知道抽过自己多少遍的教鞭 心中吐槽 多冒昧啊 我特么竟然有幸被永恒造物揍过 按照老师的说法 造物可以是物体 也可以是人 也可以是动物 而老师选择了创造一顶有生命的武器 这武器的品阶 特么估计五彩级别都不止吧 我特么到时候造什么 造个可力怎么样 这个时候 路子也想到了一个问题 老师 异兽到底是怎么来的 柳如摇了摇头 登元不知 是忽然降临的 有没有可能 它是某位强者的造物 通过击杀人类 获得力量晋升 路子也毕竟是穿越者 根据各种小说 动漫的设定出发 他觉得有这个可能 柳如眉头一皱 你 你的想法很有意思 给我提供了新思路 柳如说完后 愣神了片刻 好像在回忆什么往事 片刻后 柳如回过神 老师该走了 突袭在明天早上六点 老师会出手阻止那个老家伙 胜败就看你们了 柳老师 我知道了 路子也答应了下来 他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了 柳如化为清风飘散 梦境破碎 路子也在自己的房间中陷入了沉思 满脑子都是晋级永恒 随后 将目光看向了自己系统 生存点 521万 老师让我去 那就去吧 加点之后 我特么也算不朽后期了 路子也开始为战斗 做最后的加点准备 系统 所有天赋序列 升到十级 正在升级 离开了梦境的柳如 回到了学校 可是他的脑海中 一直回荡着路子也的那句话 有没有可能 异兽是强者的造物 这让柳如会议起了 自己与奥兰德 刚刚踏入永恒境界的时候 是何等自信 那个时候的蓝星人类还算团结 疲于应对异兽的威胁 各地中烟不断 晋级永恒之后 他与奥兰德获得了无比强大的力量 实力空前强大 于是 二人曾经联手出击了一次 目的是 清空蓝星所有异化之地 还人类一片太平 可是 之前可以以不朽进阶对抗的中烟 竟然在极端的时间内 获得了突破 与二人血战18日 当时 中烟的忽然变强 给了柳如和奥兰德极大的震撼 如今想来 路子也的猜测 提供一条思路 有一个志强存在 操控着这些异兽 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毁灭人类 按照路子也的猜测 目的可能有两种 第一 不断给人类压力 让人类按照他设定的路线 一直变强 第二 让异兽与人类一直厮杀 异兽通过消灭觉醒者 为他本体提供能量 他在圈养异兽的同时 也在圈养人类 保持微妙平衡 如果是这样 就连人类双胜 也不过是他的宠物罢了 柳如第一次觉得 自己的存在是如此渺小 这样的存在 到底是什么 他在哪里窥视着我们 柳如心中五味杂陈 除了路子也的话 让他陷入沉思 他还在纠结另一个问题 要不要告诉 晋级永恒的第二个通道 这是蓝星最大的秘星 只有双胜之道 双方都默契地隐藏着这个秘密 那就是 晋级永恒 可以通过击杀永恒 正道自身 成就永恒 这个秘密 如果让蓝星所有觉醒者知道了 其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人类总是贪婪的 哈哈哈哈 无敌 无敌 路子也的房间内 充斥着路子也的笑声 刚刚他将三个天赋 都提升到了十级 八级升九级 需要二十万生存点 九级升十级 花费五十万 所以三个天赋的提升 一共花费了整整 二百一十万生存点 但是路子也一点不心疼 因为真的值得 风浪越大于越贵 生存点消耗越多 越无敌 三个天赋都发生了质变 完全是两个概念了 而剩下的三百一十一万生存点 路子也加了三百万的精神力 加了十一万的体质 路子也现在的总属性 已经接近六百万 妥妥的不朽后期大佬 属性面板非常豪华 宿主 路子也 等级 LV45 21% 境界 不朽境 生命值 353 0010 体质 35301 83 5% 减伤 精神 531 3080 力量 2684 敏捷 2790 暴击率 67 9% 破甲 47 5% 伤害增加 40% 生存点 1310 增长中 天赋序列 20 金属操控 LV10 0100万 天赋序列 04 不死之躯 LV10 0100万 天赋序列 05 破绽 LV10 0100万 装备 试天 逆甲龙镯 巨蛇之镯 逆甲龙靴 灰耀之亏 重点是 自己可使用有三个实际天赋序列的不朽啊 这三个技能现在一个比一个变态 比如第一个天赋金属操控LV10 050 0000 金属操控LV10 操控相应能量等级金属 在100加53130米范围内发动任何攻击 造成200%加53130%精神伤害 无冷却 破甲症30% 奥义 金属狂潮 在操控范围内让身边所有金属暴动起来 掀起一片金属狂潮造成10倍伤害 冷却 8小时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他妈是人干的事 什么叫身边所有金属暴动起来 鹿子野现在金属操控的范围是以自己为半径的53230米内 53公里的半径范围啊 不管是地心埋藏的铁矿 铜矿 银矿 只是你是化学意义上的金属 老子通通调动出来 发动金属狂潮 威力10倍 而且实际的金属操控还把破甲效果增幅到了30% 现在鹿子野结合装备提供的破甲 已经拥有了47%5%的破甲效果了 鹿子野现在忽然有一个想法 就算特么的没有永恒之眼 我只要天天挂机 无限提升自己属性不相信干不过你 咱们别太嚣张 保守点来计算 一个永恒境的总属性 按照前面的计算方式 应该在一千万至一亿之间 咱们就算他一亿吧 按照现在一天72万生存点的收益 一百天就是七千二百万 一年下来三亿多啊 还干不过你 咱们主打一个属性翻番 利益大非转 什么破镜有瓶颈 要被卡进界 瓶颈是什么鬼东西 老子不认识 这就是数值碾压的魅力啊 不过考虑到永恒境界的大佬 肯定拥有特殊的手段 比如造物 所以 陆子也得找个机会和老师了解一下 如果可能的话 甚至可以和老师切磋下就好了 这个不急 陆子也又看向了自己的另外两个天赋 破绽 LV10 洞察目标并标记十层破绽 您的攻击命中破绽后 每一层破绽造成200%加53130%额外伤害 嗜血正10% 奥义暴体 可以通过命中敌人的一瞬间 引爆敌人身上的所有破绽 冷却 八小时 不死之躯 LV10 拥有十具不死之躯 不死之躯 拥有本体53130倍率的生命值 屈翘不死 真身不灭 奥义 分身 十具不死之躯同时出现 可以模拟本体 发动一模一样的攻击 冷却 八小时 就说无敌不无敌吧 陆子也甚至有一种冲动 现在就去找永恒摆摆手腕了 自己现在的终极大招 就是利用十具分身 同时发动金属狂潮 然后利用暴体手段 轰击目标引爆所有破绽 不知道阁下如何应对 天晴了 雨停了 老子果然又行了 明天的墨压矿坑之战 老子去定了 嗯 矿坑 里面是不是很多金属 真是令人期待 真不知道在那里发动金属狂潮 会是怎么样的壮观景象 陆子也躺在床上 对于明日之战 脑海中那叫一个浮想联翩 第二天早上五点 陆子也睡得正香 就被不知道 那个神经病一个梦中召唤起来了 睡你麻痹起来 嗨 陆子也洗漱起床 他就后悔 不应该闻那个入梦花 这玩意要笑一个月 也就是一个月内 他们都可以梦中来骚扰你 虽然没什么伤害 也可以精神力拒绝 被拉入梦境 可是把你大半夜叫醒的滋味 是真低难受啊 五点十分 龙国三十一座 剧城的不朽统帅都到齐了 他们之间熟得很 互相在攀谈 寒暄着 各自聊着今天的行动细节 陆子也一个人 站在空间传送门下面吃包子 话说 自己都不朽了 人家修仙小说里面 女修是都不拉屎的 江老眉头紧簇 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 他每隔一分钟 就要看一眼时间 陆子也吃饱之后 看了一眼系统 里面又躺着三十万 生存点了 没有任何犹豫 加精神 第一 加点成功 当前精神力 五六一 三零八零 五点三十八分 江老对着虚空拱手一败 谨遵圣人之令 而包括陆子也在内的其他人 连个毛都没看到 不用想 一定是柳如老师 单独给江老传来什么信息了 江老清了清嗓子 对着众人道 嗨嗨 各位 圣人指令 六点准时出发 进入墨亚矿坑之前 我先说说我们行动的方略 墨亚矿坑是一座金矿 同时 这里也是五星异化之地 还生产打造特殊道具的稀有金属 平日里 这里有来自西方诸国的六十多名不朽强者 在这里负责驱逐异兽 为开采队伍进行安全戒备 就在几天前 他们在主矿洞 发现了永恒之眼可能存在的迹象 大家都清楚 这意味着平衡即将打破 无论是龙国还是鹰匠国都知道这一点 众人军事点头 不朽急的统帅 就能接触到陆子野昨天听到的那些信息 所以我们今天的行动目标就一个 不顾一切代价 抢夺永恒之眼 众人 明白 这一战 陆子野相信 不管是联军那边 还是龙国这边 都会以死相拼 因为永恒之眼落到对方 就意味着自己这方在未来必然处于绝对劣势 甚至被对方完全掌控 陆子野的注意力完全不在行动细节上 他听到了金矿两个字 特么的 我好兄弟里壮壮拥有天赋序列02 金主 这个天赋奇葩就奇葩在 他的威力与自身力量有关 也与黄金的重量有关 是唯一一个可以通过外部物资 提升个人实力的天赋 好兄弟今天有福气了 老子给你把整个矿区的金矿给你端回来 陆子野搓了搓手 有点小激动 不但兄弟不吃苦 直接单车换路虎 没想到金鼠狂潮被自己开发出了采矿这个用途 真特么现实啊 5点59分 激动人心的一刻来到了 江老将一束精神力打入空间之门 空间之门瞬间开启 这是为了本次进攻特意开辟的一条专属通道 从龙国京都直通墨亚矿坑 而且为了保密 这通道直到现在才进行了最后的激活 空间通道的开通费时费力 成本极高 可见为了这次行动 龙国算是豁出去了 杀 江老第一个进入了空间通道 陆子也默默后退 将众人护制身前 让他们先走 自己最后一个进入了空间通道 墨亚矿坑 这里已经被西方诸国破坏的满目疮痍 到处都是矿坑 各种大型采矿机械的轰鸣声不绝于耳 而远处则是几十名不朽强者 在抵御源源不断涌来的异兽 这里是五星异化之地 异兽杀不尽 斩不绝 所以 想要在这里采矿 探索 必须要有一支极为强大的觉醒者军团 提供武力支撑 陆子也看到这些不朽强者轮番上阵 他们只保持异兽无法进入矿场即可 以最低的消耗维持矿场的运作 而一个巨型盆地之中 一个直径500米的深坑通向地心 那就是墨亚矿坑 传说中的永恒之眼线索就在下面 陆子也强大的精神力 还有他的金属操控天赋 让他感知到澎湃的金属元素遍布整个区域 他操控范围53公里范围内 到处都是金矿 还有一些稀有金属 陆子也发动精神力 一块狗头巾从地下501米处破土而出 随后黄金与包裹他的土石杂质分离 仅剩一坨金灿灿的黄金 特末的采绝加提炼 一条龙斧 当然这块黄金中 还有其他金属没有分离 陆子也惊叹 在这里打仗 我特末才是主场啊 陆子也都想到了 未来滨海的历史书 怎么描述自己的辉煌战功了 标题陆子也都想好了好几个 比如 那年陆神双手插兜 陆战墨亚矿坑 而远处龙国的不朽军团 已经与联军的不朽强者打了起来 人数上龙国劣势 但是 胜在突袭成功 而且对方有一部分不朽 正陷入与异兽的战斗之中 双方打得不相上下 不朽境界的战斗 说毁天灭地 一点不夸张 只见龙国30名不朽者 纷纷祭出自己的绝学 天空中的云层 都被战斗的冲击波驱散 远处的异兽惨遭波及 被鲜飞无数 江老直接发动自己的九级天赋 决斗 强制锁定了对方队伍中的五名不朽级 展开决斗 这个天赋可以强行让别人 与你展开决斗 而江老选择的 全是辅助类型天赋的敌人 以一敌武 并不难 而辅助类型的天赋 在大型战争中 威力惊人 可是不善单挑 中了江老的诡计 联军失去辅助 战力锐减 便是立刻发动了对江老的攻击 试图破环决斗 而龙国的其他不朽强者 自然全力阻击 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各种流光 元素特效 巨型傀儡 纷纷呈现 陆子也知道 这种突袭讲究一个速战速决 他感觉双方的战斗烈度明显不够 你们别打了 这样是打不死人的 陆子也心中戏血了一番 双掌瘫开 五百多万精神力瞬间爆开 奥义 分身 下一秒 十个陆子也一字排开 做着与陆子也一样的动作 陆子也双掌越抬越高 地面开始阵战 矿坑开始塌陷 飞沙走石 地动山摇 奥义 金属狂潮 无论是崖壁上的矿石 还是地心中的矿石 甚至远在几十公里外 埋在地下的矿石 全部破土而出 腾空而起 朝着陆子也快速飞来 激战的众不朽 纷纷回头看向陆子也的方向 心中疑惑 什么必动静 这一刻 天地都暗淡无光 只有那个男人 和他的十个不死之躯 屹立在半空之中 造型别致 而方圆几十公里的金属 被他扣了得干干净净 这些金属在空中 与泥石自动剥离 只剩下金光闪闪的黄金 在闪耀 十一个陆子也 同时嘴角上翘 笑出了一个耐克的标志 结结解 金属风暴 给老子砸 这一刻 金属风暴的威能 颇有龙卷风摧毁停车场的气势 那些黄金颗粒物 被加速到了几十倍音速 朝着联军的不朽强者 暴袭而去 天空中 引爆声 金属射流 一股哪轰了过去 联军的不朽强者 纷纷傻眼 原谅我们没文化 这是什么逼天赋 有点像金属操控的气势 但是这金属操控它正经吗 来不及多思考了 没有辅助的联军不朽阵营 纷纷各显神通 风暴之眼 异化巨木 土之壁垒 大海无量 千里冰封 天空中 各种元素天赋 纷纷暴起 可是 陆子也的金属射流 在561380精神力的加持下 在十个分身的加持下 在56130%的多重增幅下 还有金属风暴的十倍威能下 抵抗毫无意义 金属风暴摧枯拉朽 将这些抵抗手段通通击碎 并朝着这些不朽强者的本体而去 江老等人惊呆了 联军不朽猛逼了 看着这一幕 路子也豪情万丈 圣人之下我无敌 圣人之上一换一 就在金属疯狂 即将彻底攻破联军不朽防线的时候 一道声音悠悠传来 小贝 狂妄 一名老者破开虚空而来 明明他没有佩戴任何遮挡面容的道具 可是路子也无论如何都看不清他的容貌 老者只是双手轻轻下压 金属风暴宛如退潮的海水 渐行渐远 逐渐平息 路子也不服 5613080的精神力再度抱起 路子也清晰地看见 那老者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 金属风暴再次掀起波澜 老者明显有点吃惊 他没想到一个区区不朽 竟然能在他手里挣扎一番 不过他很快恢复镇静 单手打了一个响指 哄 这个响指宛如在耳边炸裂 你能感觉到空气都在震战 这一次金属风暴彻底退去 老人微微一笑看向路子也 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路子也挺起胸膛 圣人之下我无敌 圣人之上我挂机 老师救我 从刚才的战斗来看 路子也坚信 自己的力量已经达到了对方不能忽视的地步 至少自己有能力挣扎一下 并不是毫无还手之力 如果再挂机几天 哼 看我不削你 将老等人服额 这孩子 有点虎啊 而虚空中 柳如的身影渐渐浮现 和老者一样 不戴面具也没有面纱 就是看不清容貌 这是在别人的大脑中 打了一个马赛克吗 好久不见 柳如就那么静静地站在虚空 但威势已经令人生畏 言语之中 有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那些联军的不朽 甚至不敢抬头看他一眼 好久不见 上一次 我们还在联手挑战中烟 这一次 却是兵戎相见了 可悲可叹啊 奥兰德摇着头 一副惋惜状 别装什么老好人了 矿坑之下有什么 你清楚 我也清楚 你我都知道 我们不可能允许对方 拥有第二个永恒之眼 柳如痴笑道 奥兰德点点头 你说得很对 我们都不能允许对方 拥有第二个永恒之眼 所以为大局着想 我记恋了这个永恒之眼 柳如眉头微醋 什么意思 哈哈 奥兰德大笑 永恒之眼 不过是培养永恒镜的一个道具 就算我得到它 培养一个永恒镜需要多久 造物需要多久 你我最清楚 所以在蓝星之上 无论是你还是我 都不太可能培养出第二个永恒 因为我们都不可能坐视不理 但如果我将永恒之眼 直接祭练成永恒道具 变成一个杀阵 别忘记我的第三天赋序续练 可是练习大师 你说 今日我能留住你吗 杀了你 我不一样无敌于蓝星吗 狗日的 我就这个老头不是好人 一旁的鹿子野心中震撼 这笔居然谋划了这么一个局 奥兰德说的没错 拿到永恒之眼又能如何 难道柳如还会坐着 等他培养出来一个永恒 所以 这个老鹰笔 居然将永恒之眼 祭练成了一个特殊道具 有这个玩意的加持 老是危险了呀 龙国这边所有不朽 都将目光投向了虚空中的柳如 只见他抽了那根造物轿边 这根轿边 不想鹿子野身上那些妖艳货色 不是紫光 就是橙光 这轿边朴实无华 透着一股邪门 其实 我又何尝不想杀你 本来竟然是逼你出来 想试试我的这十级造物的威力 没想到你新颜子还挺多 柳如语气中并不慌张 甚至透着一股绝对的自信 十级了 不错不错 那就看看 是你的造物厉害 还是我的杀阵更胜一筹吧 奥兰德还是不紧不慢的语气 到了他们这个境界 仿佛天塌下来 都不能让他们速度快上一点 路子也最讨厌这种慢吞吞说话的人 下一刻 墨压矿坑中一股能量柱撑天而起 足足十米直径那么粗 直接轰向天空 然后能量开始朝四面八方弥漫 遮蔽了整个天空 宛如一个能量波柱旧的大碗 倒扣在这片天地 而那些光滑的碗壁上 开始滋生出无数的能量箭矢 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对准了柳如 奥兰德 十级炼气大师 永恒杀阵 请赐教 柳如身形一动 脚边轻舞 却有雷霆万钧之势 一道永恒之力 随着轿边轰向碗壁 瞬间轰碎了无数能量箭矢 那些联军不朽心中狂喜 他们看到获胜的希望 大声高呼 鹰将圣人无敌 陆子也将漫天的金矿瞬间揉碎 重铸成了一柄黄金巨剑 长二十米 轰向内军不朽 笑死 打不过他 老子还收拾不了你们 大战开启 陆子也看得通透 所有人都被这个碗扣在里面了 跑是跑不掉的 只有两个结果 要么奥兰德胜 大家一起隔屁 要么刘老师胜 大家一起吃奥兰德的喜 不管什么结果 自己都不能放过这群不朽 陆子也也相信自己的 作为圣人的柳如和奥兰德 僵持了这么多年 不可能这么容易被拿捏了 同理 奥兰德也没那么容易被拿捏 这一战的结果 很难说 天空中 杀阵的能量箭矢 密集到连阳光都无法穿透了 什么叫遮天蔽日 陆子也第一次知道这个成语 就是字面意思 不是夸张 陆子也的金属风暴 已经被清除 进入了冷却 但是 开挂的人就应该有开挂的样子 凭借破绽十级 金属操控十级 还有不死之躯十级的加持 陆子也一个人冲在了最前面 反正你打不死我 但是我能捶死你 而将老等龙国不朽级强者 协同陆子也一起攻击 对联军的不朽强者 发起了轻叫 不朽级之间的战斗 几乎是毫无悬念的 陆子也都可以在奥兰德手里过两招 碾压这群不朽 自然不在话下 那柄重达五十多吨的黄金巨剑披斩而下 多名联军不朽 直接化为血物 108枚是天碎片如臂驱使 疯狂收割敌军的生命 联军的不朽级强者 一个接一个倒下 龙国取得了完胜 但是龙国的不朽们高兴不起来 沙阵的威压越来越狂暴 甚至有两名龙国的不朽级强者 死于那些狂暴的能量剑士 这足以证明 柳如处于了下风 无法完全抵挡沙阵的所有的攻击 陆子野和江老勉强可以拼尽全力 抵挡一些沙阵的攻击 可这对整个战局 并不能起到扭转的作用 高空中 奥兰德对着虚空一掌拍出 一个巨型的圆形能量盘迅速成型 而这个巨大的能量盘 正在疯狂凝聚沙阵的能量 准备发起最后的攻击 老朋友 我们认舍五十年 虽有不舍 但追求巅峰的路上 总有人要倒下 我会缅怀你 奥兰德将手放在胸前 坐了一个屈身礼 高空中的柳如 面容逐渐清晰 龙国的其他强者 第一次窥见龙国圣人的容颜 可是他们心里都清楚 圣人露出真容 并不是好事 而是自身能量耗尽的体现 柳如嘴角甚血 却依然美丽动人 他微笑道 奥兰德 你和我都错了 蓝星并非你我二人可掌控的 蓝星还有更高的强者存在 这是我学生给我的启迪 也是我对你的忠告 我也许会败 龙国也许会亡 但是绝不是今日 今天我 将让全世界明白一个道理 一个仅存于龙国历史的道理 奥兰德侧磨 什么道理 柳如 龙国五千年文明 屹立万族之灵而不倒 就是因为我们在危机之际 也有野蛮的一面 奥兰德 你看好 柳如一掌拍在自己腹部 一口鲜血 簇拥着一枚无比璀璨的七彩珠子 从口中吐出 奥兰德大惊 你疯了 柳如微笑 我将献祭自己的永恒之眼 求祭你七日 你若想赢我 就陷进你自己的永恒之眼 可你敢吗 奥兰德身形忽然后退数十米 你这个疯婆子 你可敢 柳如的永恒之眼直接爆开 化为无上威能直接追了上去 漫天光辉从其掌中喷布而出 将奥兰德包裹其中 沙阵瞬间消弭 世界回归清明 奥兰德自始至终 都没敢和柳如拼到最后 他选择了迎人 一道悠悠的声音 从虚空传来 柳如 你不过是无谓的抵抗罢了 七日之后 我毕灭龙国 不过是过眼云烟 老师 陆子野再也不顾一切 冲上去将摇摇欲坠的柳如扶住 柳如看向江老众人 你们退下 我有话对我学生说 这一刻所有人才知道 龙国圣人与陆子野是师生关系 江老含泪拱手 遵命 柳如用最后一点力气握着轿鞭 轻轻打在陆子野身上 谁让你哭的 老师只有最后的七天寿命 我以永恒之力 封进奥兰德七日 他破镜之日日 就是老师离开你的时候 这是老师为你 为龙国能做的最后一件事 老师 我不会让你死 我会杀了奥兰德 用他的永恒之心 来重塑老师永恒境界 傻孩子 所谓一念永恒 永恒一念 你要知道 永恒与不朽之间的距离何其遥远 你没有永恒之眼 不可能斗得过奥兰德 但是老师知道 你身负神秘 你这七天 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 下面老师将告诉你几个秘密 柳如的气色越来越差 一代圣人 竟然说话 都变得疲惫不堪 老师 您说 永恒除了永恒之眼 还有第二条道路 那就是杀永恒 正道自身 成就永恒 路子也心中大惊 还有这种事情 那么奥兰德必须死 第二件事 上次你的猜测 蓝星异兽 可能是强者的造物 我越想越觉得你是对的 之前我与奥兰德 曾经联手对抗异兽 可是我们惊讶地发现 柳如将中阴异兽 可以不断提升自身实力 让蓝星始终无法逃脱异兽威胁的事情 151时告诉了路子也 路子也听完后并不意外 这符合他的猜测 所以 小鹿 我有一个猜测 如果 如果你真的活了下来 并且成就超过了老师 你可以尝试去异化之地拓荒 以拓荒来测试 这位治强者的实力 老师曾经以永恒巅峰的实力 拓荒到60级异化之地 拓荒 就是开辟全新的异化之地 建立空间通道 让人类觉醒者 可以进入其中 比如路子也之前进入的三星异化之地 就是前辈们拓荒而来 而开辟过程 需要击败异化之地的原生异兽 才可以建立空间通道 按照老师的猜测 如果这个世界的异兽 真的是强者的造物 那么 路子也可以通过不断拓荒 去了解这个强者的实力 因为这个强者 为了圈养人类 一定会压制人类的强者 如果有一天 路子也拓荒过程 再没有中阴异兽可以阻挡 那么证明 路子也的实力 已经超过或者接近了 这位操控蓝星的治强者 而目前人类拓荒的极限是60级 柳如老师 无法战胜61级的原生异兽 老师 我记住了 你好好休息 七日之后 我会送上奥兰德的永恒之眼 我说过 我一定会报答老师的教诲之恩 路子也连连点头 柳如微笑 你有这个心 老师很开心了 我记得你父亲年轻的时候 也和你这般英雄气概 真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老师已经91岁了 死了并无遗憾 这可是我的秘密 女人的年轻不可外传 柳如说完便是昏睡了过去 脸上始终保持着微笑 路子也深呼吸一口气后 带着柳如回到了京都 将柳如交给了江老 便是转身离去 江老诧异 圣人兵威 你去哪里 路子也 阎龙朝学 阎龙朝学 龙国的终极异化之地 也就是柳如的拓荒之地 里面有45到60级的异兽 路子也可以杀得痛快 获得海量的基础生存点收益 七天后 夺了奥兰德的永恒之眼 久恩是一命 而自己 无需永恒之眼 可以直接杀永恒 正到自身 成就永恒 路子也踏入阎龙朝学之前 先去了一趟滨海市 他找到了正在异化之地 锤炼自己的李壮壮 掀起你的头盖来 让我看看你的眼 李壮壮正哼着自己改编的小曲 将一头一瘦的头盖给先飞了 真特么硬核开盖 李壮壮天赋异禀 凭借金主这个天赋 境界提升极快 而他的实力 来源于黄金的重量 壮壮 路子也朝着远处喊了一声 路哥 李壮壮见到路子也之后 一脸兴奋 我估计过几天 就要成为不朽了 恭喜你 路子也单手一招 从系统空间中 提取出那一柄 二十米长的黄金巨件 重量足足二十吨 就当送你晋级不朽的礼物了 李壮壮双眼瞪得溜溜圆 他这辈子都见过这么多黄金 啊这 有了那么大一坨金子 我能把联军不朽的头捶来 李壮壮难掩兴奋 大胆一点 你以后要捶的是永恒 甚至完成你的理想 见一个捶一个 将蓝星易寿肃清 路子也给好兄弟疯狂画饼 路子也和李壮壮都清楚 有了这二十吨黄金 李壮壮的实力将获得极大的提升 他这个不朽的含金量极高 路哥 认识你 真是我最幸运的事 李壮壮一脸感激 路子也不得不承认 这小子的第二天赋 幸运是有点东西的 他似乎就没有遇到过瓶颈 一路顺风顺水 夺赦传奇 获得黄金巨件 就好像天命之子一样 一路火花带闪电 在滨海市 路子也和李壮壮 以及修罗小队成员 喝了很多酒 聊了很多知心话 在中午时分 他一个人踏进了阎龙巢穴 他知道这一去 就是整整七天 在这里 他只击杀越级的BOSS 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基础生存点提升 在七天内 将自己提升到最恐怖的层次 然后 与奥兰德一较高下 阎龙巢穴 烈焰冲天 土地军裂 那些裂缝之中 时不时喷出一条条火蛇 萦绕在路子也身旁 他们好像在观摩路子也 这个不速之客 时而在脚底盘旋 时而幻化成火蛇 对着路子也喷吐着性子 神意非凡 路子也现在的生存点收益 是500生存点分 一天的收益是72万属性点 七天下来 大约500万 如此一来 自己就将拥有一千多万的属性点 理论上满足进入永恒的门槛 可是永恒境界的跨度极大 一千万至一亿战斗力 都称为永恒 虽然路子也的各种天赋加成 配合奥义 攻击力极其狂暴 为了安全起见 自然属性点越多越好 你又怎么保证 奥兰德作为一个战斗力 接近一亿的人 没有增幅 也极其恐怖的攻击手段呢 根据路子也上一次 与奥兰德交手的过程 路子也感觉自己 至少实力还需要强大几倍 才有可能硬刚奥兰德 开始吧 路子也看向面前 炎龙巢穴中 越来越密集的火蛇 108枚视天碎片 直接射入了那些裂缝之中 搅起岩浆无数 地底之下有龙银嘶吼 一条51级的炎龙腾空而去 怒目圆瞪 杀 路子也手起刀落 冲了上去 第一天 路子也一共越级击杀 171头BOSS 基础收益到达 671生存点分 等级从45级提升到了48级 当日获得生存点89万 加了80万精神 9万体质 第二天 路子也一共越级击杀 199头BOSS 基础收益到达 870生存点分 当日获得生存点 154万 加了150万精神 4万体质 第七天 路子也一共越级击杀 211头BOSS 基础收益到达 2000生存点分 当日获得生存点 219万 加了200万精神 19万体质 等级已经到达60级 整个蓝星 再无越级可杀的BOSS 唯有拓荒一条路可以走 路子也长叙了一口气 他的身上污浊不堪 连续战斗7天 片刻没有休息 路子也看向自己的属性面板 此刻 他的属性 已经变成了怪物一般恐怖 宿主 路子也等级LV60 0% 境界 不朽境 生命值2000万 体质200万 92%减伤 精神1560万 力量13684 敏捷12790 暴击率100% 暴击伤害243% 破甲47% 5% 伤害增加40% 生存点41310 增长中 天赋序列20 金属操控LV10 0100万 天赋序列04 不死之躯LV10 0100万 天赋序列05 破绽LV10 0100万 装备 试天 逆甲龙镯 巨蛇之镯 逆甲龙靴 挥药之亏 这些都是次要的 在这些属性增幅之下 路子也的各个天赋发生的变化 那才叫惊心动魄 金属操控LV10 操控相应能量等级金属 在100加16万米范围内 发动任何攻击 造成200%加16000%精神伤害 无冷却 破甲症30% 奥义 金属狂潮 在操控范围内 让身边所有金属暴动起来 掀起一片金属狂潮 造成10倍伤害 冷却 8小时 金属操控这个天赋 100点精神力等于1米范围增加 100点精神力等于1%的伤害增幅 1600万的精神力 带来的是16万米的距离提升 也就是160公里 而精神力的伤害增幅 到达了16万 也就是1600倍 而鹿子野现在的精神力 1600万 X1600 等于256亿伤害 而这还没有算上 破绽的1600倍增幅 分身的10倍增幅 金属风暴的10倍增幅 伤害破万亿 已经是轻轻松松了 我就不信 这都轰不死你 不死之躯 LV10 拥有十具不死之躯 不死之躯 拥有本体16万倍率的生命值 躯壳不死 真身不灭 奥义 分身 十具不死之躯同时出现 可以模拟本体 发动一模一样的攻击 冷却 八小时 而不死之躯 可以增幅1600倍生命 鹿子野现在的本体生命值 达到了2000万 1600倍 就是320亿生命值 我特么320亿生命 谁能瞄我 鹿子野单脚一踏 回到了龙国京都 因为他知道 破除封印后的奥兰德 已经迫不及待 要锁老师的命了 是时候来个了断了 回到龙国京都的鹿子野 直奔柳如老师的住所 这里已经被龙国不朽强者 层层防御 虽然柳如强调过 奥兰德来了 他们无法抵挡 让这些人退去 但是龙国的这些 不朽强者都明白 龙国圣人死了 他们如何活下去 而圣人在墨亚矿坑那一战 也保住了 他们没有陨落在沙阵之中 老师 我回来了 鹿子野见到一脸憔悴的柳如 柳如看了一眼 浑身受血血污的鹿子野 你这气息 真是匪夷所思 柳如很想说 你这气息 怎么明明是不朽境界 却堪比永恒 最后 他还是忍住没有说开 只是默默点头 好多的孩子 可惜啊 老师没用 未能守住龙国 也无法再保护你们了 柳如有一种预感 给鹿子野足够的时间 他可能真有实力杀 永恒症的永恒境界 老师 龙国有一万人 龙国是大家的 也不应该由你一个人来守护 我们都有责任 你守护了龙国很久了 今天就让我来 鹿子野眼神坚毅 柳如正要说什么 屋外的虚空之中 传来熟悉而阴沉的声音 老朋友 七日之七已到 我来送你一程 柳如正要起身 被鹿子野按了回去 老师 有鹏自远方来 虽远必诛 我去送他一程 众人 这词好像不对劲 又好像很合理 是怎么回事 鹿子野一步踏出 身上的五彩能量 变成了七彩 身影略空而去 一百零八枚是天碎片 如影随形 这一幕将在场的 其他不朽强者 看得其他不朽强者 一脸猛逼 为什么他的不朽能量 是七彩的 众人看向圣人 而柳如目光流转 看向掠空而去的鹿子野 他超脱了这个境界 实力比肩永恒 需要的只是一个永恒之眼 鹿子野悬空于 京都主城之上 与远处的奥兰德平视 你 想阻止我 奥兰德眼神充满了细血 鹿子野文言摇了摇头 不 我是来杀你的 哈哈 有趣的小辈 若不是你质疑我为敌 我倒是不忍心杀你了 在奥兰德看来 鹿子野不过明知 是死鹿 却飞蛾扑火的可怜虫 要让对方看看挂逼的力量 这一战 绝不能给穿越者丢脸 十道分身一字排开 造型依然别致 每一道分身 都拥有一样的能量等级 而且生命值几百亿 减伤92% 十道分身 连同鹿子野本体 开始一起手挫金属风暴 这里是京都 鹿子野不得不造成一些破坏 好在大战之前 江老已经做了疏散工作 而柳如还特意选择搬到了京都郊外 避开了城区 他知道 这一战必无可避 那些钢筋建筑 地底矿脉 汽车 铁轨 轮船 方圆160公里范围内 完全变了个天 强大的精神力 将这些金属物体揉成了一团 然后被鹿子野精神力操控着 轰向了奥兰德 巨型金属球重达上百万吨 其微能可想而知 奥兰德微微一笑 哈哈 还是老一套 幼稚啊 奥兰德对着虚空打了一个响指 啪 下一刻 他眉头一皱 因为他发现 那个巨型金属球 依然在朝他飞奔而来 此事不对 奥兰德换了一个手指 再度打了两个响指 啪啪 金属球依然狂暴呼啸 啪啪啪啪 奥兰德把响指打得震天响 直到现在他才明白 这种低级的手段 已经无法应付七天前的那个小辈了 他立刻拉开了架势 动用了第一天赋 序列时期的十级铁木 天地间 一道云铁铸铸的铁木 立在了奥兰德身前 挡住了金属锯球进攻的方向 可是 他忘记了鹿子野的天赋 就是金属操控 鹿子野双拳紧握 发出一声巨吼 给我 开 轰 狂暴的精神力 直接操控对方的铁木 铁木开始颤抖 轰铭 从中间撕开了一道裂缝 裂缝越来越大 直到贯穿整个铁木 轰 百万吨级别的金属锯球 穿过裂缝 继续轰向远处的奥兰德 奥兰德心中大喊 此子 恐怖如斯 第二天赋 天赋序列 八冒号十级 偷天换日 这一个空间系天赋 虚空中一个巨大的空间漩涡陡然出现 那枚狂暴的金属球 竟然偏离了航道 又被吸入空间漩涡的趋势 鹿子野亲眼看见 百万吨的金属球 一点点被吸入其中 永恒强者 果然不凡啊 那个空间漩涡之中 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这是空间之力 与金属操控之间的较量 漩涡越来越扭曲 奥兰德倾注无数力量 维系着空间漩涡的稳定 终于 十分钟之后 他气喘吁吁地看向对面的鹿子野 你竟然打我的主意 想杀我正的永恒 鹿子野微微一笑 你看人真准 后生可畏啊 你太保守了 蓝星之上 还有更强大的存在 异兽威胁都没解除 你就急着消灭同类 你觉得龙国王了之后 你能撑多久 奥兰德笑了笑 年轻人 你太过理想了 你想杀我正道 还想带领人类驱除异兽 好吧 我祝福你 也诅咒你 来吧 把你藏着的招式 全部使出来 此刻的奥兰德知道 鹿子野还有后手 因为他发现 鹿子野的十个分身都不见了 鹿子野点点头 好 下一秒 十个分身踏着虚空而来 每个分身的头顶上 都悬浮着一个百万吨级别的金属球 奥兰德大惊 敢请你这些分身 是出去带货去了 十枚金属球 刚才那一枚 都差点要了他的老命 这次十枚 鹿子野没有任何犹豫 单手一挥 给老子砸 奥兰德大惊 你太激进了 蓝星之上 还有更强大的存在 一受威胁都没解除 你就急着消灭同类 你觉得鹰将亡了之后 你能撑多久 卧槽 偷我台词 鹿子野气急败坏 不 没有你 龙国会更好 下一刻 十枚金属球狂轰而下 京都城郊宛如地震一般 地面上一条条巨大的裂痕 宛如珠网一般弥漫而开 金属球轰击造成的冲击波 影响到了几百公里之外 冲天而起的漫天尘土 让整个京都都升起了沙尘暴 当尘埃散尽 奥兰德早已尸骨无存 只有一颗瑰丽无比的永恒之眼 飘浮在深坑之中 我赢了 鹿子野单手一招 永恒之眼飘入他手中 龙国不朽强者 瞬间爆发出阵阵欢呼 龙神无敌 同为不朽强者 能让他们发自肺腑的崇拜一个人 是极其困难的 可现在 哪怕是江老 这种巅峰不朽 也折服于鹿子野的恐怖战力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探子封盾而来 现身后双拳一抱 对着众人便是大声道 禀各位不朽 京都北面的十八处 中烟封禁 同时破开了封印 京都危急 鹿子野心中震撼 他知道 这是操控蓝星异兽的那位上尉者出手了 他圈养人类 不会让人类消亡 也不会让人类称霸 哼 你坐不住了吗 害怕了吗 那就让我来揭开你的真面目吧 鹿子野心中泥喃 大战落下帷幕 鹿子野以不朽之境逆天行 首刃蓝星双胜之一的奥兰德 这个消息宛如一枚核弹 引爆了蓝星了的觉醒者圈子 叮 你的逆天行为震惊了蓝星 获得生存点 加五百万 加四百万精神 一百万体质 鹿子野欣然接受了大自然的馈赠 加点成功 当前精神力两千万 当前体质三百万 对应生命值三千万 您击杀永恒进强者成功 获得永恒之力 您可以随时破镜永恒 同时 您将拥有一项造物能力 造物 你是电 你是光 你是唯一的神话 您拥有了造物的能力 可以改变物质结构 无论微观层面 还是宏观层面 造物的上限 与您实力有关 鹿子野现在可以破镜永恒了 甚至比当初双胜晋级永恒更加简单 不过关于造物这件事 鹿子野并没有想好造物的类型 方向 龙国京都的城防军 在几十名不朽强者的带领下 已经深入十八处 被破开的中烟封禁抵抗异兽 这批先头部队 是去探探这次中烟的实力 而鹿子野与李壮壮一起前往探望柳如 柳如也是李壮壮的恩师 自然应该前往 柳老师 我们来看你了 李壮壮这个自来熟性格 一进屋便是咧着嘴坐到了老师跟前 阳光的微笑很有感染力 让人的心情都好了不少 而柳如难掩兴奋 因为自己的学生 竟然真的击杀了永恒进奥兰德 成功上位 老师 这个给你 鹿子野屈指一弹 永恒之眼飞向柳如 谁知柳如拒绝了这枚永恒之眼 将其放到了桌上 上次大战 我根基受损 永恒之眼破碎 就算吸收了 这枚永恒之眼 重回永恒进 也很难有所突破了 现在你帮老师解决了奥兰德 老师可以安心回到滨海学院 做一个真正的普通老师了 圣人这个称呼 荣耀加身 也责任重大 这永恒之眼 就留给龙国的未来吧 柳如上次大战之后 本来以为奥兰德会彻底摧毁龙国 可自己的学生逆天改命 现在的蓝星 龙国已经是绝对的霸主 统一蓝星指日可待 唯一的威胁 就是那位神秘的至强者了 而柳如知道自己 无法晋级归真之后 便是萌生退役 将龙国的未来 交给年轻一代 老师 你有人选吗 出于尊敬 鹿子野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这枚永恒之眼 应该给谁比较好 这不就在眼前 柳如柳眉一邪 看向一旁吃着香蕉的李壮壮 我 看到鹿子野和刘老师 都看向自己 李壮壮一愣 这特门又走了什么狗屎运 这永恒之眼 足以引发蓝星双胜的决斗 就这么要送给自己了 这合适吗 李壮壮小心翼翼问道 要知道 江老他们那批强者 等待这个机会几十年了 我感觉资历不够 为了龙国的未来 你不应该推脱 整个蓝星 拥有金主天赋的目前就你一人 其罕见程度可想而知 而你在获得鹿子野的金矿加持后 他日晋级 永恒只是时间问题 这永恒之眼里印给你 柳如解释道 鹿子野点点头 我也觉得很合适 李壮壮在两人的鼓励下 也是露出了当仁不让的表情 好 等他日 我要是拥有百吨黄金 看我不去中阴之门 将那些异兽掀个底朝天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鹿子野忽然想到了一个 非常Bug的变强方式 他有些激动地 看向柳如老师 询问道 老师 您不是说 晋级永恒之后可以造物吗 我可以造黄金吗 柳如和李壮壮 听到这句话之后 同时露出了惊骇的表情 什么逻辑鬼才 你是怎么想到的 柳如默默点头 可以 永恒晋可以改变物质内部结构 甚至宏观结构 比如 我的轿边 就是一种黑暗物质 可以吞噬自身的能量 并将其放大数十倍 让它的攻击威力极其强大 在杀阵之中 我也是凭借轿边 吸收了自己永恒之眼 才破开了杀阵 你要造黄金的话 数量会受到你实力的限制 不过我猜 一天弄个十吨八吨 应该不成问题 那就好 陆子爷已经规划了一条 和好兄弟制霸诸天的道路 陆子爷造黄金 李壮壮借助金主天赋 不断倍增自己的实力 他日干翻那个神秘的上位者 就有戏了 十吨 八吨 老师 你太看不起学生了 我的精神力说涨就涨 这产量不得翻几番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 柳如看向陆子爷 现在 陆子爷已经迫不及待了 毕竟外面还有十八处中烟的威胁 而自己还要去拓荒 发掘等级更高的益寿 来提升生存点的基础收益 两千生存点一分钟 已经无法满足 现在陆子爷的野心了 旷野之中 陆子爷席地而坐 开始破镜永恒 李壮壮 则是一脸期待等着好兄弟 给自己手搓黄金 两千万的精神力 如瀑布 一般冲刷着陆子爷的五脏六腑 心肝脾肺肾 最后一关 那就是肾 这一次晋级永恒之境 陆子爷感觉 并不是单一冲破某个脏器的关卡 而是以自身力量贯穿五脏 体内的力量 前所未有的进行着畅快凌厉的流转 五脏毫无阻碍 迅速打通 一道红色能量冲击波 自陆子爷的头顶迅速冲天起 挥入云层 然后激荡而开 成了 陆子爷看着自己浑身流转的红色能力 很是欣喜 而陆子爷的系统之中 多了一个属性栏 造物LVE-0100 卧槽 造物都可以有等级的 陆子爷尝试自己制造黄金 他发现自己的脑海中 拥有时间万物的知识 物理结构 化学性质 这是晋级永恒晋给他提供了 造物并不是凭空造物 陆子爷手握一块石头 准备点湿成金 他利用造物能力 改变了石头的物质构成 元素性质 下一刻 一块石头就变成了100%纯度的黄金 这一幕 让李壮壮和陆子爷都兴奋不已 陆子爷突发奇想 如果异兽都是强者的造物 证明可以给造物赋予生命 我是不是可以让黄金也赋有生命 下一刻 陆子爷将黄金用精神力 控制成了一头小老虎的形状 然后试图给他融入生命 叮 造物等级不够 无法融入生命 精神力不足 无法调用生命造物能力 果然 能制造异兽的强者 还是恐怖 陆子爷看向自己系统中 躺着的40万生存点 这是自己简简单单挂机几个小时的收益 他开始提升自己的造物等级 叮 您成功将造物等级提升到 LV6 010 0000 可以可以 陆子爷拥有了6G造物 直接效率提升许多倍 虽然不能做到融入生命 但是点试成精的效率 已经高了许多倍 陆子爷有一个猜测 以后自己精神力更强大之后 是不是可以造出类似黄金巨人 黄金圣斗士这样的单位 甚至给他融入天赋序列 陆子爷思索之间 一块躺在地上重达十吨的石块 已经快速发生变化 越发凝实 金光灿烂 李壮壮 厚李谢 无敌 李壮壮立刻将这十吨黄金贪婪吸收 身体发生了恐怖的变化 一道五彩能量冲击波直接爆开 被陆子爷打了一个响指 用精神力才将其驱散 你别说 打响指这个招数真地帅气 刚才的造物 让陆子爷精神力消耗了不少 陆子爷这才明白 造物需要多么强大的实力 而刚才新加入的十吨黄金 直接让李壮壮无障碍破镜成功 直接晋级为不朽 更离谱的是 李壮壮召唤出自己全部的黄金 这些黄金变成了金色的液态 漂浮在李壮壮的头顶 李壮壮双眼紧闭 陆哥 我的天赋序列好像突破了 我现在似乎可以做到融合自身了 什么意思 陆子爷又没有金主天赋 不太明白 可是一下刻 他看到了诡异一幕 那些液体黄金 直接变成瀑布一般 轰向李壮壮 混入李壮壮的身体 李壮壮的气势暴涨 癫狂一般的嘶吼着 这就是金主 他变身成为了一名黄金斗士 身高十米 手提一柄黄金战刀 光是看一眼都令人畏惧 好家伙 真特么离谱 刚刚晋级不朽 这气势居然和不朽后期一样猛 所以这个金主天赋升级后 变身黄金斗士一定对李壮壮的增幅很大 陆子爷感受到自己体内的精神力 还有剩余 而且恢复很快 来来来 兄弟 再吃一坨 陆子爷又动用了精神力 将牙壁上的几块巨石点石成金 融入了李壮壮身体 陆子爷必须将李壮壮提升到一个恐怖的强度 因为陆子爷知道 自己没办法去中燕之的抵抗兽潮 那样会让自己的等级无谓提升上去 到时候根本没办法越级击杀boss 自己的基础收益就将永远停留在2000生存点分 这不行 我是要成神的男人 我不能有瓶颈 而李壮壮提升等级并无害处 甚至击杀异兽还能获得属性的提升 一边拼命给李壮壮手搓黄金 整整一个下午过去了 陆子爷搞定了100吨黄金 他对着李壮壮摆了摆手 我特么不行了 休息一会 哥 你喝什么 要吃什么 我去给你搞来 李壮壮一脸谄媚 对这个哥 他这辈子都会铭记 是他给自己创造了一切 沙樱花传奇给他夺赦 又给了他永恒之心 现在还给他搓黄金 这不就是传说中 一父一母的亲哥哥 陆子爷摆了摆手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更别说黄金了 你得去封禁那些中烟异寿 拯救京都 拯救龙国的重任 就交给你 李壮壮 看着我干嘛 你才是救世主啊 你才是龙国的希望啊 陆子爷一脸坚定 真的吗 去就去 但是你才是龙国唯一的圣人啊 我怎么会是救世主 李壮壮表示 我不信 陆子爷摇摇头 你的成长速度 我怎么比得了 未来你将是龙国唯一一个 冲击圣人之上的人 而陆哥我只能 每天给你搓搓黄金当后勤 现在我要去拓荒八十级了 我得为你铺好路啊 兄弟 李壮壮刷的一下站了起来 解除了黄金斗士形态 恢复人形 给陆子爷来了一个熊豹 大哥 五千五百五十五 陆子爷话柄结束 推开了李壮壮 好了好了 去吧 李壮壮一步三回头 大哥去拓荒要小心啊 嗯 知道了 大哥 等我拯救了世界 我们回滨海岛家喝酒 知道了 知道了 送走了救世主 陆子爷火急火燎 前往樱花国富士山 因为传闻那里 有一片狂暴的异坏之地 从未被人征服 哪怕是龙国双胜 曾经想要拓荒这里都失败了 刘老师告诉过陆子爷 他只能拓荒六十级 而那片区域 存在六十一到八十级的异兽BOSS 陆子爷恢复了大部分精神力之后 一步踏出 虚空破碎 永恒强者 哪怕隔着万里 也是一念到达 樱花国此刻看到龙国觉醒者前来 纷纷跪拜 他们知道 联军没了奥兰德 就等于西方没有耶路撒冷 现在他们只有俯首称臣的份 甚至联军各国 还主动派出了自己的不朽申请 进入龙国北郊 去镇压中烟 樱花小人心态罢了 这个国家的人 畏微而不怀德 就得武力征服 陆子爷也不管那些跪地不起的觉醒者 他们爱跪多久就跪多久 他自顾自登上了富士山脉 这里是一座火火山 火山口还喷着岩浆 传闻火山的内部十分巨大 藏匿着万千亿兽 陆子爷从火山口一跃而下 拓荒开始 龙国北郊 联军的不朽协同龙国不朽正在镇压中烟 按照上个月的中烟之门能量表现来看 不朽强者足以镇压 可是这一次 北郊十八个中烟之门集体破剑而出 展现出来的实力十分恐怖 全蓝星的不朽都来了 双方打的却是消耗战 僵持不下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身高十五米的黄金斗士冲入了战场 手提十米长的黄金战刀从天空竖劈而下 一头中烟参天 当即被斩断了左臂 嘶吼不止 各国不朽大惊 敢问这位好汉大名 李壮壮的战刀拖地前行 头也不回 走向中烟之门 只有一道粗狂的声音传来 我 李壮壮 你们也可换我救世主 全场当场实话 这真是盖伦出无尽 沉默又暴击啊 李壮壮的加入 直接让胜利的天平开始倾泻 一台几百吨重的黄金斗士 挥舞着黄金战刀 宛如远古魔神一般神武 这一刻 李壮壮真觉得自己 可能是救世主灵士 看着身边一头接一头倒下的中烟异寿 他杀意越发浓厚 咱哥是龙国圣人陆子也 咱老师是上院圣人 就这个出身来看 自己没道理 不是救世主啊 这一刻 李壮壮的内心无比坚定 率领蓝星不朽强者 冲向了滚滚寿巢 另外一边 樱花国富士山火山口 陆子也一跃而下 进入了火山内部 这里岩浆滚烫 四周的崖壁不断有巨石滚落 寝客间 便是被陆子也的视天碎片 立刻轰碎 岩浆之中 一头头诡异生物 逐渐浮现 65级BOSS 无面膜 72级BOSS 双头巨人 陆子也一眼望去 全是BOSS 因为这里从未被征服过 是拓荒的地方 只要击杀对应等级的BOSS 就算是成功拓荒到了某个等级 而陆子也的目标是 斩杀这里的终极80级BOSS 一头普通70级异兽狂暴冲来 陆子也轻蔑一挥手 滚 直接被精神利果斜着 被拍飞出去 不知道多远 最后精准落入了富士山脚下的一座市中心 引来骚乱无数 异兽甚至一巴掌 拍碎了他们供奉祖先的神社 碎了一地 就算是普通异兽 可是高达70级 也不是普通人能对付的 陆子也才 懒得管这些破事 死平道不死道有 只要是靠近自己的普通异兽 通通打包扔了出去 切记用力要轻 别捏死了 要保证鲜活 陆子也做得小心翼翼 陆子也觉得自己这个时候 要是跑到下面的城市上空高喊一句 开门 你的快递 估计对方能活活气死 整个城市乱作一团 那些樱花人纷纷跪地 求求了 别扔了 别扔了 而对于那些狂暴的boss 陆子也就区别对待了 双标到了极点 直接当场拍死 自己的等级到达60级之后 升级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这TM是天大的好事 哪怕是越级击杀boss 不给老子经验 我也毫无怨言啊 陆子也一个人在富士山之中 与重boss大战 一开始还游刃有余 杀了100头boss 等级升级到了61级 后来 他越来越感觉到不对劲 这些异兽boss的数量太恐怖了 从地心不断涌出 而且实力越来越强悍 就好像闯关游戏一样 有人始终在挑战你的极限 这种感觉 就好像幕后有人在操控你 甚至 甚至他很希望你变得越来越强大 陆子也现在没功夫想那么多 一门心思赚基础生存点收益 基础生存点收益加一 加一的提示不断从系统中传来 陆子也遭遇的攻击也越来越猛烈 轰 几百头70多级的异兽boss 直接联手发动了攻击 他们 他们竟然可以合体 这几百头异兽互相撞击 融合到了一起 身形不断飙升 实力也在飙升 这是什么鬼天赋 我特没也想要 陆子也心中震撼不已 下一刻 由几百头异兽组成的恐怖巨物 身高200多米 堪比摩天大楼 直接一拳打穿了富士山的一侧 山体开始剧烈震荡 出现了坍塌 滑坡 毫无疑问 山下的城市即将遭殃 陆子也一跃而起 悬浮在半空中 他看到满目疮痍的富士山脚下的城市 心中感叹 反正城市都没了 不如借我一用 金属风暴 起 石道分身并列虚空 三千万精神力疯狂涌动 此刻陆子也发动的金属风暴 已经可以影响的范围 到达了100米加30万米 也就是300公里范围 差不多覆盖了大半个樱花国 他要将这个国家的金属掏空 借樱花一国的金属 与这合体BOSS决一死战 樱花国此刻对这次大战进行着直播 看着画面中十个路子也 一起疯狂抽空这个国家的金属 他们陷入了绝望 他们都知道 这个国家算是完蛋了 桥梁的钢索被他抽走了 桥梁立刻坍塌 房屋的钢筋结构被抽走了 大片大片的城市化为乌有 家里的过碗瓢盆 只要带点金属的 手中的汤匙都特么跑路了 一个老人镶嵌的大金牙飞向高空 老子对着高空骂骂咧咧 陆子也的行为温暖了四季 让整个樱花国全体震惊的五体投地 丁 你的壮举震惊了整个樱花国 精神力加500万 陆子也来得好啊 谢谢大自然的馈赠 给我加400万精神 100万体质 丁 加点成功 当前精神力2400万 体质400万 生命值4000万 合体后的巨兽长着无数处须 身体是一个椭圆形 极其丑陋 就好像一个大号的毛绒球 这些处须可以自由伸缩 化为极其狂暴的鞭子 抽象陆子也 而陆子也的金属风暴 已经到达了癫狂状态 那些从樱花国借来的金属 飞到了高空 直接被精神力淬炼成了 一万根飞剑 这些飞剑在天空中蓄力拉满 发出咔嚓咔嚓的金属声 随时准备发起进攻 11个陆子也同时单手 朝着前方的巨兽一指 斩 无情肆虐了整座富士山 那无尽的触手被一一斩断 可是巨兽何其强大 他是由几百头BOSS合体而成 体内能量极其狂暴 下一秒 他又重新生长出来 成千上万条出须 再斩 陆子也仿佛玩起了切水果游戏 长出来一根 就砍一根 主打一个绝强 而富士山内部的那些BOSS 还在不断加入融合的队伍 巨兽的身体越来越膨胀 与陆子也玩起了消耗战 可是 他身上不断刷新的破绽被击破了 动不动就是千亿伤害 那个家庭承受得住 十几分钟的僵持 整座富士山 所有BOSS都融合了干干净净之后 整座富士山也被这场大战削平了 这个山地被打成了平原 陆子也看向平原上 一个直径四百米的汤圆 没错 这巨兽再无能力长出触手 被削了得干干净净 形状变成了汤圆 下一刻 陆子也将亿万金属箭矢 合成了一柄金属长矛 说是长矛 其实就是一个国家 所有金属淬炼而成的大铁柱 直接捅了进去 定 明成功击杀2810头BOSS 当前基础收益提升为5000生存点分 而陆子也的等级 升级到了80级 5000生存点分 一个小时就是30万 一天720万生存点 非常顶 面前的这座火山 对他而言又失去了意义 走了走了 陆子也微微一笑很倾城 只是这场战斗 让樱花国下沉了5米 整个国家面积缩减了56% 海拔太低的地方都被淹没了 随着精神力的提升 陆子也的感知能力越发强大 他看向虚空 发现空气 云朵都不一样 甚至大地裂缝中 都能看到一丝黑色能量物质 隐隐绕绕 这能量 和中烟异兽的能量一模一样 陆子也口中弥难 心中却是震撼 难道整个蓝星都是造物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 先回家搓黄金去 接下来 陆子也肯定是 准备把造物等级和其他天赋 都提升到更高的级别 精神力继续加点 尝试将天赋和造物 发挥出不一样的效果 陆子也想到了一件事 如果 如果刚才自己抽空了 樱花全部的金属之后 然后将这些金属赋予生命 那么是不是自己 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帮手 不不不 我为什么格局这么低啊 等我精神力足够强大 我特么掏空鹰匠 樱花 袋鼠 阿三所有国家的金属 来制造一个蓝星巨人 也不是问题啊 格局一定要大 那个能够造物整个蓝星异兽 来对抗人类的强者 到底到达了什么境界 他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一切都让陆子也陷入了沉思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自己要足够强大 绝对的碾压 自己不能有半点风险 嗯 生命只要海量 分身要多 保命非常重要 还有一单自己的帮兄李壮壮 也得足够强大 相信咱们 两人狼狈为奸 同流合污之下 一定能将这个大佬拉下神坛 结结 陆子也欢快地笑着 一步踏出虚空 回到了龙国京都 大哥 你回来了 你是不知道 今天的中烟寿潮多么狂暴 我带着大家 一共镇压了六个中烟之门 将他们彻底封禁了 刚回到京都的陆子也 便是被李壮壮 拉着一顿狂炫 6666 我都说了 这个世界没你不行 陆子也趁热打铁 给李壮壮来 一波思想刚硬 加固一下封印效果 哈哈 那倒也是 李壮壮深以为然 别人是随便一说 他就来真的了 走 搓黄金去 陆子也二话不说 带着李壮壮 就往城郊而去 自己作为一个手艺人 搓黄金这件事 怕是要一直坚持下去了 看了一眼自己的生存点 经过这场大战的累积 已经来到了85万 陆子也毫不犹豫 加点在造物之上 造物 LV9 050万 消耗了几十万点生存点 提升到了9级 现在凭借2400万的精神力 配合9级造物 相信搓黄金的效率 又提升了不少吧 在路过京都城防的时候 陆子也和李壮壮 听到刚刚从中烟之门 回来的不朽强者 在议论着当前的蓝星局势 看来 圣人的猜测是对的 这个世界 还存在极其可怕的强者 我有一种感觉 中烟之门的能量又增强了 他们就好像没有上线一样 在不断试探我们的实力 似乎在玩弄我们 是啊 这么恐怖的存在 也不知道 我们到底能撑多久 如果哪位隐蔽的强者玩腻了 发动了蔑视战斗 会不会蓝星就没了 很有可能 不管怎么样 我们作为不朽 只能死战到底 见过圣人 议论的精彩之时 众人发现了 在空中俯瞰他们的陆子野 一行人纷纷拱手一礼 陆子野来到众人身前 作为龙国圣人 他有必要稳住军心 给龙国希望和战斗的勇气 他环视众人 沉声道 龙国必胜 蓝星永存 说完便是带着李壮壮 转身离开 连陆子野自己的都不知道 他走之后 这群不朽强者 哪怕是精神力极其强大 也被其一句话深度影响 嘴里不停重负着 龙国必胜 蓝星永存 这句话已经成为了 潜移默化的思想烙印 逐渐成型 而离开后的陆子野 收到一条恐怖的系统提示 丁 重大契机 重大契机 宿主您极有可能获得了 隐藏序列信息 您正在觉醒 天赋序列灵妖 思想刚硬 进度10% 陆子野 思想刚硬是什么鬼 好像在什么小说里面听说过 就是不知道这个思想刚硬 到底正经不正经 系统 思想刚硬是什么 陆子野不懂就问 在脑海中与系统沟通着 思想刚硬 可以影响精神力 比自己低的人类 给他们植入坚定不移的信念 这与操控不一样 思想刚硬植入的 一定是某种信念 某种意志 当这种信念和意志成功植入后 您可以获取这些人的信仰之力 信仰之力 可以源源不断转化为精神力 滋养宿主 后立线 你听听 你听听 这就是天赋零妖的含金量吗 陆子野现在才知道 为什么自己开个玩笑 说李壮壮是救世主 他就真的坚信不疑了 不是人家憨 是自己太强啊 但是序列天赋 还没有完全领悟 这种效果还不是很明显 只是拥有一点洗脑的效果 但距离思想刚硬 还有一定距离 比如 自己现在就没有收到 反馈回来的信仰之力啊 系统 如何增加天赋 序列零妖思想刚硬的 觉醒进度 陆子野现在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获得这个神奇的天赋了 很简单 击杀异兽 击杀觉醒者 都可以增加进度 击杀的对象实力越强大 进度条增加越快速 原来如此 那我就放心了 陆子野心中泥喃 到达城郊之后 陆子野落地 便是一动不动 一直在与系统沟通 一旁的李壮壮极了 大哥 大哥 别发呆啊 搓起来啊 哦 好的好的 回过神来的陆子野 单手拍向一座小山 今天他要尝试 将这座小山包变成金山 毕竟李壮壮越强 未来也等于自己越强啊 思想刚硬之下 提供的信仰之力 也越强大 陆子野打算要去拓荒一百级了 听说地点就在鹰匠国牛约市 他们一定很欢迎我吧 就像富士山脚下的那些觉醒者一样 这次拓荒 首要目的就是将思想刚硬解锁 我倒是要看看 这排名第一的天赋 有多牛逼 一百级的拓荒 蓝星从未有人尝试过 就算是上一任的双胜 也就是去过富士山 拓过一次荒 而且还以失败告终 也就是在这个拓管过程中 柳如感受到了上位者的存在 异兽的实力 总是比人类更胜一筹 这一次也是如此 京都北交18个中烟之地 被龙国联合全世界各地的不朽强者 封进了其中11处 但是剩下的7处 越来越难被封进 甚至连救世主李壮壮出手之后 也未能拿下 连续三天 陆子野都在为李壮壮手搓黄金 三天时间 陆子野每天获得720万生存点 一共是2160万生存点 除了拿出50万 生存点将造物等级 从9级提升到了10级 其他生存点 加了2000万生存点给精神力 100万给了体质 剩余10万压相抵 而李壮壮的黄金储量 在三天时间内 达到了惊人的1500吨 这个数字是空前绝后的 很多国家储备的黄金 都没有这么多 但是今天 陆子野的精神力 到达了4400万 造物等级10级后 获得了一次蜕变之后 单日就能守挫1000吨黄金 陆子野现在造物10级 已经可以让自己的造物 具备一定的生命属性 具备一定的意识 比如 他搓出来的黄金 可以像液体一样流动 可以变成人 也可以变成兽 还能听从陆子野的指挥 变成任何形态 果然 李壮壮在获得了2500吨黄金之后 实力竟然直接达到了不朽巅峰 凭借永恒之眼 他即将成为龙国为二的圣人 第四日 陆子野消耗精神力 搓出了一头黄金巨人 他重达1000吨 黄金巨人按照陆子野的指令 直接冲向李壮壮 融入了他的身体 李壮壮化身的黄金斗士 爆喝一声 璀璨金光直冲云霄 就连龙国空间站 以太空视角 都能看到这瑰丽的景象 这一天 李壮壮晋级永恒 龙国进入双胜时代 第五日 陆子野的生存点 再次积累到了1450万 陆子野增加了1100万精神力 精神力到达了5500万 体质到达了800万 生命值8000万 减伤98% 这一日 龙国双胜宣布进入 鹰匠国纽约市 为人类拓荒100级异化之地 纽约市民众奔走相告 连夜买战票 举家搬迁 毕竟富士山脚下发生的一切 早已在网络上传播开了 是个人都看得干缠 从火山中 直接揪出狂暴的异兽 往人家城市空投 这种事 只有龙国大圣人干得出来 可是有什么用 抗议 有效吗 反抗 打得过吗 弱者一败涂地 没有任何选择的机会 何况这次来的 还不是一个圣人 还是特么两个 双喜临门 这一日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在一个纽约市人 没招谁没惹谁的清晨 陆子野和李壮壮驾临了 一个是身躯高达100米的黄金斗士 重量3500吨 一个是身后跟着十个分身的大魔王 陆子野 圣人做事 邪人退散 李壮壮大声一喝 下方的鹰将国纽约市人 纷纷加速了逃离 两人来到了纽约市的自由岛上 这里有他们的标志性建筑 自由男神像 自从这个地方被异化之后 便是无人敢进入自由岛 这里也成为了蓝星最恐怖 等级最高的异化之地 从未被人征服 自由男神像 原本只有46米高 可是被异化之后 他仿佛被赋予了生命 猛涨到了300米 成为了擎天巨人一般的存在 手中的火炬也越发炙热 仿佛能燃尽人间一切事物 只见神像双目如炬 陆氏陆子野二人 将火炬猛的一挥 整个自由岛 立刻一片火海 汹汹烈焰之中 无数异兽生疼而起 普通异兽交给你了 剩下的我来 陆子野安排道 不 Boss我来 你杀普通异兽 这样才符合我救世主的设定 李壮壮一脸坚定 陆子野倒吸了一口凉气 完了中毒太深了这小子 思索片刻后 陆子野规劝道 救世主都是危难之际拯救世界 这种异兽轮不到你出手 保存实力吧 救世主 幕后的志强者正在凝视你 李壮壮双手付后 默默点头 你说的对 是我大意了 那么陆哥 动手吧 陆子野长输了一口气 随后联合十个分身 对着那些恐怖的 81-100级Boss冲了上去 狂暴的精神力 将异兽Boss的破绽一一击碎 那些巨型异兽纷纷暴体 血雾喷溅在火海之上 蒸腾起一片片的雾气 空气中满是血腥 黄金斗士李壮壮 更是一拳一个小八菜 那些普通异兽 在他手里活不过两个回合 这种异拳一个阴阴怪的感觉 李壮壮身陷其中 无法自拔 黄金斗士在场上辗转腾挪 30米长的黄金战刀 竟然捂出了鹰暴声 那些异兽纷纷伸手异触 当然那些本就没有脑袋的异兽除外 他们被李壮壮竖竖着切了两半 重新可以跃及 击杀Boss 感觉让陆子野畅快无比 系统中生存点基础收益 加一加一的提示音宛如天籁 巨子报仇十年不晚 而这俩兄弟报仇 从早到晚 这一战从黎明杀到了黄昏 一轮昊月缓缓升起 自由岛上的男神 也被陆子野的视天碎片 洞穿了108个窟窿 他缓缓倒下 活海也渐渐平息 世界回归清明 纽约市再无异兽 同时这座城市也不复存在了 别人解决问题 讲究一个治标治本 陆子野 李壮壮两人解决问题 是直接制成标本 纽约市都没了 完美解决问题 就在这时 陆子野忽然发现不对劲 他转头看向李壮壮 壮壮 不对劲 李壮壮也连连点头 没有新的拓荒的出现 难道 没错 蓝星之前所有等级的拓荒地 都是人类强者一点点开辟出来的 而蓝星也会出现 新的更高等级的拓荒之地 但是这一次 没有任何动静 蓝星并没有出现 高于100级的拓荒地 难道 难道那位治强者的实力 仅此而已了 他无法制造出 高于100级的异兽 就在两人心中窃喜之时 自由岛开始剧烈晃动 自由岛一分为二 地面裂开了巨大的裂痕 海面上波涛汹涌 而裂痕之中 缓缓升起一只庞然大雾 准确地说 他是一只眼睛 他被浓厚的黑色能量所包裹 看不出真伪 归真境巅峰 虚空之眼 巨目锁定陆子也 发出令人牙酸的声音 宛如恶魔低语 你好 我的破镜人 你的破镜人 我特么不认识你 这只大眼怪 到底什么来头 陆子也没搞清楚对方的来头 自然选择了不说话 但是旁边的李壮壮就不一样了 他坚信自己是救世主 看到了一只终极boss 拳头握得嘎吱响 陆是对方 豪言道 今天我们只有一个能活下去 陆子也后背发凉 赶紧捂住了李壮壮的嘴巴 兄弟 先等等 别那么忙 咱们先观察观察 李壮壮摇了摇头 放开我 救世主的字典里 没有后退二字 别说陆子也 就连远处的大眼怪 都看得一脸猛逼 纵然他拥有直径500米的卡兹兰大眼 也没看出李壮壮的底气 是从哪里来的 奥斯卡小金人 别演了 别演了 大眼怪直接一道黑色能量 喷在李壮壮身上 对方瞬间被打回原形 大眼怪重新组织了一下语言 漫不经心道 我不是你们的敌人 也并非有人 我只是利用了你们人类而已 卧槽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声密谋吗 多冒昧啊 陆子也凝视大眼怪 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 现在也到了揭开谜底的时候了吧 异兽来源 序列天赋 还有你的来历 大眼怪眨了眨眼睛 嗯 你说的对 是时候 这得从我成神失败说起了 宇宙中有无数神明 有主神 有伟神 他们占据各种各样的星系 掌控诸天万物生灵命运 目的就是积累自己的力量 登灵神位 但是 这也有意外情况发生 我就是以归真境界 登灵伟神神座的时候 遇到了竞争者 我所在的星系与竞争者 发生了星界大战 最终我败下阵来 我所在的星系从此衰落 而我们所在的星系 走的是序列途径 也就是蓝星现在的天赋序列 而我的成神途径是传承 我必须带领一个种族 以序列途径崛起 而坠落到了蓝星 潜伏在深海之下 也制造了亿万中烟异寿 也给人类带来了天赋序列 而我现在即将进入十二天的成神期 我将破开虚空王座 一步步攀登神位 我离开之后 作为回报 蓝星将涌获和平 虚空之眼将一道光束 打向虚空之上 陆子也和李壮壮 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个神座浮现 下一秒又消失不见 陆子也不太相信大眼睛的规划 他留下来的序列天赋 他有那么强大的话 就不至于被人家打到蓝星来避难了 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 这个大眼怪 肯定在成神之前不能杀害 自己这个破镜者 好像正是因为自己打破了 一百级的拓荒上线 才让他拥有了这个成神机会 而在他未能成神之前 似乎不敢杀自己 否则 他大麻对自己这么客气 他之前用异兽 不知道清洗了多少个城池 也没见他如此心软过 伟大的神明 序列途径从何而来 我想知道 陆子也保持谦逊而卑微的态度 内心却是想着 如何将其拉下神坛 什么狗屁伟神 杀了我龙国多少人 就想跑路 虚空之眼看向陆子也 一束目光打在虚空中 一片影像赫然出现 宛如看电影一般 那是一个极其繁荣的生命星球 巨树 大河 湖泊 到处都是 上面生活着一只又一只大眼怪 忽然一块陨石降落在这颗星球 在陨石坑中 大眼怪们发现了一块奇怪的石碑 这就是我们的星球 这块石碑是残缺地记录着一部分天赋序列 我们就是 凭借这些已知的序列途径信息 走向了辉煌 当我们的生命星球 诞生了第一位伟神之后 我们才知道 宇宙之中有如此多的生命 在追求更高的巅峰 而这块石碑 我们称为混沌石碑 它的来源只向宇宙起源 只向那些强大的古老存在 我们称之为旧日 旧日 陆子也心中震撼 这些关于宇宙起源的存在 会强大到什么地步 当自己的绝对数值够大的时候 能否挑战它们 这些旧日 对我们有没有威胁 一系列的疑惑 都没人为它解答 而经过陆子也这段时间的南征北战 它相信一点 绝对的安全来自于绝对的实力 自己的加油了呀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虚空之眼看向二人 李壮壮气的不支声 在它看来 一切异端都特抹得死 尤其这种幕后老鹰笔 不得好死 要不是大哥拉着 他高地要上去薅几根头发下来 陆子也嘴上 伟大的神明 我没有疑问了 陆子也心里 伟大的神明 老子想拉你下水 虚空之眼满一点头 十二天之后 我会离开蓝星 这十二日 不得打扰我 说完 他浑身绽放出恐怖的黑色能量 这些黑色能量 从他的大眼之中喷涌而出 直冲虚空 在虚空之上 破开一个空间漩涡 而漩涡之中 有一台光芒四射的神座 散发着异样的流光 今日 虚空一族 重归神位 虚空之眼说完 身形便是略向空中 一台台能量构成的台阶 他时接而上 每一步都十分艰难 而通向神座的距离 要足足走上十二天之久 陆子也心中一喜 双手一共 助虚空神明 重归神位 陆子也说完 便是拉着李壮壮 立刻离开自由岛 他明白 自己只有十二天的时间 十二天之内 自己要拉虚空之眼下水 自己踏上神位 成就伟神 伟神之上 到底是怎么样的天地 陆子也心中向往 双大哥 为什么不让我和他拼命 回到郊外的李壮壮 愤愤不已 他的思想刚硬太深刻了 救世主的雄心已然爆棚 伤安勿躁 老弟 咱们不是还有十二天时间吗 十二天之后 咱们 陆子也用精神与李壮壮交流 同时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李壮壮瞄懂 那我们现在继续搓黄金 那当然 你是救世主 我必须得帮助你 陆子也想到了一句广告语 我用双手成就你的梦想 同时 陆子也看向自己的系统 一天的战斗 陆子也的生存点收益 来到了一万分 同时系统之中 躺着一千万生存点 而通过击杀那些 八十杠一百级的BOSS级生物 自己的思想刚硬解锁进度 已经来到了百分之六十九 可恨啊 现在没什么怪物可以杀了 看来 只有等自己成为伟神之后了 陆子也绝不相信 虚空之眼的鬼话 说什么他离开之后 男星永享太平 陆子也坚信 只有敌人死光了 陆子也现在一百级了 举目眺望 这个星球 再无可以越击击杀的BOSS了 自己的生存点收益 达到了一万点每分钟 一个小时就是六十万 一天下来一千四百四十万 十二天之后 那就是一亿多 嗯 足够自己踏入归真境界了 不过这还不够 陆子也的想办法 把里壮壮的战里也拉上去 混合双打 总比自己去单挑的 成功概率大 没有任何犹豫 开始干活吧 陆子也赶紧将系统中的 一千万生存点 全部加到精神力上面 属性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宿主 陆子也 等级 LV100 零百分之五 境界 永恒境 生命值八千万 体质八百万 百分之九十八减伤 精神 六千五百万 力量 三万三千六百八十四 敏捷 三万两千七百九十 暴击率 百分之一百 暴击伤害 百分之二百七十七 破甲 四十七 百分之五 伤害增加 百分之四十 生存点 一万 增长中 天赋序列 二十 金属操控 LV10 0100万 天赋序列 04 不死之躯 LV10 0100万 天赋序列 05 破绽 LV10 0100万 永恒造物 LV10 0100万 天赋序列 01 思想刚硬 百分之六十八 六千五百万的精神力 陆子也信念一动 面前的一大片岩石 全部转念之间 被转化成了黄金 陆子也发现 无论是转化效率 还是速度 都得到了空间前的提升 一旁的李壮壮 金的目瞪口呆 立刻接受了这些黄金 就这样 李壮壮和陆子也合作共赢 一天之内 造了两千九百吨黄金 李壮壮的实力 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达到了永恒中期的水平 而陆子也在这十二天中 造物的速度 只会越来越快 于是 在接下来的十二天中 龙国京都北交某个矿山之中 每天都有两个神经病在这里 不管风吹雨打 对着一堆堆石头 黑羞黑羞忙个不停 而那个黄金斗士的体型 越来越恐怖 越来越巨大 第三天 李壮壮的体型突破了一百米 黄金斗士重量达到了一万吨 第四天 陆子也的精神力突破一亿 正式跨入了归真境界 第八天 李壮壮体型达到了一百五十米 黄金斗士重量达到了四万吨 陆子也单日手搓黄金的产量 第一次突破了万吨 激动人心的第十二天到来 李壮壮踏入归真境界 变身后的黄金斗士 身高二百米 重量十二万吨 而陆子也的精神力达到了恐怖的一 五亿 体质两千万 一 五亿的精神力什么概念 陆子也现在的技能 金属操控 可以影响范围来到了一百五十万米 也就是一千五百公里 技能加成来到了一 五万倍 随随便便一个技能 就能打出万亿级别的伤害 而分身的生命值加成也是一 五万倍 陆子也现在本体生命值两亿 分身获得一 五万倍增幅后 生命值来到了恐怖的三万亿 而且这三万亿生命 还拥有了恐怖的九十九 百分之二减伤 就问那个家庭受得了 陆子也站在李壮壮变身的黄金斗士肩膀上 看向自由岛方向 今天他就要登临神位了 黄金斗士用粗狂的嗓音回到 那就拉他下来 下一秒 李壮壮单脚踏碎虚空 直奔自由岛而去 英将国 自由岛 虚空之眼时机而上 他巨大的眼球 死死盯着头顶的神座 快到了 快到了 只要到达那个地方 此刻 虚空之眼身体都激动地颤抖起来 多少年过去了 曾经他只差一步之遥 而这一次 他终于可以如愿以偿 只要成为伟神 他将制造更加强大的异兽 将蓝星吃个干干净净 然后从容离开 让蓝星勇响太平 只不过是敷衍之词罢了 还有最后一万米了 他的身体继续攀登 距离越来越近 九千米 八千米 七千米 虚空之眼一步一步向上爬的时候 自由岛下方传来了奇奇怪怪的声音 喂 大眼怪 要不要我踹你一脚 这样会快一点 虚空之眼回望地面 发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 只是这两人的实力 怎么可能 虚空之眼就差最后几千米了 因为灯灵神位 需要以肉体繁胎一步步攀登 这个时候 他有两个选择 第一 放弃灯灵神位 恢复实力 与二人决战到天亮 第二 忽悠二人 先登上去再说 虚空之眼停下了步伐 坐在了无尽的神阶之上 笑道 没想到你们二人实力增长如此之快 说起来 这和我制造的中烟异兽 不断淬炼 你们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你们稍安勿躁 等我灯灵神座 你们两人未来也可以跟上我的步伐 成为伟神 到时候 我们一起去更广阔的天地闯荡一番 黄金豆是 配了一口黄金唾液在地上 呸 鬼才信念 但是李壮壮看到地上金闪闪的黄金唾液 又觉得很心痛 这可是 俺大哥不眠不休打造出来的 于是 稀溜 二 这一幕 把路子也和虚空之眼都特么看呆住了 虚空之眼 感觉自己和这种不正常的人说话很累 甚至很傻 能吐出来又舔回去的狠角色 他这漫长的人生 仅此一回 是你下来 还是我们上去 路子也站在巨人肩膀上 凝视虚空之眼 虚空之眼叹气摇头 可恨 可恶啊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非要送死 为什么你们人类总喜欢躺壁当车 虚空之眼一边叹息 一边一步步走下神阶 他的实力重回归 真境巅峰 随着实力回归 这次成神仪式宣告失败 他愤怒到了极点 这次失败后下一次机会 不知道要等到何年 他又必须以中烟异寿的模式 培养下一个破镜人 直到这个破镜人 能拓荒到一百级为止 这又要等到猴年马月去啊 都怪眼前这两个二逼 尤其是那个屎黄色的大个儿 忍一时越想越气 退一步越想越亏 啊 老子要宰了 你们两个 虚空之眼用人类的粗鄙之言 表达着心中的不满 彻底疯狂 也彻底破防 一道黑色能量 从眼球中狂暴涌出 直奔二人 李壮壮 大哥 他急了 他急了 黑色能量狂暴无匹 陆子也不敢怠慢 立刻以一千五百公里内 整个鹰匠国的金属 发动了金属风暴 这一刻 天地聚变 十具分身 一起发动狂暴的金属风暴 整个鹰匠国的金属被掏空 无穷无尽的金属被凝结 汇集 他们按照陆子也的造物能力 变成了一尊高达一千米的金属巨人 手中握着一柄金属长矛 对着虚空神眼的能量波 便是刺了出去 而黄金斗士李壮壮 选择了绕后 从另外一个方向 对虚空之眼发动了偷袭 狂暴的黄金之力 汇聚在双拳之上 这就是金钱的力量 天赋金属恐不如斯 轰 陆子也风暴巨人的长矛 被卷入黑色能量之中 甚至巨人的手臂也被吞噬 这个黑色能量形成的漩涡 似乎要将风暴巨人彻底撕裂 但 现在的陆子也 拥有造物能力 那些被撕碎的金属颗粒 漫天飞舞下一刻 又被陆子也凝聚到了风暴巨人身上 就好这玩意永无止境 不死不休 更离谱的是 陆子也还发动了108枚十天碎片 配合李壮壮进行偷袭 虚空神眼不得不分心抗敌 双眼喷出一大片黑色迷雾 从迷雾中走出一尊黑色巨人 和李壮壮一模一样 天赋06 复制 同时 天地间刮起了黑色的能量风暴 一只黑色巨手 朝着陆子也锁在方向狠狠拍下 一名分身挺身而出 顶在了前面 碰 巨手落下 地面凹陷一片 巨手化为漫天黑雾 又重新汇集 双 您的零一号 分身遭遇攻击 生命值负17亿 就这 17亿 我特么三万亿的生命 你就给我打掉这么点 你看不起谁 陆子也发现自己严重高估了敌人 低估了自己 下一个十具分身 一起冲向虚空之眼 他们一边高喊着 砍死他 一边齐齐发动精神力攻击 让虚空之眼应接不暇 黄金斗是提着150米长的黄金战刀 腾空而起 劈砍而下 虚空之眼颤抖着身体 强行催动身体能量 挡下这一击 但是另外一边的风暴巨人长矛 破开黑色漩涡 直接洞穿了虚空之眼的身体 来不及震撼 十名分身操控的各种金属物体 纷纷暴击而出 虚空之眼的身体支离破碎 岌岌可危 轰 一团蘑菇云升腾而起 那是虚空之眼能量暴体的动静 整个自由岛开始震战起来 缓缓沉入海底 虚空之眼化为一缕单薄的黑雾飘落一旁 这黑雾忽隐忽现 十分虚弱 就算鹿子也不动手 它也很快要消散在天地间了 李壮壮单手控制住这缕黑雾 黄金铜怒视对方 你知道你为什么败了吗 黑雾之中微弱的声音传来 无所谓了 成王败寇 成神之路本就逆天行 死在半路上很正常 又何止我一个 不是你太弱 而是我太强大 我就是天命 我就是救世主 我生来便是要扫清黑暗的 李壮壮豪气冲天 黑雾差点没绷住 差点直接溃散 你们别高兴得太早 我这一死 那些恐怖的存在 怕是要降临蓝星了 当他们看到 蓝星旺盛的人类生命力 和发展潜力 他们会毫不犹豫 榨干这里的一切 他们的手段 可比我霸到一百倍 一千倍 什么意思 远处的鹿子也看向黑雾 我当年灯灵神做失败 拜逃蓝星后 动用了我足以流的最强手段 遮蔽了蓝星的生命气息 才让那些恐怖的存在 无法察觉我的存在 也间接保护了人类 而现在我即将失去 那些手段也即将失效 蓝星必将灭亡 哈哈 想不到吧 就是主大人 是我一直在保护蓝星啊 嗨嗨嗨嗨 黑雾越来越稀薄 越来越虚弱 直到完全溃散 李壮壮嫌弃的甩了甩手 切 威言耸听 我能干死你 还不能干死你的仇人 来一个宰一个 叮 您击杀了空前强大的存在 奖励生存点基础收益加一千 您的天赋零妖 思想刚硬解锁进度正32% 解锁进度100% 成功解锁 系统的收益令人惊喜 但是路子也来不及高兴 虚空之眼的话 让路子也陷入了沉思 他已经注定死亡 这个时候没必要说谎话 而现在唯一能让蓝星 拥有抵抗之力的办法 就是凭借造物和思想刚硬了 思想刚硬是一个特殊的天赋 他无法升级也没有等级 他作用于有思想的所有万物 能让一个族群拥有绝对信仰 路子也知道 这个能力要慎用 大战之后 路子也将造物能力升级到了15级 消耗了近千万生存点 而15级的造物能力 让路子也拥有了更加强大的功能 虚空之眼死亡后 留下了蓝星异怀之地的亿万异兽 这些异兽失去了黑色能量的控制后 变成了无主生物 路子也凭借强大的精神力 让思想刚硬的效果 作用于蓝星每一头异兽 异兽被烙印下了三大法则 一 异兽与人类和平共处 二 异兽必须保卫蓝星 三 异兽拥有生存的自由 路子也本不用那么麻烦 可以简单地烙印一个思想刚硬即可 那就是异兽服从自己 可他没有那么做 当他看到亿万异兽被他人控制 宛如行尸走肉 现在重获新生后 路子也不想自己和虚空之眼一样 他们现在也是蓝星的一份子 路子也通过造物能力 让异兽拥有了繁殖的能力 拥有了和人类觉醒者一样 依靠自身努力 强大自身天赋序列的能力 这些异兽以草木瓜果 飞禽走兽为时 蓝星的生物链被重新塑造 而对于蓝星人类 路子也知 烙印下了一个思想刚硬 人类必胜 蓝星永存 这一条就足够了 他将赋予人类 永远战斗下去的决心 而且不会影响人类的日常行为 当路子也做好这一切 系统彻底炸锅了 您的思想刚硬生效 十五三亿数信仰之力开始酝酿 正在接收中 十五 三亿数信仰之力 朝着路子也的身躯不断涌入 这些信仰之力 竟然实质化了 是肉眼可见的 这一天 无数人看到世界各地 都有一缕缕的纯白色丝线 朝着龙国精都飞驰而去 十五 三亿信仰之力 化为了十五 三亿精神力 注入您的身体 当前精神力 十六八亿 下一刻 路子也身上的所有装备 尽数爆炸 这一幕看得路子也一脸猛逼 怎么还特么爆装备了 我又不是怪物 而脑海中的提示再度响起 您的实力进入归真 精神力超越十亿 已经开始凝聚全柄 神 没有装备 只有全柄 全柄的属性超越一切装备 全柄凝聚进度 十六百分之八 嗯 我的精神力是十六 八亿 而全柄的凝聚进度 也是十六 百分之八 也就是说 我的精神力达到一百亿 我的全柄就能凝聚成功了 然后登灵神座 十五 三亿精神力一天 这个进度非常恐怖了 而且 这还是路子也种下思想刚硬后 第一天的成果 随着思想刚硬的加深加固 随着人们对刚硬的理解越深 这样的收益会越来越多 信仰之力的质量也会提升 这就好像我们从小 就知道钱的重要性 但是只有当你真正当家的时候 才知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而人类必胜 蓝星永存这样的思想刚硬 估计也只有在蓝星遭遇重大危机 人类岌岌可危的时候 才会爆发出最强大的信仰之力 而现在的蓝星人类欣欣向荣 与异兽和平共处感触并不深厚 那么现在每天的工作就很明确了 每天动用精神力面向全蓝星人 加强一下思想刚硬 让他们深入理解蓝星永存的意义 获得信仰之力 其他时间就得帮助李壮壮搓黄金了 这件事 路子也是真的做累了 等到李壮壮自己的造物等级起来了 他就解脱了 既然精神力现在可以通过信仰获得 那么自己的生存点 就可以用来提升天赋序列等级了 或者加一点体质 现在的蓝星和异兽和平后 再也不是通过击杀对方获得提升了 在路子也改变了异兽的生存方式后 人类与异兽反而获得了全新的提升模式 那就是人类与异兽签订契约 达成一种微妙的合作模式 人们称之为 异兽 以前通过击杀异兽获得提升的途径 是虚空之眼留下来的 而路子也作为比虚空之眼更加强大的存在 拥有15级造物能力 自然可以为人类规划一条全新的发展途径 现在的人类与异兽协同作战 爆发出的实力远远超越了一加一的效果 他们互相之间磨合天赋序列技能的配合 利用各自的优势战斗 效果立竿见影 比如 有的异兽是强大的肉身天赋 等于异兽师拥有了一个前排 可以稳定在后面输出 还有一些人类拥有治疗类型 增益类型的天赋 现在也可以作用于异兽 提升异兽的战斗能力 而装备的来源 变成了人类利用资源自产 一些拥有炼气天赋的觉醒者 迅速崛起 成为了香波波 龙国成为了蓝星唯一的霸主 其他国家纷纷臣服 龙国的觉醒者 拥有在蓝星各地最优先级的资源获取权 易兽匹配权 至此 龙国从诞生以来达到了历史鼎盛 一统蓝星 陆子野和李壮壮在京郊手挫黄金 陆子野现在十六 八亿的精神力 单日的产量就已经可以到达十万吨了 虽然重量又增加了十万吨 李壮壮的黄金斗士来到了二十二万吨的重量 但是身高只是增加了五米 达到了二百零五米 这就是因为体型的原因了 二百米高的黄金斗士 只是大上一圈 都需要几万吨的黄金 这就好像人类身高可以达到两米 大象身高也不过四 五米 可是大象的体型是人类的几十倍 而身高并不会达到几十倍 大哥 我感觉我距离自己造物越来越近了 李壮壮一点兴奋 其实他无法理解 同样是归真境界 为什么大哥能搓黄金 还那么丝滑 自己的造物能力提升那么慢 他无法理解挂逼的力量 陆子野看向面前光秃秃的矿山 露出了老父亲一般的欣慰笑容 这太好了 我他妈是真戳腻了 昨天晚上 陆子野连睡觉做梦 都是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远处有一大批人类 要么骑在异兽身上 要么站在异兽的肩膀上 纷纷朝着陆子野和李壮壮攻身一礼 二人抱以微笑回礼 如果是樱花国的觉醒者 是需要下跪的 两人在蓝星的地位 已经宛若神明 备受尊崇 大哥 我好期待 李壮壮双手赴后 四十五度角看向天空 期待什么 你忘记大眼怪说的话了 说有强敌入侵 我有一种预感 我救世主的身微 将在这一战中得到极尽升华 得了吧 我还是喜欢太平 我宁愿天天给你搓黄金 陆子野笑道 我就不 我可是要扫尽一切黑暗的男人 为什么还不来 我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了 李壮壮挥了挥手中 一百六十八米长的黄金战刀 一脸的斗志昂扬 话音刚落 虚空震荡 天空中一个巨大的灰色漩涡 逐渐成型 灰色漩涡越来越大 仿佛下一刻 就会从里面蹦出什么恐怖的存在 陆子野凝望升空 口中呢喃 来了 李壮壮一脸猛逼 卧槽 我就随便一说 你来真的 轰 天空一声巨响 漩涡稳定了下来 形成了空间通道 而漩涡之中 数以亿万计的恐怖生物 正在朝着下方的蓝星进发 陆子野动用精神力 告知蓝星所有人 备战 天空中 密密麻麻的黑点越来越近 不可禁数 可陆子野强大的精神力已经知道 这些恐怖的生物 实力极其强横 如果以虚空之眼的等级来划分 最低都是五十级 最高一百五十级 这些生物全部以骷髅形态出现 它们的名字叫 古族 存在于某个生命星球亿万年的古老种族 也不知道肆虐了多少生命星球 灭绝了多少物种 虚空之眼的老家 就是被他们抄家了 然后才顿逃到了蓝星 而蓝星的命运 也将迎来考验 这是蓝星自踏入觉醒时代之后 第一次抵御地外文明 而蓝星在虚空神眼死亡之后 异兽和人类达成了统一战线 形成了一套非常高效的战争动员机制 此刻 蓝星超过百万数量 主宰十里以上觉醒者和异兽 正在朝着龙国京都进发 人类必胜 蓝星永存的思想纲 硬在这一刻 发挥了强大的精神作用 他们连同自己的御兽 通过各个空间通道 火速赶往龙国京都 而传奇 不朽级别实力的强者已经赶到 他们纷纷会集在鹿子野身旁 仰望深空 李壮壮的黄金斗士站在最前方 宛如一尊神明 手中战刀杵的尔利 威风凛凛 虚空之眼 我们终于见面了 高空中 一具身高200米的骷髅巨人 骑着一条长达500米的古龙 率先降落 不等他站稳脚跟 距离地面还有一百米的时候 距离壮壮直接猛踏地面 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直接搂住古龙的腹部 一个过肩衰 将古龙和骷髅巨人 扔出去好几百米 直到砸在一座大山上 才停了下来 李壮壮用战刀指着骷髅巨人 大眼怪就死于这柄战刀之下 今天轮到你了 骷髅巨人和坐骑古龙 都有点猛 这和剧本不太一样 本来今天是来收割逃犯的生命 然后入侵这颗脆弱 又繁荣的生命星球的 怎么这些土著人这么猛 不过问题不大 随着天空中自己的部下纷纷落下 万千古族子民 对着蓝星觉醒者 齐齐发出嘶吼 吼 比嗓门大 路子野生后 万千玉兽也是 瞪着星红双目 齐齐嘶吼 下一刻 双方直接对冲而去 大战就此打响 无数辅助类型的天赋技能 铺天盖地施展而开 减速 增伤 昏睡 增加防御 五花八门 眼花缭乱 战场上 各种瑰丽万千的序列技能 遮蔽了整个京都上空 那些古族生物 也不是吃素的 它们掠空而来 前排是上万头古希 身体宛如犀牛 但是空有一个骨架 巨大的头骨上 一根独角高耸在外 十分骇人 这群古希率先发动了冲锋 而人类阵营这边 以双头巨人 异化之木为前排 无数目次被疯狂投掷而出 将冲锋在前的古希 瞬间击倒一片 蓝星永存 人类必胜 觉醒者嘶吼着 龙国郊外 兽吼震天 无数巨兽撞击在一起 扬起尘土漫天 一些古族的猛兽 直接被碾碎 也有蓝星的勇士 倒在了冲锋的道路上 战争没有退路 只有你死我活 陆子野分身全部冲出 顶在了战场的最前沿 他们成为了蓝星的中间力量 十具生命值高达几万亿的分身 强度极高 陆子野上一次 在鹰将国发动的金属风暴 得到的金属球 被他弄到了龙国郊外存放 这一次派上了用场 毕竟这里是荣国本土 他干不出拆自己家的事 上千万吨的金属球 被他控制着 轰向了那个漩涡 陆子野觉得 就算老子堵不住你这个漩涡 也得砸死你一大片古族猎处 骑在古龙上的巨人 踢着长矛冲向陆子野 冲锋的道路上 却被一头屎黄色的巨人 拦腰撞飞 李壮壮和古龙战斗在了一起 而陆子野 面对这位来自古族的尾神 他微笑着从地上站了起来 数百米长的长矛 在地面一处 地面立刻裂开道道裂痕 朝着四面八方蔓延而开 愚蠢的生物 你们对神的力量一无所知 长矛的力量狂暴展开 难道这就是权柄的力量 陆子野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 他不得不使出全力一击 奥义 金属风暴 奥义 破绽暴体 奥义 分身 天空中那道砸向漩涡的金属锯球 砸死无数古族之后 感应到了陆子野的召唤 天空下暴袭而来 加速 加速 再加速 巨剑长八公里 重剑无风 仅凭着五十倍音速的速度暴袭而来 狂暴的速度与大气层摩擦 直接让巨剑化为火红色 燃烧了起来 愚蠢 神 不可泄夺 古族巨人长矛在手 双脚猛踏地面 暴冲而起 迎着巨剑撕了出去 双方的力量即将碰撞 这一刻 天地间仿佛都静止了 陆子野第一次对战斗 如此没有自信 因为对方是神 真正踏上了神座的伟神 轰 长矛与巨剑碰撞 针尖对脉盲 巨大的冲击波 将天空中的古族异兽 直接震碎了一大片 而人族这边 陆子野以强大的精神力 压制了冲击波的威胁 天空中一具巨大的尸体轰然落地 金属巨剑和长矛都化为了漫天碎片 燃烧着坠落 龙国金礁下起了金属火雨 陆子野看到古族伟神 他倒地不起了 不 一定有诈 神明不可能这么脆弱 陆子野不敢靠近 便是操控着一些金属碎片 化为利刃以远程攻击 刺向古族伟神 扑呲扑呲扑呲 古族巨人伟神又被捅了上万刀 他浑身上下的骨架子 没有一块骨头是完好无损的 此刻他重伤危及生命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想不懂 为什么一个归真境的小人物 能打出这么变态的伤害 哈哈 别装了 起来再站 谨慎的陆子野在远处嘲讽道 他才不会冒险靠近 古族巨人 我抓你妹啊 我要死了 双方就这么对侍着 仿佛非禁止画面 这一刻巨人后悔了 他觉得自己被入侵了 他要死了 他想起了父亲古皇带着年幼的他 在夕阳下的奔跑 他缓缓伸手 取出一枚骨剑 然后捏碎 一道白光冲天起 他口中呢喃 父皇 我标记了一个生命星球 为我报仇 定 您成功跃及击杀尾神 获得生存点基础收益加四千 当前基础生存点收益一万五千点分 真死了 你倒是起来继续装逼牙卫 路子也看着倒在地上的巨人尸体 一脸都不可思议 不过转念一想 一一属性点就是归真境 岂不是十亿精神力 就可以冲击伪神了 自己昨天获得了十五 三亿精神力 早特么够伪神了 只是没来的急登上神座罢了 路子也看向自己系统境界栏 在归真境后面赫然写着可破镜 十六 八亿的精神力 加上自己变态的天赋序列配合 轻轻松松打个几十万亿伤害啊 而另外的一边的李壮壮 骑在古龙身上 一拳砸在古龙的头骨上 古龙哀嚎一声倒地 倒地后的古龙还想要挣扎起身 却是被李壮壮 一拳接一拳砸在古龙的头骨上 最后 他竟然双手掰在古龙的上下颌骨位置 用力一掰 咔嚓 古龙的上下颌骨直接掰断 无力地瘫了下去 再也没了动静 李壮壮抽出巨剑斩下古龙头颅 将其 在我面前 装什么野兽 古族的带头大哥死了 军心大乱 玉兽师与玉兽之间通力合作 正在对古族残余力量进行着追击 这一战 蓝星获胜 参战的玉兽和玉兽师们身体发出阵阵流光 他们获得了不错的提升 叮 蓝星子民在一场大战中 加深了思想刚硬的理解 十八两一缕信仰之力 正在路上 鹿子野 卧槽 起飞 随着一万条白丝会如鹿子野身体 他的精神力宛如浩瀚的汪洋大海一般 在体内奔腾 狂笑着 远处里壮壮化身的黄金斗士 兴奋地跑了过来 地面都在颤抖 他兴奋地告诉路子野 大哥 大哥 我隐隐约约感觉自己触摸了 到了尾神的边界 我感觉我马上就可以凝聚神间 踏上成神鹿 灯铃神座了 这句话让周围的蓝星玉兽师们大害 什么 我们蓝星将迎来第一位神明 他比陆神还快 这也太离谱了吧 陆子野看着兴奋的李壮壮 不错不错 加油 我们的救世主 只要肯努力 鼓足一败涂地 可是陆子野的饼还没化完 系统便是传来了一道声音 叮 您的精神力达到三十五亿 全饼凝聚进度百分之三十五 由于您的精神力远超尾神 神座已显 请君利临 轰 虚空之中 一条金色神阶绵延而上 破开云层 直达一座金帝辉煌的神座 这时候全世界都傻眼了 李壮壮的黄金狗眼也被亮瞎了 壮壮 为我互道 陆子野退去一身力量 以凡人之躯踏上成神路 不过他每一步都走得十分稳沉 与当初虚空之眼的艰难攀登截然不同 大哥 我只是说说 你怎么说成神就成神了 李壮壮看着一步步踏上神阶的陆子野 一脸艳羡 同时拔出战刀守卫在一旁 以防有意外事件打破大哥的成神仪式 陆子野时机而上 他身上的神灰越发璀璨 蓝星所有人此刻更是震惊了 刚才听李壮壮说要成神了 本就十分期待了 结果陆神直接来了一个现场直播 当场展示 什么时候成神变得如此而戏了 说来就来 这一幕被蓝星的御寿师们 纷纷通过觉醒仪 直播到了世界各地 引起了整个蓝星的轰动 您的成神仪式震惊了整个蓝星 您当前境界判定为尾神 获得上限震惊奖励 生存点加50亿 当前精神力85亿 全比凝聚进成85% 陆子野心中一领 我低乖乖 那岂不是我特么还差15亿 就可以冲击更高的境界了 尾神上面是什么 虚空之眼好像提过一嘴 叫什么主神 不管是什么 先上座上去再说 陆子野抛开满脑子的憧憬 向着那神座继续进发 灯神之路步步坎坷 磨练着人性 但是也开始滋生神性 一步两步是魔鬼的步伐 陆子野终于触摸到了 那金碧辉煌的神座 他转过身 缓缓坐下 俯瞰下方的蓝星众生 轰 九雷齐鸣 乌云密布 无数雷电宛如雷蛇 一般劈下 全部灌注在陆子野的神座之上 一种全新的力量 在陆子野体内成型 定 您成功凝聚神性 成就伟神 定 您的威名响彻神界 宇宙一直认可您为 虚空之神 定 您的神迹已经凝聚 虚空所低 随着一道道莫名的信息传来 陆子也成就了伟神 而在属性一栏中 自己多了一个技能 这个技能与天赋序列不一样 被称为神级 且无法升级 名叫虚空所低 神级 虚空所低 您的攻击方式 可以不受空间 时间限制 您只需要拥有对方的两个信息之一 就可以发动虚空所低 信息一 您见过对方 信息二 您拥有对方的生物信息 比如血液 毛发 皮肤等等 啊 陆子野被自己这个神性 惊得目瞪口呆 这特么是什么鬼东西 意思就是 只要我满足这两个条件之一 我就能用自己的攻击方式袭击他 他他他 两个条件满足其一 就可以发动攻击 要么见过对方 要么拥有对方的一些身体组织 血液毛发之类 比如我见过李壮壮 我特么可以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半夜三更发起偷袭 让他防不胜防 陆子野看向天空中的那一轮圆月 或许我可以攻击月亮试试 我见过月亮 满足条件一 理论上是可以的呀 心动不如行动 陆子野操控着几百万吨重的巨型铁球 他缓缓扶空 变成了一只巨型箭矢 对准了天空中的圆月 面对陆子野的迷之操作 下方的李壮壮等人惊恐万分 陆哥 你要做甚 敌人已经死光了呀 李壮壮看到陆子野准备要发动攻势 脸上一脸猛逼 心想 让你成神 没让你成神经病啊 其他御寿师也是惊骇万分 陆神这是要干嘛 如此强大的攻势 是要打谁 而陆子野没有理会这些世俗的眼光 毕竟神的想法 岂是凡人可以揣摩的 确实正常人没人会攻打月亮 虚空锁敌发动 陆子野心念一动 叮 您的攻势已经被赋予虚空锁敌神性 请指定受害者 目标 月亮 叮 正在检测目标 检测完毕 满足攻击条件 攻势发动 下一刻 所有人都看到了这辈子最不可思议的一幕 一柄巨尖掠空而去 以101倍音速朝着月球方向飞去 面对众人的疑问 陆子野轻描淡写道 我打个月亮试试 全蓝星 101倍音速 到达月球需要三小时十五分 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已经各回各家 享受大圣之后的庆祝宴会了 但是作为战地记者们 他们依旧非常敬业 进行了直播 而且是连同天文中心一起直播 毕竟陆子野是蓝星唯一的神明 他说要打月亮 大家还真好奇是怎么一回事 不直播还好 这一直播 全蓝星都震撼了 所有人在家中打开了电视机 看到了各种天文望远镜传来的实时画面 画面中 陆子野发射的那一枚晴天箭矢 以101倍音速 朝着月球狂暴冲去 直播间上面 还有一个命中倒计时 现在只有十分钟了 亲爱的蓝星观众们 现在我们正在直播 陆神攻击月亮 我们全程画面同步 距离陆神的晴天巨剑抵达月球 还有九分钟 三十一秒 刚才我们询问过天文学家 他告诉我们 以陆神尾神的实力 配合几百万吨的箭矢可能 会对月球造成巨大的冲击 引发月震 但并不会对蓝星造成什么影响 时间一点点流逝 九分钟转瞬极致 在直播画面中 晴天巨剑直接命中月球 一朵蘑菇云冲天而起 由于剧烈的撞击 引发了十二级月震 月球表面形成了一个直径 一万九千五百一十米的巨坑 深度六百五十四米 最害人的是 撞击导致的尘土 遮蔽了整个月球 吸收了太阳光 让月球无法反射阳光 也就是在烟尘散尽之前 人类无法在蓝星上 以肉眼看见月亮了 明明刚刚还是耗月当空 一瞬间的功夫就没了 全蓝星都震惊了 陆子也竟然真的攻击了月亮 而且威力极其可怕 而陆子也此刻双手赴后 站在京都城墙上眺望星空 他收到了虚空索敌的反馈信息 叮 虚空索敌命中目标 月亮造成五百二十一兆伤害 引发月震 月球月星偏角 发生位移十一度 此场发生变化 月球环绕蓝星一周的时间 增加五十一秒 陆子也额头冒汗 大意了 差点干掉了月球 系统的这次信息 使用了新的单位 照 陆子也知道这个单位 有多重解释和度量 但是在国际上 一兆等于一万亿 所以 五百二十一兆的伤害 也就是五百二十一万亿 可以 可以 我这一件 普通家庭根本顶不住啊 陆子也现在拥有 八十五亿的精神力 系统中还躺着 三千多万的生存点 陆子也没有任何犹豫 把所有天赋技能 提升到了十五级 还差十五亿精神力 自己就是主神了 而自己 才刚刚登上尾神 就要告别这个境界 想想还真变态啊 天赋序列提升到十五级之后 升级到十六级 需要六百万生存点 有点慢下来了 需要陆子野狗上一段时间 来积累 毕竟现在一 五万分的速度 一天下来 也就是两千一百六十万而已了 这个虚空所谛很不错 可惜不能用在 古族巨人的老爸身上 他可是说过了 为他爸爸标记了一个地点 让老爸来报仇 可惜 陆子野没见过他的爸爸 也没有他爸爸身上的任何东西 作为攻击引导 不然现在 就给他来一发 李壮壮看到直播打月亮之后 兴高采烈地跑过来 找到陆子野 擦大哥 你在这里啊 刚才那一招有没有可能教教我 你是怎么领悟的 我看改天能不能打个太阳 陆子野 李壮壮看着一脸茫然的大哥不说话 便是换了个话题 大哥 等我再搓今年黄金 俺也伟神了 蓝星就从双胜时代 进入双神时代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提示音响起 丁 您刚才攻击月亮的行为 极大的震撼了整个蓝星 你获得当前境界上限生存点收益 加50亿生存点 陆子野 这么给力的吗 我还说 明天晋级主神 这是要一日之内 连升两个大境界 还是特么成神的大境界 陆子野二话不说 先花了一 两亿把自己的所有技能提升到了20级 因为天赋序列技能到了20级 会迎来新的变化 随后 加了45亿精神力 和三 八亿体质 丁 您的精神力达到130亿 可以成就主神 丁 您的体质到达4亿 生命值40亿 金属操控LV20 操控相应能量等级金属 在200加1 三亿米范围内 发动任何攻击 造成130万倍精神伤害 无冷却 破甲症50% 奥义 金属狂潮 在操控范围内 让身边所有金属暴动起来 掀起一片金属狂潮 造成20倍伤害 冷却 一小时 破绽LV20 洞察目标并标记20层破绽 您的攻击命中破绽后 每一层破绽造成130万倍额外伤害 嗜血正20% 奥义 暴体 可以通过命中敌人的一瞬间 引爆敌人身上的所有破绽 冷却 一小时 不死之躯 LV20 拥有20具不死之躯 不死之躯 拥有本体130万倍的生命值 屈壳不死 真身不灭 奥义 分身 20具不死之躯同时出现 可以模拟本体 发动一模一样的攻击 冷却 一小时 好家伙 所有技能的冷却时间 都降低为了一小时 更加离谱的是 在130亿精神力的加持下 这些技能伤害的倍率 达到了130万倍 什么概念啊 这是要轰碎星球了吗 陆子也现在正都不敢动不动 拿月亮做实验了 因为很有可能自己的一个举动 蓝星丢失了中秋节 自己将毁掉一个节日 感受到陆子也身上的强烈波动 李壮壮惊骇问道 大哥 你这是 主神的气息罢了 陆子也谦虚回答 李壮壮倒吸一口凉气后 紧握双拳 大哥 如果鼓足来袭 让我一个人出战吧 为什么 别问为什么 主神我大哥 陆子也深呼吸一口气 神性的光辉宛如皮炼一般弥散四周 他的后脑勺位置 看起来像拙劣的五毛特效 这一刻 陆子也真 不是人 他正摒弃凝神 冲击主神 陆子也虚空而立 一团神灰在后脑勺一闪一闪 宛如LED大灯 一开始只是时而明亮 时而会暗 时而会暗 温 一阵可以令人大脑瞬间荡击的嗡鸣声 响彻四周 弥散而开 与此同时 陆子也的身体 完全被赤圣的神灰所包裹 一道光柱冲天而起 冲破虚空 不知道去向何方 这一刻 反馈的声音 丁 您已成就主神 您的神性连接神域成功 丁 您获得了神的福祉 您所在的星球将演化为神域 神域正在演化 进度1% 2% 伴随着神灰冲天而起之后 虚空中又忽然落下一万道流光 宛如流星雨一般降临蓝星 这些流光轰击在蓝星之上 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只是这些流光似乎包含着特殊的能量 它正在一点一点改变蓝星的环境 树木风涨 就连最普通的小草 也熠熠生灰 鸟兽生灵 就连一只路边的哈士奇 都充满了智慧 土地变得风吟肥沃 人类对大自然造成的污染被净化 高山俊秀 湖泊秀美 大地生灰 神光普照 蓝星的玉兽师和异兽 沐浴在神光之中 顿觉实力暴涨 差一点的提升了一个境界 天赋卓越者 借着这一次契机 甚至连跨两个大境界 蓝星传奇境界 不朽境界的人数忽然暴涨 各地都出现了一大批 要么端坐地面 要么傲力虚空 进行破镜的人 毫无疑问 蓝星演化神域 让蓝星的战斗力 得到了值得飞跃 定 加载完毕 蓝星成为银河系第一 十三一片主神域 定 您的神域等级为 LV1 三亿两千一百零三万一千万 定 神域等级 可以通过掠夺其他主神的神性 获得提升 也可以凭借自己神域内 子民实力提升 而获得提升 PS 万能的生存点 神域等级越高 神域内神光越发强盛 对神族的提升越发明显 诸神通道正在为您开启 伟大的银河之神 乃众神之神 统一一切 银河之神的三大神域 自由 公平 秩序 自由 银河系众神 可以自由攻伐 但不可结盟 银河之神不介入 不审判 也不允许 建阅自由原则 公平 每一片神域 享受绝对公平的待遇 秩序 一切主神必须遵守三大神域 保持良好的银河秩序 对银河系外开启的神战 必须参与 随着一道道信息传来 路子也明白了 整个银河系 原来有这么多的神系 数量多达上亿 而自己现在已经连接了银河神域 在银河系范围内 还有主神之上的存在 被称为银河之神 就是不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境界 或者说 什么神位 在银河系范围内 银河之神构建了三大秩序 不会过问任何主神之间的战斗 但是严格遵守1v1的规则 这样有效地避免了下面的人结盟 主神混战 可以有效削弱彼此实力 永远不会诞生出 威胁银河之神的存在 而且并不是只有银河系有主神 因为银河之神提到了对外的神战 星系之间的神战 那将是何等恐怖的景象 路子也无法挠不出那等画面 如果是小孩子之间的战斗 是互相扔泥球 路子也猜测主神之间的战斗 估计是互相扔星球了 这既不文明 也不礼貌 还很暴躁 一片神域可以拥有多个神明 其他神域会发生 下面的神明推翻主神 成为新的主神的事件 但是路子也有思想刚硬存在 不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发展自己的神域 让自己拥有更加强大的属神 也是提升自己的一个手段 而且属下实力越强大 也会影响自己震惊众人获得的生存点 以及信仰之力的数量 自己现在每天的生存点极其宝贵 不会用来提升精神力 因为这点生存点 用来提升自己实力 远远没有等信仰之力来得快 也很浪费 不过刚刚路子也还询问了系统 未来如何提升生存点基础收益 系统的回答是 击杀主神将获得加1000点点分钟 击杀主神之上的存在 将获得十万点分钟的奖励 恐怖如斯啊 路子也现在又期待神战 又害怕神战 而且这个银河系也不安全 会不会遭到星系霸凌 唉 实力低微 害怕星系暴力 路子也双手复手 傲力虚空 俯瞰自己的神域 一脸的忧国忧民 自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主神了 以后做事要成熟点 不能动不动打打杀杀了 当然 除非忍不住 路子也看了一眼自己的系统 刚好还有一千万点生存点 于是没有任何犹豫 给神域等级提升到了二级 叮 您的神域成功提升到了LV2 5234万2000万 刚提升二级 就获得5234点神性 这些是神域内所有人 在提升实力的成果汇集 路子也的系统后台 不断有神性加灵 001的提示 每个人不断提升实力 也是在为神域的建设做贡献 随着神域等级的提升 路子也看到蓝星上空的神光 越发璀璨了 蓝星人口81亿 异兽1514亿 目前永恒境的异兽和御兽师 一共有131万 比之前不知道强大了多少 传奇 不朽以异计算 归真境界 目前103人 伪神异人 那就是李壮壮 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只要我不惹事 我狗诈 路子也的想法是美好的 但是下一刻 虚空之中的亿万空间通道之中 有一道亮了起来 叮 检测到符合银河之神 三大法则的主神入侵 入侵神族 古族 天空中 亿万生灵降临 一骷髅巨人手握闪电怒斥道 还我命来 一黄金斗士手提战刀 冲天而起 单条 路子也额头冒汗 你特么来真的 人家是主神啊 李壮壮在蓝星 获得二级神域的加持后 直接踏上神座成就尾神 也成为了路子也的第一名属神 此刻的他 信心爆棚 哪怕没有天赋自信 这一刻 他的勇气不输任何人 因为此刻人族 已经晋升为了万千神族之一 黄金战刀拔地而起 对着古族族掌 就是狂斩而去 古族族掌双掌之间 电闪雷鸣 主神神威骤起 轰 一道宛如瀑布般雄壮的白色雷电 直奔里壮壮而去 仿佛要将其淹没在雷海之中 黄金战刀玉雷融化 化为一滩黄金液体 挥洒弥散了整个天空 金光灿烂 在雷海即将淹没李壮壮的危急之时 一具分身挡在了李壮壮身前 一脚踹飞李壮壮的同时 他双手摊开 头颅微微扬起 仿佛在迎接雷海的洗礼 仿佛很享受这种待遇 嘲讽拉玛 李壮壮坠落大地 一脸都不可思议 我可是救世主 为什么 为什么救世主 总是要经历那么多磨难 到底要考验 我到何时 起斗了 我何时才能无敌于天地 轰 另外一边 雷海咆哮 鱼灌而入 将陆子也的分身彻底淹没 叮 您的分身 遭遇强大无比的攻击 生命值负5000亿 哦 好强大 好可怕 陆子也悬着的心 一下子平复了 区区5000亿伤害 合足挂齿 陆子也瞄了一眼 系统中分身的血量介绍 20剧分身 每一剧都拥有 130万倍本体生命值增幅 本体生命也不多 就40亿 130万倍增幅下 也就是5200万亿 如果没算错的话 换成新单位 就是5200兆 5200 我爱你哦 而陆子也的身边 传奇之上的御寿师 带着他们的御寿 已经从各个通道赶来 他们傲力虚空 密密麻麻 不可禁述 陆子也思想刚硬再度强化 他抱贺一声 人类必胜 蓝星永存 杀 杀 百万御寿师 驾驭着他们的御寿 冲向虚空 与古族战成一片 而陆子也的时序分身 已经牢牢将古族组长包围 古族组长也是一名骷髅巨人 不过比他儿子要高大许多 他的坐骑是一头双头鼓龙 双头鼓龙巨口一张 左脑袋喷火 右脑袋喷寒气 冰火焦容 威力恐怖如斯 冰与火对着陆子也的 分身狂暴冲锋而去 而古族组长 更是嘶吼着憋出了大招 他的神迹 惊雷暴 虚空之中 一枚枚直径达百米的球形闪电 宛如下雨一般 肆虐战场 陆子也单手发动金属风暴 凝聚恐怖的金属潮汐与雷暴对冲 金属与雷暴的对决 爆炸声响彻云霄 大地都在颤抖 本来已是夜晚的蓝星 这一刻 天空中随着雷暴与金属潮汐的对撞 爆开 宛如白昼 漫天神光洋洋洒洒 宛如北极的极光 一般绚烂 却又致命 你的族群如此孱弱 你们本就应该生活在阴暗角落 成为神明的养料 区区凡人之躯 也妄想是神 天空中的古族族长 越战越勇 在他的心中 万千神族每一个都强大无比 唯独孱弱的人族 没有资格成神 陆子也微微一笑 关你卵事 古族族长心中一灵 这个神怕不是神经病吧 一点神的逼格都特么没有 如此粗鄙不堪 银河之神到底怎么把关的 这特么也能成神 陆子也的金属风暴 随着精神力的加强 已经不是当初的风暴那么简单了 他们更加狂暴 密集 宛如潮汐 像汪洋一般冲锋向前 不可阻挡 古族族长的神级 不断轰击路子也的金属潮汐 他的双头鼓龙也是奋力抵抗 可是古族族长越来越吃力 他越来越发现 双方明明都是主神 甚至可能自己的神威更强一些 为什么打出来的威力差距这么大 金雷暴露入金属潮汐 越来越灰暗 他们被一一吞噬 金属潮汐滚滚向前 不可阻挡 双头鼓龙腾空而起 两个头颅高高昂起 锯口一张 准备吐口水 鹿子也抱贺一声 给老子闭嘴 金属潮汐掀起惊天浪潮 潮汐之中演化出一只钢铁巨手 他在鹿子也的精神力控制下 变得十分强大 肌肉囚结 宛如晴天立弊 敖屋 鼓龙的哀嚎声响彻云霄 因为他命运的喉咙被拿捏了 钢铁立弊长达几万米 粗壮无比 此刻他一把捏住了双头巨龙的七寸 后者努力挣扎着 试图逃脱 狂妄 鼓族组长看到这一幕 心惊胆战 又怒又怯 金雷暴以空前的密度轰向钢铁立弊 十具分身踩在金属潮汐的浪尖上 纷纷双手一合 浪潮汹涌 将这些球形闪电一一击溃 与此同时 十具分身同时指向鼓族鼓族的位置 齐齐开口 你也下来吧 另外一只钢铁立弊 冲天而起 直勾勾抓向鼓族族长 而鼓龙已经被拖入金属潮汐之中 数以万计的金属碎片 宛如利刃一般 在鼓龙身上劈砍 切割 鼓龙哀嚎不断 本就一身排骨的他 根本经不起这般折腾 他的骨骼被一寸寸切断 他的身形一点点消失在金属潮汐之中 主神级别的坐骑 就此陨落 定 您成功击杀主神尽存在 获得基础生存点收益 加10000分钟 当前基础生存点收益25000点分 双头鼓龙的死亡 给了鼓族族长极大的震撼 看着战场上自己其他的子民 也久攻不下 看着天空中那朝他猛击而来的巨手 已经成神上百年的他 第一次神性动摇 生出心灰意冷之意 他无法理解 这些弱小的人类 是如何做到无惧无畏 面对鼓族的进攻 打得比鼓族还猛 就挺 挺猛的 罢了 回我的加兰古兴了 意念一动 鼓族族长 连同所有鼓族子民 瞬间顿入虚空 没了综艺 露子也大惊 系统 这特么是什么技能 兵 是他的第二神技 空间跳跃 建立一个空间标记点 本体连同身边一定范围内 选定的目标 可以瞬间回到标记点 这个神技不同于空间通道的传送 空间传送是可以被打断的 但是空间跳跃不会 不过 这个神技也有一个弊端 只能回到标记点 毫无疑问 鼓族这批人 只能回到自己的神域 蔡大哥 就这样 让他们跑了 露子也的手在虚空中一抓 金属潮汐中的一丝丝残余雷芒 被握在手中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鼓族必须死 露子也的休息一会 等金属潮汐的冷却时间 一小时到了之后 必定报复 你能重伤逃离 我能虚空所敌 这不巧了 而且 如果能掠夺鼓族的神域和神性 岂不是蓝星将再次伟大 经过这一战 露子也得到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那就是 自己的精神力 在主神可能不是最强大的 其他主神在基础力量上 可能剩我一些 但是自己多个天赋序列之下的 产生的合击效果 远超这些主神 这次与鼓族族长的对决 几乎是碾压性的 而且 鼓族族长身上的破绽 还没有被彻底引爆就跑了 不过 你能跑出蓝星 你还能跑出老家吗 作为一个主神 丢了神域和丢了生命区别不大 一个小时之后 露子也的所有天赋序列的冷却时间 都就续了 他以最好的精神面貌 最强的合击手段 发动了一次金属风暴 赋予本次袭击虚空锁敌属性 看着冲天而起的金属风暴 露子也心念叨 请赋予虚空锁敌目标 目标 此物主人 露子也并不知道鼓族族长名字 但是他已经见过此人了 满足第一条件 而且还拥有对方的神性残留物 也满足第二条件 两个条件满足其一即可 目标鼓族族长奎桑锁定成功 虚空锁敌发动成功 随着系统声音落下 金属风暴冲天而去 朝着遥远的迦兰星而去 而虚空锁敌 可以给露子也提供准备的方位 鼠神里壮壮带领蓝星精锐一万人 也朝着迦兰星进发 毕竟有大哥的毁灭性攻击在前 他们只是去打扫战场的 要知道 征服其他主神的神域之后 露子也可以获得神性的提升 可以扩大自己的神域面积 提升神域等级 同时露子也本身击杀主神 还能获得生存点基础收益 可谓获一波风 却要了整个古族的命 古族组长无法抵挡 其余古族残余 根本不是李壮壮的对手 而露子也 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参加 因为蓝星穷柄之上 出现了一道 只有主神才能看见的文字 各神域主神请 准时前往终神之城泰兰德 倒计时 一小时三十一分 PS 正在交战的神域除外 正在交战的神域 银河之神创立的空间通道 会感应到战争波动 自动关闭 等到战争结束之后 才会自动重启 这个机制是为了维护三大法则 让战争不扩散 严格遵循EVE的规则 众神之城泰兰德 根据银河神史的介绍 是银河系唯一的神兜 创建于旧日纪元末期 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多少岁月 银河之神便是这里的守护者 每逢银河系有重要事情发生 银河之神便会组织众神会议 死去的记忆 正在又在疯狂折磨路子也了 穿越之前 他就最讨厌会议 尤其是下班之后召开的会议 那种感觉 就好像和女朋友都准备好了 结果有人敲门 关大一击压死人啊 陆子也心中富费 他不得不去该死的社畜生活 他没见过银河之神 但是对方给他的第一印象 糟糕透了 开会之前 陆子也还是爱理壮壮的 他动用强大的精神力 将某一片石滩变成了黄金 重量差不多五十万吨 这是他现在搓黄金单次极限 不过休息一下 又可以来上一发 然后 在石滩上给理壮壮留言 我愚蠢的欧豆豆佑 猥琐发育不要浪 拯救宇宙靠壮壮 确认无误之后 他一步踏入空间通道 不过转瞬之间 陆子也便是出现在了 数亿光年之外的地方 这是一颗极其繁荣的星球 面积也极其恐怖 起码是蓝星的上万倍 这颗星球上 生活着整个银河系 最强的神族 光羽族 这个星球上 无论是鱼 是虫 是兽 还是人形生物 它们后背上 都长着一对五彩斑斓的光羽 速度极快 而泰兰德便是这个星球的神兜 陆子也此刻 已经在神都外排队进入 他已经被眼前的景象 彻底惊呆了 无论你来自哪个神域 进入泰兰德之后 都给我乖乖排队 一一进入 像急了去公司 上班打卡的你 陆子也对银河之神的怨念 加一加一加一 为什么都是神了 还特别要搞这一套 亿万主神 从泰兰德上万个通道 快速通过检测之后 便是进入了城内 泰兰德 这座城市集娱乐 商务洽谈 贸易为一体 是银河系最大的城市 陆子也打算开完会议之后 也去娱乐一下 因为脑海中 始终有一道声音挥之不去 老子打了二十年仗 享受享受怎么了 接着奏乐 接着武 高耸入云的外城墙上 有不计其数的 关羽族战士在巡逻 上面安装了各种守城神器 比如一炮能击毙尾神的光能炮 还有光能神弩 据说一秒钟 只能能发射一万只光羽箭矢 城墙上还有无数头尾神级别的光能兽 此刻处于休眠状态 一旦战争爆发 数以百万计的光能兽 将牺牲自己的生命 喷吐出他的全部光能 汇聚在泰兰德城上空 形成牢不可破的光能屏障 各个入口的城门上 都写着泰兰德三个字 神族的语言和文字都非常神奇 它可以自动转化为 你能看懂的文字或声音 比如鹿子也看到的 就是龙国文字 听到城墙上 关羽族战士的对话 也是龙国话 还带点东北口音 就很奇怪 你瞅啥 还不快进去 城墙上肌肉球节的 关羽族战士 对着一个浑身长满 108颗眼球的主神吼道 这个主神太特么委屈了 他浑身都是眼球 360度无死角 谁看了他都觉得在看自己 你说冤不冤 没办法呀 惹不起 所有主神乖乖 进入泰兰德众神广场 这座广场的上空 已经坐满了无数主神 每一个主神 都有对应的神座悬浮高空 密密麻麻 鹿子也的密集恐惧症 都快犯了 一道流光 指示着鹿子也 快速来到了自己的神座 鹿子也发现 自己的位置很靠后 很靠后 因为这个座位排序 是根据神域等级来的 此刻的鹿子也 在高空之中 距离最前面一排 起码隔着几百公里 毕竟特么的 来参加会议的主神上议啊 他看向坐在第一排的一群神明 竟然全是小个子 像一群小孩 鹿子也深呼吸一口气 心中憋屈道 妈的 有朝一日 我也要坐小孩那桌 忽然 天空一声乍响 大佬闪亮登场 银河之神 众神之王 他来了 众神广场中中间 原本立着一座神像 长着三头二臂 呸 三头二臂 四对光翼 神武非凡 天空一道乍响 一道璀璨神光灌入神像 那神像便是生动了起来 缓缓起身 肆意震动 傲力虚空 恭迎银河之神 众神纷纷低头 整齐滑衣喊道 鹿子也出来乍道 也跟着一样画葫芦 银河之神我见过了 是不是可以对他发动 这个疯狂的念头刚刚萌芽 就被鹿子也自己给摁回去了 鹿子也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病 为什么会有这么暴躁 又作死的想法 冷静 低调啊 难道是自己神性导致的 动不动就想给别人来一发 银河之神三个脑袋 一个是貌美如花打怪养家的女人 名叫泰丽雅 一个是长相十分粗犷的男性 名叫泰兰德 神都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 而中间是他们的孩子的脑袋 名叫泰流 这特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据说银河之神只有一个主体意识 也就是说 他一个人扮演了三个角色 真特么会玩 这些古神是不是太寂寞了 想想也是啊 一个人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无人管束 想干嘛就干嘛 夫君 我们开始吧 女人转过头 看向男性道 好 泰兰德的面部露出一丝微笑 似乎很享受这种自言自语 父神加油 中间的泰里欧也探出小脑袋附和道 陆子也看得目瞪口呆 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真尼玛会玩 这放在整个宇宙 都是十分炸裂的存在 我只掌银河系五十个世纪了 这是第119次召开众神会议 在座有新晋主神 也有一些老朋友 离我们而去 时空流转 但秩序不变 三大法则让我们银河系永保青春 可隔壁的猎户座星系 就不太平了 半数主神已经陨落 灭顶之灾 似乎大局已定 花音落下 现场唏嘘不已 众神之中 有不少主神从神座上站了起来 愤怒到杀死猎神兽 敌剑的物种 就应该被肃清 我诅咒那些阴暗的生物 陆子也听到了一个新名词 猎神兽 字面意思 专门猎杀神明的恐怖凶兽 他们游荡在宇宙之中 穿梭于星系之间 族群规模庞大 每到一地 必然腥风血雨 发起神战 许多主神星系 就是这样被灭绝的 神也是有宿敌的 银河之神双手下压 现场立刻寂静 无人出生 猎神兽的出现是危机 也是机遇 猎神兽可以提供给我们强大的神性 让我们空前强大 还记得我们银河系合以壮大的吗 银河之神的男性面孔 环是现场 很快 他儿子抢达到 十八个世纪之前 副神带领银河众神 成功抵抗了亿万猎神兽的进攻 我银河神系就此崛起 才有今日之胜 泰里欧 副神说过多次 好神不提当年勇 宇宙之中 浩瀚无边 遍地是神王 短暂又辉煌 谁都不知道灭亡与崛起 哪一个先到来 看得出泰兰德家教很严 路子也听得抓狂 是 副神 孩儿知道了 泰兰德满一点头 继续说道 根据猎户座星系的情报 这一次 来袭的猎神兽实力和规模 都远超十八世界之前那次 所以 我决议各大主神神域即刻备战 以防不测 仅遵银河之神令 众神齐齐附和 根据我的推算 猎神兽想要击溃猎户座星系的所有主神 抹出他们的星系古神 还需要一点时间 而猎户座古神 已经向我求援 我决议支援十万主神 进入猎户座星系 以表支持 放心 我会维持好星系通道 如有不测 我可以接你们回来 谁愿前往 可以自愿报名 话音一落 现场鸦雀无声 神根本接你回来 怕是骨灰河都快递不回来 明知道猎户座必亡还去 看来猎户座那边的情况 比银河之神说的严重 而银河神系需要时间备战 所以这十万支援的主神 就是炮灰 果然 现场没有一个主动报名的 不管前世为人 还是这一世做神 都还是离不套路啊 神都套路深 我想回农村 这是陆子爷此刻的想法 既然众神一言不发 我以三大法则为名 随即挑选十万名主神前往 自由 公平 秩序 草 随即挑选幸运观众 陆子爷顿绝不妙 下一刻 十万道神光快速照射在 众神广场上空的神座之上 只要被照射到的主神 就是被选中了 一道神光直奔陆子爷的神座而来 糟了 是心肌梗塞的感觉 下一刻 陆子爷的神座被照得赠光瓦亮 旁边几个长得奇形怪状的主神 纷纷投来幸灾乐祸的眼光 一边鼓掌一边道 恭喜 恭喜 恭喜你妹啊 日 陆子爷发现 被选中的神座 几乎都是最外围的新神 也就是神域等级一级二级的那种 自己前面黑压压的一大片主神 一个都没有被选中 这更加落实了陆子爷心中的猜测 这批主神就是炮灰 银河之神 故意挑选的实力最弱的 具拖延时间 好 伟大的神战已经开启 第一批银河主神 将让那些丑陋粗鄂比的野兽知道 我们才是神明 剑阅者 死 剑阅者 死 众神起身欢呼 反正炮灰不是他们 会议就此结束 陆子爷离开众神广场 在神都游荡 他准备去消费一下 娱乐一下 这一去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 不知道猎神兽 接不接受投降的主神 我可以投降 帮你们打银河系的 陆子爷没有立场 只想活着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提示音传来 叮 加兰兴的鼓足被诉清 这场战斗击杀主神谷族组长 基础生存点收益 加1000 当前生存点收益 三万五千点分 您的神域 蓝星面积增加百分之五十 正在演化 此战 您缴获神性两千万点 已自动增加到神域等级之中 当前神域等级 LV3 十一三万三千万 还不错 陆子爷心中了然 思绪之间 已经来到了一处 名叫神之右手的店外 门口站着各种各样的女性属神 挂着红色的灯笼 打扮得十分妖艳 神明大人 几位 一名长着八个大欧派的鼠神笑问道 面对花花世界的诱惑 陆子爷内心波澜不惊 反而吃笑道 本神不是随便的人 开玩笑 这种奇形怪状根本无福消瘦 然后对方瞄懂 立刻换了一个鼠神出来 一名长着虎伪的人形的漂亮鼠神出来了 陆子爷忍不住脚步 轻易往里面走 但本神随便起来不是人 消费了五千点神性 陆子爷满意地离开了神之右手会所 一排各式各样的接待属性 统一四十五度鞠躬 欢迎下次光临 嘖嘖嘖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陆子爷给每个女属性 打赏了一千神性作为小费后 飘然离开 在众神之城 只要你肯消费神性 你可以获得一切想要的 而神性可以从自己神域等级中抽取 也可以用生存点兑换 后者只是用陆子爷 来看看啊 来瞧瞧啊 一万头吞海兽 幼崽投放卡 可以投放在自己的神域 用来培养自己的神域 不要九万八 给我六万八 吞海兽幼崽 幼崽带回家 一千吨氦金属矿床投放卡 不讲价一千八百 需要的带回家 人形猫属神出售了 本身养不活了 十万神性带回去 你要的姿势 它都有 自由市场上 各种叫卖声不绝于耳 陆子爷看了一眼自己的系统 里面安安静静 躺着三千九百一十四万生存点 也可以兑换成等量的神性 吞海兽幼崽便宜点 你有多少 我都要了 陆子爷将摊位上的一头 湿漉漉的吞海兽幼崽 单手拎了起来 小兽对着陆子爷 呲牙咧嘴 咿咿呀呀叫个不停 这种吞海兽幼崽 是某些神族自己繁育的 可以成长到伟神境界 实力不俗 如果在蓝星培养 可以让不少水源素育兽强者 拥有不错的育兽培养方向 我一共有十万头 一口价六十万神性 你都带走 一名女主神 身材极为魁梧 那股二头鸡比陆子爷 大腿都粗 身高怕有两米 他属于海神族 这些吞海兽幼崽 就是他族的产物 陆子爷购买这些 对于蓝星神域的发展 具有非常好的意义 增加生物多样性的同时 还能提升御兽人的实力 而这些虚空兽 到达自己的神域后 受到自己造物的影响 会具备繁衍的能力 以后就不用再购买了 好 我都要了 陆子爷支付了六十万神性 一缕缕璀璨的神性 从体内流向对方 交易达成后 对方却没有太多兴奋 只是将六张投放卡 递给了陆子爷 叹息道 哎 你捡了大便宜 要不是我必须去参加 猎狐座星系的支援战斗 谁会舍得 卖掉这些可爱的家伙 投放卡是一种道具 类似玄幻小说中的 储物戒指 非常方便 陆子爷接过六张投放卡 神念侵入其中 确定交易品无误后 便是看向对方 不只是你要去 我也要去 陆子爷微笑道 对方明显对陆子爷的淡定 有点意外 你不害怕吗 这一去 女主神四下张望 然后在陆子爷耳边小声道 很难回来 我们无法左右的事情 操心也是多余 陆子爷淡然道 他不是不怕死 而是自己没办法改变现实 但是吧 距离前往猎狐座战场 还有三天时间 自己也不是没有还手之力 我叫鄂洛伊 也可以叫我海祭司 你贵姓 对方投来了友好的目光 我叫陆子爷 虚空之神 我记住你了 空虚的神 鄂洛伊一脸诚恳 嗨嗨 是虚空之神 陆子爷认真纠正 没啥差别 反正漫天主神都挺无聊空虚的 鄂洛伊转身离开 背对陆子爷挥了挥手猎狐作剑 谢谢挥顾 再见 陆子爷等到鄂洛伊的身影 消失在尽头才口中的难道 作为主神 他可以想象到 变卖自己的子民有多么难受 一切都为了活着 鄂洛伊只是想延续自己的神族 用神性兑换一些战斗资源 不过 陆子爷很快恢复了平静 作为主神 他只需要为自己的神族负责 他不能有一丝怜悯之心 猎户座神战士吗 或许并不是我灭亡的时刻 而是蓝星神族崛起的契机 陆子爷心中泥南 陆子爷现在拥有第一天赋 序列思想刚硬 他从未完全利用过这个天赋 或许 是时候发挥他的潜力了 陆子爷在泰兰德购物中心继续闲逛 购买了铁甲翼龙投放卡信号11 也购买了世界之蛇 主神的神性非常稀缺 但是陆子爷现在拥有 三万五千生存点分的基础收益 这些生存点可以兑换神性 无与伦比的优势 购物结束之后 陆子爷将剩下的神性 用在了提升神域等级上 将神域升到了LV4 十五万五千万 陆子爷并不知道 蓝星此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神光闪耀 物种丰佩 万物生机勃发 每一个蓝星子民都期待 他们的主神能够回归蓝星 而陆子爷孤身一人前往了猎狐座 他把自己的神域委托留给了李壮壮 蓝星每个子民都受到了 一道精神力传音 人类必胜 蓝星永存 陆子爷将自己的遭遇 前往猎狐座的凶险 以及善后的事情都一一交代 蓝星上下一片悲伤 因为蓝星的主神孤身犯险去了 却给他们安排好了一切 前往猎狐座的陆子爷 也受到了一道系统反馈 丁 思想刚硬继续加强 您获得了三十亿信仰之力 当前精神力一百六十亿 而陆子爷心中一暖 到达猎狐座星系的他 面对漫天猎狮兽冲锋而去 杀 他是所有银河系主神中 第一个支援的主神 也是第一个被猎狐座古神看到的第一支援军 亿万猎狮兽奔腾向前 陆子爷逆流而上 而蓝星之上 李壮壮在看到陆子爷留下的信息后 吸收陆子爷留下的黄金 结合自己最近手挫的黄金 终于突破了主神境界 但是由于陆子爷的主神存在 他依然是属神地位 这一日 他面对亿万蓝星御寿师 豪情万丈道 大哥的人虽然不见了 但是陆神的脸面依然存在 不能丢 他不是 也不应该一个人战斗 你们谁愿意与我同往猎狐座 下方 亿万人同呼 我愿意 人类必胜 蓝星永存 李壮壮大笑 好 如果这注定是蓝星的末日 那么让我们将末日变成璀璨而骄傲 荣耀属于蓝星 属于陆神 荣耀属于蓝星 属于陆神 下一刻 亿万御寿师和御寿齐齐通过空间通道 杀入猎狐座 银河之神给十万主神下达的神域 是三天之内支援猎狐座神战 但是他没有规定具体的时间 大部分主神都选择第三天再前往 他们都想在自己神域度过最后三天 同时做好战斗准备 而陆子爷选择提前进入 是有考虑的 他认为三天后的战事可能更胶着 到时候更加凶险 预期那样 还不如自己现在提前进入这里 现在的猎狐座神系应该还有抵抗的力量 也更加安全 早一天到达这里 多多了解战局 熟悉猎神兽 反而更加有利 而且 第一个前来支援的主神 或许更加被这里的友军重视吧 最重要的是 陆子爷想要通过神战掠夺更多的神性 陆子爷的脑海中传来了一道浑厚的声音 猎狐之神欢迎远方的朋友 你的出现让胜利曙光更加璀璨 是猎狐座的古神 他注意到我了 陆子爷心中一颤 一个古神竟然对一个小小主神如此关注 可见猎狐座神系现在多么需要支援 陆子爷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在猎狐座主星之外的太空中 这里是一片小行星带 虚空中漂浮着亿亿万陨石和彗星 而那些猎狮兽 相貌诡异多变 不可名状 他们高举战刀 战毛从那些陨石群中一并杀出 口中高喊着 肃清这些亵渎者 亵渎者 你他妈再骂一句 陆子爷不理解 为什么这些猎狮兽称呼神明为亵渎者 他反正很讨厌这个称谓 但陆子也惊讶地发现 这些所谓的猎狮兽 和这些神明的力量并没有什么区别 他们一样掌握着一些天赋序列 有的天赋 甚至是陆子也没有见过的 这不科学 蓝星的天赋序列 来自于虚空之眼的传承 而虚空之眼的序列 是来自于残缺的混沌石碑 围绕天赋序列 这些猎狮兽和神明之间一定有故事 陆子爷身旁 全是猎狐座的主神 平日里 他们也和银河神系一样互相攻伐 但是这一刻 他们一致对外 浩瀚的神性弥漫整个太空 一些陨石群 直接被主神们作为武器 轰向了猎神兽阵营 陆子爷眉头一蹴 在这些海量的陨石和小行星袋中 他感应到了 金属 没错 这些漂浮在太空中的空间碎石 富含各种各样的金属 甚至还有黄金 陆子爷现在已经拥有了160亿精神力 可以影响的范围已经达到了方圆一 六亿米 二十具分身奇奇出现 他们和陆子爷一起在这片太空中 掀起了狂暴的金属狂潮 砰砰砰砰 太空中一枚枚陨石爆裂而开 陆子爷直接将这些陨石中的金属 提取了出来 凝聚在一起 滔天金属潮汐滚滚向前 淹没了大片大片的猎神兽 可是这些猎神兽的实力不容小觑 他们在金属潮汐中挣扎 对抗 陆子爷竟然无法第一时间消灭他们 金属潮汐可不是好惹的 那些金属狂潮之中 蕴含了上翼的金属飞刃 飞剑 飞矛 他们汹涌向前 形成了海浪一样的攻势 淹没其中的猎神兽 遭遇到了他们这一生最恐怖的一幕 他们的身体每一个破绽 都被亿万金属武器攻击着 狂暴的攻击力 是他们从未遇到过 他们用恶毒而怀疑的眼神 看向陆子爷 他们不敢相信 这是一个小小主神能拥有的实力 而猎狐座阵营这边 看到陆子爷的狂暴攻势 也是震撼不已 这些不知道度过多少岁月的主神 第一次开始怀疑人生 同样是主神 为什么他就这么别致 在陆子也金属潮汐的逆天轰击之下 猎狐座神系的众神高呼 冲 这是他们遭遇猎神兽入侵以来 极其罕见的在局部战场反推猎神兽 然而 这样的战场并非陆子爷所在这一处 整个猎狐座都开启了神战 这样的战场足足上万个 而猎狐座神系的主神 陆子爷隐落数量逐日增加已经岌岌可危了 叮 您给了猎狐座主神们一点小小的震撼 生存点加50亿 陆子爷 卧槽 50亿生存点 这可是可以用来兑换神性 升级神域的 神域是什么 那是每一个神明的根据地 大本营 神域越广袤 神族越丰沛 旺盛 主神就越发强大 他会以各种形式反补主神 比如陆子爷的反补方式就是思想刚硬 还有就是蓝星所有神族生物 每天自动增加的神性 神性自动纳入了神域升级的进程中 比如陆子爷刚刚将神域升级到了LV4级 现在这个进程已经来到了LV4 841万5000万 这841万神性 就是蓝星神族自动提供的 时时刻刻都有 而好消息还没有结束 叮 你击杀了184只伟神境界猎神兽 吸收了1840万神性 叮 您击杀了两只主神境界猎神兽 吸收了200万神性 基础生存点收益加2万 当前生存点收益5 5万分 爽啊 爽啊 这样下去 老子就有花不完的神性了 就在这个时候 太空之中 数量更多的猎神兽 越过了陆子爷的金属潮汐 逆流而来 肃清这些亵渎者 原来是其他战场的猎神者援军来了 数量极其可怕 猎户座主神刚刚看到的胜利曙光 这一刻再度湮灭 不过身为主神的他们 并没有任何畏惧 纷纷爆发出自己的最强神性 杀 双方混战在一起 一些远古禁忌生物都纷纷出现 世界之蛇 巨狼格里芬 双头巨人 陆子爷第一次对自己的金属潮汐产生了怀疑 虽然他很强大 但是那些海量的猎神兽正在爆发神性 抵抗自己的金属潮汐 战场上的传送门突然传来了剧烈的波动 一尊303米高的黄金斗士率先冲了出来 黄金战刀横扫虚空 挤头尾神级别的猎神兽瞬间暴体 擦大哥 打架也不叫我 李壮壮一脸亢奋 而他的身手杀声震天 蓝星1041名刚刚晋级的尾神进阶玉兽师 连同他们的玉兽一起杀出 看到这一幕 陆子爷心中震撼 蓝星 已经这么强悍了吗 蓝星的玉兽师携带自己的异兽 发了风一般冲锋向前 陆子爷立刻让自己的十具分身抵挡在最前面 吸收绝大多数的火力 毕竟自己现在本体生命值四亿 而160亿精神力 可以让分身拥有一百六十万倍的增幅 那么 一具分身的生命值 已经达到了极其恐怖的六百四十兆 也就是六百四十万亿 陆子爷对六百四十万亿生命值 已经失去了概念 他曾经问过系统 这个生命值什么水平 系统的回答是 如果把月球看成一个有生命的物体 那么月球的生命值大约是一千万亿 也就是说 陆子爷分身的血量和大半个月球差不多 陆子爷对此惊骇不已 什么时候月球成为了计量单位了 战场上 金属潮汐继续滚滚向前 潮汐之上 猎户座神系的主神 联合蓝星来的玉兽师 发起了总攻 双方爆发了惊世骇俗的战斗 整个天空到处都是各种天赋引发的剧烈爆炸 冲击波连同空间中的一些陨石 奇奇轰碎 而陆子爷这边 则是看向自己的五十亿生存点 若有所思 目前自己的神域等级是LV4 一千万五千万 是时候来一波神域的急速提升了 神域等级的提升 能让蓝星变成五与伦比的神族培养基地 蓝星神族将会获得空前丰沛的修炼资源 蓝星的神性也会越发浓郁 万物复苏 各种神医的新物种将陆续被演化出来 系统 我在 给我缩哈 什么意思 五十亿生存点 全部给我提升剩余等级 明白 正在提升中 提升完毕 您一共消耗五十亿生存点 将神域等级提升到了LV31 一五一三 两亿 蓝星面积扩大310% 神性总量 质量 密度 均得到巨大提升 蓝星生物多样性上升310% 资源极度丰沛 万物进入快速成长时期 生物大爆发 正在酝酿之中 您获得了一些宇宙起源时间的强悍生物种群 它们100%效忠于您 纳入您的神族范畴 第一 蓝星生物种群的极大丰沛 它们自然接受了您的思想刚硬 新物种为您提供了80亿精神力 当前精神力 240亿 一道道系统信息传来 让路子也为之一震 好家伙 自己赌对了 比自己家精神的收益高太多了 未来在自己的蓝星之上 或许会出现非常远古且强大物种 而它们都听命于我 路子也看向战场 随着自己的精神力的增加 金属潮汐越发狂暴了 而战场上某个角落的战斗 让路子也眉头一簇 太空中居然卷起了一片浪潮 那是真正的海洋潮汐 并非路子也的金属风暴潮汐 那潮汐遮天蔽日 范围极其辽阔 几十米高的海啸滚滚向前 无数猎神兽被卷入其中 不断挣扎 而最为恐怖的是 那些海洋潮汐之中 有无数根巨大的触手 长达数百米 不断攻击那些陷入潮汐围困的猎神兽 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潮汐之上 身影一跃而起 一个跃进猛击猎神兽 而凡是他攻击的目标 那些恐怖触手都如必驱使 齐齐对他锁定的目标 发起攻击 触手猛击之下 猎神兽化为击粉 此人正是厄洛伊 如此恐怖的战力 让路子也心中一震 这个天赋序列 是路子也闻所未闻的 从未见过 也就是说 厄洛伊这个主神 掌握了一部分蓝星 未曾了解的天赋序列 有可能是另外一块 混沌石碑记录的内容 这天赋不赖啊 路子也看得眼馋 要是这盟女 能加入我们蓝星 成为我的属神就好了 路子也看着浪潮中的厄洛伊 嘴角流出不争气的口水 好巧不巧 这个盟女好像情况不对 源源不断的猎神兽援军 让厄洛伊陷入了困境 路子也直接虚空一指 一部分金属潮汐 卷向厄洛伊所在区域 为其抵挡了一部分压力 同时路子也来到了厄洛伊的身边 真诚道 你怎么也来了 厄洛伊看向路子也 知道对方帮了自己一把 便是回道 你不也来了 可能我们想到一起去了吧 迟来 不如早来 两人默契点头 可是 你撑不住了 路子也一语道破 无论是银河神系 还是猎户神系 或者其他任何神系 陨落一个主神 消失一个神族 都不是什么大事 每天都在发生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厄洛伊眼神坚定 可是路子也还是看得出 他舍不得自己的神族 从他买海兽幼崽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就能看出 他想要在危机中求存 路子也感觉 机会到了 加而我蓝星神族 成为我的属神 我们或许能杀出一个未来 你再侮辱我 厄洛伊立刻变脸 因为任何时候 让一个主神降下神格 成为别人的属神 都是一件无法接受的事情 路子也单手 在虚空中一握 黄暴的金属潮汐 席卷了厄洛伊身边的所有区域 金属潮汐之中 无数金属巨兽 将那些猎神兽拉入风暴之中 你自己考虑 接受 你和你的神族有一线生机 不接受 厄洛伊看向那恐怖的金属潮汐 他自认为 自己在同等神星力量的主神之中 站立标柄 没想到眼前这个年轻的主神 能释放如此伟丽 他陷入了沉思 而路子也抓住机会 再度抛来橄榄枝 我的蓝星是三十一级神域 我可以给你一片海洋 让你的海族变得无比强大 而我只想保卫蓝星 蓝星永存 厄洛伊神情复杂 一边是必死结局 一边是缥缈的机会 可是 在绝境之中 无论是神 还是人 他们都有求生的本能 我愿为您而战 伟大的虚空之神 厄洛伊屈身一礼 身体中的神格下降 一缕神光没入路子也身体 他正式成为了蓝星神族一员 也是路子也的第二个主神境的属神 欢迎你的加入 海神祭司 今日我们杀个痛快 下一刻 海啸与金属潮汐齐名 战场上一股狂暴的力量开始肆虐 路子也和海神祭司的配合 极其默契 因为 他接受了路子也的思想刚硬 与路子也高度默契 海妖海啸与金属潮汐肆虐前进 所过之处 猎神兽纷纷败退 李壮壮化身的黄金斗士 冲锋在前 率领蓝星玉兽强者 包抄了猎神兽的后路 在这片星玉的战斗 猎户座神系罕见的 获得了大胜 望着一望无际败逃的猎神兽 猎户座众神神性澎湃 其声高呼 敬猎户之神 敬我们远方的客人 所有主神都看向路子也所在的方向 充满了敬畏 李壮壮从远处掠空 而来落在厄罗伊和路子也面前 他一点兴奋 他大哥 他们跑了 不过瘾 路子也点点头 没事 以后的日子 怕是有杀不完的猎神兽 对了 他叫厄罗伊 现在我的属神 他的海妖族 也是蓝星神族的一份子 以后你们好好合作 厄罗伊只是对着面前的 屎黄色巨人微微点头 他还没习惯自己的身份 谁知道脑残的李壮壮 直接化回原形 然后朝着厄罗伊的胸脯一拍 嘿 哥妈 欢迎加入 厄罗伊脸色铁青 李壮壮拍打对方胸脯的手 也僵持在了半空中 因为对方的胸肌手感不对 路子也知道情况不妙 立刻转身 装作没看见 主神 我可以揍他吗 厄罗伊礼貌询问道 路子也微微点头 别出人命 下一秒 厄罗伊身形抱起 几十条触手 从身后的海浪中奇奇派出 我打死你这个色胚神 李壮壮是做梦 都没想到 对方是个女的 哪有肌肉这么发达的女人 大哥救我 李壮壮被打得抱头鼠窜 毕竟自己理亏 又是自己人 他没敢变身抵抗 而厄罗伊只是追打 也没下狠手 当了不知道多少岁月的主神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职场骚扰 这场战斗的胜利 给了猎狐座神系一定的信心 也一定程度缓解了 目前四面楚歌的猎狐座战局 天空中一道幽圆 且清澈的声音传来 远方的勇士 请一步猎狐神兜 所有猎狐座神系的主神 齐齐弯腰 对着虚空一礼 这声音正是猎狐之神艾古拉的声音 他竟然邀请了路子野 前往猎狐神兜 路子野也弯腰一礼 多谢古神的美意 我随后便道 虽然猎狐座现在岌岌可危 但是这位艾古拉和泰兰德一样 都是古神级别的存在 实力极其强大 古神 战斗属性1000亿之上的存在 路子野看了一眼 自己240亿的精神力 对古神肃然起敬 猎狐神兜 埃蒙嘉耶 一个曾经闪耀无比的名字 甚至比银河神系的泰兰德神 都更加辉煌 路子野不由 想到自己的蓝星 什么时候 我京都的名字 也能享受怀宇啊 我蓝星人族 什么时候才能屹立在宇宙神族之殿 埃蒙嘉耶神都 路子野 李壮壮 俄罗伊一行人 从空间通道转瞬极致 通往神殿的神阶两旁 是高达200米的神位处理 数量多达上千 这些神位 手持由神性凝聚的长矛 他们的形象是 人头马 人头 马身 手持神矛 200米的人头马 何其震撼 进入神殿 内部极其辽阔 甚至给人一种错觉 这个神殿的内部空间 是无穷无尽的 白衣飘飘的女子 坐在神座之上 身旁匍匐着一头巨尸 她 正是猎狐唯一的古神 艾古拉 她缓缓来到路子野面前 伸出右手 这是女神主动要求稳手里 路子野心中猜测着 别是探出右手 轻轻捏住女神的手指 低头一吻 尊敬的猎狐之神 蓝星主神路子野向您致敬 女神微笑着点点头 然后看向四周 你们退下 下一刻 主殿内除了艾古拉 就只剩下路子野和他的属神了 你的支援很及时 也很有帮助 让我的神兵们看到了希望 虽然 希望正在湮灭 艾古拉的声音 并没有什么情绪波动 就好像不是在说猎狐做的事情 而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在叙述一件普通的事情 凤银河之神的神谕 这是我职责所在 路子野不了解对方的意图 自然回答得比较官方 不忘记拉上自己的神系古神夸一番 万一他们俩交情很深呢 说好话总没错的 泰兰德 这个家伙可不是什么好人 喜欢角色扮演 还和自己生为一个孩子 古神中的怪胎 艾古拉言语中 并不喜欢泰兰德 漫长的对话 对战局进行了一些讨论之后 艾古拉切换了话题 你是我见过最年轻的主神 你的战斗我也看过了 很有意思 我并不会关心你身上的秘密 甚至我会祝福你 如果猎狐座能幸存下来 我真希望你来执掌银河神系 你比泰兰德正常多了 这是能乱说的 让我造反 路子野连连摇头 银河之神 公正 自由 秩序 他寄予了我们银河神系辉煌的过去 还有美好的未来 猎狐之神 不要拿我一个小小主神开玩笑了 我承受不起 路子野立刻表示 我没有 我不敢 我没说 别人看不出来 包括泰兰德 可可你逃不过我的眼睛 因为我的力量来源于亵渎石碑 并非混沌石碑 而你 就是亵渎者 路子野心中震惊 咱们又不熟 你为什么要诋毁老子 小心我告你诽谤 亵渎者什么玩意儿 难道就是那些猎狩兽口中的亵渎者 看到路子野紧张的模样 猎狐之神笑了 你的表现和第一批亵渎者太像了 您说的话 我听不懂 路子野表示 王八念经 不听不听 你看着我的眼睛 我像是开玩笑 乌龟下蛋 不看不看 路子野心中真不想看他 虽然他很美 但是您是一个古神 不是好主意 容易留下什么痕迹 被对方戳穿 看路子野不抬头 爱古拉开始了自言自语 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 而爆炸中心产生了一片极其强大的能量区域 后来这片区域被众多旧日神明成为起源地 强大的能量造就了数万条序列途径 这些序列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规则 一种技巧 但是他们也拥有生命 他们随着宇宙膨胀 这些序列开始寻找自己的主人 这一批拥有生命的序列 被我们称为旧日序列 他造就了宇宙中第一批最强大的旧日神 而你 爱古拉看向路子野 身上有旧日的气息 我身上有旧日神的气息 你开什么玩笑 我特么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无好青年 我只想狗下去 你乱扣什么大帽子 路子野瞪着眼睛 一脸的不可思议 爱古拉看着路子野的吃惊表情 无嘴吃笑 你以为银河之神 真的是要支援我 他不过是一个发战争彩的垃圾罢了 每一次猎神兽与亵渎者之间的神战 他都伺机而动 绝取利益 我有一种预感 泰兰德成也神战 王也神战 他早晚会玩脱的 你的意思是 这次神战与银河神系没半点关系 不光是路子野 几乎所有的银河主神还真的以为 这些猎神兽打下猎户座神系 就会攻打银河神系 爱古拉点点头 猎神兽口中的亵渎者 就是说的我 不过现在多了一个人 就是你 你别乱说话 人家就是说的你 关我屁事 路子野心里MMP 嘴上笑嘻嘻 请问 什么是亵渎者 为什么猎神兽容不下这些亵渎者 你身上学习的序列 都已经不是原始的旧日序列了 它们已经被复制 传成了无数纪元 这些序列普普通通 不值一提 而真正的旧日序列 只有十条 强大无比 这些旧日序列拥有生命 它们在宇宙中寻找宿主 也造就了十位最强大的旧日神 旧日神们利用自己的强大神性 又将序列继续细分 十位旧日神强大之后 不满足于现状 都不约而同的 想要前往起源地 寻找孕育十大旧日序列的原初力量 它们发生了旧日神战 其中一名最强大的旧日神 亵渎之神脱颖而出 击杀了九位旧日神 成为了唯一进入起源地的旧日神 可惜 它莫名死在了里面 十大旧日序列也从此消失 游荡在宇宙之中寻找宿主 而由于它强大的实力 留下的亵渎者神族依然强大 从此被其他旧日神的神族联合追杀 比如我 就是亵渎神族的后人 也包括你 而现在绝大部分的主神 都是旧日时期的一些贱民发展来 比如泰兰德 他们几乎不参与神战 因为自卑 同时他们又幸灾乐祸 想从十大旧日神族的神战中 攫取利益 不过我也不理解 亵渎神族的后人之中 为什么还有普通人类 我从未见过 艾古拉眉头一簇 难道你不是人类 路子也惊讶地看向艾古拉 这明明是一个人族美女啊 谁知道艾古拉摇了摇头 我不是 我不信 我没看出你和我的区别 路子也表示 肉眼上看不出来 艾古拉深呼吸一口气 他总不能告诉路子也 他这个种族的隐私之处 和人类女子是有区别 艾古拉没有继续解释 爱信不信 但是路子也想到了一个可怕的猜测结果 如果 就说 如果自己身上 真的有旧日亵渎之神的气息 而自己又不是亵渎神族的后人 自己修炼的天赋序列 都是普普通通从混沌石碑上面记录的序列 那么唯一的解释 就是 自己的系统 不是系统 他是亵渎之神的旧日序列 死亡后 游荡宇宙之中 最后选中了我 这种意义万分之一的几率 被自己碰到了 路子也常识性问道 可以冒昧问一个 关于亵渎之神的问题吗 换作别人不可以 但你是亵渎神族的后人 可以 艾古拉看向路子也 看得出来 艾古拉非常重视自己的亵渎神族身份 他甚至根本看不起泰兰德这种 旧日剑民后代成长起来的古神 亵渎之神的旧日序列叫什么 是什么类型的 我们的老祖拥有的序列 就叫亵渎 是一种凌驾于万物 甚至可以亵渎任何存在的强大序列 传闻亵渎之神 每次都与神族子民在一起同乐 从不外出修炼 每日变强 无尽岁月之后 他变成了宇宙最强大的旧日神 这对其他每日拼杀在战场上 拼命修炼的神族 不是亵渎是什么 确实很具羞辱性 这也是后面他们容不下我们的原因之一 担心旧日序列回归亵渎神族 陆子也原地发呆 妈的 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啊 草 我拿到了旧日最强序列 陆子也强压下心中的震撼 目前的局面很奇妙 有好消息 也有坏消息 好消息是 自己拥有一个靠山 那就是强大无比的亵渎神族 因为自己身上有亵渎神族的气息 还有一个好消息 这种气息 只有亵渎神族本族人能察觉 泰兰德这种旧日贱民后代无法察觉 嗯 我特么怎么说话 和那个女人一毛一样了 不应该不应该啊 众生平等 不要歧视泰兰德 而接下来 爱古拉取出了一枚水晶球 说出了一番 令路子也惊掉下巴的话 要不要跟拉姐一起造的反 你帮你灭了泰兰德 你执掌银河神系 成就古神境界 从此我们遥相呼应 互相照顾 都是一家人 不说两家话 不是 大姐 你现在自身难保了 还拿我造反 为什么这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从你口中说出来 就好像让我出门 给你拿个快递那么简单 路子也把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不行不行 银河之神强大无比 而且对我并没有恶意 路子也求生欲拉满 呸 屁的没恶意 让你来猎户座当炮灰 这叫没恶意 而且 你知道为什么银河之神 能以三大秩序 统治银河神系这么多个纪元 那是因为 只要有主神崛起 他一定会出手 虽然他不能直接灭杀自己的主神 这样违背他修炼的天赋序列 秩序 可他总能想办法 让那些强大的主神当炮灰 你是不是担心 我猎户座神系守不住 我只要捏碎这水晶球 亵渎神族就会来源 我之所以迟迟没有这么做 是因为 我想拿下泰兰德 他也给予我猎户座很久了 我这一次将计就计 没想到半路碰到你了 临时换了个策略而已 路子也咽了咽口水 成就骨神 统于亿万主神 这样的诱惑力 那个家庭顶得住啊 老弟你想好了没 我看得出你 不是一个老实人 野心也不小 艾古拉凝视着路子也 此刻他把路子也 当成了自己的族人 路子也思索良久 颤颤巍巍巍说出五个字 解看人真准 路子也和艾古拉大声密谋的时候 厄罗伊和李壮壮 全程都是震惊的 他们是属神 无法做出背叛主神的事情 所以 艾古拉让他们在场旁听 而两人的脑子完全不够用 他们无法理解 为什么主神这么年轻 又要造反成为古神了 为什么他的境界提升就能这么快 这么变态 厄罗伊甚至有点上了贼船的感觉 这蓝星神域里面的神 好像不太正常的样子 你这两个属神有点意思 很强 很有精神 一个天赋金主 一个是海神祭司 拥有一万海兽 艾古拉看向路子也身边的两个人 露出欣赏的眼光 一般一般 宇宙第三 路子也现在也放开了 都要一起造反了 又是同族 所以拉姐 我们怎么反 造反是个技术活 搞不好是要团灭的 那就是 真成了王八做俯卧撑 永远翻不了身啊 简单 我们且战且退 牺牲一部分神域 保存主神数量 最后我们决战艾蒙加耶 我在神斗已经部署了不俗的防御神器 我料想 泰兰德一定会大军压境 以拯救艾蒙加耶的名义 在外围发动进攻 按照他的猜测 等他歼灭了猎神兽 我们早就丢了神斗 而他坐享整个猎户座神器 而堂王补禅皇却在后 艾古拉手中 骂撒着那一枚水晶球 大眼睛都笑得眯成一条缝 路子也懂了 这是诱敌深入 而且 艾古拉还是诱的两路敌人 同时 还能借泰兰德的进攻 消耗一部分猎神兽的实力 有意思 唯一的问题就在于 你的援军会不会出问题 路子也担心着唯一的变数 如果到时候 自己被困在埃蒙加耶 敌人是引来了 特么的援军没有 那就真成傻逼了 绝无可能 艾古拉断然否定 来支援我们的 是我族内堂姐 古神一般的存在 神域实力91级 远超泰兰德 路子也心中亥然 原来泰兰德作用一个星系 神域等级都还没有90级 那岂不是以后 我很有前途 毕竟我特么都31级了呀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是演戏给泰兰德看 嗯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而你依然是他神系的一员 你们的演技很重要 再过两天 还有十万主神支援猎户座 这当中有不少主神是探子 会将这里的信息传回银河神系 所以演技要逼真一些 艾古拉双手拖着下巴 慵懒地说道 事情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下来 路子也离开了神殿 开始打点自己的系统收益 里面早就有一大批信息 没有阅览了 第一 这一战 您和您的神族 一共杀敌 获得十亿神性 已经累积到神域等级提升中 当前神域等级LV34 1613 五亿 您的神族在战斗中 因为思想刚硬的效能 为您提供了30亿精神力 当前精神力270亿 您后续又击杀了 三名主神净猎神兽 基础生存点收益加3万 当前收益8 5万分 可以可以啊 随着神域的扩充 等级的提升 现在就算不发生战争 神性和信仰之力提供的精神力 每分每秒都在上升 生存点收益越来越离谱了 8 5万每分钟 这一天下来就是1 224亿 以后还会越来越多 在这个神性匮乏的神剑 我路子也堪比杰克马 一般富有啊 两日之后 银河系十万主神援军 杀向了猎狐座 他们惊讶地发现 猎狐座上一片主神神域 已经丢失了70% 猎狐座开始重点防御神兜周边的那围区域 猎狐之神爱古拉 亲自接待了这片援军 慷慨激昂地表达了决战到底的决心 而这两天的激战 以及收割神性 自己的神域贡献 路子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他的生存点 路子也用来加了两亿生命 原因无他 决战在即 他让自己的分身更加强悍 只要命还在 一切都不是问题 六亿体质 就是六十亿生命 而自己的精神力 由于信仰之力的贡献 来到了三百五十亿 六十亿生命 在三百五十万倍的增幅下 来到了两千一百万亿 超过了月亮几倍 而路子也拥有二十具这样的分身 还有九十九 六的减伤 路子也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 觉得 很稳 宿主 路子也 境界 主神 神域等级LV39 一六亿四亿 生命值 六十亿 体质 六亿 九十九百分之六减伤 精神 三百五十亿 力量 二十三万三千六百八十四 敏捷 二十四万两千七百九十 暴击率 百分之一百 暴击伤害 百分之一千四百二十七 生存点 三百一十三万 增长中 神迹 虚空所敌 天赋序列 二十 金属操控 LV20 零二零零零万 天赋序列 零四 不死之躯 LV20 零二零零零万 天赋序列 零五 破绽 LV20 零二零零零万 永恒造物 LV20 零二零零零万 天赋序列 零妖 思想刚硬 信仰之力积累中 在蓝星 厄罗伊的子民 已经搬迁到了这里 他们遨游在大平洋之中 三十九级的神域 海洋中资源极其妇柔 这个族群 以极其恐怖的速度壮大着 厄罗伊第一感觉 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跟着陆子眼 他不用过着出售海兽 兑换神性的日子了 虽然自己再也无法 拥有独立的神格 可是蓝星的壮大 让他拥有一种 余有容颜的荣耀感 这已经足够了 毕竟蓝星 让他感受到了 生机勃发的未来 而李壮壮 现在的黄金重量 来到了一千万吨 身高四百米 这得益于他和陆子眼 在太空中 从那些陨石 小行星中 攫取了海量的黄金 这一日 十万银河系 主神联合猎户座众神 在埃蒙加耶外围的 十八座巨型防御圈中 与猎神兽展开了大会战 远在银河系的泰兰德 收到了一条信息 伟大的银河之神 猎户座神系岌岌可危 这一次会战 属下之字认为他们必败 如此一来 猎户座神系 只有神斗埃蒙加耶可守 伟大的您 终于等来了这一刻 银河神都泰兰德城内 看到这一信息后 泰丽雅妩媚一笑 夫君 您的机会来了 你已经等了几个纪元了 儿子泰丽雅也是兴奋道 父神 您要统一猎户座神系了吗 真是太厉害了 泰兰德淡定道 都说了多少次了 遇事冷静一些 虽然这一次优势在我 但我们依然要保持一颗谦逊的心 泰丽雅 夫君说的是 泰丽雅 父神教训的是 随后 一家三口笑得不亦乐乎 笑出强大 整个神殿都是他们 肆无忌惮的笑声 埃蒙加耶神殿之外 陆子也和艾古拉仰望星空 每次决战 我都会非常紧张 这不是一个古神 应该存在的心态 艾古拉自嘲道 害怕什么 陆子也仰望着深邃的星空 思绪翻飞 我们拥有什么最多 就越害怕失去什么 而我拥有的 除了无尽的岁月 便是这些陪我走过 无尽岁月的族人了 我见证过无数星系 走向灭亡 我曾经见过一位 古神的神系 被猎神兽提炼为神经 一块不到一公斤的神经 这一公斤 便是一个文明的重量 一个延续了无数岁月 拥有一万主神 族人的文明 艾古拉唏嘘不已 一个文明的重量 不过一公斤神经 这是多么讽刺的事情 陆子也心中也是感慨不已 拉姐 我有一个疑问 陆子也想到 亵渎神族和九大旧日神族 也就是现在的猎神兽之间 跨越无数纪元的仇恨 他心生疑问 你问 亵渎神族和九大旧日神族之间 就没想过何谈 只战 这不是共赢的事情吗 艾古拉微微一笑 能不断改变自己的才是神 想要改变别人的 都是神经病 而我们都称自己为神 我们只会想如何 让自己变得更强 而不是去在乎别人的感受 那是弱者思维 妈的 我觉得 你们都是神经病 陆子也对这群人的想法震惊不已 这些古神 说好听点叫孤傲 说难听点 就是一根筋 你很紧张 艾古拉看向陆子也 不紧张才怪 我还年轻 还没娶老婆 还有大把时光 陆子也掰着手指头 细数自己的那些未经梦想 得了得了 你一点都不像一个神 你需要自己 自己捏一个不就得了 艾古拉无情打断陆子也的牢骚 你不懂 如果是那样的话 人生将寂寞如雪 陆子也与艾古拉在星空下 展望未来 畅聊现在 时而傻笑 时而愁愁 第一缕阳光照在艾古拉金色的发丝上 艾古拉缓缓摊开手心 那一缕阳光被压缩 被扭曲 形成了一个光球 在艾古拉手心跃动着 他们来了 艾古拉看向远处的天际线 那就站吧 陆子也深呼吸一口气 叮 大战将至 思想刚硬再度加强 蓝星神族战役高涨 信仰之力为您提供了四十亿精神力 当前精神力 三百九十亿 艾古拉看见神斗四周 宛如滚滚浪潮的猎神兽 遮天蔽日般压迫而来 丝毫不切 金色法斯飞扬 他轻轻拍了拍手掌 神斗埃蒙加耶四周的城墙的巨型神塔 便是立刻拔地而起 数量多达上百万 他们分布在神都的城墙四周 这些神塔上 神光流转 上面的各类巨炮 神弩纷纷齐刷刷 对准了虚空 与此同时 艾蒙加耶还立刻撑起一面金色光照 宛如一个巨碗倒扣 这些金色光照 是艾蒙加耶最后的底牌 相当于一万颗月球的生命值 同时拥有强大的免伤效果 猎户座各大神族 纷纷腾空而起 半人马 狮身人面兽 十亿圣兽 圣光施旧 按照剧本 这些猎神兽会发动 对艾蒙加耶的决战 双方战况胶着的时候 银河之神会 率领银河神系 数亿主神神族 来收割战场 而艾古拉堂姐的援军也会到来 平息这场神战 陆子也借此上位 控制银河神系 总导演 艾古拉 主演 他表姐 龙套 陆子也 虚空之中 猎神兽阵营 走出一名气息极其强大的猎神兽 他的半个身子是红色的 半个身子是黑色的 脑袋也是如此 不过红色那一面是女人 黑色这一面是男人 他浑身神性薄发 极其强大 怒目圆瞪 看向陆子也和艾古拉 荣耀属于猎神族 而你们这些肮脏的亵渎者 终将被肃清 今日之后 再无猎户作 再无哀蒙加业 艾古拉微微一笑 再就日纪元 你们就被我族 杀得溃逃四语八荒 这才过去多少纪元 就这么不长纪心了 九大旧日即将重现环宇 而你们的旧日神呢 在何处 某些人 即将足灭人亡 还不自知 可笑至极 你们宛如狩猎众神 及其足够的神经 唤醒九大旧日原始序列 真当我亵渎神族好期 艾古拉魂神神性暴涨 整个艾蒙加业的虚空 都随着他铿锵有力的声音 而同步振战 开战 肃清亵渎 猎神兽阵营 也爆发出惊天战后 下一秒 艾蒙加业在怒吼 百万防御神器齐齐开火 天空中 神弩射出万丈神光 刺破苍穹 一些境界低位一些的猎神兽 直接被神光穿透 被轰碎后 化为漫天光辉 那些神炮轰出的炮弹 狂暴肆虐而去 爆炸后激荡出 方圆几千公里的冲击波 宛如涟漪一般 一层层荡开 狂暴的冲击波 掀翻不少猎神兽 但是数量极其恐怖的猎神兽 依然冲锋向前 甚至一些神器被临时冻结 封印 而那些冲锋到金色光照之下的猎神兽 开始轰击神多光照 光照上面荡起一圈圈连衣 吸收攻击力的同时 赖九度也在下降 杀 数万人头马主神 一马当前冲了出去 天赋 无畏神风 这种天赋序列 是人头马主神的核心天赋 这种天赋有一个恐怖之处 那就是 可以协同发起 威力大增 数万高达几百米的人头马 发动无畏神风 那是何等波澜壮阔的景象 它们形成了一个巨型的箭头阵型 而整个冲锋阵型都被披上了无上神光 宛如一柄力剑刺入猎神兽阵型之中 李壮壮原地双拳一握 金光灿烂 化身数千万吨级的黄金斗士 一柄战刀横斩而去 天空中惊现一道黑色的空间裂痕 恶落一跃入虚空 猛砸地面 爆喝一声 无尽受海 无尽海巢之中 亿万条触手蜿蜒而出 漫天挥舞 不知道多少猎神兽被卷入兽海 天际之上哀嚎遍地 星系神战 骤起 这就是神战吗 路子也仰望漫天神威 心中震撼 就算是最厉害的好莱坞导演 也拍不出这般波澜壮酷的战场 艾古拉双手展开 仿佛在拥抱虚空 金发翻飞 双眼神光万丈 他口中送念着晦涩难懂的话语 宛如恶魔低语 我以亵渎神族之名 送念古之意志 摧毁这些孱弱的入侵者 话音落下 艾蒙加耶之外 十八个黑洞迅速形成 他们在艾古拉的操纵之下 开始吞噬周围的一切 连光都无法逃脱他的捕捉 这是截然不同的天赋序列 来源于亵渎石碑 空间系天赋 是空 空间扭曲 周边的一切都变得暗淡无光 那种暗淡不是简单的黑色 而是纯粹的虚无 大批的猎神兽被吞噬其中 他们爆发出强大的神性 想要抵抗这些黑洞的吞噬 而在艾古拉强大的力量面前 这样的努力 有一些屠楼 十八个黑洞开始运行 汇聚 最后碰撞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宛如是人的末盘 不断碾碎猎神兽的生命 那名强大的红黑脸猎神兽 愤怒嘶吼 双拳一握 虚空振战 天空中漂浮的陨石 彗星 甚至一些小行星 开始朝着他疯狂汇聚 星雨 他爆喝一声 将数不尽的巨大星体 朝着黑洞猛击而去 因为他知道 艾古拉的黑洞 虽然具备黑洞的一些基本特征 但和真正的黑洞 还是有区别的 真正的黑洞 力量无穷无尽 源源不断 而艾古拉的黑洞 来源于天赋事空 其力量也来源于本体精神力 所以是有上限的 而自己这样以陨石 彗星去冲击这个黑洞 能快速耗尽他的能量 这是所有男人都明白的一道理 天底下 没有什么洞 不能被填满 所以 作为男人的陆子野 也感受到了战局的不利 他深呼吸一口气 我只是个龙套 还非得我出手 下一刻 三十具分身赫然出现 没错 这段时间 他已经抽空 将天赋序列的技能等级 全部提升到了三十级 分身的数量 也来到了三十具 三十具与本体同等精神力 血量更是高达 两万三千四百兆的分身 就这么直挺挺出现了 天空中的猎神兽 立刻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看向陆子野的眼神 变得悠怨起来 三十具分身 立刻将猎神兽的头领包围了起来 这特么是什么情况 这技能 他正经吗 可能我们不是人 但你是真的狗啊 红黑脸猎神兽 想看陆子野 你是什么神系来的 嗯 你也是亵渎者 你真害死啊 陷入包围的红黑脸 猎神兽气都冷起来 我不是神 自然不用当人 陆子野心中吃笑道 下一刻 发动滚滚金属潮汐 配合三十具分身 与对方干了起来 这是陆子野第一次和古神对抗 几个回合对峙下来 陆子野站在金属潮汐的浪尖上 微微一笑 古神 你 好像没那么强 心中的畏惧瞬间清空 对这个古神的评价 陆子野四个字总结 不过如此 三百九十亿的精神力 配合自己的恐怖技能加成 完全可以与一千亿属性的古神境对抗 马德 所有的恐惧 都是来源于火力不足啊 亏我之前还那么怕银河之神一加三口 现在想起来 我属性在提升一些的话 我怕得得啊 不过眼前这个红黑脸虽然也是古神级别的存在 但是陆子野清楚地感受到 他没有泰兰德强大 那一家三口不是一般人 李壮壮化身的黄金斗士与厄洛伊配合得十分默契 黄金斗士不断叫天空中的猎神兽轰入腰海 然后由厄洛伊的那些触手怪拖入深海 而陆子野现在发起的金属潮汐直奔红黑脸而去 他踩在浪尖上嘲讽到 多大的人了 还乱扔石头 对方不得不停下来 停下了往黑洞中扔石头的行为 察觉到陆子野竟然是一个小小主神境界 面对那些朝他汹涌而来的金属潮汐 他也放下了戒备之心 口中更是冷哼一声 哼 区区主神及金属操控 也敢造刺 看我一掌 卧槽 本来红黑脸 古神准备说 看我一掌碎了你这金属潮汐 结果 话没说完 金属潮汐之中便是幻化出一只遮天巨肘 硬生生将猎神兽古神拽进了金属潮汐之中 被拽进了主神级别的金属潮汐之中 这一幕看待了所有的猎神兽 因为当时拽进去的那个动作非常诡异 就好像小时候小孩子犯错后 被手持藤条的老父亲拽回家的那个场景 没有抵抗 只有绝望 叮 您震惊了周围的猎神兽和哀蒙加耶主神 获得生存点加188亿 666 陆子野听到系统的奖励信息后 窃喜不已 这188亿生存点可不能用来提升精神力 现在精神力获取的渠道很多 可以等信仰之力 而神性的来源极少 只能猎杀这些神明掠夺而来 所以这些生存点 还是用来提升神域等级比较好 要知道 神域等级的提升 等于是全面提升自己 还能缔造更加无敌的神族 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一声乍响 泰兰德闪亮登场 虚空之中 无数个空间通道同时开启 银河神系亿万主神随泰兰德 一起出征猎狐做星系 哇 好热闹啊 父神 泰里欧探出小脑袋 假装第一次见过这种世面 说了多少次 有客人在的时候 小孩子不要吵闹 母亲泰丽雅严厉训斥道 眼神充满了宠溺 泰兰德奥利虚空 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 奥多 这次你来错地方 我与猎狐座 古神素有来往 你入侵猎狐座 是我银河神系为何物 废物 红黑脸古神面不改色 直接回怼 泰兰德一家三口 被当场噎死 副神 他骂你废物 老子听到了 不需要你提醒 亲爱的 你能不能管好孩子 我很忙的 泰兰德对自己的老婆抱怨道 哦 远处的黄金斗饰里 壮壮忍不了这家人的恶心 呕吐出几百公斤黄金来 念及这些黄金来之不易 又吸了回去 这一幕被鄂洛伊看到了 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 以后谁再夸我是狠人 我第一个不服 还是你啊 壮壮 李壮壮 过奖过奖 而艾古拉和陆子爷两神对视 微微一笑 因为他俩都知道 就是现在布局成功了 右手轻轻捏碎了那枚水晶球 他的堂姐即将以雷霆之势 横扫残局 陆子爷也即将主宰一个银河神系 想到这里 陆子爷内心笑出了诸叫 艾古拉看向虚空中的漫天神明 一昧翻飞 捏碎水晶球的同时 豪言道 埃蒙家耶一历数万年 何时允落过 今日 宋儿等上路 埃蒙家耶的战争石碑上 将在天亿万主神的遗名 陆子爷战役高涨 心中暗叹 拉姐说得好啊 提升自己的神域等级 丁 您消耗了190亿生存点降 神域等级提升到了LV724617 三亿 丁 圣余的巨大提升 让蓝星在原有基础上扩展了442% 新增物种一 七万个 其中远古种三个 PS 远古种可以修炼到准骨神境界 100级神域可以诞生起源种 神域内万族欢呼 为您提供了60亿信仰之力 当前精神力450亿 可以可以 陆子爷心中窃喜不已 这收益也太爽了 陆子爷这边收获满满 而远处的黄金斗士李壮壮 听闻有援军将至 也高举战刀爆喝一声 等死吧 你们 红黑连古神奥多 瞬间清醒 亵渎水晶 你 你还有族人 银河之神泰兰德眉头微醋 艾古拉 我是来支援你的 你信吗 泰丽啊 是啊 是啊 我夫君一片好心 泰丽欧也准备开口 但是被艾古拉一道神光扇了过去 当即打断 你的小智障闭嘴 一家三口标演技能 恶谢 这一刻 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银河神系的亿万主神 甚至停止了前进 他们举步不前 亵渎水晶 可是亵渎一族的质宝 可以召唤同族 无视时间 空间 艾蒙家耶战吼阵阵 在得知有援军后 他们战役高涨 开始朝着猎神兽 发起更加狂暴的冲锋 不管怎么样 先搞定这些死敌再说 至于银河神系的那些主神 等援军一到 来一个里应外合 一举拿下 所有人都看清了战局 唯独没有想到的是 说好转瞬极致的亵渎水晶 没有半点反应 艾古拉心感不妙 嗯 泰兰德发觉不对 哦 路子也头皮发麻 啥 路战中的黄金斗士 搞毛线 泰里欧眨巴着眼睛 副神 没有援军业 泰兰德哈哈大笑 我亲爱的儿子 你的观察力可太优秀了 哈哈 泰里亚 夫君 看起来 此战优势在我 场面变得诡异起来 战斗瞬间爆发 来自银河之神 亿万主神发起了总攻 他们无差别攻击 艾蒙加耶附近区域 无论是猎神兽 还是亵渎神族 格杀勿论 毕竟想要占领这里的前提条件 就是肃清所有敌人 战场上 风云突变 外围的银河神系主神 打了鸡血一般包围了上来 整个艾蒙加耶的上空 都是一片震荡 各种神异的天赋 纷纷降临 金光护盾一次次被波及 不少猎神兽 和艾蒙加耶的主神频频隐落 艾蒙加耶岌岌岌可危 看到没有半点动静 陆子爷与艾古拉面面相去 疑惑的表情 已经写在了陆子爷的脸色 拉姐 什么情况 而艾古拉的脸色写满了惊恐 他好像悟出了什么 他对陆子爷一个人密语道 老弟 糟了 堂姐一定是喝多了 忘记了 陆子爷 多冒昧啊 您是认真的吗 我们拿命在这里拼杀 你姐竟然喝醉了 爱古拉也是一点气愤 他的爱好就是在各个神系收集神尿 还喜欢以凡人之躯喝得烂醉如泥 最离谱的是 他生我两个大侄子的时候 我两个侄子整个哺乳期都没清醒过 为啥 陆子爷一副震惊脸 母乳的酒精含量太高 两个侄子每天都是微醺状态 一直到一岁多断奶吃主时才清醒过来 爱古拉回忆着往事 两人一边以自己的手段抵抗着银河神系的大军 一边焦急地寻找破局方法 陆子爷 叫不醒吗 有没有其他联系方式 爱古拉摇了摇头 亵渎水晶可以让他感知到我的召唤 但是这种召唤不是强制的 他醉了 自然无法感知 陆子爷长叹一口气 你家的人真不靠谱 爱古拉也很气愤 真想给他来一刀 他保证能醒 爱古拉的话给了陆子爷很大的启示 他堂姐是神 虽然喜欢以凡人之躯体验醉久的感觉 但是一旦遭遇进攻 他的神性会自动回归身体 抵挡威胁 人也会清醒过来 所以 虚空所敌没准有用 想到这里 陆子爷兴奋到 你有没有堂姐的东西 带有他气味的东西 有道师友 你要那个做什么 爱古拉小脸一红 别问了 快给我 我给大堂姐来一个起床服 陆子爷心中焦急 这泰兰德就要压过来了 睡你马呢 起来嗨 下一秒 爱古拉掏出了一条粉色奶奶 诺 上次来完 我姐落下的 也行吧 陆子爷接过物品 心念集中 神性爆发 一个用金属凝聚的大巴掌 腾空而起 陆子爷将这次攻击 赋予了虚空所敌的特性 系统 发动虚空所敌 本次攻击发动成功 条件满足 目标 亵渎神族古神之一 卢克斯 那一个巨型的金属巴掌 掠空而去 无视时间 空间 直奔目标 某个古老的星系 神座之上 一曼妙女子的身躯 安然斜躺着 呼吸匀衬 面色涂红 忽然 他猛然睁开眼睛 他感受到了 有攻击威胁 下一秒 啪 几个巨大的巴掌 拍击在后顶上 他直接摔下神座 卢克斯正要发作 却是猛然感应到了 亵渎水晶的召唤 糟了 我妹怕是无了 自己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事情 忘记得干干净净净 备战 进军 埃蒙家宴 他在自己的神兜发出了集结令 一道神光冲天起 跟随他的步伐 通过亵渎水晶 进入埃蒙家宴 一道道神光冲天起 跟随他们古神卢克斯的步伐 通过亵渎水晶杀入埃蒙家宴 下一刻 埃蒙家宴穷顶之上 亿万亵渎神族降临 远处的陆子野和艾古拉看到援军 松了一口气 卢克斯赤着双脚 一步步从虚空踏下 脚尖触及的地方 皆是金色神光铺垫而来 朱唇轻起 谁人闹事 找死 温柔的话音 却携带无上神威 令人惊恐 原初的泰兰德 将手放在胸口之上 微微躬身 原来是卢克斯小姐 久仰了 卢克斯瞥了一眼泰兰德一家三口 轻蔑道 我还原是谁这么大胆 原来是你这一家小变态 玩角色扮演 把脑子玩坏了 连我妹妹也打上主意了 泰兰德微微一笑 看向自己的妻儿 我们可不惧怕你 泰兰德并不是拖大 在几个纪元之前 他与卢克斯有过一战 自己小胜 他自问这几个纪元 银河神系经历了波兰壮阔的发展 并不拒卢克斯 泰兰德单拳一握 身后十二一光异瞬间展开 瑰丽万千 光异虚空一阵 泰兰德急速飞驰而来 光异之上 那些虚化的羽毛化为狂暴的光球 轰向卢克斯所在位置 同时泰里欧双眼射出神光 横扫虚空 泰里亚烈焰红唇清起 口中飞出漫天神火 卢克斯微微一笑 纠正一下 以后要叫我卢克斯女士 不是小姐 因为我有老公了 嗯 老公 我老公呢 卢克斯看向虚空 下一刻虚空震荡 一个个恐怖的巨影浮现 红黑脸鼓神奥多双目圆瞪 对于那些巨影 他一脸惊骇 这 这怎么可能 战役正撼的泰兰德 也是惊得立刻 稳住身影 停止了进攻 一脸的不可思议 连叽叽喳喳的妻儿这一刻都安静了 那些巨大的合影缓缓靠近 现出了真容 老伯 我来了 一身形八百米高的古神 率先降临 后面跟着他们的两个儿子 路子也瞳孔微缩 看向艾古拉 这是谁 艾古拉微笑道 亵渎神族中最古老的种族之一 巨魔族 是我们就日老族培养的嫡系神族之一 这古族的前缀好长啊 但是路子也从话里话外 都提出了牛逼两个字 父神 是 是 巨魔族古神乌里奥斯 泰里欧缩进了母亲泰里亚的怀里 泰里亚轻轻摸了摸儿子的脑袋 夫君 要不我们回家吧 泰兰德微微一笑 老婆 不是所有路都有归途啊 乌里奥斯 来站 泰兰德开启了自己的完全体形态 身边的妻女已经化为汹汹烈火 没入了自己的胸膛 这一刻 泰兰德拥有恶魔的身躯 天使的翅膀 屁腻苍穹 巨魔乌里奥斯 俯了俯卢克斯脸蛋 老婆 我去去救回 卢克斯微微点头看着老公离开 他自己也与两个儿子 加入了剿灭敌人的战斗 这一刻 战局发生了大逆转 洛子野这边 古神级别的大佬拥有三名 乌里奥斯 艾古拉 卢克斯 古神之下 路子野 李壮壮 鄂洛伊 都是顶级战力 胜利的天平 已经开始倾斜 泰兰德的光翼 称天而起 仿佛整个虚空都被其遮蔽 一万光刃从翅膀之上 宛如暴雨般倾斜而来 神火在燃烧 胸前血肉化为积粉一点点掉落 恶魔的身躯只剩下一具骨架 远远看去 分不清他到底是神还是恶魔 胸腔之中的三团神火不断跃动 有痛苦 有不甘 有嘶吼 也有妻儿的呐喊 杀 亿万光亦幻化的光弹 宛如流星坠落 轰向乌里奥斯 神迹 恶魔之意 望着携带漫天神威而来的光弹 乌里奥斯身躯一阵 身形继续膨胀 膨胀 他发出射人心魄的嘶吼 肌肉囚结 浑身颤抖 手中一根其貌不扬的大棒 被其牢牢攥着 以最狂暴的速度 迎着亿万光弹冲了上去 乌里奥斯挥舞着大棒 无数光弹被轰成了漫天光辉 巨魔族 一个逆天成长的神族 没有任何技巧 就是将力量发挥到极致 速度发挥到极致 他们痛恨魔法 痛恨那些花里胡哨的天赋序列 他们天生 不会觉醒任何天赋序列 仅凭借野蛮的成长属性 在诸天众神中杀出了赫赫威名 一切技巧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都不堪一击 这是他们的信条 你 不可能赢我 乌里奥斯咆哮着 尽管他的身躯依旧被许多光弹命中 皮开肉绽 神血飞扬 但是乌里奥斯的斗志就从未削减 巨魔一族 及其强悍 无论是力量还是身躯 还是与生俱来的恢复能力 泰兰德凝聚神性 让所有的光弹都轰向乌里奥斯 虚空被轰出一道道空间裂痕 无数空间乱流到处肆虐 站在金属潮汐上的路子也看到这一幕 心中震撼 古神之间的战斗确实令人惊骇 如果换成自己 也不知道能抗衡多久 泰兰德和乌里奥斯的实力远在奥多之上 路子也有心思观战 也是因为战局开始变得有力 他和李壮壮 鄂洛伊 卢克斯 以及艾古拉联手 正在逼退猎神兽和银河神系的那些主神 面对冲锋而来的乌里奥斯 泰兰德将胸中神火燃烧到了极致 继续延续自己的狂暴攻势 他甚至听到了妻儿们的呐喊 他们已经不堪重负了 乌里奥斯 给我死 泰兰德眼看乌里奥斯冲杀到了眼前 直接折断了自己的一对翅膀 光一化作一对汹汹燃烧的战刀 被泰兰德握在手中 直奔乌里奥斯而去 两人的身躯撞击在一起 战刀与大棒不断挥击 厮杀 剧烈的碰撞之下 神火纷飞 无数余境洋洋洒洒 从虚空坠落 宛如烟花 灿烂亦惨烈 乌里奥斯的身体 已经被那些光弹轰得支离破碎 强大的治愈能力让他继续作战 他身上的骨骼 时时传来断裂的声音 然后又痛苦生长 治愈 乌里奥斯一个月起 大棒猛击而下 直接轰碎了泰兰德手中的火焰战刀 随后他对准泰兰德背后上那些光异疯狂撕扯 两个骨神进行着罕见的肉搏战 乌里奥斯生生扯下泰兰德的半截翅膀 反手将其刺入了对方的胸腔 扑呲 神血飞溅 泰兰德嘶吼着 双眼神光暴射 将乌里奥斯击飞 双方军事暴退拉开了距离 乌里奥斯浑身都在滴血 但是双眼之中 皆是昂扬的战役 每一个巨魔都是为战斗而生 他再一次一步步冲了上去 加速加速 浑身上下的神血都在燃烧 巨大的身影被镀上了一层星红的血光 远处的泰兰德 最后看了一眼在胸腔中燃烧的妻儿 老婆 儿子 今天我们回不去了 泰里奥 妇神你是最棒的 我不害怕呢 泰里奥 夫君 我们是一家人 严毕 妻儿的身影彻底化为神火 泰兰德抱合着 身子往前一弯 后背的所有光异硬生生脱离的身体 带出大片大片的血肉 斩 巨大的光异化做几百米长的火刀 对着猛冲而来的乌里奥斯 连续劈斩而下 轰 一具具分身抵挡在了乌里奥斯面前 随后被一一轰碎 这是陆子爷了结了外围的战斗后 前来支援了 他惊讶地发现了 这光异竟然三刀就能砍死自己的一具分身 这是什么概念 自己的分身 现在可是拥有几千万亿的血量 陆子爷第一次感受到了这种强大股神的骇人威力 不过不要紧 自己成为股神 哪怕是初期的股神 都可以随随便便碾压那些巅峰股神了 嗯 包括这个恶魔大哥 好在 泰兰德如此狂暴的攻击方式 是以牺牲神性 燃烧神火来获取的 而且这样的光异并不多 属于消耗品 一共就十二亿 自己分身陨灭的同时 光异也在虚空中燃烧殆尽了 陆子爷牺牲了三具分身 为乌里奥斯挡下了所有火刀 巨魔乌里奥斯冲锋上前 还对陆子爷来了一句 小伙子有点东西 大哥 您先砍人吧 这个巨魔大哥 一看也不是正经人啊 陆子爷惊讶于泰兰德攻击强悍的同时 对方也惊讶于陆子爷的出现 你 你是银河系主神 泰兰德一脸的不可思议 这人竟然是自己神系来的 陆子爷点点头 我是第一批被你派来的炮灰啊 泰兰德仰天长笑 有意思 有意思 是我走了眼 成神之路本就逆天行 死在半路很正常 泰兰德凝视冲锋而来的乌里奥斯 心中已有决绝 轰 恶魔乌里奥斯的大棒猛击而下 这一击 他燃烧了自己的无数神血 这一击之下 泰兰德再也无法支撑了 或许陆子也不加入战斗 他还能与乌里奥斯拼一个你死我活 可是没有如果 一代古神 银河系众神之神 泰兰德神兜之主 就此陨落 虚空中 红黑脸猎神兽古神奥多 也在艾古拉和卢克斯的联手攻伐下 死于非命 亵渎神族的主神 在李壮壮和鄂罗伊的强势冲锋之下 快速反推 这一场惊世骇俗的神战 终于落下了帷幕 亵渎神族 获得了全面胜利 陆子也在这次大战中 也获益极其丰厚 叮 宁击杀若干主神 基础生存点收益提升到一百万分 可以可以 这一战 陆子也杀了几十名主神 上千属神 收益还算不错 按照现在这个速度 一分钟就给一百万生存点 那么一天下来就是十四 四亿啊 未来可期 未来可期 陆子也兴奋不已 其实最为重要的 还是银河神系的归属问题 整个银河神系有四 四亿块主神及神域 这些神域在主神死亡之后 变成了无主之地 神性开始大量流失 但是依然价值不菲 这些无主神域 有两种吸收方式 一种是派遣自己的神族前去占领 继续发展这片神域 让其重新恢复生机 源源不断提供神性给自己 但是这种时间漫长 另一种比较简单 直接毁灭这些无主神域 提炼神经 神经就是蕴含神性的一种晶体 可以被神明吸收 壮大自我 陆子也正在思考这些问题之时 几名古神已经走了过来 老爹 你想怎么处置银河神系 爱古拉开口道 建议你慢慢滋养这个星系 我看你的蓝星神域里面 一片生机勃勃 完全可以分化自己的神族出去 占领这些神域 徐徐徒之 不可不可 旧日神明再复苏 谁也不敢保证 明天会是和平还是战争 我建议直接炼化掉 快速提升自己的实力才好 我看这位小老弟出手不凡 有古神之姿啊 乌里奥斯看向陆子也的眼神中 充满了认可 令人惊讶的是 乌里奥斯一身伤势 已经没有刚才那般恐怖了 一条被斩断的手臂 也是新生了出来 体型恢复到了正常的两米身高 我也同意老公的意见 还是快速获得实力更重要 否则下次遇到危机 就只能和你拉姐一样 无助求援 多没面子 你说是不是小弟 卢克斯一位在巨魔身边 诚恳建议道 爱古拉白了他一眼 建议很好 建议以后不要建议了 陆子也不当人成为神的日子很短 没有经验 自然是要听取老前辈的话 他也觉得 把自己的蓝星神族 分化到亿万星球上 是一个极其繁重的工作 还不如炼化来得快 不过 泰兰德主星 他一定是要保留的 那里有完整的城防 浩大的神殿 自己白捡一个神兜 真不错呀 好 我选择炼化这些无主神域 并将神兜迁往泰兰德 陆子也下定了决心 其余三人纷纷点头 泰兰德神都 此刻已经被更名为龙都 陆子也在这里种下了自己的神性 将蓝星神族每个种族 抽掉90%名额 进入这颗浩秒的星球 蓝星极其丰富的资源 供养给剩下的10%神族 发展会极其顺利 这个浩大的星球 比蓝星大许多倍 之前甚至是100级的神域 不过泰兰德陨落之后 神性丢失 陆子也面前将其稳固到了 与自己神域等级一致 陆子也在其余几人的见证下 登上了龙都神殿 通过这里的权柄链接 开始炼化四 四一颗主神级神域 尽管他们神性丢失了大部分 但是架不住量大管宝啊 陆子也充满了期待 开始炼化 陆子也充满了期待 开始炼化 随着陆子也的话音落下 系统立刻给出了回应 定 正在炼化银河神系的五主神域 定 一共检测到可炼化神域四 414亿个 炼化中炼化土星神域成功 获得神经一 四没 刹那间 陆子也的脑海 涌入极其庞大的信息量 四亿多个五主神域 开始被批量炼化 一神经等于一万神性 可叹啊 这些浩渺的神域 不知道花费了多少神性 才孕育出来 可主神域落之后 都变成废物回收了 炼化过程极其迅速 不到一个时辰 陆子也的系统空间之中 便是多出来三十公斤细小的神经 足足五亿枚 也就是五万亿神性 定 所有神性 已经用于提升您的神域 神域升级到LV1001级 313亿1001亿 陆子也整个人都惊呆了 特么的 竟然神域直接提升到了1000级以上了 说实话 陆子也非常感激面前的三位古神 是他们把这个提升的机会 让给了自己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便是 陆子也身上 具有旧日气息 而爱古拉认为 陆子也作为普通人类 这么快成就主神 不合常理 根据族内对亵渎旧日神的记录 当年的旧日亵渎之神 也是这么变态 这么离谱 一开始 乌里奥斯和卢克斯 都是想要炼化银河神系的 毕竟这样肥美的资源 没有谁不眼馋 可是当爱古拉道出原尾之后 两人皆是一脸的震惊 结合最近猎神兽阵营 频频追杀亵渎神系 传闻就是为了复活九大旧日神 既然其他旧日神都在复苏了 没道理 当年最强大的亵渎旧日神 没有动静 明明中 三人已经将陆子也 视为亵渎神族的复兴希望 但是三人 对此都决定守口如平 也不大打算告诉陆子也 怕陆子也得知 堪比救世主的身份 压力太大 他们并不知道 陆子也心中已经有了猜测了 自己身上的系统 可能就是这个宇宙 曾经最为强大的存在 神域的提升 等同于神明本体的提升 还是整个蓝星神族的提升 随着陆子也的神域等级 直接飙升到了1001级 一系列的变化开始了 您的神域面积 在原来的基础之上 扩大了百分之十万 您的神域 诞生了410万个新物种 极其繁荣 您的神域 诞生了三个强大的起源种 混沌海妖 黄金巨人 混沌巨魔 起源种 宇宙大爆炸之后 第一批孕育出神性古老的生命 您的鼠神李壮壮 获得了黄金巨人族的拥戴 并与之产生羁绊 荣为一族 李壮壮的实力 进入到主神巅峰 突破在即 您的鼠神厄罗伊 获得了混沌海妖族的拥戴 并与之产生羁绊 荣为一族 厄罗伊的实力 进入到主神巅峰 突破在即 您的起源种 混沌巨魔 暂无数神能 发生羁绊 处于放养状态 您的神域 获得极大发展 亿亿万神族 与您产生了共鸣 思想刚硬 集体生效 信仰之力 连绵不绝 当前为您积累了 350亿信仰之力 转为为精神 350亿精神力 当前精神力 800亿 恐怖的提升 让陆子也 感觉自己浑身 都充满了力量 最离谱的 还是自己的两个爱将 竟然与起源种 发生了羁绊 这是陆子也 没有想到的 见到陆子也 完成了神域练化 另外三名古神 才缓缓走了过来 齐声道 恭喜 陆子也对三人拱手 这一战 乌里奥斯大哥 受伤不清 他的混沌巨魔族人 也牺牲颇大 两位姐姐的神族 也受到波及 胜利果实 却是让我一人独享 这份人情 陆子也铭记在心 乌里奥斯促眉道 陆老弟误会了 我虽然是 亵渎神族的古神 也算是古老的神族一员 可我岂敢称自己 为混沌巨魔 那可是起源种 最原始的神性 我身上 只不过有他们的 一丝丝血脉罢了 陆子也大惊 天哪 我特么蓝星上面 现在有上一头 混沌巨魔 不过是尚未成年罢了 想到这里 陆子也虚空一招 一头高几十米的 混沌巨魔 便是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躬身一拜 无神威武 乌里奥斯和 爱古拉姐妹的眼珠子 都快掉下来了 乌里奥斯 这是 陆子也点点头 我有一亿 哥你要不要 啊 三人齐齐出声 能诞生起源种 数量还如此庞大 所有人都想不出 陆子也现在的神域等级 到底多么恐怖了 他们不知道 陆子也这种 练化加点的方式 是极其恐怖的 其他人练化后 还要缓缓吸收 过程中的曲折不言而喻 而陆子也的方式 简单粗暴 玩的就是一个数值 我如果拥有一亿混沌巨魔 我的神族血脉 将获得一次洗牌的机会 而且我将这些混沌巨魔 在短时间内 我的实力会得到飙升 陆子也点点头 好说 我回头将这亿混沌巨魔 投放在你的神域 解除神性归属 赠予你 乌里奥斯双手蒙摆 不可不可 看来陆老弟当真是年轻了 你是不知道 起源种的稀有啊 名义上神域等级到达100后 有几率获得 但是那个几率 只能说十分感人 就这么说吧 我活了这么多个纪元 就见过一次起源种 所以 你还要送我吗 你应该珍惜啊 好好培养才对 埃古拉也是劝道 老弟 起源种非同小可 你要 话没说完 远处两道强悍的气息出现 擦大哥 我他妈进化了 哈哈 你说 我是救世主 我现在真的相信了 来来来 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看我几分像从前 李壮壮化身的黄金巨人 气息恐怖 如果说之前的黄金斗势 只是金属堆砌而成的巨物 那么现在的黄金巨人 则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 头上还有一对恶魔金角的恐怖巨兽了 乌里奥斯三人 看得目瞪口呆 又一个起源种 话音未落 身后冒出来一个恐怖的女强人 她手掌轻轻一握 虚空中混沌海妖的触手撕裂空间 在她身后漫天挥舞 这一刻 乌里奥斯三人坚信 面前这个老弟 就是亵渎族的旧日神 乌里奥斯等三人 明明是高高在上的古神 是真正的神 不是属神 可是 当他们看到陆子野的两位属神之时 心中依然生腾起了莫名的敬畏感 这不是实力上的敬畏 而是一种生命的敬畏 毕竟 乌里奥斯获得了一亿的混沌巨魔 差点当即把陆子野和爱古拉送洞房了 搞得陆子野和爱古拉一阵羞涩 羞涩的是陆子野 瑟瑟的是爱古拉 四人在陆子野的龙都神殿围坐一起 爱古拉忍不住感叹道 这一切就跟做梦一样 几天之前 我还被这个神殿的主人威胁 此刻我却是坐在这里谈笑丰盛 而这里的主人变成了我的足弟 为什么不是老公 乌里奥斯咧着大嘴巴傻笑 爱古拉小嘴一撅 真不知道我姐看上你啥 能不能闭嘴 卢克斯在一旁无嘴偷笑 切换了话题 小陆 你踏入古神境界 不知道还要多少年 只有真正进入古神境界 你才有能力与九大旧日神抗衡 也不知道那些老不死的现在藏在何地 复苏的进度到达了什么程度 陆子野心中偷笑 看不起谁 我现在已经八百亿精神力了 踏入古神境 就差二百亿精神力而已 无论是日常收割神域中的信仰之力 或者是现在一百万亿秒的生存点 兑换精神力 都不是难事啊 不过陆子野没有说什么 毕竟到时候给他们一点小小的震撼 还能收获一些生存点呢 乌里奥斯也恢复了正经 一脸愁容道 不到万不得已 我不想惊动他 他 陆子野转头看向乌里奥斯 明显这个他很有分量 乌里奥斯点点头 一个目前最强大的古神 从起源大战中幸存下来的古老神明 也是起源种族 更是亵渎之神当年的追随者 最近几百个纪元 他都在沉睡 滋养神性 卢克斯补充道 可能除了十大旧日 他是这个宇宙的最强神明 利维坦 陆子野心中震撼 这个利维坦 竟然是宇宙起源时期的起源种族 而且还追随过亵渎之神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埃古拉补充了一句 他固然强大 也曾经追随过亵渎之神 但是 但是他并不属于我们亵渎神族的任何一个知脉 埃古拉 这些话在这里说说可以 出了这个门 休得胡言乱语 乌里奥斯难得一见地严肃起来 他与我族老祖亵渎之神陆战九大旧日 功勋卓著 也是我亵渎异族的友军 现在亵渎神族衰落 他是可以借力的对象 陆子野听出来了 原来是个异族 只是曾经联手过 他导师认可埃古拉的看法 毕竟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不得不防 当务之急 是要搞清楚敌人的态势 收集一些九大旧日神复苏的信息 才是关键 陆子野一语道破当前的困局 因为再多的担心也没用 现在连九大旧日神到底什么时候复苏 还差多少神性 复苏之后 是什么实力都不清楚 其余三人文言也是纷纷点头 乌里奥斯看向陆子野 那你说 如何获取这些信息 自然是到猎神兽一族的地盘去打听 他们 可不会把我们想要的信息送上门来 陆子野微笑道 卢克斯大惊 小陆 你是说 攻打猎神兽的神系 正是 陆子野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但是这个办法一定比座椅待毙好 目前自己的神域位置已经暴露 坐在这里等 没准哪一天九大旧日直接破门而入 自己一点准备都没有 乌里奥斯 最近几个纪元 我们亵渎神族都是被动防守 从未主动出击过 你别说 老弟这个想法 如果能成功 倒是能极大的振奋我亵渎神族的士气 爱古拉文言也轻轻点头 如果能攻陷一个神系 也能继续增强老弟的实力 猎神兽的神巢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进入了 相信可以发现了一些线索 乌里奥斯 那就这么决定了 反正命运的齿轮已经启动 我们只管滚滚向前即可 爱古拉 什么时候开始 等我今生古神之后吧 路子也淡淡道 但是这句话在其他三人听起来 就味道不一样了 刚才说的那么热闹 现在又说 等你晋级古神 那不是要等好多年 罢了罢了 既然路子也都这么说了 三人也没有多说什么 简单聊了几句了 便是一起前往爱古拉的 埃蒙家耶喝酒了去了 几个神约定喝两个月 小酌几杯 特么的 一喝就是几个月 还算是小酌 这一点是路子也没想到的 路子也闲来无事 看了一眼自己的神域情况 目前为自己凝聚的信仰之力 已经高达61亿了 随时可以提取 不急 等凑够200亿了 一次搞定 路子也在看了一眼 自己神域的神性增长情况 现在神域等级1001级了 升级下一级 需要1002亿神性 但是自己的一亿万神族 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凝聚着神性 距离下一级就差100亿了 速度并不慢 以后可以不用管神域等级了 让他自己提升即可 速度 路子也 境界 主神 神域等级LV1001 901亿 1002亿 生命值100亿 体质 10亿 99% 91% 减伤 精神 800亿 力量 1亿 敏捷 1亿 暴击率 100% 暴击伤害 11000% 生存点 11 3亿 增长中 神迹 虚空所敌 天赋序列 20 金属操控 LV30 010亿 天赋序列 04 不死之躯 LV30 010亿 天赋序列 05 破绽 LV30 010亿 永恒造物 LV20 02000万 天赋序列 01 思想刚硬 信仰之力积累中 明天 自己应该就可以晋级古神了 选个猎神兽的神潮来一发吧 九大救日神 应该也会露头了吧 次日 路子也屹立在自己的蓝星神域之上 俯瞰众生 这已经不再是 之前那个弱小的蓝星了 面积一次次扩大之后 比最初的蓝星大了1194倍 高达上千米的巨木 成天而起 这些巨木并非简单的植物 而是滋生了神性的树林 算起来也是不俗的神族了 一望无际的浩瀚汪洋之中 时不时有海兽出没 长达上百米的普通海兽 上一秒还在追逐着鱼虾 下一秒便是被混沌海妖吞入腹中 成为开胃早点 李壮壮和鄂洛伊 跟在路子也身后 一脸的自豪 他们都对现在的蓝星神域极其满意 尤其是鄂洛伊 他根本想不到 自己的种族会发展到今日之盛 甚至融合了起源种 自身实力堪比普通古神突破在即 而李壮壮的黄金巨人一族 更是强悍到了可怕的地步 一个属神 竟然比路子也先突破到了古神境 这就离谱 虽然李壮壮的天赋序列技能 没有路子也这般变天 各种增幅后的攻击力比路子也要逊色许多 但古神境的属神 已经是逆天般的存在 而且他好在不断变强 李壮壮现在坐拥亿万黄金巨人 这些巨人 平时被分散到了一些小行星之上 到处采掘黄金 一到战斗之时 他们又可以与李壮壮融合 凝住成一具终极形态的黄金巨人 看着无比繁荣的蓝星神域 路子也满意点头 看向自己的系统 您的蓝星神域 已经为您凝聚了203亿信仰之力 已经转化为精神力203亿 当前精神力1003亿 可以突破古神境 开始突破吧 路子也淡淡道 现在自己每次破镜 已经没有一开始的激动了 这已经成为了常态 路子也细以为常了 下一刻 整个蓝星神域各地 升腾起亿万神光 路子也开始凭借蓝星神域的神性 助力自己破镜 亿万神光汇集到了路子也的身体周边 开始飞速旋转 更加精纯 凝实的神性 从路子也的身体之内开始滋生 他的皮肤开始犯着不似凡人的神灰 他的双眸 似乎能洞察宇宙深处的跃动 一切都在发生着质的变化 一个小时的蜕变 神灰越发璀璨 路子也宛如一轮金屋 照耀着整个蓝星神域 古神 路子也 蓝星亿万神族 纷纷腾入高空 对着路子也的方向顶礼膜拜 恭喜神主晋击古神 路子也挥挥手 二等准备战斗 为神境之上 随时准备随我出征 随后一步踏出 朝着埃蒙加耶而去 恭送神主 下方亿万神族新神震撼 神战就要开启了 他们不但没有半点畏惧 反而对于神战无比渴望 这一方面有思想刚硬的作用 另一方面 也有上一次神战之后 蓝星神域实力飙升的诱惑 他们都渴望在新一轮的神战中 获得蜕变 埃蒙加耶神殿 里面传来了推杯幻展的声音 神殿内 金色神灰落下 三道人影缓缓浮现 正是陆子野 李壮壮 鄂洛伊 已经处于微醺状态的卢克斯 对着远处的陆子野举起酒杯 来了老弟 喝点 哟 鼓神了呀 真不错 埃古拉察觉到了陆子野的气息后 赞叹道 乌里奥斯更是瞥了一眼 陆子野身后的两个鼠神 打了一个宝格 格 两个鼓神 一个准鼓神 厉害 可能是微醺的状态 麻痹了他们的神经 不过神殿内很快安静下来 三个人手中的酒杯也悬在了空中 他们三人逐渐反应了过来 首先是卢克斯 天哪 他鼓神静了 我们才喝了一天不是吗 还是我们醉了 埃古拉更是跑到陆子野面前 这里摸摸 那里摸摸 确认无意后点头道 是真的 乌里奥斯敲了敲礼壮壮的黄金外壳 惊叹道 我低亲娘爷 这坨黄色的家伙也是鼓神静 叮 您成功震撼了三名鼓神 获得三百亿生存点 陆子野微微一笑 将三百亿生存点加在了生命值上面 要知道 自己现在精神力一千亿了 对生命值的加成极其恐怖 自己把生命值提升到三百亿 自己的分身算下来 不得比太阳还节省 少说几百万兆亿 分身堪比太阳 陆子野心中无比震撼 以后自己可以指着三十句分身喊一句 日 老弟 这么一来 岂不是咱们得计划计划 发起对猎神兽神战的事情了 乌里奥斯一脸激动 陆子野点点头 看样子 你已经有目标了 陆子野观察到了乌里奥斯说到神战的时候 两眼放光 很明显 这是心中早有攻击的目标了 果然 乌里奥斯一下子从神座上 窜天猴一般跳了起来 老弟 我们去砍了太阳族那群傻逼 这群傻大哥 处处与我为敌 都不知道多少个纪元了 陆子野心中明悟 他知道乌里奥斯口中说的 太阳神族是什么 那不是一般的太阳族 而是远古时代的古太阳 与恶魔族齐名 恶魔神族拥有混沌恶魔的血脉 而古太阳身上也拥有混沌太阳的血脉 双方都是凭借体魄为本源 战斗方式 生存方式高度一致 遗憾的是 巨魔族隶属于亵渎神族 而太阳族隶属于猎神兽阵营 双方是铜水火 你们觉得呢 陆子野看向卢克斯和艾古拉 卢克斯自然是向着老公 第一个表示同意 艾古拉自己没有进攻目标 他甚至都没考虑过这件事情 因为他认为 陆子野破禁古神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脑袋空空的他点点头 我没意见 那就这么决定了 陆子野当下做出了决定 反正打谁不是打 攻打古太阳一族 还能卖一个人情给乌里奥斯 何乐而不为呢 几人立刻围坐在一起 商量进攻的细节 最终决定明日发起 对古太阳神朝的进攻 目标是 直接掀了他的老巢 乌里奥斯 好 我将与黄金巨人充当前锋 发起突袭 勒洛伊 我将潜伏在神朝外围 对方发动进攻 我将制造混沌海巢 以亿万海兽阻挡他们 艾古拉 我的半人马大军 会在侧翼作为相应 周旋 敌方示弱 我将协同攻击 敌方冲锋 我将配合前锋 以及海兽 围歼他们 卢克斯 我与老公同去 陆子野 好 明日以我金属潮汐为号 我们一鼓作气 席卷古太阳神朝 众人 结结结 听着满屋子结结的笑声 陆子也有一种 全员大恶人的错觉 突袭古太阳神族的目标 已经定了下来 大家闲聊了几句 互相故意说了一些 比较轻松的话题 甚至让艾古拉和陆子野 当天洞房的话题 都扯出来了 其实陆子也知道 这是大战前的释放压力 毕竟 那可是神战 关系到了几个神系的 兴衰灭亡 关系到亿万神族的生死 次日清晨 陆子野的神兜龙城 上万个战争通道 被临时调整了 传送目的地 直通古太坦的星系 乌里奥斯率领他的 混沌恶魔一族 在龙城上空待命 自从他融合了 混沌恶魔血脉之后 实力得到了狂暴的提升 他的巨魔族 真正意义上 获得了最原始 纯正的血脉加持 卢克斯 艾古拉都按照昨天的分工 带领自己的神族成员 在龙城待命 李壮壮和鄂洛伊 一脸兴奋 自从他们获得了 起源种血脉之后 就迫不及待 想要找个目标 试一试成果了 所有人都看向 陆子爷所在的方向 这个男人 俨然已经成为了 队伍的核心 谁能想到一个凡人 短短时间内 便是登上神座 晋级主神 而现在更是主宰一个神系 成为了古神中的佼佼者 陆子爷的整个神域 都在备战 尾神以上的神族 竞数出发 强大的思想纲 硬正在源源不断 积累着信仰之力 您的诸天神族 快速凝聚着信仰之力 当前信仰之力100亿 已转化为精神力 当前精神力 1103亿 第一 您的神域等级 由于神域神性的自然增加 提升到了LV1003 一亿1004亿 真不赖啊 随着神域等级的提升 自己每一天收割的信仰之力 已经达到了百亿级别 不过这是在有神战爆发的前提下 蓝星上面各个群情激昂 随着神域等级的提升 神族种群的扩大 未来每天的收益 只会越来越恐怖 而神域等级 也在自动提升着 一刻不停息 路子也记得 昨天才刚刚升级到1002级的 如此看来 蓝星神域 未来可期 早晚无敌啊 乌里奥斯等人来到路子也身旁 眼神坚定 我们都准备好了 路子也点点头 随后发起了战争总动员 他对着在场的诸天万界神族朗声道 自宇宙起源以来 亵渎之神开创亵渎一族 问鼎宇宙万族之巅 谁人不服 然 时过境迁 如今亵渎一族竟然颠沛流离 在九大旧日神族的猎杀中艰难求生 或许 或许 路子也语调越发低沉 双目忧郁 或许有一天 我们亵渎一族 会在他们的猎杀中消亡 我们失去神域 我们不得不流浪在宇宙尽头 甚至逐渐消亡 路子也直接将亵渎一族的危机摆在眼前 直言不讳 下方亵渎万族 军事一难平 明明亵渎一族 曾经如此强悍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不干 不干啊 但下一刻 路子也一步步迈向战争通道 他的声音传遍神都上空 就算我们注定走向灭亡 但绝不会是今天 今天 我们将让猎杀我们的那些神知道 什么叫残忍 今天 我们亵渎一族将主动出界 我们将用最狂暴的攻势 歼灭泰坦一族 吹响亵渎一族反攻的号角 我们要让宇宙万族知道 莽夫 也有尊严 路子也身上神灰灿烂 冲进战争通道 今日是神 杀 李壮壮 鄂洛伊 纷纷紧跟他们的神主 冲锋向前 后方 万族振奋 亿万亵渎神族 争先恐后冲向战争通道 杀 按照先前的规划 黄金巨人族 联合混沌巨魔冲锋在前 目标直指古泰坦神朝 古泰坦一族的生活方式 有别于其他神族 他们喜欢占据一颗巨大面积的星球 作为星系母星 在主星上面 建立神朝 神朝是用来繁育后代专用的 而其他子星上 亿万泰坦从事资源收集的任务 用来供养母星 同时这些子星也负责戒备和战争动员的职能 当乌里奥斯率领混沌巨魔 挥舞着巨棒冲向母星之时 当李壮壮携同黄金战士 手持战刀杀向母星之时 一颗颗子星上面的古泰坦巨人 立刻快速集结 数量惊人 这些古泰坦巨人到达主神境界后 平均身高都有五百米 他们纷纷呼啸而来 以数十倍音速的速度 凭借强大的肉身 直接撞击在乌里奥斯 和李壮壮的冲锋阵营之中 李壮壮暴怒 身形已经来到了一千三百多米 手持战刀朝着虚空一展 死 几名冲锋而来的泰坦巨人 立刻被刀锋斩得皮开肉绽 有几名甚至断臂飞扬 鲜血横流 这三个神族都以肉身为本 乌里奥斯更是化身混沌巨魔 嘴里咆哮着手中巨棒舞的虚空阵战 面对古泰坦神族的冲锋 双方都不避不让 就硬刚 这些远古的巨物 在虚空中不断撞击 搏杀 神血漫天飞舞 杀声震天 所有亵渎异族的心中 此刻脑海中都在回荡着一个声音 亵渎异族可能会灭亡 但 不是今天 今日是神 爱古拉率领的半人马神族 发起了狂暴的冲锋 半人马神族汇集在一起 阵型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箭头 神灰璀璨 直接将无数的古泰坦神族冲散 侧意大乱 双方交战的区域逐渐扩大 从小范围接触 变成了全面战争 而那些看似平静的虚空之中 想要喘息的古泰坦神族忽然发现 周边的虚空变得阴冷起来 虚空之中莫名其妙涌起了无数海潮 越来越高 越来越汹涌 海潮之中 无数长达千米之上 宛如恶魔之处的东西 忽然暴袭而来 卷走那些受伤的古泰坦 声声拽入海潮之中 随即便是绝望的声音 此起笔伏响起 那些恐怖的触须撕扯 绞杀着古泰坦 纵然有一些古泰坦十分强大 扯断了不少触须想要逃离 但是更多的触手一拥而上 将他们拖进了绝望之海 路子也奥力虚空 三十具分身施展而出 他看向母星 恶狠狠盯着母星之上的亿万古泰坦 摧毁他 三十具分身 同时双手一挥 金属风暴骤然升起 古神境 加上三十分身的加持 这一次的金属潮汐规模 宛如宇宙风暴 一般骇人 甚至空间中的那些陨石 彗星都被卷入其中 宛如泥石流一般 骑刷刷轰向了泰坦母星 强大无比的金属潮汐 宛如泥石流 轰击在泰坦母星之上 这金属潮汐所到之处 催枯拉朽 即将威胁到泰坦母星的神潮 要知道神潮之中 都是繁殖期的泰坦 二十四小时不停歇在造人 而最为诡异的是 古泰坦一族 只有一个女泰坦 她们天生是没有性别的 只有当境界突破到古神境界 成为星系主宰之后 才能净化出母性 接下来 这位女泰坦 将坐拥整个星系的男泰坦 则优选择配对目标 女泰坦拥有强大的繁育能力 一天之间就能凝聚出几十万神胎 神胎悬挂在母巢之中 由她的爹来看护 直到破胎而出 在母巢之中 每天都有来自各个子星的泰坦巨人 获得灵性 前往母巢 繁育优质后代 泰坦之间 为了获得这个权力 往往要进行旷日持久的比武挑选 胜出者 说是万里挑一 都是谦虚了 所以母星之上 才是古泰坦一族最为强大的存在 而此刻 泰坦母星之外的子星战斗 已经出现了结果 亵渎神族阵营 正在收缩包围圈 那些外围子星势力 正在朝着母星败退 今天亵渎神族的表现 陆子爷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疯狂 四个字 那就是彻底疯狂 尤其是那些混沌巨魔和黄金巨人 以肉身硬钢古泰坦 都是几百米高的巨人 双方愣是用肉搏战的方式 击碎了几颗紫星 借助陆子爷的金属潮汐推进 乌里奥斯和李壮壮率领的神族大军率先登陆 卢克斯和爱古拉的半人马大军 从侧翼也杀上了母星本土 古泰坦节节败退 退守神朝 神朝的地位和星系神明的神都同等 是最后的堡垒 陆子爷看到了这颗母星之上 到处都拢起一个个千米高的红色肉瘤 这些肉瘤中孕育着亿万泰坦神胎 巨大的肉瘤身上 一条条宛如小河流粗细的血管中 鼓鼓流淌着泰坦血脉 整个肉瘤有节奏的呼吸着 微微跳动 肉瘤与肉瘤之间 有一根红色的巨大血管链接它们 这些巨大血管来自于女泰坦的身体 它为这些神胎提供养分 一句话形容 整个母星就是女泰坦一人在维持 这些神胎平时由它攻击 但是关键时候 它也可以抽取母星的养分 成为战争资源 金属潮汐汹涌澎湃 一路向前 各路亵渎神族在金属潮汐上 乘风破浪 戒势冲锋 就当金属潮汐即将威胁前方神朝 第一枚巨型肉瘤的时候 地面传来巨大的震动 轰鸣声响撤整个泰坦母星 地面生生开裂 一尊尊比之前气息强大许多的古泰坦 他们恶狠狠地看向面前这些亵渎神族 心中充满了怒火 也充满了不解 愤怒的是 这些亵渎神族竟然杀向他们的母星 妄图摧毁神朝 不解的是 这些平日里被他们四处追杀的亵渎神族 自保都困难 是怎么发动如此迅猛的突袭行动的 他们怎么敢的呀 砰 冲在最前面的乌里奥斯懒得废话 一棒子将母星上几名古泰坦锤飞出去 后面的李壮壮和鄂洛伊也直接动手 他们是来是神的 不是来口嗨的 局面骤然失控 双方再度血战在一起 金属潮汐澎湃向前 那些精英古泰坦 凭借恐怖的力量 愣是将金属潮汐 控制在了那些肉流的前方 不再前进 陆子也心中大惊 自己已是古神境界 这些古泰坦的肉身力量 也太过离谱了 一旁的艾古拉解释道 他们在燃烧神血 那些泰坦士族内最强大的精英 为了保护神潮 他们正在燃烧 自己来对抗你的金属潮汐 这就不奇怪了 这就不奇怪了 陆子也微微点头 一脸的明雾 同时命令三十具分身 冲在了最前方 既然你以肉身强悍著称 我就在你引以为傲的领域 彻底击溃你 陆子也掐指一算 自己现在的生命值 一共是三千一百亿 现在自己的精神力是 一千一百亿 分身的生命值 需要在三千一百亿的 生命值基础上增幅一 一亿倍 那就是三千一百万兆亿 嗯 一兆等于一万亿 我三千一百万兆亿 你能瞄我 在肉身这一块 陆子也拥有绝对的自信 果然 三十具分身冲锋而去 他们立刻被 成千上万的精英古泰坦包围 可是 下一刻 让敌人和自己人的 震撼的一幕发生了 三十具分身 将金属操控发挥到了极致 身体立刻包裹上一层 最坚硬的金属 拳头之上 凝聚最强大的金属 一拳拳轰出 那些看似强大的古泰坦 身上的破绽 瓶瓶破碎 庞大的身躯倒飞了出去 有一些甚至直接被轰得支离破碎 强 太强啊 远处的乌里奥斯 举着大棒呆呆看着那些分身 他有一种直觉 这些分身比自己强 其他他不知道的是 这些分身比陆子也都强大 实力在普通古神基础上 更强大 就在金属潮汐继续横推前进 即将淹没那些神胎的时候 泰坦姆星掀起一片血巢 一个个巨大的肉流纷纷自爆 漫天的神血形成了血巢 高达上百米 他筑起一道高墙 而高墙之上 一尊气息骇人的女泰坦 现身了 你 真该死啊 女泰坦口中低语 胸膛剧烈起伏 漫天神血 开始朝着她的身体回流 原来是她引爆了所有神胎 牺牲了族中未来 凝聚出自己的终极形态 血图泰坦 金属潮汐滚滚向前 女泰坦指尖 在金属潮汐上轻轻一碰 迎刃两分 路子也眉头一皱 精神力一动 将被分流的金属潮汐再度合流 于虚空中盘旋 随时准备发动下一击 卢克斯 乌里奥斯 艾古拉 李壮壮 鄂洛伊 也是靠近了路子也 大家知道 是时候群殴这个古老的古神了 女泰坦不可谓不强大 但现在的路子也 已经拥有足以与其抗衡的资本 甚至在足够冒险的情况下 不考虑自身安危 路子也有信心战胜这个实力 已经站在古神后期 而且祭出终极形态的血图泰坦 但是 路子也做事 以保险至上 明明自己 还拥有这么多古神境界的盟友 凭啥要和你单挑 群殴他不香吗 血图泰坦浑身 萦绕着一圈红色血气 此刻他的身体内 气血极其狂暴 不断燃烧 蒸腾 这一幕 让路子也想到了 动漫里面 开了八门盾甲的小礼 堪称体术巅峰 我也愿称你为体术最强 路子也心中暗保 轰 一向以肉身强悍著称的 乌里奥斯 身体突破几十倍因素 一根大棒猛接而下 下一刻 攻势骤俭 血图泰坦 只用一拳 就将乌里奥斯的大棒击退 乌里奥斯的身体 更是平行后滑 双足在地面上 滑出两道长长的脱痕 愣是一拳轰入地面之后 才稳住了身形 李壮壮见识不妙 立刻开启了融合形态 亿万黄金巨人 化为一道道金色流光 融入李壮壮的身躯 黄金巨人气势暴涨 战刀一挥 幼稚 血图泰坦愣是双手一合 接住战刀 不过他的双膝 也被强大的攻势 压得微微弯曲 血图泰坦眉头一蹴 这就是起源种的力量吗 战刀与双臂角力 双方都是卯足了劲 厄洛伊立刻发动了 最为狂暴的攻击 万妖成剑 虚空中海巢骤起 成千上万根狂暴的触手 探了出来 朝着血图泰坦的方向 席卷去 他们牢牢地将其束缚 还有一些触手 甚至破开了血图泰坦的血肉 刺入了他的身躯 血图泰坦大惊 又一个起源种 他不断燃烧自己的气血 身体快速膨胀 崩断了许多触须 可是 艾古拉 卢克斯也相继 祭出了自己的最强杀招 而鹿子也将自己的金属 潮汐升腾而起 金属流汇聚成为了一只巨手 直接一把 潜住了血图泰坦 三十名分身 同时做出了一个握拳的动作 那金属聚臂同步握拳 只见血图泰坦的身体不堪重负 血气不断从身体中被捏爆出来 染红了一大片空域 金属聚壁上 金属流快速流动 强化自身的力量 不被血图泰坦挣脱 你到底是谁 感受到如此狂暴的金属力量 血图泰坦中是荒了神 杀你的人 鹿子也微微一笑 在他的视角里 血图泰坦身上无数个破绽 正在一个个引爆 几千万兆亿的攻击力正在爆发 摧毁这具远古时期 就传承下来的古老神族 肉身崩坏 筋骨剧烈 瞬息了亿万神态后的血图泰坦 此刻消耗着神血 正在抵抗几个古神的疯狂进攻 他愤怒而又无力 自己被鹿子也的三十个分身晋身围攻 而且劲还特么挺大 自己居然连挣扎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再加上其他古神的进攻 此刻的他有一种被一点点蚕食的感觉 还无力阻止 鹿子也这个老六 稳扎稳打 一点不着急 还站在高空 指挥他的帮凶们 协同攻击 这一仗 血图泰坦 只能用憋屈二字来形容 无尽的憋屈啊 血图泰坦的身体 再度试图冲破包围 愣是被三十个分身按了回去 金属锯爪齐齐发力 混沌巨魔大棒挥出 黄金巨人手起刀落 混沌海妖万边齐发 轰轰轰轰 血雾弥漫了整个母星 亿万神胎化为血水 古泰坦之母就此陨落 众人狂喜 尤其是乌里奥斯仰天长孝 被你们追击了多少纪元了 你也有今天 亵渎神族呼声震天 心中军事难以言喻地畅快 被九大旧日神族组成的猎神兽大军 压制了这么久 今天来了一次主动出击 而且大获全胜 这如何能不喜 几位古神纷纷靠拢了陆子也 乌里奥斯 接下来怎么办 陆子也看向远处的神朝 自然是去神朝探索一番 先解散大军 回归原位吧 嗯 几人纷纷点头 此刻陆子也在他们心中 已经成为了主心骨 而且 他们更加笃信 陆子也就是亵渎之神的在世 各大神族纷纷通过战争通道 回归各自的神域 现场只留下了几位古神和李壮壮 恶洛伊等强者 一行人朝着神朝而去 古泰坦一族 在猎神兽阵营中也算得上主力 虽然比不上九大旧日神族的传承那般强大 但这个神族 有自己的独挡一面的优势 比如这神朝 神朝可以炼化神域 也可以吸收敌人尸骸中蕴含的神性 所以 每一次猎神兽发起神战之后 战利品都习惯交给泰坦族的神朝来处理 这样效率更高 产出也更多 神朝之内 到处都是直径机米粗细的血管 通向深处 如今这些血管 没了女泰坦的滋养 已经变得干涸 干瘪的粘连在地上 神朝极其庞大 空间辽阔 这里曾经是整个古泰坦神族繁育的中心 一行人最终抵达了最深处 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血池 如今也已经干涸 但是仅从血池的规模 就可以窥见曾经的辉煌 精英泰坦会定期 朝这个血池中注入自己的神血 用来滋养女泰坦 孕育神胎 在哪里 乌里奥斯一眼看到了 血池背后的一个空间通道 如果猜测没错的话 这两个通道 就是泰坦族通过神朝 炼化了神域或者战利品后 将获得的神性输出到目的地的通道 艾古拉将手放在通道口 细细感受着 能查到这个通道的目的地吗 通道的目的地 极有可能是九大旧日神族中 其中一支的神域 只有九大旧日神族 才能让古泰坦心甘情愿 将神性交出来 用于复苏旧日神明 艾古拉点点 可以 给我点时间 他拥有空间系的能力 对于探查 开辟空间通道 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嘿嘿嘿 这次收获可真丰盛 小鹿可以吸收母星 和所有子星的残余神性 同时 我们还能知道这些狗日的旧日神族 在什么方位 对于我们而言 拥有了一定的先发优势 乌里奥斯激动到 艾古拉将自身的神性 释放出一丝 通过空间通道 流向未知的方位 他努力感受着 这个未知的地方 随后猛然收回手掌 脸上写满了惊恐 小鹿 是利维坦 全场震撼 为什么会是他 为什么 为什么泰坦母星神朝 竟然连接的 是利维坦所在的神域 所有人此刻 都被这个意外的结果 惊得说不出话来 一个个恐怖的猜想 开始萌芽 乌里奥斯低着头 将聚棒处在地上 若有所思道 也就是说 泰坦星的神性 不是攻击九大旧日神族的 而是给了利维坦 他可是亵渎一族 最尊敬的存在 与旧日亵渎之神 并肩作战的强大盟友 为什么会这样 艾古拉胸口剧烈起伏 双唇颤抖 银牙紧咬 叛徒 他背叛了整个亵渎神族 他甚至背叛了亵渎之神 怪不得我们亵渎神族的 神域地点屡屡暴露 怪不得我们极其隐蔽的星系 都被猎神兽追击 原来是他 说出这句话的一瞬间 艾古拉的嗓音 变得歇斯底里 极其尖锐 宛如恶魔一般在咆哮 卢克斯释放一道神灰彩 让其安静了些许 妹妹 我知道你尊敬他 但是情况有变 随后 卢克斯看向路子一眼 小路 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 我特么躺着看 我又没见过这个 什么利维坦 路子也心中这么吐槽 但是嘴上还是安抚到 大家也不用愤怒 也不用紧张 局面还未失控 哦 乌里奥斯看向路子一眼 可是利维坦 几乎与所有 亵渎神族的神系有联系 甚至许多亵渎神族 还十分依赖 这位起源时代 幸存下来的所有盟友 如果他出卖我们 我们所有亵渎神族 将陷入九大旧日神族的猎杀 路子也点点头 反过来思考 为什么猎神兽 现在还没有全面进攻我们 为什么利维坦 还会苏醒 如果他们真的那么强大 他们还未准备好 还有所忌惮 害怕亵渎神族团结起来 所以才采用逐个击破的策略 收集神性 唤醒九大旧日神 艾古拉抿着嘴 窃窃道 可是 如果是这样 利维坦不就沦为了 九大旧日神族的工具了 利用他找到我们 利维坦就不担心 九大旧日神族 到时候过河拆桥 卸磨杀驴 我觉得利维坦没有那么笨 乌里奥斯分析道 我也同意老公的观点 利维坦作为起源时代 幸存下来的最强古神 他不会想不到这一点 卢克斯补充道 陆子也微笑道 天下嚷嚷 皆为力望 神义如此 我猜 九大旧日神族 一定是给了利维坦 无法拒绝的利益保障 让利维坦 不再担心自己的生存问题 有道理 乌里奥斯默默点头 随后又反问道 那我们该怎么办 其余人也是纷纷将目光 投向了陆子也 而一个富有雌性的嗓音 此刻淡淡传来 或许这个时候 是我这个救世主出手的时候了 李壮壮蹲在神潮的角落里面 缓缓起身 45度角仰望上方 众人 陆子也 你是我们的终极底牌 不可轻易试人 鄂洛依 你和壮壮先退下 好好在蓝星神域 提升自己的神族势力 李壮壮被鄂洛依 一只巨手搭在肩膀上 往外推 走吧走吧 回去了回去了 李壮壮极其不乐意 反问鄂洛依 你看不起我实力 鄂洛依一边将李壮壮往外拉 一边摇头 误会了呀 我是觉得利维坦不是你对手 你不宜过早暴露 要知道 后面还有九大救日神啊 那倒也是 两人的身影越走越远 消失在视野之中 艾古拉摇了摇头 你这个属神 不是一般神啊 身上没有自信天赋 却是比谁都自信 可嗨嗨 我们言归正传 陆子也一脸尴尬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肯定是利维坦和九大救日神族 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卢克斯恍然大悟 我知道了 九大救日神族和利维坦 选择逐个击破我们 担心我们团结在一起 那么我们就偏要团结在一起 共同御敌 乌里奥斯也是激动到 我们一直在被动防御 其实他们并不擅长打防御战 害怕我们突袭 我们以后就偏偏以攻为首 主动进攻 众人好像打开了新世界 对未来的行动 有了更明确的方向 不过 艾古拉还是 提出一个疑难之处 亵渎神族 分布在上百万的星期之上 古神的数量不下百万 我们为了防止猎神兽 对我们发起灭族之战 我和卢克斯这种族清除外 如此一来 我们又如何联络上 这些亵渎神族 发起大规模神战 众人你看我 我看你 久久没有说话 你的确是一个难题 超出了大家的能力范围 亿万星和 互相之间极少有联系 怎么去团结他们 而乌里奥斯 缓缓站到了众人面前 从自己的心脏之处 利用神性 缓缓释放出了一个 神灰灿烂的心脏 艾古拉大惊 亵渎之心 你 你竟然是 亵渎神殿的守护者之一 艾古拉第一次知道 自己的姐夫 还有这一层身份 乌里奥斯默默点头 亵渎神殿 是亵渎一族的发源地 传闻亵渎之神 进入起源地陨落之前 曾在这里留下了 一些亵渎神族的秘密 并设下了禁止 非实力滔天之神 不可能破开禁止 而神殿 守护者由一万名 亵渎族古神组成 我便是其一 我们拥有亵渎之心 也拥有进入神殿的 特殊通道 亵渎之心 可以传承给其他古神 一直保持一万人的规模 现在 我将其传给你了 陆子也接过亵渎之心 对未来争承有些迷惘了 我拿了这亵渎之心 就可以进入神殿 团结亵渎神族了 事实证明 陆子也太单纯了 乌里奥斯摇摇头 你可以炼化整个神潮 再凭借此物 发起对利维坦的挑战 杀了他 你就有权力 动用神殿的力量 号召整个亵渎神族 陆子也 让我杀力为坦 宇宙最强古神 陆子也真想立刻将 亵渎之心硬生生 摁回乌里奥斯的胸膛 我陆子也 铁骨铮铮 岂能受你的馈赠 可是 好像并没有更好的出路了 陆子也看着手中 沉甸甸的亵渎之心 又看了一眼周围人 期待的目光 就在这时 那个神秘通道之中 传来声音 小辈 谁断了我的神性攻击 不管你是谁 我会找到你的 不要试图抵 爱古拉立刻动用空间之力 彻底切断了这个通道 利维坦 复苏了 利维坦复苏了 这个消息宛如重锤机打在 在场每个人心头 这意味着挑战利维坦迫在眉睫 大家没有时间等待了 神朝长期为利维坦输送神性 利维坦自然知道这个位置 所以 泰坦母星不可久留 目前陆子也面临两难 留在这里炼化神朝 有可能遭遇利维坦 但是不炼化的话 以目前的实力 去单挑利维坦 陆子也心里没底 众人也是看出了陆子也的想法 思绪良久 乌里奥斯提出巨棒 第一个站了出来 你尽管炼化 只要我还站着 就没人能打扰你 老婆 你和爱古拉先走 爱古拉和卢克斯同时摇了摇头 我们不会扔下你 而且 如果利维坦发现了你 用屁股也能想到 我们也参与其中了 小路 不要犹豫 快 炼化掉这个神朝 爱古拉利用自己的空间技能 立刻在神朝周边 制造了数百个空间乱流 干扰外界通往泰坦母星 李壮壮和鄂洛伊 也是分别守护在了神朝之外 以防不测 见大家都这么坚决 陆子也也没有了任何犹豫 立刻利用系统 开始炼化泰坦神朝 狂暴的金色神灰 从陆子也的身体弥漫出 包裹了整个神朝 炼化开始 丁 正在炼化泰坦所有子星 以及神朝 炼化进度1% 2% 一个古老的泰坦神族 正在陆子也狂暴的神灰下 灰飞烟灭 巨大的神朝开始坍塌 从神朝中 飞出一缕铝红色神性 而此刻陆子也的身体 宛如一台巨型的抽油烟机 疯狂吸纳 周边来自子星和母星的神性 所有子星 母星炼化完成 一共获得28 1万亿神性 已经用于提升您的神域 神域升级到 LV1225集 313亿 1225亿 随着炼化结束 神灰渐渐平息 原本生机勃勃的泰坦子星 母星 此刻已经不复存在 一行人站在虚空中 凝视着陆子也 所有人都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 它又强大了许多 陆子也这次炼化 获得了28万亿神性 这比上次炼化银河神系的收益 高出来好几倍 古泰坦神族 果然不一般 这次炼化 让陆子也的神域等级 从1004集 提升到了1225集 神域等级到达1000集之后 这200集的提升作用 十分恐怖 陆子也立刻感受到了 反馈回来的力量 叮 您的神域再次扩大223% 您的蓝星万族再度辉煌 生机勃勃 诞生了诸多强悍神族 您的思想刚硬越发牢固 蓝星万族提供的信仰之力 再度飙升 当前信仰之力出现大爆发 已经转化为精神力1200亿 当前精神力2300亿 很好 很强 陆子也听到系统中的一道道提示音 心中窃喜 整个炼化过程 有惊无险 利维坦并没有前来 不知道是利维坦对自己 拥有绝对的自信 还是另有计划 就在陆子也等人 准备迅速离开的时候 所有人都愣住了 几人你看我 我看你 乌里奥斯凝视众人 你收到了 艾古拉和卢克斯连连点头 同时看向陆子也 陆子也也点点头 我感应到了亵渎神殿的召唤 是利维坦 利用亵渎神族足地的神殿力量 在召唤所有亵渎神族的古神 前往神殿 乌里奥斯 利维坦是亵渎神殿的大守护 拥有联络亵渎神殿的能力 这也是陆子也这群人 想要掌控的能力 只能控制神殿 才能团结所有亵渎神族 他要做什么 艾古拉追问道 乌里奥斯摇头 不知道 但一定不是什么好事 这家伙苏醒后 第一件事 就是召集所有亵渎古神 我猜不透 会不会 是想把所有古神引诱到足地 然后出卖他们 勾结猎神兽 对我足翼王打尽 卢克斯想到了这个可怕的结果 乌里奥斯摇摇头 我是曾经的神殿守卫者 虽然我不知道 整个亵渎神族 还有多少古神 但是我敢确定的是 目前的九大旧日神族 就算联合起来 也不可能再一次围歼战中 消灭所有亵渎神族 我们还是会有一部分古神 可以突围 如果猎神兽 已经有围歼我们的实力了 我猜利维坦也不会沉睡了 而是早早复苏 小陆 你怎么看 众人看向路子野 整件事最后还是要由他来决定 因为以神殿守护者身份 挑战利维坦的人 是他 既然利维坦在召唤所有亵渎古神 那么我们就去看看 反正迟早是要面对的 而且 在这样难得一次的古神集会上 发起挑战 我相信影响力更大 更有说服力 众人眉头紧簇 乌里奥斯试探性问道 利维坦是最接近突破古神境界远古神明 你有几分把握 路子野思考了片刻 伸出一根手指 乌里奥斯深呼吸后 感叹道 有一成把握 也不错 值得我们一拼 关系到亵渎神族未来新亡 别说一成 就是1%的机会 我们也要争取 卢克斯和艾古拉也是重重点头 我们随时愿与你战斗到最后 而路子野的声音再度响起 你们理解错了 不是一成把握 是一定拿下 路子野不是狂妄 开挂开了这么久 自己什么水平没点数吗 刚才自己的精神力 直接翻倍来到了2300亿 实力大增 而且神域力量也强大了许多 之前联合几个古神 围攻女泰坦的战斗中 这是自己第一次 与古神境大后期实力的神明战斗 路子野采取了谨慎的战斗方案 选择围攻 但是战斗下来之后 他发现 对方在面对自己金属潮汐的时候 几乎没什么抵抗力 只有被动防守的机会 攻击的招式都没使用出来几个 就直接暴毙了 所以 什么最强大的古神 路子野还真没带怕的 那我们这就走 感应到了 神殿再次召唤亵渎古神前往足地 乌里奥斯询问路子野道 出发 路子野微微一笑 今日 入神殿 杀叛徒 路子野一行人 直接响应了神殿的号召 身形消失在虚空之中 此行入亵渎神殿 亵渎神殿拥有一个极其强横的功能 是旧日亵渎之神传承下来的 可以利用神殿 对所有拥有亵渎神族气息的神明 发起联络 包括主神 但是这一次 亵渎神殿 只对古神级别 发出了召唤令 亵渎神殿 也是唯一掌握整个宇宙 亵渎神族联络功能的存在 如果以路子野的视角 放在前世 那就是一个信号基站 所有感应到召唤的古神 可以自动回应召唤 神殿的力量 可以立即搭建一条 通往亵渎神殿的空间通道 路子野等人转瞬时间 便是来到了一个浩大无比的星球 这里正是亵渎神族的足地 也是旧日亵渎之神 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神灰灿烂的虚空中 漂浮着一座巨大的神殿 是什么伟力 造就了如此磅礴的建筑 路子野心中震撼 除了路子野一行人 周边的虚空中 也是频繁出现 其他亵渎神族的古神 绝大部分 就连乌里奥斯都不认识 毕竟亵渎神族 分布在宇宙升空各个神系 各自为战 交集极少 亵渎神殿奥利虚空 宛如空中楼阁 上面站着接近万名守护者古神 乌里奥斯就是曾经的一员 除了神殿守护者 其他古神便是立于神殿下方的神台上 静等利维坦的到来 现场不少三五成群的古神 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毕竟利维坦忽然复苏 亵渎神殿忽然发起召集令 这两件事 都是近几个纪元没有发生的事情 再结合上亵渎神族目前的处境 不少古神都开始担忧起来 老朋友 你说今天召唤我过来 到底是做什么啊 一名高大的亵渎古神 看向身边的老朋友问道 恐怕不是什么好事啊 真不知道你们瞎担心什么 立维坦在 我们亵渎神族并不剧烈神兽 可是 他为什么要醒来呢 如果局面可控 他没必要苏醒啊 我听闻最近古泰坦 某个分支的女泰坦被杀了 你们听闻没有 我所在的地方 距离古泰坦一族遥远 不曾听闻 就今日发生的事情 我本来被古泰坦一族进攻 打到一半 这些人跑了 后来才知道 他们的母亲出事了 真是报应啊 就是不知道 是哪位族友替我解了尾 众人拟一言我一语分析着局势 讨论着最近自己周边发生的战事 大部分人对于今天的召集令 都持谨慎态度 认为不是什么好兆头 而乌里奥斯 艾古拉 卢克斯等人 则是目送路子也 一步步踏上神阶 朝着亵渎神殿而去 因为此刻 路子也多了一重身份 神殿守护者 拥有亵渎之心的路子 也顺利站到了神殿之中 一万名古神守护 分裂神殿之上 不多时 一道幽远低沉的声音 从神殿内传来 亵渎一族的传承者们 欢迎你们的到来 利维坦以旧日亵渎之神的名义 召集你们 愿我们亵渎神族 不朽于宇宙 愿我们的征途所向披靡 神殿之下 百万古神齐齐公身一礼 口中皆是重复道 愿我们亵渎神族 不朽于宇宙 愿我们的征途所向披靡 这句话 路子也听乌里奥斯说过 是当年旧日亵渎之神 踏入宇宙起源地之时 留给族人的话 而之后 亵渎之神从此消失 利维坦以亵渎之神的经典 名言出场 无非是在强调 自己是曾经与亵渎之神 并肩战斗的存在 在潜移默化自己的地位 话音落下之后 一道宛如星河般璀璨的神灰 从神殿之内流出 而利维坦踏着星河 来到神殿之外 他的形态与众神都不一样 他身高与路子也无异 七色彩虹之下 是棱角分明俊朗 飞长的脸庞 看起来不过二十岁左右的 翩翩少年 少年俯瞰下方众神 缓缓开口 自旧日亵渎之神 消失在宇宙起源之地 十大旧日神全部消失 可宇宙中 最神奇就是时间 他能修复一切 无论是宇宙的虚无 还是我们内心曾经的荣耀 恐惧 时光流转 如今弓手之势发生了改变 九大旧日神 组成了猎神兽联盟 对我亵渎神族虎视眈眈 最近几个纪元 我们陨落了一城以上的亵渎族人 这样的情况 我不忍其延续下去 你们呢 你们愿意继续苟活下去吗 下方众神军攻身回复 我等不愿 此刻的亵渎神族众神有些发猛 利维坦到底要做什么 听他的口气 是要反攻了 就连陆子也 也是眉头微粗 之前他们的判断是 利维坦背叛了亵渎神族 怎么今天听他的口气 好像要反攻了 但是 利维坦接下来的行为 才真正经到了亵渎神族 这前言不过是铺垫罢了 利维坦实指先鲜 他的指尖 释放出一道极其诡异的红色神灰 那神灰是如此艳丽而璀璨 神灰之中蕴含的狂暴神性 让在场众神都目不转睛 看向利维坦 我利维坦作为亵渎神族的远古盟友 我将坚定不移带领你们走出阴霾 你们没看错 我身上流淌的 正是九大旧日法则之一的 净化之力 什么 他杀了旧日净化之神 这怎么可能 他拥有 无限净化之力 他现在到底是我们的盟友 还是猎神兽 利维坦的行为 大大超出了亵渎神族的预料 当年 旧日大战 十大旧日神 各自拥有自己的法则 最终亵渎之神 凭借滔天战力 力压其他九大旧日法则胜出 而这净化法则便是其中一位旧日神的法则 如今却是到了利维坦手上 那么原因只有一个 他杀了那位即将复苏的旧日神 路子也到了现在才懂了 这利维坦并不是背叛了亵渎神族 他是欺骗了诸天众神 靠牺牲亵渎神族接近了猎神兽 在九大旧日神即将复苏的虚弱时期 他一击得手 窃取了净化之力 怪不得古泰坦为他供养神性 估计古泰坦根本不知道 他们供奉的那位净化之神 已经死了 他们一直在供养利维坦 好计猫 好三计啊 亵渎神殿之外 百万亵渎古神面面相去 他们来这里之前就料想到了 今天会发生一些不平凡的事情 但是绝对没有想到 利维坦竟然 竟然可以诛杀旧日 掠夺了旧日法则 这当中的阴谋诡计 谋划之深 让人不寒而栗 但是这个时候 亵渎神族的古神 还不知道利维坦的意图 大家都不约而同 往后退了退 凝视着这位最强古神 眼神中充满了疑惑 敬畏 察觉到亵渎神族众神的表现 利维坦白皙的脸庞上 浮现出一抹阴冷的笑容 我是亵渎神族的忠实盟友 以前是 现在是 以后也是 而我现在拥有了净化之力 我将带领亵亵渎神族 再创旧日辉煌 肃清旧日神明 踏上前往起源地的征途 而要实现这一切 只需要你们小小的付出一点 就牺牲一点啊 利维坦的脸色写满了憧憬 仿佛他已经看到了 自己肃清还宇 傲力苍穹的景象 亵渎神族的众神之中 已经开始猜测起来 利维坦说的牺牲代表什么 胆大的乌里奥斯朝前一步 对着神殿之上的利维坦 微微汗手一礼 然后问道 尊敬的利维坦 最古老的盟友 首先恭喜您 斩杀旧日神明 开创了自亵渎之神以来 从未有过的壮举 请允许我冒昧问一句 您说让我们牺牲一点 是何意 在没有搞清情况之前 乌里奥斯保持着 对这个所谓远古盟友的尊敬 但是如果利维坦妄图 对亵渎神族不利 不光是乌里奥斯 在场的所有亵渎神族古神 都不会答应 亵渎神族 有他自己的骄傲 站着死也不跪着生 听到乌里奥斯的疑问 利维坦微微一笑 哦 你是混沌巨魔族 利维坦手指 对着乌里奥斯轻轻一点 乌里奥斯身上一滴神血破体 而出落在了利维坦的指尖上 周围的亵渎神族众神 纷纷侧目 眼中露出震撼之色 混沌巨魔 肉身何其强悍 可利维坦就这么轻轻一点 便是破了乌里奥斯的防御 他们知道利维坦强大 可是没想到他 已经强大到了这个地步 可能 这就是掠夺旧日法则后的 巨大提升吧 利维坦将沾染乌里奥斯的 神血的手指 放进了嘴里 轻轻舔视 眼睛微微眯起 一副享受的模样 起原种的滋味 可真美妙啊 只要你们献上你们的血脉之力 我以净化之力 将你们的血脉 进化到一个全新的层面 甚至培养出超越起源种的存在 别说什么旧日神明 就算是那起源地 我们也可去得 利维坦用近乎疯狂的口吻 描述着自己的宏大目标 但是下方的亵渎神族 已经眉头紧促 纷纷后退 与利维坦保持距离 因为 利维坦想要的是 整个亵渎神族的血脉 用来配合他的净化法则 创造出更加恐怖的物种 乌里奥斯直接断然拒绝 抱歉 我无法答应你的要求 亵渎神族不需要怪胎 我们的血脉不容污染 我等也无法答应 有了乌里奥斯带头 百万古神纷纷表明立场 这对于亵渎神族来说 是一种侮辱 利维坦脸上挤出了一抹微笑 理解 我完全理解 毕竟亵渎神族又臭又硬嘛 当年跟随你们的祖先征战 我就明白了这一点 多少纪元过去了 你们的老祖不在了 但是你们是半点没有改变了 真该死啊 利维坦不在伪装了 今天他复苏而来 目的非常明显了 那就是 攫取亵渎神族的各族血脉 这里虽然有百万古神 联手攻击利维坦 自然不会全部牺牲 甚至能占上风 但是所有古神都知道 他们留不住利维坦 而利维坦知道 每一个亵渎神族的位置 他可以一个一个杀上门 届时如何应对 这些古神 都是从一次次神战中幸存下来了 他们此刻已经看清了局面 纷纷神性爆发 准备好与利维坦大战一场 利维坦冷笑道 别做无谓的挣扎了 今日你们留不住我 而改日 我会登门拜访 亵渎神族的血脉滋味 我会一一品尝 众神又气又怒 又无可奈何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舒缓而又厚重的声音 质地有声 唯唯而来 所以 这就是你背叛亵渎神族的理由 声音来自神殿上某一个守护者 他周身的神灰璀璀璨无比 脚下金属狂潮澎湃升起 一步步靠近利维坦 利维坦瞳孔一缩 你是谁 亵渎神殿的守护者 一个不愿意看到 亵渎神族惨遭背叛的亵渎族一员 陆子也将自己身份 时时刻刻定位在亵渎族普通成员 目的就是引起百万亵渎古神的共鸣 因为他们也是其中一员 愿亵亵渎神族不朽于宇宙 愿我们的征途所向披靡 这可是你们老祖的名言 而要做到这一切 你们必须与时俱进 难道你认为 亵渎之神的话也错了吗 利维坦偷换概念 质问陆子也 陆子也摇摇头 可你忘记了亵渎之神还有一句 生与死 轮回不止 我们生 他们死 此话一出 百万古神群情高涨 这句话正是当年亵渎之神 出征九大旧日神族之前说的话 让整个亵渎神族空前团结 亵渎神族也以此为生存理念 那就是 我们生 他们死 利维坦摇了摇头 明顽不灵的人 是这个世界最让人讨厌的人 利维坦看向陆子也重重发声 我以亵渎神殿的名义 宣布死罪 而陆子也 也亮出了自己的亵渎之心 我以亵渎之神的名义 发起对你的挑战 大守护 百万古神皆是大惊 无不钦佩这位守护者的勇气 他面对的 可是宇宙最强古神啊 还是窃取了旧日法则的古神 哈哈 利维坦在一次次巅狂的笑声中 身形陡然膨胀 他献出了自己的终极战斗形态 一头长着十八个脑袋的巨人 这些头颅 有猎神兽阵营的起源种 也有亵渎神族中的一些物种 很明显 他已经开始融合各族的优秀血脉 然后净化自我 利维坦其中一个舌头巨口一张 长达几百米的蛇性子 带着滚滚烈焰暴袭而来 这力量看得下方众神目瞪口呆 利维坦动一动手指 就能破混沌巨魔的防 这一击会是何等恐怖的力量 轰 蛇性子轰击在鹿子野所在的区域 巨大的冲击波横扫整个神殿 气焰散尽 众神没有看到想象中鹿子野死无全尸的景象 反而 鹿子野双手赋后 踩在金属狂潮浪尖上 那巨大的蛇性子 被浪潮汇聚起来的一只金属巨手 直接攥在手中动弹不得 叮 您震惊了百万古神 上线奖励 生存点加五千亿 鹿子野微微一笑 大守护 时代变了 谁也没有想到 如此狂暴的一击 竟然被鹿子野精神操控的一只巨手 便是直接拿下 别说这些古神没想到了 就连鹿子野自己都没想到 我总是严重低估自己啊 我还是太怂了 鹿子野内心感叹道 同时五千亿的生存点 直接添加到了精神力上 叮 您的精神力已经提升至 七千三百亿 如此一来 鹿子野的实力 已经妥妥地进入到了古神后期 虽然在属性上 不如古神巅峰大后期 圆满半步就日的力为坦 但是配合上自己的神域等级 配合自己的多个天赋 序列加成 鹿子野感觉拿下对方不成问题了 鹿子野说的 拿下不是击败利为坦 而是斩了对方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这些古神都有自己的底牌 不是那么好杀 如果实力不是差距到达一定的程度 就算击败也很难击杀 但是有了这一次的提升 鹿子野不但有信心击败利为坦 还有信心留住他 杀了他 利为坦明显也被鹿子野的实力震撼到了 纵观他所有接触到的古神 谁能抗下自己的一击 就算是那个高傲的旧日进化之神 也在即将复苏之时 被自己设下圈套 在其最虚弱的时候灭口 自己则是偷梁换柱 坐享众多猎神兽的神性公养 此刻的利为坦 已经不再留任何余地 黄暴的神性汹涌而出 十几个头颅同时嘶吼着 爆发种种神意的攻击方式 有寒冰 有猎焰 有万丈荆棘 也有千里雷芒 鹿子野更是将三十具分身 同时施展而出 几千万兆亿的生命 直此刻发挥出了恐怖的威能 分身立于金属狂潮之上 冲锋而去 势如雷霆 与利为坦的攻势 来了一个硬碰硬 这一幕惊呆了下方的 亵渎神族众神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在亵渎神族之中 会有一位古神能和利为坦 以这么简单粗暴的战斗方式对抗 这是那个神域的古神 如此勇猛 不晓得呀 陌生得很 亵渎神族本就联络牺手 没想到 竟然出了这么一位 惊世骇俗的古神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 此人是我们族人 而且刚才他第一个站出来 捍卫了亵渎神族的血脉 我们为什么不用护他呢 我也正有此意 利为坦这个叛徒越走越远 亵渎神族需要一个新的大守护 利为坦与陆子野战斗之时 下方的百万古神 也是窃窃私语 开始讨论亵渎神族的未来 利为坦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 也让亵渎神族 看清了他的真面目 轰 陆子野一句冲锋 暗天神灰宛如夕阳一般 洋洋洒洒扑满了整个天空 陆子野自己都没想到 利为坦的真身 在进化之后 拥有如此狂暴的力量 这进化法则有点东西啊 但不多 而且马上就会成为我的了 因为陆子野亲眼看到 在第一句分身灰飞烟灭之时 第二句分身直接金属化 披着金属铠甲 一拳轰碎了利为坦的一个脑袋 利为坦身体连连后退 29句分身得势不饶人 在金属狂潮的推动下 一拥而上 对方互有损伤 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 陆子野占据绝对优势 利为坦在击碎了三句分身之后 他已经丢掉了17个脑袋 最后一个脑袋 是一个类似归类的脑袋 他甚至拥有一种冲动 想把脑袋缩回去 利为坦的身体也是支离破碎 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 他恶狠狠看着陆子野 你到底是谁 杀你的人 陆子野冷笑 狂妄 你真以为你能留得住我 小贝 我记下你了 言毕 利为坦身体开始化为漫天的血物 越来越稀薄 越来越暗淡 仿佛这个人从来没有出现过 陆子野看向虚空一声爆喝 我说了 让你走吗 滚出来 漫天金属元素化为庞大的一个球形壁垒 将利为坦困在这个巨型的金属球体中 那些血物逃无可逃 在金属球壁上疯狂撞击 妄图突围 金属球壁虽然被撞击出一个个突起 但是在陆子野的精神力控制下 还是牢牢困住了利为坦 随后 金属球越锁越小 直到将利为坦牢牢囚囚禁其中 化为了最初的人形态 一个面色苍白 浑身血肉模糊的少年 只是这个时候的少年 再也没有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了 你 你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人 无力瘫倒在地上 被金属束缚的利为坦那难道 哦 是吗 陆子野并不喜欢和将死之人多嗶嗶 他看过很多电影 反派都是死于话多 能杀就赶紧杀了 可是他的确有一个巨大的疑问 想要问问利为坦 这个问题困惑了陆子野许久 关系重大 你像极了当年的亵渎之神 利为坦感叹道 他是陪伴亵渎之神最长的人 也最了解亵渎之神 如今说出这句话 让下方的亵渎古神十分惊骇 对陆子野的尊崇又多了几分 我有一个问题 你可以不回答 也可以回答 结局都一样 你必须死 陆子野冷冷抱 利为坦一边咳出神血 一边无奈苦笑 这样的性格 更像他了 说吧 什么问题 我也好奇 你想问什么 你作为亵渎神族的古老盟友 亵渎神族的记录中 你与亵渎之神的确交情匪浅 就算你对亵渎神族没有什么交情 也不至于出卖亵亵渎神族位置 让亵渎神族死伤无数神明 你想要夺取旧日法则 完全可以联合亵渎神族挑战猎神兽 你为什么站在亵渎神族的对立面 于公于私 你这个选择都不是最佳的 这个问题的确困扰着陆子野 因为立维坦本身在亵渎神族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他为什么要破坏自己地位 走一条曲折的道路 他完全可以带领亵渎神族正大光明 挑战九大旧日 毕竟那群老妖怪还没有复苏 陆子野的问题让立维坦先是一愣 这个表情 陆子野观察得非常仔细 就好像立维坦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么做 不过立维坦的表情 立刻从迷惑变成了坚定 他愤愤道 亵渎者 死 陆子野心中大惊 又是这句话 为什么立维坦和所有猎神兽一样 一看到亵渎神族就冒出一句 亵渎者 死 这么坚定的信念 就和自己的蓝星神族一样 坚定不宜相信 人类必胜 蓝星永存 嗯 陆子野心中忽然一颤 难道 九大旧日神族和立维坦 都被种下了思想刚硬 内容便是 亵渎者 死 立维坦生死盗消 一个从更古时代就存在的古神 最终化为漫天神灰 宛如坠落的流星 一点点暗淡下去 这浩瀚宇宙从此以后 再没有他存在过的痕迹 下方亵渎神族众神 都纷纷看向这个恐怖的年轻人 卧槽这年轻人 好猛 他们之前觉得立维坦 很猛了 而且很危险 但是目前这个陌生的年轻人 更离谱 唯一让人担忧的是 他们不知道 这个年轻人 此刻到底是什么想法 毕竟现在 整个亵渎神族 就他最强 不过好在 刚才这个年轻人 站在亵渎神族上的表态 以及公然反抗立维坦的举动来看 应该是自己人 所以 现在整个亵渎神殿范围内 百万亵渎古神 都在观望路子野的一举一动 路子野从亵渎神殿一步步走了下来 他直接来到了百万古神之中 和大家共处一个地方 并开口道 从今天起 亵渎神族不需要高高在上的大守护 因为我们本就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一句简单的话 将亵渎神族众神星中 这么多纪元的执念 一下子释放出来了 是啊 曾经的亵渎神族 怎么会沦落到这般经典 曾经亵渎神族会被猎神兽追杀 会担心被人围剿 不得不断开联系 以亵渎神殿为纽带 曾经的他们是何等威风啊 现在居然在为了这个种族的生存而战 尊敬的大守护 不 尊敬的族卿 我们的战友 你有什么打算吗 下方一些亵渎神族的古神 迫不及待问道 他们准备开口叫大守护 一想到之前年轻人已经说过 亵渎神族不需要大守护了 便是又改口叫族卿 突破枷锁 杀出一个未来 我亵渎神族不是靠寅远创造过去的辉煌 而是靠一枪神血杀出来的 猎神兽猖獗已久 也该有个尽头了 我叫陆子野 我为亵渎神族而战 陆子野就差喊出 我为亵渎神族代言这句话了 下方立刻一轮声骤起 对陆子野的这个方向 大家是没有预料到的 之前也没有这么想过 认为亵渎神族实力不够 可是现在拥有了一名实力滔天的族内 强者领头 大家的想法就不一样 群情高涨之下 乌里奥斯第一个站立出来 阵臂一呼 杀出一个未来 有人带头 就有人响应 众神开始纷纷高呼 参战的人越来越多 陆子野看效果达成 双手一压 现场立刻安静 亵渎神族即日起恢复旧日秩序 各个神族之间保持联络 如有袭击 我们将第一时间增援 同理 谁发现了猎神兽的神系 上报亵渎神殿 我们择日发起攻击 即日起 亵渎神族从战略防御 改为战略进攻 如果亵渎神族注定灭亡 那么我们也将在冲锋路上 完成最后的闪耀 杀出一个黎明 消灭那些猎神兽 众神激昂 这一次陆子野的目的达到 百万古神纷纷在神殿 完成了空间通道的互通 改变了以前各自为战的局面 而陆子野也回到了自己的神兜 开始清点自己的战斗奖励 叮 击杀远古古神 您的当前 生存点收益提升至200万点分 击杀利维坦 再加上赐予古泰坦那一战的战果 陆子野现在每分钟的生存点 已经来到了200万生存点 意味着他一天就能增长28 8亿生存点 这些生存点 陆子野会用来提升自己的天赋序列等级 因为用来加属性点 有点杯水车薪 也太过浪费 除了生存点收益的提升 这一次 陆子野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奖励品 那就旧日法则之一的净化法则 您获得了旧日法则 净化 净化法则已经成功与您的神性融合 净化法则被您吸收 并结合蓝星神性发生了一些变化 您拥有两大净化成果 第一 您成功净化了自己的金属操控 该天赋序列净化为万物操控 您现在开始可以操控的物资 已经摆脱了金属的限制 一道道恐怖的能量 在陆子野体内流转 他清晰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变化 精神力涌动之下 一颗天外陨石被其拽了过来 悬浮在自己的头顶 下一刻 陆子野做了一个握拳的动作 陨石立刻支离破碎 被生生捏爆 强 太强了 一旁的李壮壮和鄂洛伊 也是看得傻眼 他们现在都是古神境界了 实力大涨 但是看到陆子野的强大 还是有些吃惊 大哥又变强了 而且不是强了一心半点 擦大哥 这是什么新招式 李壮壮好奇问道 陆子野懒洋洋回道 万物操控 什么都能控制吗 我不信 来 你控我一下试试 李壮壮立刻变身成黄金巨人 跃跃欲试 陆子野摇摇头 你位格太高 怕是不行 李壮壮点点头 身以为然 也是 我大意 为难大哥了 陆子野 不再理会这个逗逼 陆子野继续查看进化法则 在自己身上的第二个变化 第一 您可以将自己神域的物种 进行一次关联进化 所谓关键进化 就是两个物种的特性结合 进化出全新的物种 威力更加强大 陆子野心中明悟了 需要两个神族关联 自己这里不就有两个起源种 一个黄金巨人 一个混沌海妖 而且 这两个神族 都不在亵渎神族的范畴 亵渎神族那些重视血脉的古神 也不会说什么 自己以亵渎神族一员自居 那是因为 自己本身有亵渎神族的气息 陆子野猜测 可能就是这个金手指的缘故 就是不知道 进化这两个起源种能获得什么 陆子野自己也很是好奇 但是这个需要征求两人的意见 虽然他们 都是自己的属神 自己也可以强制进行 不过多多少少 还是要征求下他们的意思 毕竟这一路走来 多多少少有些勤奋在里面了 尤其是李壮壮 还是自己的发小 更重要的原因是 就算他们反对 自己也会进化 所以问一问也不吃亏 我这里有一法子 可以将你们二人的神族 进行关联进化 不知道 你们有什么想法 陆子野看向二人 李壮壮和恶罗伊先是一愣 然后几乎一口同声道 是用进化法则 陆子野默默点头 两人一场兴奋 我们愿意 那可是救人法则的进化作用 说不定可以让他们各自的神族 踏上一个全新的领域 既然两人同意 陆子野也没有半点犹豫 立刻施展出自己的神性 锁定蓝星神域的黄金巨人族 和混沌海妖 心中沟通系统 开始进化 随着陆子野的神性 弥散而开 两个激动的 鼠神也开始动用自己的手段 在脑海中 观测自己神族的变化 陆子野利用自己的神性 和进化法则 直接将黄金巨人 和混沌海妖 从蓝星中拎了出来 黄金巨人在虚空中咆哮着 他们感受到了强大的力量 覆盖在他们身上 而且来源于神主 他们心中又是敬畏 又是激动 而蓝星的混沌之海 海面翻涌 无数混沌海妖 挥舞着遮天蔽日的处须 准备迎接神主的进化 强大的神性 配合旧日法则 让黄金巨人 与混沌海妖 产生了关联进化 全星的身体正在凝聚 那些黄金巨人的后背上 滋生出了巨大的黄金触手 混沌海妖的身体 镀上了金灿灿的金属灰光 一种全星的神族物种诞生了 一种比起原种 更加强大的物种诞生了 丁 进化成功 您获得了全星神族黄金海妖 实力暴涨 丁 全星的强大神族黄金海妖 接受了思想刚硬 他们为您提供了1200亿信仰之力 以转化为精神力 当前精神力8500亿 丁 您的蓝星神域 感应到了新物种的加入 异常兴奋 信仰之力爆发 获得1500亿信仰之力 以转化为精神力 当前精神力1万亿 恭喜您 您获得了晋级救日的契机 检测中 条件一 总属性超过1万亿 已满足 条件二 拥有至少一则救日法则 已满足 恭喜您 满足了晋级救日神的所有资格 可以晋级 提示 救日神可以给古神种下思想刚硬 也就是这个提示 让路子野心中一景 原来猎神兽的那具亵渎者 死 是救日神才能种下的思想刚硬 那么目标就比较小了 救日神只有10个 而亵渎之神 拥有思想刚硬的可能性最大 只是 为什么亵渎之神 要种下这样的思想刚硬呢 让自己的族人 饱受摧残 他不明白 路子野没有急于突破 救日神境界 他知道 属性点越多 突破越顺利 等几天吧 自己的总属性 超过几千亿之后 一次成功 而现在 他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路子野化为一步踏出 身形已经来到了亵渎神殿 而乌里奥斯 艾古拉 卢克斯三位古神 已经早早收到了路子野的召唤令 在神殿外等候 乌里奥斯 艾古拉 卢克斯三人看到路子野之后 竟然变得拘谨起来 没了以往的嬉闹 这个世界 所有的地位都来源于力量 而路子野斩杀了利维坦之后 让几人的关系 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但是随着路子野的咧嘴一笑 一句解 个 都来了 我吃到了 脱口而出 三人紧动的心弦 瞬间舒展 臭弟弟 找我们什么事 你们看 我说了 小路永远是小路 他的狠拉直针对外人 不用来针对族人 艾古拉骄傲说道 很明显 他判断对了 乌里奥斯和卢克斯 也是相识一笑 看得出 他们很满足于 目前这个状态 但是路子野 下面了一句话 让所有人脸上的笑容凝致 我准备晋级旧日 在这之前 有些事 我想和你们谈谈 路子野说得一脸淡定 就好像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旧日 三人确定 没有听错之后 心中依然震撼南平 不是 你怎么就旧日了呀 丁 明成功震惊了三位古神 生存点加一百亿 半赏之后 艾古拉才抓住了 路子野话中的重点 不是他晋级旧日 而是有什么话要说 老弟 你好像有什么事情要说 路子野点点头 我怀疑 造成目前这个局面的罪魁祸首 就是亵渎之神 他当年战胜了九大旧日之后 给九大旧日神族的后人 也就是现在的猎神兽 集体种下了思想刚毅 三人大惊 路子野是自己人 大家一路拼杀过来 生死之交 否则 这样诋毁亵游之神 他们三人早就冲上去砍人了 当然 三人没有动手的 还有一个原因 确实打不过 所有人都想不通 游游之神 为什么要让自己族人 陷入长达无数个纪元的灾难 游游神族在旧日神战之后 神族数量到今天为止 缩减了一半 这是游游祖祖先应该干的事 乌里奥斯最为恼火 他感觉自己的信仰都要崩塌了 自己为了维护 亵游神族的荣耀 一生都在战斗 到头来你告诉我 所有的灾难 都有可能是自己信仰的 那个神制造的 这种感觉 就好像花光自己所有积蓄 去供养女朋友上大学 回头人家嫌你穷 不要你了 路子野看着乌里奥斯 愤怒到极点的表情 庆幸自己 没有将这件事 告诉所有亵游神族 路子野拍了拍乌里奥斯的肩膀 这只是我的猜测 而且 这件事一定是出有因 还能有什么原因 当年掌握思想刚硬的旧日神明 只有亵渎之神 也只有他有实力 给所有猎神兽 种下思想刚硬 乌里奥斯表示自己不接受解释 路子野也从乌里奥斯的话中 得到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确实只有亵渎之神 掌握思想刚硬 那么问题还是回到了原点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在这个时候 爱古拉的话提醒了大家 会不会是因为起源地 爱古拉眉头紧皱 做出了这个猜测 他继续分析到 亵渎之神进入起源地之后 便是消失了 会不会是他看到了什么 或者遭遇了什么后 不得已做出这样的决定 毕竟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思想刚硬 到底是在他进入起源地 之前还是之后种下的 卢克斯叹了一口气 到底是遭遇了什么 才会让他做出这个决定 让九大旧日神族的后人 与亵渎神族 一直厮杀到现在 路子野沉思了两分钟 又推敲了三分钟 最后惊讶地发现自己 浪费了五分钟 他不得不转移话题 目前的线索太少 我们应该 把重点放在当下的战斗中去 我现在即刻进入亵渎神殿 待我突破旧日神境界后再说 三人纷纷点头 这才是重点 我们等你好消息 三人纷纷点头 这才是重点 我们等你好消息 目前的形式 晋级旧日才是关键 所有的事情 都得用拳头说话 乌里奥斯摸了摸下巴 慢吞吞道 传闻晋级旧日 会引来旧日浩劫 这些亵渎石碑上 记录过的东西 据说亵渎之神 当年也经历了旧日浩劫 九大旧日神皆是如此 不知道你会怎么样 旧日浩劫 危险不危险 会不会死人 路子也心中一领 之前每次突破都顺风顺水 没经历过什么瓶颈 这次居然还要渡劫 当年那批旧日神 他们渡旧日浩劫 是什么情况 路子也想要了解一下 毕竟命要紧 乌里奥斯脸色凝重道 在起源时代 想要晋级旧日 需要古神们修炼到巅峰 渡劫之时 需要击碎浩劫 传闻当年准备晋旧日的 古神数量极其庞大 那是一个百家争鸣 武力滔天的时代 百万巅峰古神 晋级旧日 成功折仅十位 路子也倒吸了一口凉气 导致周围空气 都下降十摄氏度 特么的百万古神 巅峰晋级旧日 成功的就十个 看到路子也 又惊又怕的模样 乌里奥斯又安慰道 你放心 死于浩劫的那些古神 都很安详 没有痛苦 路子也 你他妈是懂安慰的 我更慌了 不过 亵渎古神渡劫的时候 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乌里奥斯补充道 有啥不一样 路子也立刻追问 毕竟自己很可能 和亵渎之神 一样有逼格 九大旧日神 都是与旧日浩劫苦战获胜 而亵渎之神 是追着旧日浩劫 杀了几天 乌里奥斯说 这话的时候 眼神中充满了 对强者的向往 牛逼呀 路子也心中感叹 有了乌里奥斯这句话 路子也心中 多了几分底气 几人在一起 商议了一下 最近几天 亵渎神族的部署 和战争准备问题 路子也更是通过 亵渎神殿 发布了战争总动员 并不是路子也着急 而是他想在 九大旧日神 完全复苏之前 扫侵猎神兽 现在只有八大旧日了 死了一个净化之神 路子也忽然想起 自己好像忘记了一个问题 他看向乌里奥斯 旧日浩劫是啥 自己居然连 最根本的东西 都特么忘记了 乌里奥斯一脸的凝重 根据亵渎石碑记录 那是一种来源于 起源地的恐怖存在 也正是击败旧日浩劫之后 亵渎之神才 有了禁军起源地的想法 旧日浩劫很恐怖 除了亵渎之神之外的 另外九大旧日神 他们在晋级旧日的时候 都死伤了无数神族 才击败了旧日浩劫 路子也微微点头 看来这次晋级旧日 也要带上自己的 蓝星神域最强大的神族 增加点底气 现在的李壮壮和鄂洛伊 可不是一般的古神 就在几人讨论之时 一名神殿守护者 忽然出现在了众人身前 他对着路子也躬身一礼 大守护 刚刚神殿内的亵渎罗盘 有感应了 我们亵渎神族一个聚集地 遭遇了猎神兽的袭击 当地的一百名古神 已经介入了战斗 刚才传来的消息 有旧日神复苏了 他也参加了这次袭击 在之前 只有神殿内的亵渎罗盘 掌握所有亵渎神族的分布情况 遭遇袭击的亵渎神族 可以联系亵渎神殿守护者 由大守护决定是撤离 救援或者反攻 路子也眉头一皱 心生一计 对方来自什么心域 他们的位置能搞清楚吗 一旁的艾古拉主动站了出来 这个不难 如果他们没有发起攻击 没有现身 我们或许难以追踪 他们的神系位置 但是只要他们出现了 身上必定带着他们生活 所在心系的空间信息 我可以逆推出来 那就好 听我命令 调遣周边最近的亵渎神族前往池园 我们亵渎神族不抛弃 不放弃任何一个族人 要么一起狂 要么一起亡 遵命 一旁的神殿守护者 立刻去调集周边的亵渎神族 路子也的话 听得他神血沸腾 要么一起狂 要么一起亡 这句话意味着 亵渎神族摆脱了各自为战的状态 从今天起 亵渎神族不会抛下每一个族人 每个人战斗的时候 都不会担心被抛弃 因为今日你为我而战 明日我也将为你而战 守护者立刻从亵渎罗盘 联系了事发星域周边的古神 一开始 各个古神还有些担忧 但是由于是路子也的命令 他们也即刻出发了 但是当路子也的话 通过亵渎神殿 传播到每个亵渎古神耳边的时候 所有人再无顾忌 战场上 路子也的命令传达而至 那些本以为今天就是末日的亵渎神族 立刻重新燃起了斗志 路神说的太好了 这才是亵渎神族应该有的样子 今日 就算老子死在猎神兽砸种手中 我也会大笑三圣 哈哈 来战 战场上所有人都坚守代元 每个人都爆发出了自己的最强战斗力 因为这些神都知道 亵渎神族回来了 曾经的最强神族回来了 果然 没过多久 上千亵渎古神纷纷抵达战场 加入了战斗 带领这次进攻的猎神兽首领 正是刚刚复苏的九大旧日之一 时间之神 尼古拉 尼古拉看向斗志昂扬的亵渎族众神冷笑道 我以时间之道堪破过去 现在 未来 这一战 他们只是徒劳 忽然 他眉头一簇 眼神惶恐 旁边的鼠神察觉有意 便是问道 神主 怎么了 尼古拉一脸的惊骇 颤颤巍巍道 一个小时之后 有人将在我神兜渡劫旧日 快 回渊 回渊 旧日浩劫 会摧毁我们神兜的 激战震撼的战场上 猎神兽纷纷收到撤回母星的命令 正在这里战斗的乌里奥斯和艾古拉 卢克斯三人看着逃跑的猎神兽 心中震撼 我们仨 真厉害 他们被我们击退了 克朗姆星 陆子也携李壮壮 鄂洛伊两人冲了进来 黄金海妖虚空招展 破开母星防御 陆子也神性爆发 旧日浩劫 渡劫开始 陆子也到达克朗姆星 立刻遭遇了亿万猎神兽的围攻 但是他一点没慌 身边的李壮壮和鄂洛伊 强得有点过分 无数黄金海妖阵机虚空 那些可怖的黄金触手 宛如惩戒长鞭 疯狂横扫猎神兽阵营 激起 振振恐怖音爆 一枚枚虚空中的陨石 被黄金触手眷起 当成弹弓一样投掷出去 几十倍音速的陨石 轰得猎神兽惨叫连连 不少猎神兽 直接暴体身亡 陆子也 李壮壮 鄂洛伊 三个神明 挑战一个旧日神母星 而陆子也 已经在系统中 开启了晋级旧日的程序 天空异想突变 正在战斗的双方 都不由自主地 停下了手中的战斗 看向虚空 那种威压 那种极致的压迫感 从天际外涌来 克朗姆星的上空 直接裂开一道道裂痕 一些从未见过的生物 用锯爪扒开裂痕 从里面纷纷涌出 这些可怖的生物 来自起源地 那个曾经令亵渎之神 消失的未知神秘地带 宇宙的中心和发源地 一头巨兽高一千米 巨口一张 对着虚空一息 在其身前 立刻形成了一个黑洞 天空震荡 仿佛要将一切物质吞噬 一头巨兽无头 无尾 明曰混沌 只是对着前方一拳 克朗姆星的建筑 便是同步震战起来 要不是有屏障护持 差点直接崩塌 一头巨兽身披亿万灵甲 在一次次嘶吼中 这些灵甲直接竖了起来 闪闪发光 下一次 这亿万灵片 以数百倍因素 从身躯上暴射而出 宛如倾盆暴雨 轰击在克朗姆星的屏障之上 屏障立刻泛起点点涟漪 一部分护盾 因为连续遭遇重击 已经裂开了一道道裂痕 而更让人绝望的是 这样的旧日巨兽 足足有一万多头 陆子也默默将自己的生存点 升级到了不死之躯之上 叮 天赋序列 零四 不死之躯 LV40 0100E 这种战斗 分身越多越好 杜劫嘛 怎么能没有帮手呢 这个时候最尴尬的 就是克朗姆星上的这些猎神兽了 陆子也攻击他们 旧日巨兽也在攻击他们 一时间 他们都不知道先打谁了 但是 时间不等人 克朗姆星的防御屏障轰然爆开 巨大的屏障化为漫天神灰 洋洋洒洒掉落天际 旧日巨兽从外面冲锋而来 他们的目标就是杀死杜劫之神 和他周围的一切生物 陆子也将四十具分身展开成一排 对着前方的猎神兽 旧日巨兽 淡然道 杀 黄金海妖与分身同时爆起 金属操控已经净化 成为了万物操控 这一刻 陆子也将克朗姆星的建筑物 都全部先飞了 揉成一团轰向旧日巨兽 这一团物体混合金属 严实各种物质 手段简单粗暴 但是体积巨大无比 威力无穷 看到如此狂暴的进攻 那群可以制造黑洞的旧日巨兽 直接咆哮着一起张嘴 他们准备制造巨大的黑洞 将这些物质吞噬 下一刻 四十具分身同时说道 闭嘴 一股无形的力量 直接在巨兽的上下嘴唇上 施加无尽的压力 那些巨兽 居然真的张不开嘴巴了 乖乖闭嘴 这就是万物操控的恐怖之处 无论是空气 水滴 金属 岩石 甚至肉体 都是可以操控的 只要你的精神力足够强大 而刚才那一招 陆子也的分身 是操纵周边的空气 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真控地带 以极大的空气压强差 给予巨兽的嘴巴极大的压力 让其闭嘴 嗯 科学的镜头就是神学 而神力的镜头 也特么可能是科学 虽然有点不科学 甚至陆子也的分身 操控着一群巨兽的亿万灵甲 在空中转了一个弯 直接射向了猎神兽 后者瞬间傻眼 躲避不及 死伤一片 旧日巨兽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在他们光荣的族谱上 只记录过一次失败 那就是十个旧日神的渡劫仪式 尤其是亵渎之神的渡劫仪式 是他们旧日巨兽的耻辱 而今天 他们看着面前的年轻人 那死去的记忆开始苏醒了 他们感受到了同样的压力 还是熟悉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天空中的旧日巨兽 发起了更加强大的攻势 黄金海妖此刻发挥出了强大的战力 陆子也亲眼看见 几头黄金海妖 用触手撕碎了一头 呲牙咧嘴的旧日巨兽 但是更惨的 还是克朗姆星的猎神兽 他们夹在中间 两头被堵 两头被打 陆子也和旧日巨兽 变化着各种攻击招式 天空中神灰璀璨 虚空振战 使人都鬼都在秀 只有猎神兽在挨揍 憋屈啊 就在陆子也阵营长驱直入 准备发起对旧日巨兽总攻之时 一道声音悠悠传来 畜生啊 再老子的神都杜劫 你可真该死啊 花音落下一道魁梧的身影 在空气中缓缓凝结出来 与陆子也隔空对视 他的身后还有一万猎神兽 这就是攻打亵渎神族的那批大军 此刻已经撤了回来 而头领正是时间之神 尼古拉 此刻的尼古拉 看着自己破碎的神都 干都气得发产 他掌控时间之力 可以游荡于时间长河 理论上 他甚至可以回溯时间 让这里的一切 回到开战之前 但是 时间之力 是一个极其诡异的能力 你回溯时间消耗的精神力 与你改变的事物大小息息相关 比如 刚才过去的一小时 神都遭遇了毁灭性的破坏 几百头巨兽死亡 几十万列神兽死亡 你要去回溯这一段时光 承受的因果就太可怕了 等于你复活了这么多实力强大的生物 别说尼古拉 就算陆子也来了 估计都会精神分裂 如果过去的一小时 无大事发生 那么回到过去 承受的因果就极小了 想到这一点 尼古拉微微叹息 他在时间长河中看到了陆子也要在这里渡截 自己最快速度赶来 还是晚了 他也没想到 这个小年轻如此不讲武德 下一刻 尼古拉单手一挥 一条时间长河宛如灿烂星河在他面前扑开 时间长河中波涛滚滚 尼古拉身处其中 捏起长河中几滴水滴 将其捏爆 看向陆子也 你 该死 陆子也保持高度警惕 可是身边并无事发生 就在其不以为然之时 自己背后忽然窜出一柄巨剑 刺透了自己的胸膛 这 陆子也心中大害 这人竟然将攻击时间定在未来某一秒 直接偷袭自己的后背 毫无征兆 毫无感知 这就是时间之力吗 这一剑 就真的很贱 他没有任何征兆 无法预判 陆子也看着自己的本体 被一剑穿透 心中惶恐 好在自己的四十具分身 可以带偿所有伤害 不多 也就能抗住毁灭几个银河系的伤害吧 其实还挺可怕的 尼古拉不可思议 看向远处的年轻人 卧槽 这年轻人 有点东西啊 自己的时间法则 不同于任何攻击方式 其他攻击方式都有迹可循 可以防御 可以躲避 但是自己的时间法则发动的攻击 直接施加在某个时间点上 你怎么躲 远处的陆子也看向尼古拉 直接发动了混沌潮汐 没错 现在的潮汐已经不局限于金属了 只要身边有物资存在 一切皆可利用 砰砰砰 陆子也的身体周围 连续发出几次剧烈爆炸 各种攻击方式 埋伏在未来时间 就宛如定时炸弹一样 只要时间一到 直接引爆 陆子也的本体 并没有任何生命增幅 一次次原地爆炸 但是又一次次被分身带长伤害 原地支棱了起来 就特么很魔性 宛如打不死的小强 折磨了这么久 陆子也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居然还一个分身 都没有躺下 就离谱 毕竟四十具分身 现在都被一万亿的精神力增幅 一具分身的生命值 早就超过了几百亿兆亿 陆子也的混沌潮汐 遮天蔽日般 席卷了尼古拉所在的位置 而李壮壮和鄂洛伊 两人则是与旧日浩劫疯狂对轰 他们俩竟然选择了 最简单粗暴的战斗方式 那就是肉搏 黄金海妖竞战私逼 恐怖至极 那漫天挥舞的金色触手 每一击都将虚空震碎 无数空间乱流肆虐战场 诡异而恐怖 陆子也这边不断承受着 那些来自未来的攻击 这他们让人很绝望 又很无奈 操 陆子也的本体 被打碎了几百次了 火冒三丈 长这么大 就没受过这种委屈 混沌潮汐在万一精神力的加持下 直接将尼古拉所在的虚空全部包裹了 潮汐立刻幻化成一座巨牢 将尼古拉囚禁其中 下一刻 囚牢周边无数根锋利的长矛 对准备困住的尼古拉抱袭而去 数百倍音速的长矛 发出刺耳的呼啸声 轰击而去 尼古拉不慌不忙 双手赴后 在世界长河中拾起一滴水珠 口中的难道 过去 现在 未来 我在 我也不在 下一刻 身体虚幻 直接消失 只留下虚空中的一抹神灰 而一碗跟长矛 铺了个空 扎了个寂寞 囚牢轰然爆炸 重新换化为抄袭 滚滚向前 而尼古拉的身影 在原地又出现了 他对着路子也摇了摇手指头 你的任何手段都与我无用 这就是救日神的强大 绝望吗 小辈 是啊 时间法则太过强大了 路子也算是看明白了 刚才的尼古拉直接消失 将自己出现的时间推后了几秒 按照这个思路 自己物理意义上的任何攻击手段 确实对这个尼古拉 没什么用处 一朵混沌潮汐中的浪花雀跃奔来 他兴奋地跳到了路子也的手中 这朵浪花上面 夹带了一些神灰 正是尼古拉消失之后 留下的神性残留 路子也微微一笑 有点东西 但不多 如果我使用虚空所敌 阁下又如何应对呢 尼古拉没听懂路子也在说什么 对着路子也勾了勾手指不屑笑道 你过来 如你所愿 路子也万亿 精神力气气爆发 混沌潮汐直冲虚空 一亿禀天巨剑立刻完成 剑锋齐刷刷对准了尼古拉 尼古拉觉得路子也很可笑 时间法则不是你通过增加武器数量就能弥补的 别说一亿巨剑 就算万亿 照一又能如何 下一刻 路子也沟通系统 系统 虚空锁敌发动 叮 虚空锁敌启动 请指定目标 路子也 目标 尼古拉 正在检测攻击可行性 检测完毕 满足攻击条件 您拥有对方的信息材料 虚空锁定发动成功 因为路子也手里拥有尼古拉的神灰残留物 自然可以发动虚空锁敌 路子也颇有意味地看向尼古拉 等死吧你 果然 亿万巨剑直接杀出 直奔尼古拉 尼古拉微微一笑很倾城 雕虫小技 他又消失了 他又出现了 等尼古拉出现在另外一个时间节点之后 刚刚现身 正准备嘲讽路子也 区区巨剑合足 卧槽 他惊讶地发现 这些巨剑直接出现在了他身后 要不是他立刻又消失在另外一个节点 估计就被直接命中了 接下来 搞笑的 一幕出现了 尼古拉不断消失 那些巨剑就跟冤魂一样 会立刻轰向他出现的新时间节点 路子也看到这一幕笑道 无论过去 现在 还是未来 你都死定了 虚空所敌 无视距离 无视时间 空间 尼古拉每次变化时间节点 都会消耗神性和时间之力 这样下去 早晚会被累死 路子也这里直接不管了 这人已经废了 时间法则 早晚是我的 他看向了虚空中那些旧日浩劫和猎神兽 直接冲天而起 四十具分身同步前进 踩着混沌潮汐冲锋而去 这一战 足足厮杀了一天两夜 和亵渎之神晋级之时一样 路子也和李壮壮 鄂洛伊 追着旧日浩劫看 这一刻 那些旧日巨兽心中震撼 到底是你的杜劫 还是我们在杜劫 怎么感觉自己在劫难逃的感觉 路子也的系统中出现了一道优美的提示音 叮 恭喜您图进旧日浩劫 成功晋级旧日神明 路子也浑身神灰灿烂 神性暴涨 亵渎神族 十格亿万纪元 再次拥有了一名旧日神明 路子也 这一战 击杀了无数旧日巨兽 还有猎神兽 路子也看了一眼自己的生存点基础收益 倒吸了一口凉气 当前生存点基础收益 一千万生存点分 当天 亵渎神殿之上 得知路子也晋级旧日后的亵渎古神们 集体挂出了一条横幅 猎神兽 死 猎杀时刻 到了 路子也现在已经拥有了一千万生存点每分的收益 什么概念啊 也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下来 路子也可以增加一百四十四亿生存点 最让人懵圈的是 路子也和尼古拉的战斗 看似完结了 但是又没有完结了 尼古拉动用时间之力 逃亡到了未知心欲 但是路子也的虚空所敌 不死不休也追了过去 有的人看似活着 其实他已经死了 剿灭了猎神兽 路子也也开始炼化克朗母星 路子也还是第一次炼化 拥有旧日神存在的母星 格外激动 他搓了搓了手 勾动系统 炼化克朗星系 定 正在炼化中 1% 2% 炼化成功 您攫取了海量神性 您的神域等级提升到了LV1500 一亿1501 您的圣余面积扩大500 您的神族实力再次上升 蓝星神域晋级为旧日级神域 开始孕育旧日级别物种 666 自己的剩余都1500级了 路子也惊讶地发现 在蓝星 一共拥有14个起源级物种了 古神级的物种不计其数 说句谦虚点的话 自己的蓝星神族全部出动 如果抛开尼古拉的存在 可以毁灭克朗母星8次 那些猎神兽 根本不是自己蓝星神族的对手 不在一个级别上面 路子也在晋级旧日成功之后 立刻带领亵亵渎神族 开始探查猎神兽的踪迹 现在攻守之势已经改变了 换成亵渎神族追杀猎神兽了 一百万亵渎古神 现在都将路子也 看成亵渎之神转世 他们坚信 路子也可以率领亵渎神族 再次走向辉煌 但是路子也却是陷入了两难 这个困境和当初的猎神兽一样 想要找到敌人 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当初猎神兽能不断击杀亵渎神族 也是因为 把持亵渎神殿大权的利维坦叛变了 整整五天 路子也率领亵渎神族 在各大星系构建通道 费时费力不说 效率极其低下 毕竟宇宙是无限庞大的 就在路子也一筹莫展的时候 找开了一次亵渎神族的会议 一百万古神全部参加了 会议的主题就是 如何找到猎神兽 并杀了他们 一名叫古拉斯的亵渎祖古神 给路子也提供了极为关键的线索 尊敬的旧日之神 净化法则的掌控者 亵渎神族的至高存在 属下古拉斯有一侧 尼古拉极为谦卑 对路子也十分恭敬 路子也名字前面的称号一大堆 路子也有一种感觉 以后自己的称号估计更长 但说无妨 路子也微笑道 宇宙虽然大 但是猎神兽和我们一样 他们也经常举行 九大旧日神族的会议 而这些会议 尼古拉都参加过 就算后面他陷入了沉睡 可是 有什么事情 能够逃离时间长河的计算呢 路子也豁然开朗 对啊 时间长河 时间法则 有了这个法则 自己就可以在时间长河中 查看猎神族留下的记忆 不过古拉斯又愁眉道 时间长河慢慢 宇宙又无际无边 想要在时间长河中 查询某一个具体的事情 需要极其庞大的精神力 建议伟大的旧日之神 净化法则的掌控者 亵渎神族的至高存在 您能掌握一些确切的物质 进行引导 比如克朗姆星的残留物 如此一来 事半功倍 好建议 好建议啊 路子也立刻采纳了古拉斯的建议 并且立刻去 已经被炼化掉的克朗姆星周边 找寻了一些确切的物资 用来引导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尼古拉死亡的讯息了 在宇宙深空某个行星带上 尼古拉忽然现身 他气喘吁吁 自己利用时间法则 一会出现在未来 一会出现在过去 可是这狗日的一一柄巨剑 宛如甩不掉的臭狗屎 总是会立刻跟过来 他已经跑了整整一 八万个地点 切换了一 八万个时间节点 神性宛如女孩子的大姨妈一样 一泄千里 草啊 他无能狂怒 因为他刚刚出现 那些巨剑又跟了过来 他不得不再次更换时间节点 而身体也再度虚弱了下去 每次动用时间之力 消耗的神性并不少 尼古拉存在了无数个纪元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有一天会是被累死的 终于 十九天之后 尼古拉选择出现在了克朗姆星 他只有一个愿望 死在自己的故土 这个要求真的不高啊 我特么都认命了啊 可是 当他出现在克朗姆星的时候 看到的是一片虚无 克朗姆星没了 这里的猎神兽也没了 一代旧日之神 时间法子的掌控者 利杰 他绝望的瞳孔中 倒映着亿万巨剑 下一次 巨剑透体而过 尼古拉双膝跪地 死的时候 最后一句话是 去你妈的陆子野 好恶心啊 另一边 躺在亵渎神殿的陆子野 从神座上弹了起来 没错 就是像弹簧一样弹了起来 这一幕看到乌里奥斯一脸猛逼 怎么了 艾古拉和卢克斯 也是投来了一样的目光 神座上没有钉子啊 神也不会长痔疮啊 怎么就弹射起步了 陆子野口中缓缓道出真相 尼古拉死了 下方三人同时高呼 终于死了 尼古拉死的憋屈 这群人也等得辛苦啊 天天盼望着对方快点隔屁 下一刻 陆子野的脑海中 一条条信息传来 叮 恭喜您击杀了旧日神明 您获得了时间法则 无数关于时间法则的信息 留在陆子野脑海中落定 并化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陆子野已经请客间 掌握了时间法则 唯一不一样的是 他的精神力远比尼古拉强大 陆子野的手掌 在虚空中一抹 一条奔流不息的时间长河 凭空出现 比起尼古拉的时间长河 陆子野凝聚得更加澎湃 更加宽阔悠长 陆子野在将克朗姆星 获得的残留神性 化为神灰洒相时间长河 河边上 立刻有许许多多的水滴 与之发生了关联 陆子野明白 所有有关联的水滴 都代表克朗姆星的过去 陆子野一一查看 都是一些克朗姆星猎神兽 进攻亵渎神族的画面 三个小时过去之后 陆子野在一滴水珠中 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他眉头微醋 画面中 九大旧日古神 齐聚克朗姆星 他们在商议着重大事件 画面中 九大旧日古神 齐聚克朗姆星 他们在商议着重大事件 陆子野利用神性 将水滴具象化 下一刻 身边的环境立刻发生了变化 陆子野就站在 克朗姆星的神都会议室 这种手段类似于造物 将时间长河中的场景 再度重现 用科技来解释 类似于三地全息 陆子野身临其境 但也只是旁听 无法改变事实 九大旧日死去的 也无法复活 活着的 也无法在这里被击杀 只是一个投影 只见时间之神 尼古拉先开口了 感谢诸位 将精神力汇聚在 我时间长河之上 我也终于感觉到了 那个地方的波动 以及他陨落位置 我利用时间长河 看到了当年 他进入起源地之后的景象 他没有死 而是重伤逃离了出来 可惜 就算是我们几何了 九人的精神力 我也未能测算出 他陨落的那颗星球的具体位置 我只看到了 那是一颗白矮星 一片死尽 只有等我们调息之后 再次推演了 其余八个旧日神 皆是流露出狂热 那可是亵渎之神的遗海 说不定还蕴含着 亵渎之神的力量 要知道 他们当年九个 都没打过亵渎之神 这股力量 让他们无不疯狂 他们九个人复苏之后 都感应到了 亵渎之神的气息 这种感觉很微妙 于是 他们便是聚集到了一起 将所有精神力 投入时间长河 追溯到了无数纪元之前 亵渎之神 进入宇宙起源地那一天 而尼古拉也终于看到了那一天 亵渎之神 从起源地逃离 身负重伤 将自己封锁在了一颗死亡的白矮星上 九大旧日神无比兴奋 其中净化之神遗憾道 我复苏最晚 看样子 得需要让利维坦多 贡献几个亵渎神族的位置 待我得到足够的神性 我们一起前往那个地方 攫取亵渎之神的遗骸 众神皆是点头赞同 路子也看到这里 已经知道了后面事情的走向 谁也没有想到 净化之神栽在了利维坦的手里 导致他们没有足够的精神力 推演亵渎之神的位置 而九大旧日神中的尼古拉死后 更是少了核心 没了时间长河 他们没办法继续寻找 路子也感应着现场的气息 将这次会议的信息一点点提取 他锁定了剩下七个旧日神的位置 心中了然 退出了时间长河的具象 一旁的乌里奥斯等人看到 异象消失 立刻围了过来 问道 怎么样 有什么结果了没 路子也眼神坚毅 点了点头 亵渎之神极有可能还没死 他封印了自己 可是他的位置目前存疑 需要极其强大的精神力 才能锁定他的位置 众人听闻亵渎之神还没死 心中大害 这位独断古今 葱横宇宙的强者 竟然还活着 对于乌里奥斯等人 他们最破切想知道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亵渎之神 要给猎神兽种下思想刚硬 追杀亵渎一族 这不是他应该去做的事情 甚至等于背叛了亵渎一族 这件事 路子也没有扩散出去 只有乌里奥斯几人知晓 如果知道的人太多 甚至会动摇亵渎神族的信念 亵渎之神 在每个亵渎族人的心目中 地位崇高 视为亵渎神族的开创者 艾古拉看向路子也 老爹 未来的路 我们可能无法陪你走下去 但是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永远都在这里 我也不知道 未来会怎么样 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亵渎神族的未来 已经与你绑定 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许多往事 都需要你去揭开 我们的命运交与你手 不要有压力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们会以微不足道的力量 在后面支援你 卢克斯将一只手 搭在路子也的肩膀上 乌里奥斯将手 放在路子也的另一肩膀上 夫妻俩同时开口 去吧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 路子也点点头 人这一辈子 总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明日 宣战七大旧日神 刚才我在时间长河 已经洞悉 时间之神死亡后 他们已经纠结了 所有的猎神兽 准备发起终末之战 时间就在三日后 但是 我们亵渎神族 不应该被动挨打 我们就算死 也应该死在冲锋的路上 明日 我们亵渎神族将 拼死一战 肃清七大旧日 没错 刚才路子也除了洞悉了 九大旧日的会议内容 还从时间长河中 看到了时间之神死后 七大旧日之神团结在一起 他们对路子也 产生了恐慌心理 他们明白 路子也的崛起速度 太过害人 如果有一种 击败路子也的可能性 那就是 尽早发起决战 不能给路子也 任何时间发展 李壮壮 缓步上前 拍了拍路子也的胸膛 嘿 兄弟 你忘记了 还有我这个就是主吗 干嘛垂头丧气的 你还记不记得 我在京都被人围困 是你将我救了出来 踏上传奇境界 这一路上 我什么时候是弱于人 放心好了 赢了一起狂 输了一起狂 我们从小不就是这样过来的 这一次 我来帮你搞定 路子也微微一笑 与救世主碰了一个拳 谢谢 恶洛伊也将拳都碰了过来 怎么能少了我 当初我在神都卖幼崽 以为自己将死于神战 结果不曾想 与你一路厮杀到了现在 海妖一族感谢神主 一直以来的照顾 我们海妖一族 也该让敌人 见识一下我们的实力了 谢谢 这一刻 路子也从未把二人 当作自己的属神 而是兄弟 患难与共的朋友 明日 我们杀出一个未来 爱古拉将手掌 盖在乌里奥斯的手掌上 这个动作 意味着大家生死与共 杀 卢克斯紧跟上 杀 李壮壮和鄂洛伊 也加入其中 所有人将目光投向路子也 路子也缓缓伸手 与众人合在一起 那就杀 一日 百万亵渎神族古神 一千一百百万亵渎 神族主神级强者 齐聚亵渎神殿周边空域 爱古拉耗尽自己神性 根据路子也提供的 七大救日神坐标 建造了空间通道 路子也单手指向偌大的空间通道 今日 亵渎一族与猎神兽 只能留其一 亵渎神族的勇士们 随我杀出一个未来 毅力万载的亵渎神殿虚空中 亿万神族响应 杀 路子也主动发起这场战争 是有考虑的 在时间长河中 已经看到了七大救日神 准备发起对亵渎神殿的进攻 与其将战火 烧在亵渎神殿的足地 还不如去对方的神兜 杀他一个天翻地覆 这一战 是路子也最为困难的一战 以亵渎七 以亵渎神族亿族之力 去撼动七大救日神族的滔天威士 后人的历史 也许会记录 这次神战为以卵基石 不自量力 导致亵渎神族陨落 也有可能写到 亵渎神族以亿族之力 镇压救日神族 一统还宇 路子也在时间长河中 看到了无数个可能性 这件事 竟然无法通过时间长河来洞悉 里面掺杂的因果 果邪的势力 太过庞大了 艾古拉亲近神性建立的空间通道 极其辽阔 亵渎神族众神 跟随路子也直接杀了进去 空间通道尽头 那是无比璀璨的神灰 前方亿万猎神兽 察觉到了空间异动 早早地对这个空间通道 进行了封锁 无数神迹轰向空间通道 猎神兽杀生震天 亵渎者 死 李壮壮和鄂洛伊 率领蓝星所有黄金海妖 冲在了最前面 他们乘着路子也制造的混沌浪潮 挥舞着黄金触手 一马当先 虚空阵战 万处其辉 空间通道的镜头 立刻爆开阵阵剧烈的冲击波 无数猎神兽 直接被黄金海妖撕裂成为碎片 那些倾盆低落的神血 被冲击波阵当化开 染红了虚空 纷纷扬扬飘落 灯火阴光 浩然前行 亵渎神族燃烧神血 一往无前冲锋而去 而猎神兽则是死战不退 坚守通道镜头 他们的背后便是旧日神帝 路子也身形化为一道流光 似是巨分身 在其身边斜同冲锋 混沌潮汐 卷起亿万丈海啸 在通道尽头 破开一道缺口 李壮壮身形巨大 一掌击碎前方缺口的一匹猎神兽 大哥 杀过去 我来挡住 李壮壮宛如晴天俱住 双手成天 双足踏着猎神兽的尸骸 将这个缺口一点点扩大 他的身躯 则是承受了亿万猎神兽的攻击 威然不动 鄂洛伊发出刺耳的嘶吼声 他的背后 长出无数黄金触手 疯狂横扫战场 后方的百万亵渎古神 也从缺口汹涌杀出 亵渎神族突破了猎神兽 对通道口的封锁 亵渎神族一点点扩大战果 跟随陆子也的分身 一点点杀出 他们来到了旧日神帝 这里曾经是九大旧日诞生的地方 如今神灰依旧璀璨 那巨大的中末之城 和其壮阔 城池的防御 坚固的令人发指 七大法则巩围着这座城池 生命法则 命运法则 力量法则 每一个法则都极度强大 七大旧日立于中末之城 远远的凝望着陆子也 下一刻 他身形开始变得模糊 融为一体 七大法则之力 演化出了陆子也这一辈子 见过最为强大的敌人 还宇救神 唯 之所以是唯 那是因为 少了两个旧日之神的力量 陆子也看到面前的还宇救神 呼吸都变得凝稚 那是命运法则在影响自己 他感觉自己的生命 在一点点流逝 陆子也神性爆发 一条璀璨的时间长河 宛如银色瀑布 从天外奔腾而来 他踏河而上 拾取了一朵浪花 那是自己生命最为璀璨的一刻 陆子也将其凝固为永恒 具现到当前 生命流逝的现象 立刻得到了缓解 还宇之神微微一笑 这一笑把李壮壮给彻底惹怒了 黄金战刀在手中旋转一圈后 以几百倍音速刺向还宇之神 口中爆喝 笑个锤子 还宇之神看着狂暴的黄金战刀 只是轻轻用一根手指轻轻一点 黄金战刀的刀锋 便是瞬间停滞在面前 悬浮于虚空 这一刻仿佛静止 力量法则 只要是以力量为攻击方式 对方均是一一化解 轰 李壮壮双脚踏地 地面立刻炸裂出万丈裂痕 整个身形爆起 赤手空拳 轰向了还宇之神 几千米高的李壮壮和其凶猛的威势 可在接近还宇之神的一瞬间 李壮壮仿佛看到了夕阳下势的奔跑 他的记忆不断回溯 他的身躯在一点萎缩 法则 生命 李壮壮旺盛的神性正在一点点枯萎 可是下一刻 李壮壮的双目绽放出万丈神盲 口中爆喝一句 你杀不死我 我特么叫救 是主 远处的路子也将释放自己的神性 注入了极为强大的思想刚硬 李壮壮坚信自己的身份就是救世主 我命由我不由天 如果还宇之神要他的命 那么他便逆天改命 李壮壮的拳头 破开生命禁锢 一拳轰向还宇之神 还宇之神明显被眼前的荧幕震撼到了 身形凭空后退 躲开这一击 就好像他所处的空间 可以任意改变一样 法则 空间 还宇之神后退的位置 立刻被路子也的分身连续轰击 虚空塌陷了一大片 乱流横飞 还宇之神依然面色不改 你 该死 还宇之神察觉到了路子也身上 拥有亵渎之神的信仰之力 呵呵 生与死 不是你来决定的 你没有资格 路子也傲力虚空 四十分身一字排开 混沌潮汐已经遮天蔽日 弥漫了整个旧日神地 可怜的猎神兽 可怜的亵渎神族 还宇之神连连摇头 他看向虚空之中 还在不断陨落的猎神兽 和亵渎神族众神 喃喃自语道 信仰不过就是掩盖真相的工具罢了 有了信仰 众神再也不用去思考宇宙的起源 猎神兽为了一具亵渎者 死 枉活了多少个纪元 亵渎之神恶毒之处就在于 他的思想刚硬 我们无法解除 他的肆意妄为 让九大神族白活了多少纪元 路子也没有说话 他只是静静聆听着 信仰难道真的只是掩盖真相的工具 我告诉路子也是救世主 似乎确实掩盖了一些东西 我告诉蓝星人类 人类必胜 蓝星永存 似乎也在掩盖蓝星当时 岂岂可畏的真相 信仰 到底是什么 而亵渎之神 为什么要让亵渎神族 与猎神兽厮杀了无数纪元 或许这一切 只有找到亵渎之神的遗骸去验证了 如果信仰是为了掩盖真相 那么他到底在隐瞒什么 路子也看向环宇之神 猎神兽的思想刚硬 是何时种下的 十大救日神 为什么在起源时代要厮杀 听到路子也的提问 环宇之神哈哈大笑 看向路子也的眼神 仿佛在看一个傻子 小辈 你为什么会觉得是九大救日挑起的起源大战 你有没有想过 十大救日本来一派和平 是因为亵渎之神 给我们种下了亵渎者死的刚硬之后 我们才陷入了起源大战 路子也脑海一阵轰鸣 难道 真的是亵渎之神挑起的战争 这 环宇之神的话 让路子也陷入了沉思 他心中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这件事上 猎神兽和亵渎神族 似乎都没有选择的余地 甚至沦为了棋子 环宇之神看着路子也 一脸凝重的样子 微笑道 所以 小辈 你我之间只能活下去一方 我们身后都有自己的神族 为了生存 你我都没有错 我们并无不同 我祝福你 也诅咒你 来吧 拿出你的本事 这存在了亿万纪元的刚硬 也该有个了断了 路子也点点头 他明白环宇之神的意思 当猎神兽杀光了所有亵渎神族 思想刚硬自然解除 他们将迎来更快的崛起 他们等待这一天 已经太久太久了 七大法则之力同时爆发 生命 命运 力量 空间 路子也所在的区域 变成了莫名的能量场 环宇之神的神性 爆发到了极致 那些扭曲的空间之中 时不时爆发出诡异的攻击方式 有巨兽的撕咬 有利爪挥机 有常见裂空 有战刀横扫 路子也的分身 踏着混沌潮汐 与环宇之神的各种诡异招式战斗 这些分身利用时间法则 总是提前化解危机 甚至还能出现在未来某个时间点 发起致命攻击 虚空中 路子也联合理壮壮 恶落一份战 双方打得难分难减 黄金之处碎裂之后 漫天都是 纷纷扬扬掉落 路子也还是第一次看到 某种力量 可以破开黄金海妖的防御力 路子也爆喝一声 所有分身开始攻击 虚空中环宇之神的破绽 一道道神灰爆裂开来 双方的神性都在疯狂消耗着 这个时候比拼的就是底蕴了 路子也以一敌七 不落下风 归根到底 还是因为蓝星神域 1500级之后 提供的强大神性 在支撑着他的战斗 蓝星神域亿万神族 此刻被蓝星永存的 思想刚硬所激励 提供的信仰之力 大到惊人 双 蓝星神域亿万神族 为您提供了2000亿信仰之力 已经转化为精神力 当前精神力 14000亿 感受到了一股 强大无比的精神力注入身体 这一刻 路子也神血沸腾 混沌潮汐汹涌向前 那狂暴的潮汐 直接形成了一堵海啸一般的壁垒 滚滚向前 掩埋一切阻挡他的存在 只不过路子也的混沌潮汐 并不是海啸 他由各种物质组成 宛如泥石流一般 无法阻挡 环宇之神的法则进攻 有败退之势 他凝视着那个 站在潮汐浪肩上的男子 心中叹息 一切都是命啊 猎神兽于亵渎神族的出现 就是命运的捉弄 九大旧日复苏后遇到你 也是命运的安排 你很强大 你的神域 竟然能凝聚如此狂暴的神性 利维坦和尼古拉 确实死得不冤 既然是命运的捉弄 那么今日就让命运 来为我们的战斗画上句号吧 环宇之神话音落下 双手在虚空中画了一个圆环 七大法则凝聚出来一枚命运之环 圆环不断扩大 禁锢了战场 陆子野 环宇之神 李壮壮 厄洛伊都立刻动弹不得 七大法则之力 凝聚出来的终极力量 环宇之神曾经打算用这一式斩杀 亵渎之神 可惜 当年他们的实力不足以示服这一击 无数个纪元之后 他们终于见证到了命运之环的强大 不过 问题在于 这个命运之环 不分敌我 会无差别攻击 谁生 谁死 都是命 命运之环锁定战场 一道无比狂暴的神灰斩杀而来 陆子野的一具分身直接爆开 这一击 竟然击杀了陆子野的一具分身 那可是几千亿兆亿的生命值啊 又是一击斩下 环宇之神的一条胳膊 直接被斩飞 环宇之神看着自己的神血喷涌 冷笑道 再斩 一道道神光继续杀入战场 这让陆子野非常惊恐 这怎么搞得和玩鹅是轮盘一样 一把左轮里面有一发子弹 轮流开枪 谁死都看命 神光一道道斩下 陆子野挨了五次 环宇之神挨了三次 环宇之神冷笑道 小辈 看来命运不站在你这边啊 陆子野的脑海飞快转动 他想要找到破局之法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擦大哥 我居然能动啊 陆子野惊骇地看着面前这个熟悉的面孔 李壮壮为什么能摆脱命运的束缚 这特么是什么情况 显然 比陆子野更加震惊的是 环宇之神 他想不通 一个属神凭啥 可以挣脱命运之环的控制 而李壮壮 只是咧嘴一笑 越努力 越幸运嘛 这个时候 陆子野才豁然开朗 怪不得这个逼都没受伤 幸运难道真的可以和命运抗衡 李壮壮巨大的身形 站在了陆子野和鄂罗伊身前 那些神光再也没有眷顾这边 而是无一例外的轰向了环宇之神 环宇之神的身躯被神光一点点撕裂 他的眼神从疑惑变为绝望 自己被自己制造的杀招击毙 放在整个宇宙 也是十分炸裂的存在了 陆子野看着对方的神性一点点磨灭 系统中奖励的声音也是接踵而至 叮 本次神战 你击杀古神若干 击杀旧日七名 生存点基础奖励提升至八千万点分钟 叮 恭喜您获得了七大法则 你现在可以通过融合九大法则 实力得到飙升 当前精神力提升至五万亿 精神力提升了好几倍 这让陆子野的神性感知也提升了许多倍 战斗落下 猎神兽全部殒灭 整个环宇之内 亵渎神族再无敌手 亵渎神族一片沸腾 乌里奥斯等人也是十分兴奋 他们迫不及待问道 神主 不知道亵渎之神的神骸位置 您现在能推测出来吗 骆子野手只在虚空中轻轻一点 一条时间长河奔涌而来 这一次 他更加辽阔 无边无际 看不到源头 骆子野可以通过时间长河追溯的时间节点 也更加悠久了和清晰了 他逆着时间长河上 在一朵浪花中看到了一个画面 骆子野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面前几人沉声道 他 没死 而现在 复苏了 亵渎之神 苏醒了 骆子野心中大害 自己刚刚击杀了所有旧日神族 他就苏醒了 自己原本打算在晋级之后 好好积累一下实力 苟上几年 晋级比旧日更加强大的存在 再去探寻那颗白矮星 可是现在看来 自己不得不面对他了 因为 他的气息越来越清晰了 这证明 亵渎之神正在靠近自己 而周围的几人 已经被陆子野的话 彻底震撼了 亵渎之神苏醒了 换成以前 他们会彻底疯狂 亵渎之神 可是亵渎神族的精神领袖 可是 陆子野出现之后 就彻底不一样了 是陆子野带领他们 一步步战胜了猎神兽 歼灭了旧日神明 而且他还知道了 原来让亵渎神族 颠沛流离无数纪元的最终原因 竟然有可能是亵渎之神一手为之 正是因为他给猎神兽 种下了思想刚硬 才导致了无数个纪元的神战 如今 亵渎之神复苏之后 第一件事 就是前来寻我 又是为何呢 陆子野微微一笑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心中忐忑 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客人是谁 那可是亵渎之神啊 曾经历压九大神族 种下思想刚硬 踏入宇宙起源地的狠人 亵渎神族 与猎神兽的终末神战 落下了帷幕 陆子野也开始吞噬旧日神帝 和周边的各大猎神兽神域 系统中 庞大的神性汹涌而来 让陆子野的神性 一次次飙升 虽然1500级之后的神域升级 需要海量的神性 但是也架不住这一次的收益 太过庞大了 丁 您吞噬了旧日神帝 您的蓝星神域 再次扩大500% 成为目前已知宇宙范围内 最大的神域 等级从LV1500 成功提升至LV2000 131亿 2001亿 好家伙 陆子野从系统的提示信息中 看到了一个格外醒目的一句信息 已知宇宙最大 没错 自己的神域 竟然成为了已知最大 只不过 有一个前提 是已知范围 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会出意外的 肯定还有什么 宇宙未知神域 丁 您的亿万神族备受鼓舞 随着神域的扩大 蓝星神族为您提供了 一万亿信仰之力 已经转化为精神力 当前精神力 六万亿 陆子野欣然接受了这些战利品 感受着全身上下澎湃的神性 带领亵亵渎全族 回归亵亵渎神殿 亵渎神殿 百万亵渎古神 还剩下七十亿万 此刻 他们很多人的伤势还未痊愈 但是没一个人缺席 他们都要见证亵渎神族 这历史性的一刻 陆子野会见亵渎之神 他 他来了没有 一向冷静淡定的乌里奥斯 第一次说话结结巴巴 忐忑不安地看向陆子野问道 陆子野看向虚空 一双神木深邃无边 仿佛能看清宇宙的尽头 或者仿佛他的 双目之中便是宇宙 乌里奥斯第一次对身边 这个曾经的小老弟感到畏惧 他的强大令人窒息 哪怕他对自己没有任何恶意 也令人生畏 凡人不可指示神 而这一刻 乌里奥斯感觉自己 作为一尊强大的古神 竟然都不敢指示陆子野了 其恐不可见一般 耀眼的神灰弥漫开来 所有亵渎古神都不知道 这漫天神灰从何而来 只有陆子野 默默地在自己身旁 用万物操控能力 塑造出了一具神作 前辈 请上座 陆子野先礼 因为他并不知道对方的意图 更不可能见面就开打 自己一向是儒雅随和的 不喜打打杀杀 陆子野的神木 看到了一粒极其不起眼的尘埃 落在了神作之上 然后慢慢凝聚出人形 一个和自己年龄无异的男子 但是陆子野知道 这人是已经活了 不知道多少纪元的 亵渎之神 曾经的宇宙最强旧日 很有礼貌的小辈 不错 不错 也难怪 你能带领亵亵渎神族走到今日 我属实没有想到 亵渎之神一脸和善 点头道 下方的亵渎众神 皆是神情哑然 这些强大的古神 第一次如此拘谨 面对自己的老祖 他们竟然不知道该做什么 说点什么 忐忑不安 才是此刻他们的心中写照 陆子野回忆微笑 前辈得以复苏 是亵渎神族之性 不过晚辈 有诸多疑问不解 相信全知全能的您 一定也知道我心中疑惑 全知全能 下方亵渎古神们 皆是哑然 他们从未听过 有什么神能 强大到这种地步 最关键的是 如果亵渎之神 是全知全能之神 那么陆神是如何得知的 难道他更强 呼 亵渎之神叹了一口气 缓语之内 我未知的事物确实不多 但你是一个意外 你出现之后 我竟然看不透你的未来 也看不透亵渎神族的未来 甚至宇宙起源地的未来 也变得模糊起来 以前可不是这样 陆子野笑了笑 前辈细说以前 譬如起源地 譬如您的思想刚硬 一提到思想刚硬 下方的七十万亵渎古神 也开始紧张起来 因为他们也很想知道 为什么亵渎之神 给猎神兽种下 如此狠毒的思想刚硬 让亵渎神族也陷入危机 亵渎之神的动机 也将由这件事决定 影响到亵渎神族 视他为敌人 还是有人 这个思想刚硬是 我从起源地幸存回来 冒着神性溃散的风险时候 种下的 亵渎之神看向虚空 若有所思 为何 陆子野追问 我在起源之地 丢失了自己的神格 他离我而去 相信你知道我说的什么 陆子野大惊 恐怕就是系统吧 这玩意 以前竟然是他的神格 起源之地中 我选择了 晋级全知全能神格 我认为 这才是宇宙之强神 应该具备的 那个时候 我已经肃清了所有敌人 再无敌手 无敌是寂寞的 我选择改变 可我错了 亵渎之神叹息道 因为你晋级了 全知全能后 发生了什么 陆子野似乎 已经快接近真相了 因为我在起源地的存在 宇宙中 其他恐怖存在复苏了 他们被宇宙暗物质 封锁在起源地 本来相安无事 可我 可我的进入 让他们有机会逃逸 我晋级全知全能之后 看到了这些恐怖存在 将亵渎神族和猎神兽 屠戮殆尽 宇宙一片虚无 于是我选择逃离起源地 耗尽自己所有神性 重新了起源地 并种下了思想刚毅 让猎神兽和亵渎神族 陷入厮杀 让两个阵营 在战火中保持均衡 不让任何一族崛起 像我一样 起源地 大可以种下 禁止探索起源地的思想刚硬 何必让他们陷入厮杀 陆子也收起笑容 看向亵渎之神 前辈 你再说谎 感受到陆子也的眼光 亵渎之神微微一笑 有意思的小辈 我的话你可以信 也可以不信 但是今天我来 你是来收取十大救日法则的吧 这一切 不过是 你在起源地受创之后埋下的伏笔 一个横跨了无数纪元的计谋 陆子也直接点出了 亵渎之神的想法 陆子也认为 亵渎之神的话 半真半假 可能起源地的确有某些恐怖的存在 但是他没说全部实话 陆子也又反问道 你的实力 当年已经足以收起是大法则 为什么当初不收集 现在想着来收集 绕一圈图个啥 亵渎之神笑道 相信你也品尝过信仰之力 带来的巨大收益 想要突破救日神 必须依靠思想刚硬来获取更多的信仰之力 而我的想法是 给九大救日神族 种下思想刚硬 所以 你就牺牲了自己的亵渎神族 陆子也笑道 当你想要追逐更远的尽头 必然要放下眼前的风景 而宇宙的尽头和起源都在那里 亵渎之神看向虚空 眼神中充满了向往 亵渎神殿下方 无数亵渎古神都脸上写满了悲愤 因为他们曾经追随的精神领袖 这一刻崩塌了 他们从未想过 被视为亵渎一族最高统帅的神明 竟然想着的 不是带领亵亵渎神族崛起 而是利用他们 甚至不惜牺牲他们 陆子也已经感受 蓝星神域的愤怒在积累 源源不断的信仰之力开始凝聚 陆子也也缓缓起身 直面亵渎之神 所以 我们之间好像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 请 陆子也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意思很明显 动手吧 亵渎之神也点点头 缓缓起身 你很不错 可惜啊 你没见过起源帝的风采 你不知道 在他们眼里 我们皆是蝼蚁 除非我们也能晋级起源神 小辈 今日无论你我谁胜出 我们的归宿都是一样的 我们依然会为了自己 宇宙尽头 花音落下 亵渎之神朝着陆子也的方向 虚空一握 下一刻 陆子也身边的所有空间都塌陷了 空间之中 神灰弥漫 亿万道神光宛如利剑刺向陆子也 陆子也的身形消失 几个呼吸之后出现在了亵渎之神的身后 亿万道神光凝聚的光波轰向亵渎之神 同时混沌潮汐直接遮蔽了亵渎神殿 宛如遮天巨浪压了下来 陆子也释放的那些光柱 直接透体而过 亵渎之神神情轻松 这些攻击方式仿佛他根本就不用躲避 直接无视了 亵渎之神给他的就感觉 好像既存在又不存在 他是虚无的 陆子也甚至在他身后试图寻找他的气息 可是陆子也发现 就算是亵渎之神身上弥漫出来的神灰 也不带半点气息 如此一来 自己的虚空所敌也无法发动 因为亵渎之神虽然自己见过 可是他的面貌根本就是随心而动的 根本不是真面目 气息又无法掌控 一时间 陆子也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以各种法则与他周旋 陆子也以十大法则之力 对抗全知全能的亵渎之神 周围的亵渎神族皆是帮不上忙 李壮壮和鄂洛伊的攻击方式 完全够不到对方的影子 差距太大了 全知全能 意味着对方对陆子也的理解 到达了极其恐怖的地步 陆子也制造的恐怖潮汐 看起来遮天蔽日 但是亵渎之神总是能知道 最巧妙的破解之法 好在 陆子也心中明白 亵渎之神虽然努力进阶的方向 原神的地步 他的全知全能也有一定局限性 就好像亵渎之神 无法看到陆子也和亵渎神族的未来 二人战斗的威势震撼着所有亵渎神族 两人的神性都无比狂暴 绵绵不绝 这一战足足持续了半个月之久 十五天之后 陆子也看着周围被击碎的无数星辰 微微一笑 这十五日 他已经将分身提升到了五十级 自己的分身越打越多 同时这十五天 陆子也通过从蓝星神域 又提取了一万亿信仰之力 蓝星神域的亿万神族都在关心这一战 同时 这亿万神族坚信 他们的神主能战胜亵渎之神 足足七万亿的精神力 让陆子也越战越勇 同时五十句分身奥力虚空 小贝 我们还要打多久 哈哈 你无法支配我 但是我全知全能 我可以犯无数次错 而你不能失误 亵渎之神看向陆子也 这场战斗他看得很明白 自己作为全知的神 他可以洞悉陆子也所有攻势中的破绽 轻松躲避 自己可以一直打下去 而陆子也一旦犯错 就要付出分身来抗伤害的代价 而分身的数量是有限的 刚刚说完 亵渎之神便是双手一合 陆子也身边的空域 立刻挽入被什么巨大的压力挤压 陆子也感觉自己 好像是被两面巨大的高墙封锁了 而且越压越近 亵渎之神双掌继续合拢 陆子也周边的空间都全部挤压破碎 虚空乱留在陆子也身边疯狂肆虐 陆子也动用力量法则 强行破开了一道缝隙 逃逸而出 并让自己的十具分身留在原地战斗 自己携带剩下的二十多具分身 踏入虚空而去 没错这场战斗 陆子也已经牺牲了不少分身 要不是他一直通过晋级分身等级 获得新的分身 这战斗还真不好说 看着陆子也想要逃离这里 亵渎之神微笑道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可我能解决制造问题的人 我杀不掉你 但是你也留不下我 陆子也一头扎入虚空 直奔白矮星而去 精神力的提升 让他已经感知到了 亵渎之神的气息 就在白矮星 那是亵渎之神 曾经在起源地战斗后脱逃 在那里留下了一地神血 有了这些神血 陆子也就能真正锁定 对方的所在位置 发动虚空所敌 所有的往事 都应该落下一个帷幕了 看着陆子也的逃离的背影 全知全能的亵渎之神心中 泛起了一股剧烈的不祥感 他爆发出自己的全身神性 爆喝一声 小辈 好胆 亵渎之神第一时间 就洞察了陆子也的意图 但是你能洞察 和你能不能阻止是两件事 陆子也十五天的战斗 越战越勇 他的蓝星神域 不断为其注入信仰之力 就好像一台勇动机 亵渎之神怒吼着 试图封闭陆子也所在的空间 阻止其逃离 可是 他只看到了陆子也 回忆他一个鬼魅的微笑 用手指在他制造的屏障上 轻轻一划 呲啦 七万亿的精神力瞬间爆发 将前方的屏障直接化开 陆子也一步踏出 消失在虚空之中 同时 陆子也为了杜绝自己走后 亵渎之神将矛盾指向自己的神族 还留下了十多具分身进行战斗 这些分身 虽然无法击败亵渎之神 但是就凭借其肉身 和对方耗上几天不成问题 这一刻的亵渎之神 脸上露出了些许惊恐 他谋划了这么多个纪元 从未想过会败在一个小辈身上 而这个小辈使用的手段 竟然还是自己当年抛弃掉的神格 难道当初 我选错了吗 亵渎之神活了这么久 第一次如此迷茫 他看向虚空中的远去的陆子也 并且通过全知全能 感应着他接下来的一举一动 目露凶光 可不要逼我走那条路啊 我不想走老路 但是你不要逼我 出人意料的是 陆子也消失之后 亵渎之神没有去追 他没有伤害亵渎神殿周围的亵渎祖古神 而是缓缓地坐到了亵渎神殿上方的神座上 他指了指下方的一个亵渎祖古神 你的血脉气息应该是贾奥德家族的吧 他祖上和我并肩战斗过 是你西威尔家族的后人吧 不错不错 当年他可是勇猛得很啊 和我一起将时间之神打得跪地求饶 下方的亵渎神族 众多古神也没有回答他的话 没人之声 就这么静静地听着 这位曾经的宇宙最强存在 回忆着往事 他的经历就是亵渎神族完整史诗 一连细数了十多个古神家族的历史 随后眉头一皱 你们的大守护 他还是走上了那条路啊 那么也请原谅我的冒昧了 亵渎之神缓缓起身 看向虚空 一道恐怖无比的威能席卷而来 亵渎之神明白 这是陆子也用七万亿精神力凝聚出来的最强一击 同时还给这一击赋予了虚空所敌的神迹特性 这种攻击无法躲避啊 亵渎之神的眼神中没有畏惧 反而多了几分决然 似乎下定了一个重大决定一般 陆子也的这一击威力无比 但是亵渎之神想挡下并不是难事 难就难于这一道攻击永远不会消失 会像幽灵一样跟随自己 直到自己死去 虚空中七万亿精神力凝聚的狂暴一击 被亵渎之神一掌击碎 随后从另外一个角度 这一击再度成形再次袭来 久违了 亵渎之神看着这熟悉的攻击方式 心中泥南 与此同时 陆子也也从白矮星归来 他利用亵渎之神残留在上面的神血 发起了攻势 陆子也心中明白 这一击完成之后 自己将立于不败之地 至于亵渎之神什么时候死去 那就看他的命有多应了 当初的时间之神 也是逃了很久 最后死于绝望 陆子也没有说话 只是这么静静地看着对方 双方对于当前的处境 再清楚不过了 无需多言 亵渎之神在一掌 又拍碎了一次虚空所敌攻击之后 神性暴涨 他看向陆子也 虚空所敌并非无法破解 是吗 陆子也从未想过 自己这一世还有能破解的方式 只要在你杀死我之前 我先杀死虚空所敌的发起之人 这一世迎刃而解 陆子也点点头 这倒是没错 只是自己一路碾压对方 从未想过对方能破解这一世 就算是亵渎之神也是做不到的 自己杀不死对方 但是自保是绰绰有余的 可是下一刻 亵渎之神掏出了一枚奇怪的石头 将其捏碎 这是起源石 是我当年从起源地逃出后带来的 它可以破开起源地的封印 我自然是杀不死你 可我若是释放出起源众神 阁下又如何应对呢 呵呵 就看我们两人 谁能支撑到最后吧 亵渎之神说完 便是身影虚幻起来 消失不见 唯有他的笑声回荡在虚空 而陆子也的虚空所敌 一直紧追不舍 追杀亵渎之神 陆子也心中大海 这是鱼死网破呀 亵渎之神 竟然想凭借起源之神的力量 来击杀我 然后解除虚空所敌的追杀 这一招 在陆子也的意料之外 亵渎之神离开之后 天空中降下无数神盲 那些起源地的神盲 开始外泄了 起源地的戒壁出现了松动 神什么时候会出现 但是自己的命自己改 亵渎神族全体古神及神明 听我号令 携各自神族进驻蓝星神域 我们的敌人 这一次来自起源地 宇宙的起点 这一次 我们要么陨落 要么崛起 为了生存而战 下方亵渎神族古神 集体高呼 死战 他们没有畏惧 因为如果不是陆子也 他们早就死于猎神兽的追杀之中 如果不是陆子也 他们也走不到这一天 既然这一天躲不掉 那就杀出一个未来吧 蓝星神域 等级已经晋升到了2016级 其辽阔程度 现在已经相当于 几百万个最初的蓝星了 在所有神域之中 蓝星是目前已知最大的 而蓝星神域孕育的神族 更是极其丰富强大 这一刻 其他亵渎神族的古神和神族 也纷纷降临蓝星 开始构筑强大的防线 因为只有蓝星神域的神性能 与起源神明一较高下了 如果蓝星神域都守不住 试问 还有那个神域的防御力量能顶住 李壮壮指挥着亿万黄金海妖 在构建黄金矩阵 那是用黄金海妖的神血 为阵眼构建的大阵 能让黄金海妖的触须攻击力 范围 强度 都上升到一个恐怖的层次 亿万只虚空生物 在虚空中布置了上一门虚空神炮 这些虚空神炮 可以发射神光 而且还可以让上一道神光凝成 一道终极神光 威力狂暴 整个蓝星都动起来了 蓝星防卫反击战 即将开打 蓝星神域开启了全员备战 这是宇宙中一只最强大的神域 而他们的敌人 是宇宙中起源地走出来的未知神明 信仰之力源源不断提供给陆子野 几日的备战 陆子野又获得了两万亿信仰之力 此刻 自己坐拥2500级的神域 9万亿的精神力 陆子野看了一眼自己的系统面板 空前强大 距离十万亿精神力 指日可待 宿主 陆子野 境界 旧日 神域等级LV2500 131亿2501亿 生命值3100亿 体质310亿 99%931减伤 精神7万亿 力量1亿 敏捷1亿 暴击率100% 暴击伤害12000 生存点111 3亿增长中 神迹 虚空所敌 天赋序列20 金属操控LV30 010亿 天赋序列04 不死之躯LV50 0100亿 天赋序列05 破绽 LV30 010亿 永恒造物 LV20 02000万 天赋序列 010 思想刚硬 信仰之力积累中 可是 陆子野并不明白自己达到十万亿精神力之后 会获得怎么样的提升 是晋升起源神 还是另外的进化 十大法则的力量在陆子野体内涌动 他看向漫天的神盲 越发浓烈 那些未知的气息越来越清晰 他明白 他们来了 起源之地的封印彻底被突破 那些未知的神明也降临蓝星 陆子野的思想刚硬遍布整个神域 他的神域传遍蓝星每个神族 准备战斗 整个蓝星 各类防御攻势全部启动 亿亿万神族将备战的力量 全部展露了出来 蓝星神域瞬间爆发出亿亿万颗光弹 流光神炮 聚见黄金海妖的金色长边在虚空中狂舞 那些降临的神盲竟然与之对撞 虚空震战 巨大的冲击波直达蓝星 掀起海啸万丈 无数金色处续被声声斩断 黄金海妖汉不畏死 嘶吼着冲向虚空 前扑后继 鄂洛伊和李壮壮金色的巨大身影 在这一刻变得更加伟岸 他们冲锋在了第一线 陆子野的五十句分身一字排开 双手缓缓做出一个托起动作 滔天的混沌潮汐 立刻卷向虚空 与起源神明的神盲交织在一起 发出剧烈的碰撞和爆炸 蓝星强大的神性 让蓝星神域坚固无比 换作普通星球 早已殒灭 所有人都知道 今天注定诸神黄昏 有意思啊 环宇之内 许久没有出现这么不自量力的神域了 今天就练了你们 助我提升神格 虚空中一个只有一个轮廓的人形光影 缓缓浮现 他的后背长着巨大的翅膀 浑身包裹着刺眼的神盲 根本看不清模样 这就是起源之神吗 来自宇宙的起源之地 路子也从未感受到过 如此狂暴的气息 而起源之神背后双翼展开 随着双翼展开他背后的虚空 直接开了一道巨门 就好像这道巨门本来就存在一样 只是因为神明的到来 准时开启了一般 这道门打开之后 路子也就感受到了一股独特的气息 门后面的世界 好像与路子也去过的任何地方都不同 难道 这道门直接连接了起源之地 思绪之间 路子也的十几道分身已经顺移到了大门之外 想要阻挡里面的恐怖气息 下一刻 巨门之内涌出无上神盲 那些耀眼无比的神盲下 是亿万光影 这些神族都看不清具体的身形 只能看到大袋的轮廓 有巨猿轮廓的巨兽 但是伸着四条手臂 也有巨鹰翱翔而出 身上的羽毛宛如光剑一般射出巨门 狂暴袭来 也有龙形态的生物 披着闪光灵甲 咆哮奔腾 路子也知道 让他召唤来了自己的亿万神族 那位起源之神双臂展开 仿佛在迎接胜利 他高高在上 仿佛这一次降临蓝星 只是一次愉快的狩猎 轰轰轰轰 一道道狂暴无比的爆炸声响起 蓝星神域的亿万万防御力量 发射的各种攻势 撞击在巨门之上 而起源神族各种生物 皆是以神盲回击 双方的力量交织在一起 爆发出无穷的力量 白药的爆炸光斑极其炫目 宛如在蓝星上空 悬挂了十轮金屋 曲曲蝼蚁 妄想抵抗 起源之神冷笑一声 单手比划了一个邪切的动作 天地间瞬间安静 那些爆炸声戛然而止 就好像全世界都被这道攻击凝固了 虚空中 随着起源之神的这个手势 天地间出现了一道白色的丝线 他从地平线而来 横扫虚空 蓝星的那些防御力量 天空中的各种神光 统统被斩断 李壮壮手持黄金战刀 直接冲锋而去 斩刀与白线碰撞 李壮壮的身体瞬间呆滞 一道白线透体而过 几秒钟之后 身高几千里的黄金巨人 一分为二 壮壮 一旁的恶罗伊爆赫 亿万黄金处须 冲破天机一般横扫而去 下一刻便是被白色丝线全部斩断 就好像 就好像 他能斩断宇宙中的一切 陆子也心中一紧 因为他已经感应不到李壮壮的气息 就那么一招 李壮壮竟然直接被斩杀 陆子也立刻爆发出自己的全部神性 五十道分身齐齐发力 一道璀璨无比的混沌巨剑 直接斩了出去 这一击拥有九万亿的精神力 混沌巨剑直接斩落一头起源巨猿 巨猿的神盲退去 现出了真身 那是一头高几千米 有血有肉的四壁巨猿 蓝星神族振奋不已 因为他们看到了 这些神族并非无敌 也可以被斩杀 一道道精神力 继续以信仰之力的形式 诸如陆子也的身躯 起源之神身上的神盲闪烁了一下 他的内心小小震撼了一下 他没想过 击杀一个蝼蚁般的神域 居然还会付出牺牲的代价 他可是高高在上的起源神 来自宇宙的初始 无知 起源之神爆喝一声 白色丝线直接斩向陆子也 陆子也的混沌之剑顺势一挡 下一刻便是支离破碎 白色丝线从陆子也的身体透体而过 巨大的伤害 让前方的分身付出了惨痛代价 五具分身瞬间炸裂 如此狂暴的攻击陆子也还是第一次碰到 自己的力量还是太弱了 双方不在一个层次 就在这时 系统传来了提示音 叮 精神力到达十万亿 您的十大法则可以融合进化 是否进化 法则进化 是一个法则进化 还是全部法则进化 陆子也没有立刻遵循系统的安排 而是将心中疑问说给了系统 而系统也立刻有了答案 尊敬的宿主是融合进化 将十大法则融合 然后进化出全新的法则 一种更强的法则 陆子也心中震撼 竟然是融合后在进化 要知道自己现在可是身负十大法则 这些法则每一个都极其强大 是十大救日神的立身之本 他们进行融合进化 将诞生什么 陆子也已经迫不及待了 战场上本就烈士 李壮壮牺牲 蓝星告急 立刻进化 进化中 进度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在进化的过程中 陆子也为了死保蓝星神域 又以自己的强大分身 抵挡了无数伤害 分身一具接一具陨落 下方蓝星亿万神族 也是奋起反抗 而法则的进化 也终于完成百分之一百进度 进化完成 您获得全新的法则 轮回 陆子也 轮回是什么鬼 说死了之后再轮回 还是什么东西 轮回的代价是什么 这些问题 系统也给出了准确的答案 每一次轮回会消耗百分之一 最大神性 消耗的神性可以恢复 恢复速度 是自己神域强度而定 轮回是结合了生命法则 时间法则 力量法则 空间法则 等法则能力而铸就 您可以选择一个时间节点 让世界回归哪一个时刻 世界重归当前 所有因果重置 一切如初 轮回影响的是 当前世界所有事物 消耗的力量十分可怕 非神明所能操控 宿主之所以能使用 是因为 借助了十大法则的力量 陆子也瞬间懂了 这不是 简单的时光回溯 和时间之神 在时间长河中 看到过去未来不一样 他只是能看到 而我确实可以 真真切切地轮回改变 比如李壮壮的死亡 蓝星的当前战斗损失 都可以恢复如初 不过陆子也想到了一个悖论 系统 我的轮回能力 是现在刚刚获得的 我轮回到一小时前 开战之初 我的轮回法则 是不是也会消失 不会消失 轮回法则超脱事件 法则永存 宿主自身受到轮回法则影响 您的实力 也不会重置到轮回节点 依然一往无前 唯一遗憾的是 当前轮回等级为一级 只能轮回到一小时之前 这尼玛就变态了 陆子也心中感叹 也就是说 我回到过去 我依然拥有轮回能力 永远不死不灭 我现在是十万亿精神力 到时候还是十万亿精神力 我永远能选择 最正确的路线前进 陆子也看了一眼轮回等级 法则轮回 LV1 0100E 好说好说 我手里刚好还有131亿积分 直接升级到二级 就可以轮回到两小时以内的 任何节点了 陆子也思索之际 分身已经牺牲了三十多句 远处的起源之神 冷笑着看向陆子也 结束了 蝼蚁 陆子也微微一笑 是吗 我为什么觉得 这才只是开始 陆子也并不着急轮回 而是命令蓝星亿万神族奋起反抗 大战惊天动地拉开 双方的神族 在巨大的蓝星神域上厮杀 陆子也也是计算着时间的流逝 在距离起源之神 开战两小时的前一刻 陆子也发现 自己的亿万神族 已经损失殆尽了 厄洛伊也隐恨在黄金海域 整个蓝星神域被打得支离破碎 赤道线上一道沟壑 贯穿了半个神域 南北极冰原全部融化 海面上升 淹没了无数土地 而起源神族 才死亡几千个属神 可见双方力量的悬殊 不过陆子也也有收获 此刻自己的精神力 已经来到了十二万亿 由于击杀了这些神明 自己的基础收益 来到了三千万生存点秒 最为关键的是 这些收益 自己轮回之后 不会被重置 所谓的起源之神 不过是我刷属性的NPC罢了 你拽个灯啊 起源之神获得大胜 一柄光剑指向陆子也 蝼蚁 还有什么话说 陆子也微微一笑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起源之神被陆子也的话搞猛了 可是下一刻 陆子也发动了轮回功能 世界瞬间安静 仿佛正在播放的电影 被按下了暂停键 丁 您在发动轮回法则 请指定轮回节点 起源之神打开空间门的那一刻 丁 您指定的时间节点 在一小时58分31秒时刻 符合轮回等级范围 正在轮回 天地灰白一片 一道微光一闪而过 世界重置 轮回成功 陆子也抬头望去 起源之神正 蔑视着陆子也 后背的巨门已经打开 李壮壮正准备腾空而起 斩杀那些巨门内涌出的起源属神 罗爷 我们又见面了 起源之神面带不屑 可是下一刻 他整个人身躯一阵 感觉不妙 不 我为什么要说又见面了 强大的神心让他明白 这件事 不简单 而远处的陆子也 则是正在查看自己的基本属性 十一万亿精神力 二级轮回 没错 一切都重置了 除了自己 远处的起源之神十分愤怒 他一只手在空中轻轻一滑 时间瞬间安静 一道白色丝线 仿佛能斩断一切 扑面而来 李壮壮一马当先 被切成了两半 这一次 陆子也没有难过 没有震惊 甚至他笑了 还是熟悉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下一刻 陆子也大手一挥 对着虚空中的起源之神 暴和道 砍死这群傻逼 陆子也很少暴粗 但是这一次例外了 因为看到了自己 蓝星被毁灭 神族被虐杀 如果没有轮回 一切都会变成现实 而现在 蓝星神域 由于自己神性的变强 亿亿万神族也强大了一些 这一次对战 可能能坚持更久 就算这一次打不过没关系 咱们再来一次 强大的信仰之力 在蓝星亿万神族中凝聚 天空中亿万神族腾空而起 选择了与强大无比 高高在上的起源 神明硬碰硬 他们的身体土崩瓦解 宛如断线风筝般坠落 但是前扑后继 生生不息 结束了 蝼蚁 熟悉的台词再次响起 起源之神杀象面前的男人 只是这一次 他没了上一次凶狠 面露疑惑 因为面对自己的必杀一击 面前的男人不急不躁 面露微笑 轻飘飘来了一句 再来一次 世界暂停 再度重置 陆子也再次获得了海量的收益 这一次 蓝星神域的收益更丰富 自己的精神力 更是来到了恐怖的14万亿 和第一次的失败不同 这一次的血战 陆子也举蓝星神域权力 拼杀掉了对方5万属神 双方的实力虽然依然悬殊 但是蓝星神域的势力 也在肉眼可见的增长 第三次轮回 陆子也自己出手了 与对方大战两小时 惨败而归 但是已经可以击毙对方20万属神 同时自己的精神力达到了16万亿 第四次轮回 第五次轮回 88次轮回之后 陆子也睁开双眼 只见启元之神打着哈欠 有气无力地缓缓张开翅膀 背后锯门打开 无数启元帝的属神 从中于育而出 启元之神看到陆子也 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又是你这个逼 何时是个头 没错 作为强大的神明 他虽然无力阻止陆子也的轮回举动 但是他已经感受到了 自己陷入了一种怪异的轮回中 虽然他记得不上次轮回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对面前正要发生的一切 有了些许印象 而且是极其不好的印象 陆子也微微一笑 此刻他的精神力 已经来到了150万亿 早已突破了起源神境界 上一次轮回 双方拼杀到了最后 陆占了19个小时 陆子也的轮回法则 也升级到了5级 才得以回溯20小时之前 轮回的等级越往后 回溯的时间跨度越大 据说10级就可以轮回到一年以前 这一次陆子也的实力再次飙升 天地间再次出现 一道细密的白线 仿佛要斩断一切 但是 这一次 没有出现之前蓝星神域 被这道丝线上秒天 下秒地 中间秒空气的窘境 相反 陆子也的一具分身 直接将丝线一把拽住 扔向锯门之内 刹那间 锯门传来一阵阵 撕心裂肺的哀嚎 无数神盲破碎 起源属神 瞬间被斩杀了数万 起源之神大惊的同时 重新夺回那条丝线的控制权 将其收敛 这 这怎么可能 起源神看向陆子也 他发现 此刻的自己 竟然无法窥见对方的实力了 这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而自己竟然不知道对方的底细 他甚至怀疑 自己为什么要打开锯门 为什么要进攻这个诡异的神域 不应该啊 这件事 让起源之神觉得越发诡异了 他感觉脑子很乱 理论上 自己不应该对一个强大的对手 发动起源之门的连接攻击 因为自己若是失败 人家也可以 顺着这个锯门 进入自己的起起源神域啊 这种是不是神干的 应该是神经病才会干的 此刻他陷入了怀疑人生的纠结之中 他全然不知道是轮回的法则 让他无法选择 也无法逃避 这就是宿命 这一战 路子也直接率领着蓝星亿亿万神族 主动杀入了锯门之中 双方大战15个小时 亿万神明陨落 蓝星神族死亡81%的代价 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路子也看向被自己分身一拳轰的支离破碎 背后双翼被另外两名分身生生撕碎的起源之神 你说了 起源之神咳血不止 微微点头 那又如何 前方的路 你又知道多少 你又走得通吗 通向何方 你一无所知 世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自然成了路 路子也口中的难道 只留给对方一个帅气的背影 起源之神听着这句话 心中哑然 这话 是你领悟的 很深奥 课本上学的 路子也微笑道 课本 那是什么 路子也坐到起源之神的旁边 那是我们年幼的时候 了解这个世界的唯一方式 课本上有许许多多的知识 那是年幼 需要老师的教导 有的老师很严厉 不允许我们上课讲课 不允许我们上课睡觉 考试太差了 还会挨鞭子 路子也讲述着学校的时光 起源之神 万古不变的脸庞 露出了一丝笑容 听起来是不错的日子 没有争斗 还始终有人 在关怀你们的成长 路子也点点头 我们很调皮 会偷偷逃课抓鱼 捉螃蟹 会暗恋成绩好的长发女生 会偷偷藏她的橡皮 甚至 甚至点她的马尾 起源之神越发来的兴趣 有这样的生活 你为什么要成神 你原来的生活才是 神一样的日子 我知道了 你们这个种族 一定很弱小 又渴望永生 路子也摇了摇头 每个人类都是永生的 因为我们可以繁衍后代 我们将精英刻在下一代 把希望也寄托在下一代 这是我们的永生方式 可嗨嗨 起源之神可学不止 点点头道 很想听你继续讲述下去 告辞了 有趣的生命 我并不后悔于你一战 起源之神的神盲渐渐暗淡 身形宛如瓷片 一片片碎裂 飘散到虚空 路子也伸手一握 什么都没有抓到 她缓缓起身 看向通往起源之地的巨门 这里面真的值得我继续探索吗 还有任何意义吗 她摇了摇了头 正如起源之神所说 我本来就过着神仙一般的生活 又何必将人生走向虚妄呢 起源地有什么重要吗 起源地之后又是什么 路子也默默点头 下定了决心 系统 我在 人类开启觉醒是在什么时候 五十年前 把所有生存点提升到轮回法则中去 我要轮回到五十年前 我要阻止人类觉醒 人类觉醒的前提是 虚空之神留下的石碑路径 这些已经被你摧毁 但是轮回会让虚空之神复活 路径重现 您可以手动肃清 路子也点点头 那就开始吧 天地再次暂停 路子也回到了五十年前 那个时候 他还尚未出生 可是路子也将所有神性 凝聚到了一具分身之上 他默默降临蓝星 在自由岛上 将虚空之神单手毁灭 分身看着蓝星上的红花绿叶 看着车水马龙的城市 看着忙碌的人类 露出了微笑 伟大的轮回之主 您的愿望实现了 完结 帮助我 下轮回来的风轨